第3001章,蓝蟹现世 在众人的注目之下,一男一女来到了韩森面前 韩森还在一遍遍重复着释放光阴简的过程 难以从中摆脱出来,根本没有办法做别的选择 这两个家伙是谁? 韩森虽然一遍遍地在重复,可是思想却并没有被循环掉 依然保持着清醒,看到一男一女走到他面前,心中感觉大为古怪 可是因为红伞上霞光垂落,却根本看不清楚伞下的一男一女长什么模样 韩森想知道的答案,也是大宇宙所有生物都想知道的答案 空中花园之内,王宇航担心地说道 那两个家伙,竟然可以和刹那止境的力量抗衡 韩森他们没有问题吧 如果那两个人是敌人,韩森他们危矣 黄斧竟皱眉说道,去救他 邪情地站起身来,目光灼热地说道 别乱来,你们去了也没用 只会一样陷入刹那止境的时间循环之中,帮不上一点忙 刹那女帝靠在门框上,淡默地说道 那又怎么样 不是一事 难道看着他们去死 邪情地道 秦哥,先别急 刹那女帝说的没错 我们现在去了,于事无补 只是多死一个而已 灵说道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难道看着三目死 王宇航有些烦躁地说道 刹那女帝冷声说道 你们不用那么着急 韩森他们没有那么容易死 在刹那止境之内,时间一直在循环 就算那一男一女想要杀他们 杀死之后一样会再次随着时间循环复活 想杀他们就必须要破去刹那止境 一旦刹那止境被破 韩森和金币就有了反击能力 就算打不过也可以跑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记了 王宇航听了大喜 众人也都松了一口气 既然他们杀不了韩森 那他们去干什么呢 有什么企图 秦轩沉思道 众人都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只能盯着刹那神庙内 看着那一男一女有什么样的举动 红衣女子一直撑着伞站在男子身后 而那男子站在韩森旁边 似是在打量韩森 看着他一遍遍地重复着 释放光阴简的动作 看了一会儿 男人伸出了一只手 就悬在了韩森的脑袋上面一点 那只手被红侠包裹着 只能看到一个大概的轮廓 食指修长 却又有一种力量感 给人一种完美无瑕的感觉 他想干什么 震天公主皱眉看着男人的那只手 一时间也猜测不出那男人想干什么 他不会想要一掌拍死韩森吧 就算拍死了又有什么用 在刹那止境之中 韩森可以无限地复活 震天公首座也是一脸的疑惑 事实上 大宇宙各处都有恐怖的强者 看着这一幕 脸上都满是疑惑之色 只有在一处山林老宅之中 一个算命老人拎着酒葫芦 看着男人的那只手 眼中闪过一抹金光 终于要迈出第一步了 就在算命老人轻声自语的同时 那男人的另一只手中 冷光一闪 竟然把扬在韩森头顶上方的那只手掌 割裂了一道伤口 各族强者惊讶地看着那只受伤的手 不知道男人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蓝色的血液 缓缓自那伤口之中渗透了出来 晶莹剔透 微微闪着荧光 看起来妖艳而又美丽 韩森看到那血液 却是大吃一惊 心中暗倒 怎么回事 这蓝血与血命胶的蓝血 有着同样的气息 但是又比我见过的那些蓝血 纯粹强大了不知道多少倍 他是谁 人帝吗 他来这里干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做 韩森心中满是疑问 可是却根本没有人能够为他解惑 想要开口去问也不可能 因为是在时间循环之内 除了重复之前的动作 他什么也做不了 圣血 镇天公主和镇天公首座 看到那蓝色的血液 却是同时脸色大变 与他们一样 大宇宙中的不少老古董 都是脸色大变 一个个像是见了鬼一样 一滴晶莹剔透的蓝色血液 落在韩森的头顶 被血液滴落之处 黑色的头发和白色的头皮 立刻都被染成了蓝色 男人的手掌 一直悬在韩森的头顶 任由手掌伤口中血液 一滴皆一滴落在韩森头顶 插那止境 可以让一切不断地循环 可是循环之后 韩森头上被染成蓝色的部分 依然还保持着蓝色 并没有被时间循环抹去 那些蓝色血液越来越多 顺着韩森的头发和脸颊流下去 韩森的头脸和脖子 都染成了蓝色 而且那血液还在向着 他的衣服之内流淌 似是要把他的整个身体 都给染成蓝色 这个家伙 他到底想干什么 我又不是蓝精灵 把我的身体染成蓝色干什么 韩森心中闪过无数个念头 却还是没明白 对方到底想要干什么 各族强者 也都是目瞪口呆地 看着这一幕发生 谁也没搞明白 突然出现的男人 到底想干什么 轰隆隆 神宫最高层的基因神殿之处 传来了如同雷霆霹雳一般的响起 只见基因神殿的大门 竟然缓缓打开 基因神殿的大门完全洞开 可是那中灯火辉煌 要的人根本看不清楚里面的景象 只能隐约看到 一个身影站在门内 可是因为光线太强烈 又看不清楚 那身影长什么模样 只能感觉一股如神如魔的气息散发出来 无论在大宇宙的何处 都被那气息压得几乎透不过气来 有种俯身跪拜的冲动 当真非做不可 那身影站在门内 俯视着刹那神庙广场上的男子说道 你可以试试来阻我 男子淡淡地说道 手掌依然悬在韩森头顶 任由自己的蓝色血液 不停地滴在韩森身上 大胆 诸天神灵皆怒 一座座神庙内神光冲销 无数恐怖的气息神压而来 仿佛那诸多神灵 随时都会一起出手灭杀红散下的男子 无胆又何以途径诸天神灵 男子声音依然平静如水 可是说出来的话 却让诸天神灵大怒 一座座神庙内 神光如同火山喷发一般 眼看着诸多神灵 就要破庙而出 大宇宙生物都看得心惊胆寒 即便那些神灵的威压 不是冲着他们而来 却也让他们骇然心惊 忍不住连连后退 可是那男子却仿佛没有看到 诸天神灵的凶艳一般 依然平静地站在那里 让自己的蓝色鲜血 不断地滴落在韩森身上 第三千零二章 蓝血启动 基因神殿大门内的身影 并未有所动作 只是看了一眼 已经被蓝血淋透了全身的韩森 淡淡地说道 希望你不会后悔 一句之后 那身影转身而去 渐渐消失在灯火辉煌的神殿之内 基因神殿的大门也轰然关闭 各族生物 原本以为会有一场惊天大战 谁知道竟然会如此结束 在基因神殿的大门关闭之后 神宫内的诸多神庙 也都眼气息骨 一时间整个神宫都恢复了安静 我的天 竟然连诸天神灵受了如此侮辱 都不敢对他出手 那男人到底是何来历 是哪一族的恐怖存在 不会是太上族的大佬吧 太上族虽然很强 可是也不可能令诸天神灵 都为之退缩吧 他到底要对韩神父做什么呢 一时间各族都在议论纷纷 都在猜测 那一男一女的来历 以及他到底想做什么 镇天宫手座的脸色微微一变 虽然说神宫现世 诸天神灵都被神宫的规则结束 只能守于自己的神庙之内 不能跨越神庙战斗 可是那男子如此轻蔑之言 基因神殿内的那位 也能忍下这口气 难道说 那男人当真是圣主不成 镇天宫主盯着那男人 看了许久才说到 他不是圣主 虽然血液看起来 与传说中的圣主一样 可是你我都知道 圣主不可能还活着 他绝非圣主 无论他是不是 此人能够令基因神殿内的那位 都有些忌惮 只怕又是一个大祸患 他把自己的血液 淋在韩森身上 想干什么 镇天宫手作的脸色 依然很难看 镇天宫主沉吟了一下说道 你说 韩森是出身庇护所 那他很可能不是 纯粹的精足血脉 这件事 怕是没有那么简单 两人说话之间 那男人已经收回了手掌 手上的伤口 也已经自动愈合 而韩森全身都 已经被蓝色的血液 全部染成蓝色 像是一只散发着蓝光的 蓝精灵一般 那些血液像是被海绵吸收一般 渐渐透进了皮肤之内 韩森的身体 也渐渐恢复了原本的模样 黑色的头发 白嫩的皮肤 可是在他的血管之内 鲜红的血液 却被那蓝色的血液浸染 都变成了与之相同的蓝色血液 男人站在伞下 退后了几步 像是在看自己创造的艺术品 饶有兴趣地打量着韩森 韩森只感觉全身的血液 像是沸腾了一般 即便的时间循环 也无法阻止蓝色血液的力量 在身体内奔腾咆哮 原本已经净化的红色血液 在被蓝血浸染之后 都融化开来 带着一股诡异而离奇的力量奔涌 渗透进入韩森全身的器官和肌肉 血管像是一条条蓝色的小舌般 突出于皮肤之上 好 韩森仰天发出带有痛苦的咆哮之声 随着那咆哮之声 全身蓝色的光焰 如同火山喷发一般爆发而出 将韩森的整个身体都包裹在内 这一刻 刹那止尽所造成的时间循环 竟然对韩森失去了作用 让他恢复了自由之声 果然 韩森并非单纯的精足 他的身体内也有圣主的血脉 否则不可能融合蓝血的力量 震天公主叹息一声 你是什么人 恢复了自由的韩森 盯着伞下的男子问道 他现在感觉全身 都充斥着一种异样的力量 虽然韩森怀疑 这男人就是人帝 可是却无法确认 我是谁不重要 你只需要知道 你的力量是我给予的 那就足够了 男人说着 就转身向着刹那神庙之外走去 红衣女子 还是那般撑着伞 跟在男人身后 很快两人就出了刹那神庙的刹那 消失在星空之中 韩森没有时间去追究 那男人到底是谁 先解决这里的麻烦才是正经 不能让宝被困在这里 韩森心念一动 向着刹那女神冲了过去 用光阴剪向着刹那女神绞杀了过去 一白一黑两条蛟龙 盘绕着脚向刹那女神的脖子 咔嚓擦 光阴剪的力量 竟然只缠断了刹那女神几根头发 脖子上面也只出现了一道红痕 而且在下一个时间轮回之后 刹那女神又恢复了原样 光阴剪虽然能够破开时间力量 不过破坏力却并不是很强 而且我自己因为蓝血的关系 摆脱了时间循环的束缚 他们却还在时间循环之内 我就算能够杀了 刹那女神也没用 时间循环还是会一直存在 刹那女神还是会复活 韩森微微皱眉 他可以感觉到身体内的蓝色血液力量 可是那力量却并不会为他所用 放弃了击杀刹那女神的打算 韩森闪身到了日月神渊的身旁 想要尝试着把他带出刹那神庙 韩森不敢拿宝和金毛吼做试验 只好委屈日月神渊 可惜韩森很快就发现 自己也难以把他带出时间循环 无论去哪里 他还是会出现在时间循环之内 而且他的身体也出不了刹那神庙的范围 怎么办 韩森心中闪过无数个念头 现在他自己依仗着蓝血的力量 可以无视刹那止境的力量 想要出去并不难 可是宝和金毛吼却会被困在这里 这是韩森绝对无法接受的 在这种情况下 韩森就算使用超级神灵体 那也只能让他自己不受时间循环的影响 还是就不出宝他们 蓝色血液的力量 既然能够不受时间循环的影响 若是我能够控制这股力量 不知道能不能用来杀死刹那女神 韩森想到 男人将蓝血滴在自己身上之后 血液所沾染的地方 就不再受时间循环影响 韩森尝试着去控制蓝色血液内的力量 结果却并不怎么理想 那股力量完全不受韩森的控制 韩森犹豫了一下 运转了血脉命神经 韩森知道 只有这一门基因术 才有可能控制蓝血的力量 可是他心中还是有些忌惮 所以刚才才没有使用血脉命神经 现在却顾不了那么多了 血脉命神经一开启 身体内的蓝色血液力量顿时就随着血脉命神经一起疯狂运转 血液的流转速度 甚至已经超过了血脉命神经的运转速度 已经不是血脉命神经控制着血液力量在运转 而是血液力量拉着血脉命神经在疯狂运转 要开始了吗 宫殿之内 人地眯起眼睛 看着一双黑色眼睛正在渐渐泛起蓝光的韩森 喃喃自语道 第三千零三章 真正的人类 好 韩森双臂下意识地张开 仰天发出一声咆哮 整个眼睛都变冲血 变成了蓝色 闪烁着骇人的力芒 韩森的脑子还保持着清楚 可是身体却无比的饥渴 就好像是一个染上了毒瘾的人 脑子明知道不应该继续下去 可是身体反应让他控制不住自己 蓝光闪烁 韩森的身体破开空间 眨眼间到了刹那女神面前 一只手抓住了刹那女神的脖子 直接把刹那女神提了起来 刹那女神身在时间循环之中 无法抵挡韩森的攻势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韩森此时只感觉身体内仿佛有着野兽一般的杀戮欲望 抓着刹那女神脖子的手 带着恐怖无力的力量捏了下去 那力量有一大半来自于蓝血的力量 还有一小部分是韩森自身的肉体力量 除此之外 各种基因术的力量都失去了作用 除了血脉命神经之外 其他的基因术根本无法运转 而在蓝血的力量引导下 血脉命神经的运转也有了诡异的变化 这种变化 韩森并不陌生 之前人帝给过他一本血脉命神经的后续 而这种变化 就是那后续的变化 咔嚓 刹那女神的脖子被韩森扭转 而且在刹那女神的脖子上面 出现了一片蓝色印记 就连时间循环 也没有办法令受伤蓝化的部分恢复 只是这一击并没有杀死刹那女神 韩森双手如刀一般挥动 一刀刀斩在无法还手的刹那女神身上 把她的身体斩出一刀又一刀的伤口 那伤口处的血肉和骨头都变成了蓝色 有了蓝血的力量之后 韩森竟然可以赤手空拳 在刹那女神的身体上留下深可见骨的伤痕 而在此之前 韩森使用光阴剪都伤不了刹那女神的皮肉 整个大宇宙都是一片死寂 眼睁睁地看着韩森 把刹那女神开膛破肚 砸爆了她的脑袋 直到刹那女神的脑袋爆开 那代表着刹那指径的钟表也一起崩碎 化为点点光影 消散于虚空之中 猎杀毁灭即神灵刹那女神 获得神之灵 下一秒 韩森就看到刹那女神的身体 化为漫天碎光凝聚 全部凝聚在那根如是指针般的发簪之上 韩森拿到那根发簪 立刻又听到脑海中传来了提示音 获得毁灭即神格武装刹那时针 此时刹那指径消散 神庙空间也恢复了正常 宝和白黄他们也都从时间循环中脱困而出 可是韩森的双眼 却死死地盯着宝所化的金币 他的脑子很清楚 可是身体却有种要冲向宝杀戮的冲突 这是怎么回事 韩森心中骇然 可是却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 手掌竟然不受控制式地扬了起来 五指剧烈地弯曲抖动 似是想要抓向宝的脑袋 没有时间多想 韩森拼尽全力 控制着自己的身体 向着神庙之外冲去 他怕自己下一秒 就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和宝自相残杀 强行控制身体 冲出了刹那神庙的范围 在这个过程当中 韩森的身体一直颤抖个不停 似乎想要立刻转身杀向宝 好不容易冲出了刹那神庙的范围 韩森想要使用星空大挪移 却发现无法发动神游术 蓝色血液的力量 阻止了其他的力量 在他身体内运转 星空大挪移虽然没有能够成功 可是他的身体却依然强行破开空间 瞬移了出去 那是源自于蓝血的力量 砰 韩森也不知道自己瞬移到了什么地方 只见四周是大片的陨石带 韩森的身体重重落在了一个星球上面 如同巨型陨石撞击一般 把那星球的表现撞击出了一个环形的大坑 石头地面像是海浪一般 向外扩散翻起 一直绵延出去上千里才停了下来 韩森跪在环形坑的中心 身体瑟瑟发抖 尽管已经远离了宝 可是他的身体依然有着无比的渴望 渴望着杀戮 蓝血 蓝血的力量有问题 韩森全身一直不停地在冒冷汗 这是他强行控制自己身体的结果 思想与肉体难以统一 让韩森感觉非常糟糕 不要控制它 那才是你真正的本性和力量 让蓝色的血液充满你的身体 让它激活你的身体 让你拥有真正的力量 一个声音在韩森前面不远处响起 韩森艰难地抬起头去看 看到那个红衣女衣长着伞 就站在前面不远处 伞下的男人正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你对我做了什么 韩森咬牙问道 连声音都在颤抖着 不不不 不是我对你做了什么 而是你自己想要什么 你还没有认清自己 你还不知道 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男人微笑着说道 我知道我是谁 也知道我想要什么 拿走你的蓝血 那不是我要的 韩森的身体剧烈颤抖 汗水顺着脸颊不停地往下滴 蓝血的力量实在太强大了 他只是控制自己的身体 就已经很困难 你真的知道你是谁吗 男人从红伞下面走了出来 蹲在韩森面前 伸出一只手 手指挑起韩森的下巴 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人帝 果然是你 韩森终于看清楚了那张脸 看是一张英俊的脸 还带着一种常人所没有的独特气质 如同世间的无上的帝王 男人的手指 抬着韩森的下巴 但笑着说道 我的孩子 你不知道你是谁 你和你想象中的不一样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把你的蓝血拿走 韩森想要牛脸 想要摆脱人地的手掌 可是那充满了蓝血力量的身体 却不听话 我的孩子 你是我的后代 身体内原本就流淌着我的血 现在 你又得了我的足血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一个纯粹的人类 人地抚摸着韩森脸颊 韩笑说道 很快你就会明白 做一个真正的人类 是何等的骄傲与尊贵 你会享受这一切 我不需要做什么真正的人类 我就是我 我是韩森 韩森咬牙道 那可不行 我的孩子 好好享受 做一个真正的人类活着吧 以后你会感谢我 并且最终回到我的身边 人地连细地伸出手指 抹去韩森脸颊上的汗水 起身缓缓离开 韩森双手支撑着身体 艰难地抬着头 看到红衣女子撑着伞 护送人地走向虚空 转眼间就没有了踪迹 第3004章 全部都要死 蓝血的力量充斥全身 让韩森产生了非常古怪的感觉 蓝血的力量无比强大 可是同时又给了韩森一种被遗弃的感觉 所有的规则和力量 都仿佛都排斥于他的身体之外 好像是被这个世界遗弃了一般 该死 韩森非常不喜欢这种无法控制自己的感觉 拼命想要与蓝血的力量对抗 可是他自身的力量 却没有蓝血的力量强大 渐渐被蓝血所侵蚀 身体越来越不受控制 也不能说是不受控制 只要顺从了蓝血的渴望 还是能够控制身体的 可是蓝血本身的渴望 却是韩森所不允许发生的 兵机遇骨 不起作用 动玄晶 无法运转 韩森连续变换了数种基因术 可是他根本无法感应到 那些力量的存在 就连基因物语也完全没有反应 想要变身一种化状态 依然还是没有得到身体的回应 蓝还在天命塔内 我现在的身体又已经失控 不能把蓝带出来 也没有办法长时间 持续超级神灵状态 不过是到如今 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只能是上一时 韩森正准备使用超级神灵体 却突然感觉 身体内升起一股灼热 韩森感觉那股灼热的力量 把他的整个背脊 都好像烧红了一般 痛得他几乎叫喊出来 这时候 他已经不能使用动玄晶 也没有办法适应到后背到底怎么了 不过背上有了这股灼热之后 蓝血的力量 竟然没有再继续侵蚀他的身体 特别是在背部 蓝血的力量始终无法占据那里 蓝血一旦流进背部的范围 就好像被那热量蒸发了一般 虽然不能完全驱逐蓝血的力量 不过总算是让韩森好过了一些 艰难地拿出一面镜子 把蓝袍脱了下来 露出赤裸的背部 对着镜子照了照 韩森看到自己背部 顿时心中一惊 他背上一片血红 竟然是一只九命血猫的纹身图案 与灵背上的九命血猫纹身 几乎一模一样 怎么九命血猫的纹身又出现了 不是已经被我炼化了吗 韩森心中暗自疑惑 当初九命血猫吊坠 与他融为一体 背上就曾经出现过这个纹身 不过后来 纹身也随着他修炼血脉命神经 而被吸收消失了 现在 蓝血占据了韩森的身体 那消失的九命血猫纹身 竟然又出现了 还抵御住了蓝血的力量 没让蓝血占据他的整个身体 以前九命血猫吊坠 就有克制蓝血的效果 虽然被我吸收了 但是效果应该还在 只是人地的蓝血力量太强 就算有九命血猫的力量 也无法完全驱逐身上的蓝血 韩森心中暗自猜测 蓝血和九命血猫纹身的力量 都能够被血脉命神经激活 可是却又相互克制 只是九命血猫纹身的力量弱了一些 只能凝聚于背部 而蓝血则占据了身体的其他部分 两股力量在韩森的身体僵持不下 谁也没有办法彻底占据韩森的身体 韩森勉强能够控制自己的身体 跌跌撞撞地站起来 可是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而且他现在也没有办法使用星空大挪移 就算想要跑出去也不可能 那里是一颗生命星球 韩森目光四下里打亮 发现在距离这颗星球不远的地方 有着一颗巨大的星球 看起来比月亮距离地球还要近 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 上面的山脉和巨大树木 韩森看了一会儿 发现那星球上面竟然还有建筑物 强行控制着身体 向着那颗星球飞去 现在韩森只能依靠纯粹的肉体力量飞行 现在他想要先打听清楚 这里到底是什么位置 身体内的蓝血与赤血 不停地相互侵蚀 那种感觉非常痛苦 再加上韩森难以自如控制身体 即便是这样的短距离飞行 亦飞得摇摇晃晃 好像随时都可能会摔下去似的 碰 进入了那颗星球的大气层 韩森顿时被星球的引力所吸引 控制不住身体栽了下去 好在他的身体足够强大 从高空坠落下去 砸在山林之中 把山林都给崩坏了一大片 人却没有受伤 从地上爬起来 韩森向着自己 看到那座山顶建筑飞过去 好一会儿才飞到了建筑前 看清楚了那建筑的真实模样之后 却不免有些失望 那是一座老式的木头建筑 看起来是一座很古老的大宅 从古宅所用的材料和工艺判断 很可能这颗星球的科技水平 还没有进入星际时代 既然已经来了 希望能够问出一点什么吧 韩森落在了古宅大门前 刚想上去敲门 却见大门竟然自己开了 等你很久了 进来吧 大门那一个老人 笑眯眯地对着韩森说了一句 然后镜子向着古宅内走去 你是谁 韩森微皱眉 进来再说吧 你都已经这样了 也没什么好害怕的 老人头也不回地说道 韩森想了想 老人说的也没错 他都已经这样了 还有什么好害的呢 举步向着古宅内走去 跟着老人一直走进了厅堂之内 这厅堂十分破旧 里面只有一张八仙桌 保存的还算完整 不过上面的红漆 也已经剥落得不成样子 大部分都露出木头的原色 看起来十分破旧 喝点吧 老人落在木桌上面 把旁边的酒葫芦 抛给韩森 韩森接住酒葫芦 也没说什么 打开盖子灌了一口 以他现在的身体之强 特别是在有滥血的状态下 恐怕也没什么毒素 能够伤害他的身体了 倒也没什么顾忌 想干什么 就直接说吧 韩森把酒葫芦 抛还给老人 就在门槛上坐了下来 一副死猪 不怕开水烫的模样 老人自己 也灌了一口酒 吞下去之后 看着韩森笑眯眯地问道 你可信命 信 但不全信 韩森答道 这话怎么说 老人饶有兴趣地问道 命里确实有很多东西 是天生的 不过想要得到更多 还是需要自己去争取 韩森说道 老人盯着韩森继续问道 那如果我告诉你 你和你的家人 命中注定全部都要死 你相不相信 第三千零五章 太爷爷 相信 所有生物都会有死的一天 韩森也不生气 随口答道 老人摇了摇头 不过却并未继续这个话题 只是拿出一样东西 递给韩森 这个给你应该会对你有些帮助 韩森没有立刻伸手去接 而是仔细打量老人手中的东西 见他手中拿着的 是一个透明的试管型容器 里面装着一种红色的液体 这是什么 韩森问道 一种抑制血液力量的药剂 可以暂时让你身体内的血液老实下来 不过也只是暂时抑制 并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 如果你真想解决血液的问题 还得去找一个人 老人说着 把那支药剂 直接抛给韩森 韩森接住药剂 皱眉问道 你到底是谁 有什么目的 我说我算到你命中有此一劫 所以特来助你度过此劫 你相不相信 老人笑眯眯地说道 韩森看着老人不语 他又不是三岁孩童 怎么会被这样装神弄鬼的话忽悠 老人知道韩森不信 耸了耸间 又灌了一口酒说道 我的话你不信 那韩静芝的话 你信不信 你是韩静芝 韩森心中一惊 顿时瞪大了眼睛 望着老人 据他知道 韩静芝出身古老的江湖骗子 门派江相派 这一派的骗子 就是冒充像是行骗 倒是与面前的老人颇为吻合 论辈分呢 你应该叫我一声太爷爷 老人笑眯眯地说道 我怎么知道 你是不是真的韩静芝 而且 就算你是真的韩静芝 也不一定和我有血缘关系 韩森说道 若是没有我留下的血命 就要圣物吊坠 你的身体早已经被蓝血所侵蚀 怕是没有机会再和我说这些话了吧 韩静芝道 和圣物在一起的笔记本中写了什么 韩森看着韩静芝问道 他心中十分激动 若是面前的老人 真是韩静芝 那么他苦苦追寻了那么久的遗团 也许就真的可以找到答案了 如果我老头子没有记错 当初在上面写了超级神经音五个字 而且还打了一个问号 韩静芝说道 韩森正正地看着韩静芝 他苦寻了那么多年 如今突然间看到一个活生生的韩静芝 站在他面前 一时间反而不知道应该问什么 韩森张了张嘴 想说什么还没有说出口 韩静芝就现意不开口说道 你是我的亲曾孙 你父亲也是我的亲孙子 这一点毋庸置疑 韩森又张了张嘴 可是话还是被韩静芝打断了 当初我也是迫不得已 才使用金蝉脱鞘之计 把你父亲留在了韩家 韩家有人为此 而失去了身份和生命 正如你父亲所说的 我们欠着韩家的命 所以有些东西该还的就要还 那是我们欠下的 韩森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说话的空隙 刚想开口 韩静芝又说道 不要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就算我解释了 你也不会相信 就像你不会相信我所说的 你的亲人命中注定都会死去一样 韩森张了张 这次韩静芝没有打断他 可是他却没有说出话来 因为他刚才想到的几个问题 根本没有开口问 韩静芝都已经回答完了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问什么 韩静芝笑了笑 灌了一口酒继续说道 你身上的蓝血 是我设计人帝 让他给你的 为什么 韩森心中一沉 他没想到 人帝给他蓝血 其中竟然还有这样的曲折 因为只有如此 你才有可能阻止不幸的事情发生 韩静芝神色古怪地说道 什么不幸的事情 就是你所说的 我的亲人注定都会死去 韩森说道 不只是这样 还有这个事件 韩静芝正容道 你想说 我是救世主 韩森冷笑起来 他越看这个韩静芝 越像是一个骗子 不 你不是 没有人是救世主 一切都注定要毁灭 我们所能做的 只是尽力 让结局不会成为终结 韩静芝说道 什么意思 韩森皱眉道 韩静芝摇了摇头 所以说 有些事我就算解释了 你也不会相信 不过无论如何 先解决身上的蓝血问题 喝下药剂 暂时抑制血液力量 然后去找韩宇飞 只有他有办法 让你可以控制身体内的蓝血力量 我不需要什么蓝血的力量 韩森说道 不 你需要 只有拥有了蓝血的力量 你才有可能 不被晴修杀死 韩静芝很肯定地说道 晴修不是早就死了吗 韩森心中一惊 若是真死了才好 韩静芝说着 起身看了一眼古宅的后院 然后又对韩森说道 蓝血的力量 就只有蓝血能够抗衡 虽然同样的力量 你不可能赢 可是至少还有活命的机会 无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 现在你都已经成为了蓝血 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韩宇飞现在在冷凝心 去找他 把你的身世告诉他 他会帮你的 韩森凝视着韩静芝 心中闪过无数个念头 说实话 直到现在为止 韩森还是怀疑 眼前的韩静芝是真是假 就算是真的 他所说的一切也太过匪夷所思 实在让人难以相信 有很多人都说 你不可能有后代 这是为什么 韩森看着韩静芝问道 找到韩宇飞 他会告诉你一切答案 韩静芝说着 看了看天空 没有时间了 红伞要来了 你该走了 红伞 是跟在人帝身边的那个女人吗 你和人帝到底是什么关系 韩森又问道 韩静芝对着韩森咧嘴一笑 然后突然飞起一脚 踹在韩森脸上 直接把韩森踹得向后倒去 原本韩森的身后 应该是石板地面 可是那石板 却被韩森一撞之下翻转过来 韩森顿时摔了下去 像是落入了无底的深渊之中 小子 记住了 无论如何也要活下去 就算有一天已经绝望 也不要放弃自己 就算是不择手段 也要活下去 因为只有你活着 你的亲人才有活的希望 韩静芝的声音 传入韩森的耳中 韩森却只感觉身体 在不断地下降 仿佛有一股力量拉扯着它 让它无法摆脱 这也是因为 韩森现在很难控制自己的身体 若是换成平时 这样的力量自然控制不住它 可是现在 韩森却只能往下落 第3006章 运气大挪移 碰 韩森感觉自己的身体落进了水中 顺着奔腾的水流一路翻滚 也不知道滚出去了多远 等它稳住身体 从水里面游出来的时候 发现竟然出现在一片湖泊中 四周可以看到成片的草原 还有一望无际的蔚蓝星空 湖水干净的 仿佛是镜子一般 水天相应 有种人在天上游的奇妙感觉 这是什么地方 韩森知道自己 一定不只是掉下去那么简单 很可能是经历了某种传送 否则不可能出现在这片湖泊之中 它之前去的地方 明明是山林地貌 那里四周都是大片的山脉和树林 再怎么掉 也不可能冲到草原来 目光四下里打亮 发现这里的星空 也和之前所的地方不同 明显不是在同一片星域之内 想要爬起来 可是身体内的蓝血和赤血 冲突得太剧烈 手脚发麻 都快要不受控制了 韩森知道再这样下去 一旦他的身体彻底失控 到时候 他就会在身体的引导下 做出连自己都无法控制的事情来 一咬牙 用颤抖的手 拿出含浸汁给他的药剂 打开盖子 一口灌了下去 现在也只能把死马当成活马医了 绝对不能让身体失控 不过韩森还是有些不明白 为什么身体内的蓝血失控之后 竟然会想要杀死宝 而对白黄和日月神渊他们 却没有太大的反应 是因为一种化占体 还是宝自身呢 韩森一时间也想不明白这个问题 药剂入腹 顿时像是一股清泉般 把韩森身上的血气都给浇灭 那效果简直比谢力廷还管用 原本疯狂运转的血脉命神经 在失去了血气支撑的情况下 终于停止了运转 无论是蓝血 还是九命血猫纹身 此时都像是被浇灭的火苗一般 静静地折服了下去 竟然真的有用 韩森终于恢复了对身体的控制 不过很快 韩森就郁闷起来 血脉命神经停止之后 他的身体内 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运转 无论是各种基因术 还是血脉命神经的力量 全部都消失不见 也就是说 韩森现在除了肉身 还保持着真神级的水平之外 已经没有任何特殊力量可以使用 现在韩森可以跳得很高 可是却没有办法飞行 可以一拳打碎星辰 但是必须让自己的拳头 接触到星辰才可以 这下糟糕了 连飞行能力都没有了 我要如何才能够去冷宁心呢 韩森心中微微有些郁闷 韩森倒是可以冒险使用血脉命神经的力量 可是他怕自己运转血脉命神经之后 会再次引动蓝血的力量 到时候就更麻烦了 看来只能试一试 超级神灵体能不能破除蓝血的力量了 韩森不再犹豫 尝试着开启超级神灵体 哄 一抹赤白在韩森的身体上流淌 很快就让韩森进入了超级神灵体状态 整个人都像是虚无中的神灵一般 顿时各种力量都回到了韩森的身体之上 不过因为玩的有关系 超级神灵体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 韩森又恢复了本来的身体状态 竟然没有能够除去身体的异常状态 韩森发现自己的身体还是无法使用各种基因力量 血液还是蓝血的 看来真的只能去一趟冷宁星了 韩森原本也打算要去一趟冷宁星 就算是超级神灵体能够解除身上的蓝血 他也要找到韩宇飞 问一问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在解除不掉蓝血的禁止 他就更要去了 韩宇飞应该就是那个被困在两界山的女人 既然知道她的样貌 又知道她在两界山 那么找到她应该不难 关键是我现在怎么才能够到达冷宁星呢 韩森只能先休息一段时间 等身体恢复了一些 再次使用超级神灵体 让自己可以使用各种基因术 趁着那一刹那的时间 以动旋领域扫描了整个星球 然后大概看了下下附近的星球分布情况 结果让韩森很失望 这里就是一颗原始星球 虽然也有生物 可都是一些低等生物 连一个能够交流的高质生物都没有 附近的星球分布也很陌生 不是韩森熟知的星系 而且除了这颗星球之外 再也没有生命星球 也没有文明的痕迹 如此一来 就只能冒险使用星空大挪移了 韩森现在只能庆幸自己的超级神灵体 还能够使用 否则只能凭肉体在星空之中跳来跳去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够到达冷明星 躺在草地上休息了一段时间 养足了精神之后 韩森再次变身超级神灵 趁着那一刹那的时间 使用了星空大挪移 因为无法确定坐标和距离 韩森这一次只能靠运气 使用星空大挪移 根本不分方向和位置 老天爷开开眼 让我顺移到一个有高级智慧 生命的心欲吧 韩森心中暗自祈祷 扑通 超级神灵体失效 韩森顿时从星空大挪移当中摔了出来 感觉自己又掉进了水里 最近我是不是犯了水煞 怎么老是掉进水里 韩森从水里面钻出来 看清楚四周的情况 顿时傻了眼 他是掉进了水里没有错 可却不是掉进了江河湖泊之中 也不是大海和澡堂 而是掉进了一口大锅里 好一口大铁锅 锅口直径足有四米多 高有七八米 里面住了大半锅的水 水里面还漂着类似于葱姜蒜片 和八角之类的调料 韩森嘴唇上沾着水 抿了抿嘴 顿时感觉一股又麻又辣的味道 传入口腔之中 我去 怎么挪移到别人的锅里来了 这是在干嘛 做麻辣鱼头吗 韩森目光四望 发现锅里面 还有很多大块的青红辣椒 和认不出来的调料 那些青红辣椒块 一块块比脑袋还大 一看就知道不是普通的品种 韩森正准备先从锅里面跳出去再说 可是目光不随意间扫了一眼锅底 顿时冷了冷 这锅里面不仅仅有辣椒 麻椒和调料 竟然还有一个活生生的活物 关键是 这活物韩森竟然还认得 这什么情况 神榜之战排名第八的虚空龙王 竟然被人丢进了锅里 做麻辣小龙虾 不对 应该是麻辣龙王才对 韩森看着沉在锅底的活物 一时间脑子有些转不过来 第3007章 胎神祸 巨大的铁锅之中 一个全身甲铐 看起来像是蜈蚣的一种尸体 浮在锅底 虽然他的甲铐 已经被煮得有点微红 和虚空龙王的黑色甲铐 有点不同 不过韩森可以肯定 这就是虚空龙王无疑 虽说他的名字叫虚空龙王 不过长得河龙倒是没什么关系 身体像蜈蚣 头像独角仙 尾巴像是蝎子 背后还长有像是蜻蜓一样的衣 这样的样貌 他的记忆力虽然只是看过他的战斗 却也记得清清楚楚 虚空龙王的实力 在真神级之中也是顶级 又是虚空属性 拥有穿越物质的能力 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 竟然能够把他给宰了 做成了麻辣龙王呢 韩森自问实力不属于虚空龙王 不过想要杀他 却也没那么容易 虚空龙王的能力和小猩猩有些类似 可以穿越一切物质 甚至还可以进入反物质空间 是极为难缠的角色 韩森靠在锅边 突出脑袋 小心翼翼地打量着锅外面的情况 他现在难以使用力量 又不能激活蓝血 战斗力十分有限 对方又是能够主食虚空龙王的存在 还是小心一些好 韩森往外面那么一看 顿时发现 这里竟然是一个巨大的岩洞 他原本认为的铁锅 其实并不是一口锅 看起来更像是一口货 货就是无足的顶 远古时代用于主食鱼肉的吹锯 不过后来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刑剧 在残暴君王的统治下 犯人会被投入货中被活活煮死 如今这口货被数条大腿粗的铁链拉扯着 悬挂于岩洞半空 而在那岩洞的下面 却有一口地火从火眼之中喷出 不断地焚烧这口大货 把里面的水烧得滚烫 不停地散发着热气 锅里的虚空龙王也被煮得渐渐变红 好在韩森的肉体在吸收了蓝血之后 变得十分耐操 那可以煮熟虚空龙王的高温 也没有能够伤到他的身体 只是感觉水有点烫 大料的香味不停地钻入鼻中 这口锅和下面的地火不知道什么来历 竟然能够令锅中产生如此高温 我要是再待一会儿 说不定真的就和那虚空龙王一起被煮成肉汤了 韩森见岩洞之中无人 正想要从锅里面爬出来 却突然听到岩洞的一个分叉口中 传来了说话的声音 正有人走进岩洞 韩森只好又缩了回来 身体半前在水中 用一大块青椒块遮挡住自己的身形 然后侧耳仔细倾听 就听到一个粗利的声音说道 虚空龙王煮了这么久 还是没有煮烂 要把他的基因精华全部熬出来 不知道要多长时间 然后又有一个不音不扬 有些奸细的声音说道 你才刚来没多久 自然不知道这里的事情 我记得最长的一次 是煮一头吼 足足煮了三亿九千多万年 才将其基因精华全部煮出来 这条虚空龙王虽然没有吼那么强 却也是顶级的真神 没个千八百万年的 怕是没有办法将其精华完全煮出来 照我说 哪里需要这么麻烦 直接把虚空龙王砸碎了煮 那不是就要快上许多吗 粗利的声音又说道 奸细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那可不成 就是要整条慢火细熬 才能够利用胎神 或将他们的基因精华完整地熬出来 这样才不会使得那些基因精华有所损伤 以前那些一种都是如此煮法 不过这一次怕是等不及了 小姐马上就要成年 在成年里之时 就要饮下基因盛业 所以必须要赶在小姐成年里之前 把这条虚空龙王的基因精华 完全熬煮出来 你不是说要个千万年才煮得好吗 小姐后天就要受成年里 这怎么煮得好 粗利的声音有些疑惑地说道 要不然 你以为主人让我们来干什么 就是要我们加紧伙事 务必在成年里之前 把虚空龙王的基因精华全部熬煮出来 奸细的声音说道 你不是说太快的话 会破坏基因精华吗 一般情况下自然是如此 不过现在嘛 主人让我带了这个宝贝来 只要将它放入锅中一起煮 不但可以令熬煮的速度加快 还可以保持基因精华的完整 你就老老实实跟着我做救世了 等完成小姐的成年里之后 主人少不得会给我们奖赏 韩森听着听着 就见一个生物来到了锅前 不过韩森只能透过缝隙 看到一个脑袋伸到了锅的上面 其他部分却看不到 那脑袋快有半个锅那么大了 伸得十分古怪 面黑如漆 鼻子上面的位置 长着一只巨大的毒眼 头顶伸有毒脚 脚上还燃烧着一撮绿色火焰 活脱脱一个毒眼鬼王的模样 韩森的印象当中 并没有这个一种的资料 感知能力又已经无法使用 不知道这一种是什么等级 那一种往锅里面看了一眼 似是在观望下面的虚空龙王 见虚空龙王的甲铐刚刚微红 摇头说道 壳子才刚刚红 看来我们要加紧干活了 说着 鬼王一般的一种 从怀里掏出一个盒子 小心翼翼地取出一样东西 慢慢地放进了锅里面 然后那脑袋就退到了一旁 尖声道 挤什么挤 还不快喷吐你的真仰火 加快火势 赶在成年里之前 把虚空龙王的基因精华 全部熬出来 我就是闻着特别香 想看一眼吗 粗利的声音说道 看什么看 万一你的口水滴进去 坏了小姐的基因盛业 我们就都别想活了 快点干活 韩森听他们还在继续嘟囊 却没有心思在听 目光一直盯着 被那一种丢进锅里面的东西 心中却是吓了一跳 被那一种丢进锅里的 竟然是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 而且这婴儿还和人类的婴儿 长得一模一样 看起来就是一个 白白胖胖的人类婴儿 那婴儿落在锅中 被锅中的水一烫 顿时哇哇大哭了起来 肉糊糊的小手和小脚 都被烫红了 在水面上不停地拍打着 第308章 古灵种 韩森知道那小娃娃 绝对不是人类 现在锅里的温度 已经能够煮熟真神级的血肉 那小娃娃要是人类的孩子 只怕根本等不到它下锅 只是在锅的旁边 被热气一吹 全身的血肉就都熟烂了 现在小娃娃落在水里之后 也只是被烫的皮肤有些泛红 还能够在水里面折腾 显然不是凡物 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韩森看着那婴儿 在水里面哇哇大哭 心中暗自猜测 可是却搞不清楚 它到底是什么种族 韩森也不能使用洞悬领域 看不到锅外面的情况 不过感觉水温一直在升高 不用看也大概猜到 刚才说话的两个一种 这时候肯定使用火系力量 正在给胎神货加温 这一下可怎么办 韩森还要再休息一会儿 才能够再次开启超级神灵体 而锅里面的温度却越来越高 让它都感觉皮肤被灼得有点疼了 那小娃娃哭得更大声了 一直在水里面扑腾着 可是它的肉体虽然坚韧 但毕竟只是一个婴儿 行动能力很差 也逃不出这口胎神货 小娃娃扑腾了一阵子 竟然乱打乱撞地跑到了韩森这边 去去去 别过来 韩森见他快要把自己顶着的青头块给踹烂了 伸手想要把他推走 可是 谁知道手掌 才碰到小娃娃的身体 那小娃娃也发现了他的存在 竟然像是树熊一般 胖乎乎的双手 右腿抱住了韩森的手臂 也不哭了 眼泪汪汪地看着韩森 我都自身难保了 哪有能力救你 去去去 韩森心中暗想 一边想一边甩 想把这小娃娃甩开 可是小娃娃 却像是贴在他手臂上面似的 怎么甩也甩不掉 韩森不敢真的说话 也不敢有太大的动作 一时间还真拿这个小娃娃 没什么办法 奇怪 怎么古灵种不哭了 独眼一种奸细的声音再次传来 让韩森心中一领 肯定是被煮熟了吗 地心炎加上胎神祸本就已经极热 再加上我的真阳炎和你的幽冥火 连真神级的一种也能煮熟 更何况只是一个小娃娃 粗力的声音说道 你懂什么 那可不是普通的小娃娃 是古灵种懂不懂 独眼一种说道 啥是古灵种啊 粗力声音不解地问道 独眼一种冷哼一声 亏你也曾经独霸一方星空 竟然连古神族的古灵种也不知道 顿了顿 独眼一种又解释道 古神族是靠古神之源传承 老一代的古神死去之后 留下了古神之源 才能够孕育出新的古神 所以说古神族的数量是固定的 不可能会多 也不会减少 除非是在古神之源被毁了的情况下 古神一族才会通过一种神秘的仪式 使之诞生新的古神 不过 只有当一位古神的古神之源被毁之后 才能够启动这种仪式 诞生新的古神 而这个刚刚诞生的古神 还处在幼体状态 还没有得到力量的认可 不能够支配仪系力量 就被称为古灵种 等古灵种能够得到仪系力量的认可之后 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古神 那么说起来 古灵种也是古神一族啊 既然用古灵种熬制基因液 还要给小姐喝 那岂不是吞噬铜足 粗力的声音还没有说完 就被打断 小生店 你不乱说话 没人把你当哑巴 独眼一种压低了声音又说道 咱们主人是古神族的王 一个古灵种算得了什么 就算是把一个真正的古神给熬了 也没谁敢说什么 粗力的声音也压低了声音 小生问道 奇怪啊 既然古神一族必须老的古神死后 新的古神才能够诞生 为什么主人会有小姐这么一个后代呢 这就不是你我能知道的秘密了 别说那么多了 快点烧火 要赶在小姐的成年里之前 把基因咬好 否则你我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独眼一种顿了顿 又说道 你先烧着 我去看看那古灵种到底怎么回事 还看什么啊 肯定是被煮熟了 让你烧就烧 哪来这么多废话 韩森听到独眼一种移动的声音 再看看像树熊一般抱着他手臂 还眼泪汪汪的古灵种 不由得轻叹一声 没想到 竟然挪一道古神族的地方 而且还是古神之王的地盘 不知道凭此肉身能不能冲出去 眼看着那独眼一种的脑袋 已经伸到了锅口上方 韩森带着古灵种一跃而起 在那独眼一种的头顶踩了一脚 直接腾空而起 毫不停顿地冲向了一个洞穴通道 再冲出去的刹那 韩森看了一眼另外一个一种 却见那是一头黑熊似的一种 却生有八壁 口中正向着货底喷涂火焰 他的脑子好像不怎么好使 看到韩森带着古灵种一起冲出来 冷冷地看着韩森冲入了通道之内 根本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 还愣着干什么 由外敌入侵 抢走了古灵种 还不快追 独眼一种怒吓一声 转身就冲向了韩森所走的 那条石穴通道 可是因为韩森选的石穴通道 只有一人多高 独眼一种的身形太过巨大 顿时把那石穴状的破碎开来 硬生生破开岩石追了过去 韩森不能使用基因术 不过肉体的力量还是真神级的 此时跑起来如同闪电 在四通八达的通道内快速奔行 几乎让人看不清他的影子 古灵种死死抱着韩森的手臂 小脸被强大的风压吹得都变了形 韩森反手把古灵种放在怀里 古灵种这才放开他的手臂 一双小手又抓住了他胸前的衣巾 张着大眼睛还对着韩森咯咯笑 韩森没有了洞穴领域的感知能力 只能有路就走 有瞧就过 像是眉头苍蝇一般在洞穴通道内乱转 好在一直没有碰到其他的一种 也没有看到古神族的人 倒是让韩森心中烧安 突然前面的洞穴一下子开阔起来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地下空间 韩森看到在那地下空间之中 竟然生长着许多的奇花异果 简直就像是一个美丽的地下花园 在那花园之中 正有一个白衣少女坐在鞦韆上面 正正地看着闯入花园的韩森和古灵种 第3009章 这样做是不对的 你怎么会在这里 韩森和白衣少女几乎是一口同声 面前这位少女竟然是龙族女厨师 之前她离开空中花园出去修行 一直没有回到空中花园 韩森还在奇怪她去了哪里 没想到会在这里见面 我也不清楚 之前我在伊兽岛猎杀一种 结果遇到了一个奇怪的家伙 非说我是她的传承者 然后就把我带来了这里 龙女顿了顿又说道 她经常拿很多珍贵的一种材料出来 让我用于烹调 我看这里挺好 也就没有急着走 那两个一种口里的小姐 不会说的就是你吧 韩森瞪大了眼睛看着龙女 满脸都不可思议 古神族一向神秘莫测 更何况是古神族的王 若是龙女真的能够继承古神之王的一波 不敢说以后在大宇宙中横着走 但是敢惹她的也不多了 什么小姐 怎么骂人呢 龙女皱眉道 不是那个小姐 韩森刚想解释 就听到一阵轰隆的声音 独眼一种和八臂黑熊一种冲了过来 小子 我看你往哪里跑 给我受死吧 八臂黑熊怪叫一声 八只熊掌之上光芒闪烁 凝聚成八个小太阳 就要向韩森身上丢过来 大笨熊 你在干什么 龙女瞪着八臂黑熊轻贺道 八臂黑熊听到龙女的声音 巨大的身子顿时一颤 连忙把手中的小太阳收敛了些 刚想说什么 一旁的独眼一种 抢仙尖声说道 小姐 这个小子抢了古灵种 我们正准备拿下他 抢回古灵种 小姐您先避一避 等我们收拾了他 夺回古灵种 再向您赔罪 说着 独眼一种和八臂黑熊 就想要对韩森动手 我告诉你们多少遍了 不许叫我小姐 还有 谁让你们在我的地方抓人了 她是我的好朋友 你们两个敢动她一根手指头 我先把你们给做成叉烧 龙女冷声喝道 她是 主人 您的好朋友 独眼一种和八臂黑熊 都是一棱 还不走 等着找顿呢 龙女冷着脸说道 那怎么行 古灵种还在他那里 我们拿不回去 会被主人骂得 八臂黑熊嗡声嗡气地说道 独眼一种 连忙拉拉拉拉八臂黑熊 把他的话打断 满脸堆笑道 小主人您先休息 我们这就先走了 说着 独眼一种 就拉着八臂黑熊退了出去 你拉我干什么 我们带不回古灵种 回头万一主人发怒 我们岂不是要倒大霉 八臂黑熊 一脸不满地说道 你懂什么 基因圣业 本来就是主人给小姐准备的 小姐的命令 我们若是不听 回头主人只会更生气 到时候 你我就更惨了 既然小姐已经开了口 这事就不是我们能够解决的 还是快些报告 给主人知道 才是正经 独眼一种说着 就加快了脚步离开 花园中 龙女上下打量着 韩森说道 你被那奇怪的男人 淋了一身蓝血 身体好像和以前有些不同了 你也看到了 不错 确实有些不同了 韩森苦笑道 看起来肌肉组织更紧密了 脂肪含量也变得更低了 这样的肉不适合煎烤 不过用来制作酱肉 应该不错 龙女上下打量着韩森说道 韩森额头上 顿时流下了冷汗 能不能别拿看食物的眼光看我 顿了顿 韩森也打量着龙女说道 看起来你进步得很快嘛 进化程度好像已经很高了 我不是说了 那个古怪的家伙 给了我很多的高级一种材料 让我得了不少的高级基因 如今已经是化碟戟 他还说 要给我一碗什么基因圣液 说我喝了之后 就能够晋升真神戟 龙女答道 货中的虚空龙王 果然睡鸟的 韩森听得无比羡慕 什么虚空龙王 龙女微微一正 韩森把事情说了一遍 龙女听后 有些生气地说道 怎么可以这样 确实不应该 这么可爱的小娃娃 怎么能够随便煮了呢 韩森点头道 怀里的古灵种 也连连点头 就是 这么高级的材料 怎么能够随便就煮了 应该交开 我来亲手料理才对 龙女一脸认真的说道 韩森和怀中的古灵种的额头上 顿时垂下了一道道黑线 特别是那古灵种 更是害怕地 直往韩森怀里钻 嘿嘿 哪个 龙女啊 如果没有太大的影响 或者有替代品的话 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 饶了他一面 韩森指着怀里的古灵种说道 这家伙长得实在太像人类的婴儿了 韩森多少还是有些不太忍心 看他被做成菜 我倒是没什么 就是不知道他答不答应 龙女摊开手说道 既然韩神父都开口了 我又岂有不应之理 一个声音在巨大的地下花园中回荡 只见一尊神灵般的人物 破开空间走进了花园之中 韩森心中一灵 目光向着那神灵一般的人物看过去 只能看到一团七彩光蕴之中 包裹着一个雄壮的男性身影 但是受到七彩光蕴的影响 却看不清楚他到底长什么模样 在下韩森 阁下可是古神族之王 韩森虽然现在感应不到对方身上的气息 但是只看那气势 就知道对方非同小可 你是龙女的朋友 叫我古元神就好 古神之王淡淡地说道 阁下客气了 您说可以放他一条活路 此话可当真 韩森连忙问道 放他当然也可以 不过没有了他 虚空龙王就无法在短时间内熬制成功 会耽误基因圣业的制造时间 除非古元神没有继续说下去 只是目光落在了韩森身上 阁下有话不妨直说 韩森知道一定还有下文 除非能够找到代替品 依我所见 你就不错 古元神盯着韩森说道 此话一出 韩森顿时变了颜色 他虽然有些联系古灵种 却还没有到以身相待的程度 更不可能为他而死 他是我的朋友 你不能动他 龙女挡在韩森前面 盯着古元神说道 第三千零一十章 古神王血脉 不要那么紧张 我只想要他的一滴血而已 又不是要把他放进胎神祸中去煮 你那么紧张干什么 古元神淡淡地说道 韩森和龙女同时松了一口气 不过韩森还是狐疑地盯着古元神问道 要我的一滴血有什么用 既然你带走了古灵种 自然需要替代品 你的血液勉强可以移用 古元神说道 韩森皱眉不语 整个大宇宙都知道 他被人递淋了蓝血 身体内的血液都已经变成了蓝色 古元神竟然要他的一滴血液 这其中恐怕不像古元神说的那么简单 不过一滴血液 对于韩森来说 也算不上什么损失 能够换得古灵种一条命 倒也算是值了 好 那就换了 不过 还有一件事 希望阁下能够为我解惑 韩森看着古元神说道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把古灵种先交给龙女 你跟我来吧 古元神说着 就向着花园外的一条通道走去 在这里等我 韩森把怀中的古灵种交给龙女 然后对龙女说道 我和你一起去 龙女皱眉道 不用担心 插那女神都奈何不了我 她又能把我怎么样 韩森笑道 她可是古神族的王 不比插那女神弱 你不要大意 龙女看了看古元神离去的方向 对韩森说了一句 我明白 在这里等我回来 韩森说着 把古灵种塞到龙女怀里 这时候的古灵种倒是十分听话 乖巧地抱住了龙女的脖子 离开了地下花园之后 韩森看到古元神走在前面 连忙追了上去 古元神边走边说道 我古神一族 原本是这世界的霸主 食龙肝凤胆 万物皆为我时 一直到圣主和圣御崛起之前 我族都是镇压诸天 无可匹敌的存在 韩森不知道 古元神为什么会突然说起这些 他倒是听说过 以前古神族确实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 不过实在太久远了 早已经没有人记得那个时代了 别说是古神族的时代 就算是圣御时代 现在也只有一些老古董还记得 普通的大宇宙生物 对于圣御这个名词都已经很陌生 熟知的也就是太上 古神和黄吉三族 当然 现在的古神族 与以前称霸宇宙的古神族 是没有办法比拟的 古元神继续说道 不过随着圣御的崛起 以及后来的神灵降临之战 我们古神族迅速衰落 早已非当年的宇宙霸主 你可知道 为什么古神族会衰退至此吗 韩森沉吟着说道 古神族是一代传一代 只要古神之源不被会毁掉 古神族就可以一直传承下去 实力并不会有所损伤 理论上来说 是可以一直保持在巅峰状态 在下也很奇怪 为什么古神族会沦落到如此地步 不错 从古至今 三千古神族一个多不多 一个也不会少 就算有古神的古神之源被毁灭 也可以在我族的神帝之内 再次诞生新的古神 理论上来说 古神族的实力 可以一直保持在巅峰状态 古元神说到这里 情绪似乎有些波动 连他身上的七彩光运 都产生了异样的波动 古元神接着说道 但那也仅仅只是理论而已 实际上在圣域崛起之后 我古神族的古神数量 一直在减少 你是说圣域杀了古神 那也不对啊 就算他们杀了古神 灭了古神之源 你们族中的神帝之内 还可以诞生新的古神 实力不应该大幅度衰退 韩森咒眉道 古元神淡漠地说道 这就是我族感觉奇怪的地方 我族的那些古神生不见人 死也不见尸 神帝之中 也没有可以重生的古神 他们就像是在宇宙中蒸发了一般 三千古神到现在 也只剩下不到三百而已 就连我族的神王 也早在后圣域时代消失不见 竟然有这种事 那么这就只有一种可能性了 有人囚禁了那些古神 韩森沉应道 我族也是如此考虑 可是寻遍了大宇宙 无论是圣域还是天外天 我族都曾冒险进入其中寻找 却未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古元神叹息道 虽然我族猜测是圣域洞的手脚 奈何却找不到证据 更何况 圣域又早已经灭绝 想要找出真相 就更加困难了 韩森心道 这么邪门的事 十有八九 还真可能是晴修干的 除了他 还有谁有这样的能力和手段 竟然把赫赫威名的古神族 弄成现在的样子 这话韩森自然没有说出来 只是看着古元神问道 这么说 你并不是老神王的后代 古元神点点头 我族神王消失之后 剩下的族人迫不得已 才会重新选了一位神王出来 那便是我的前世 我与老神王并无传承关系 如此说来 那龙女她 韩森捏着下巴 喃喃自语 没错 她的身体内 有老神王的原基因传承存在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她的身体竟然混杂了其他生物基因 让她的血脉变得非常混杂不纯 元神肯定了韩森的猜测 又接着说道 不过虽然如此 她的神王传承 却是完整的 缺乏的只是激活传承而已 我打算用古神族的十字秘法 让龙女吞食诸多一种基因精华 以达到彻底激活神王传承的目的 让她继承神王之位 韩森听的却是微微皱眉 古神族的王 听起来好像很威风的样子 可是想一想 如今天下大乱 群魔乱舞 神灵横行 让龙女承担下一族的重责大任 未必就真的是一件好事 你问过龙女的意见没有 韩森盯着古元神问道 古元神微微一笑 你放心 我古神一族 并没有要重新称霸宇宙的野心 只求能够传承下去 最多也就是 想要找出那些失踪古神的下落而已 龙女若是不愿意成为神王 我们也不会强迫她 只要她能够 把神王一脉传承下去 如此也就足够了 无论她做不做神王 为了她的血脉能够传承下去 这基因圣业都要为她所用 那么 你要我的血又有何用 韩森突然盯着古元神问道 古元神与韩森四目相对 淡淡地说道 因为你身上的蓝血是属于圣主的 那是圣族的基因力量 我古神一族当初纵横大宇宙 十进万族 吸收万族基因精华 强壮己身 却唯独没有识过圣族基因精华 以圣主的强大基因 若是龙女能够得其基因精华相助 必然能够更进一步 第3011章 成年礼 韩森听了 神色变换不定 倒不是说她不肯给龙女一滴血 莫说一滴血 就算是一桶血 只要龙女需要 韩森也舍得放出来 对她而言也算不上什么大损伤 可是现在这血却不能舍 连她自己都控制不住蓝血的力量 若是龙女真的吞了蓝血 万一无法吸收炼化 反而被蓝血感染 那就麻烦了 阁下当真以为 圣主血脉是那么容易被吸收的吗 实不相瞒 在下身染蓝血 被蓝血的力量所控制 连自身都无法控制自如 到现在还未能想出 清除蓝血的办法 阁下 却要龙女以身犯险 是不是有些太过草率了 韩森正荣说道 古元神闻言点头道 此言道也有理 虽然我古神一族 识尽天下万族 不过圣族基因终究非同一般 道也不可不防 沉引了片刻 古元神又开口说道 这样吧 若是韩神父你肯相助 先给本王一滴血液 本王让一名古神先试上一试 若是无妨再让龙女吸收也不迟 韩森自然没有不允之理 就割破了手指 将一滴蓝色的血液 滴进了一个玉瓶之中 此时蓝血折服 除了颜色像是纯蓝墨水之外 倒是没有奇特之处 韩神赋予我古神一族的恩德 本王自会记在心中 古元神接过玉瓶 然后就换了一名古神族过来 那古神族通体由钢铁组成 如同一个钢铁怪物 韩森看他的模样 大概知道这是 一个拥有金属力量的古神 古铁神 你且引下磁血 古元神把手中玉瓶 抛给了古铁神 遵命 古铁神也不犹豫 亦不问缘由 接过了玉瓶之后 直接把里面的蓝血倒入口中 将其吞了下去 韩森和古元神都注视着古铁神 见他身上 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古元神开口问道 古铁神 那低蓝血 可曾被你吞噬炼化 古铁神的神色 颇为古怪地说道 那低鲜血 凝聚在我胃中 如同顽石一般 无法炼化吸收 竟有此事 古元神说着 看向了韩森 韩森闻言微微一正 之前人帝把蓝血 滴在他身上的时候 蓝血可是直接侵入 他的身体之内 根本不需要炼化 不过转念一想 韩森就有了一些猜测 人类本就是金族融合 圣主血脉的混血 而人帝本身又是人类始祖 我融合他的蓝血 自然容易 可是外族 把蓝血 恐怕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古铁神迟迟不能炼化蓝血 根本难以撼动蓝血 既然无法炼化 那就只能投入胎神祸中一事 古元神让古铁神 把那低蓝血逼了出来 只见蓝血依然晶莹剔透 似是不染一点尘埃 将蓝血装回了玉瓶内 古元神带着韩森 来到了一口胎神祸前 这一口胎神祸 并非是煮着虚空龙王的那一口 里面止住了半锅清水 下面的地炎火一直在燃烧 把里面的清水煮得一直沸腾不止 可是 无论那清水怎么沸腾 却没有丝毫蒸汽一出 水面也没有丝毫下降 古元神将那一滴蓝血 滴入了沸腾的水中 见却那滴蓝血凝成一团 在沸腾的水中 其不散开 也没有凝固 依然保持着血滴的液态状 古元神叫来了八臂黑熊 和独眼一种 两头一种一个口喷赤焰 一个口吐绿火 助长了地火的威势 可是烧了大半天 连那胎神祸都给烧得通红 里面的清水更是沸腾 如蛟龙翻滚 那滴蓝血 却依然没有丝毫变化 古元神脸色微变 好厉害的圣主血脉 竟然连胎神祸都 难以熬出他的基因精华 韩森轻叹道 蓝血没有被炼化 未必就是一件坏事 以蓝血的诡异 若是真的炼化吸收 到时候就是真正噩梦的开始 就如同我一般 古元神沉吟良久才说到 蓝血确实有些诡异 既然如此 圣业之中暂时就不再添加磁血 那古灵种 韩森犹豫道 你放心 既然本王已经答应你 自然不会再伤他性命 虚空龙王 我另有办法熬出他的基因精华 古元神说到这里 就对韩森说道 韩神赴此来正式时候 就先在此住下 等参加了龙女的成年礼之后 再走也不迟 韩森点头答应下来 这对于龙女来说 是一件大事 韩森就算想要去冷宁星 也不急在这两天时间 回到龙女所在的花园之后 韩森和龙女说了 各自最近的经历 龙女听说 韩森被蓝血所困 要去冷宁星找韩宇飞 便开口说道 古元神说 等我过了成年礼之后 就可以自行决定去留 到时候 我陪你去冷宁星 免得路上遇到危险 现在整个大宇宙都知道 你身上有了圣足一脉的蓝血 不知道有多少老古董 想要对付你 万一你被他们发现踪迹 必然会有麻烦 那就有老女英雄保护了 韩森也不推辞 笑着说道 英雄不敢当 我只是一个厨师 若是有谁 想要给我送料理材料 我自然没有不收的道理 龙女淡然说道 韩森留在了花园中 等待成年礼开始 那古灵种很是年人 时常爬到韩森身上 赖着不肯走 虽然这家伙看起来 只是一个婴儿 不过因为 他是新诞生的古神 一旦他完全觉醒 就会立刻成为一系古神 掌控一系神力 只是现在 他还没有觉醒 看不出到底是那一系的古神 等了不到两天时间 就到了成年里的时间 古猿神邀请韩森一起观礼 在巨大的古神广场之上 一位为古神破空而来 有的古神似是火焰凝聚而成 也有像古铁神那般的金属古神 有的则是岩石凝聚而成 每一位古神都代表着一种属性 而且个个都恐怖无比 虽然古神族的成员 到现在已经只剩下不足三百 但是其中很多都已经是 真神级的恐怖存在 如今齐聚一堂 韩森就算不能用洞悬领域去观察 也能够感觉到 那恐怖的气场 难怪古神族能够成为 当今三大上族之一 实在很难想象 当年三千古神齐聚之时 又是何等今天的场面 韩森心中暗暴 在古猿神的主持之下 成年里正式开始 只见古猿神手持一只 与诀相似的古铜器 那气中似有生机在涌动 强烈的 竟然已经凝结成白色的蒸汽 凝聚于气口处不散 古猿神神色肃然 双手捧着古铜器 口中念着韩森听不懂的语言 宛若祭祀时的祈祷之语 给人一种神秘庄严的感觉 随着古猿神的祈祷之语 他身上的七彩神光 也随之大放 当那七彩神光 浓烈到了极点之时 古猿神将一滴七彩 霞光般的血液 滴入了古铜器之中 完成这一切之后 古猿神才把古铜器 交给了身旁的另外一位古神 那古神也如同古猿神一般 祈祷之后 将自己的一滴古神血 滴入了古铜器神内 如此一位传一位 两百多位古神 都将自己的一滴血 滴入了古铜器之内 最后才交到了龙女手中 第3012章 永远站在他身边 当古铜器被龙女 捧在手中之时 气内时光五色变换不定 生机宛若彩色的云雾 韩森看得暗自羡慕 且不说那古铜器内的液体 是由许多真神 及一种熬煮而成 内中隐隐有神魔哭泣 巨受咆哮之声 一杯基因圣液 抵得上韩森这许多年的努力 只是那近三百古神族 每位古神的一滴精血 恐怕就足以造就 一位真神级强者了 古神族的成年里 都是这么奢侈的吗 真是恨不能来生 投胎到古神族啊 韩森心中赞叹道 站在祭坛上的龙女 双手捧着古铜器 将其中的基因圣液 一口饮尽 那一杯基因圣液所含的力量 实在太过庞大了 刚入龙女肢体 顿时就见龙女身上 异象变化 燃烧的火焰 无所在不的光 无形的风 肆虐的雷电 日月星辰 海天一色 祭坛之上诸多异象浮现 根本看不清楚 龙女的真身怎么样了 这么庞大的能量 龙女的身体 能够承受得住吗 韩森不由得有些担心 那力量实在太过庞大了 不用担心 它是我族神王的血脉 定然能够承受 基因圣液的力量 古元神不知道什么时候 来到了韩森身边 一脸自信地说道 古神族成年里 都是这么奢侈的吗 韩森问道 古元神摇头道 自然不是 这是我古神族之王成年里的古法 就算在我族实境天下万物 统御整个宇宙之时 也只有古神王 才能够享受这种仪式 其他普通古神族 并没有资格享用 更何况到了今日 古神族 早已经没有了以前的风光 自然更加难以获得 制造基因圣液的材料 就连本王继承神王之位时 也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 不过这一次的基因圣液 和以前古神王使用的基因神液 没办法比 以前有三千古神的 古神支援加持 现在却只有不到三百 韩森想象也是 若是每个古神都这么玩的话 恐怕大宇宙的高级一种 都要被他们吃到灭绝了 韩森心中暗道 幸好古神族已经大不如前 若是大宇宙 还是古神族执掌 万族皆是他们的实物 那还不如现在呢 似是看穿了韩森的心思 古元神平静地说道 我古神族讲究的是回归自然 古神本身也是自然的一份子 只会索取我等自身需要的一部分资源 绝技不会如其他种族一般 攻城掠地 为了享受而挥霍各种宇宙资源 而且每一位古神生死之后 除了古神之源外 本身能量也会回馈大宇宙 原来如此 韩森恍然大悟 以如今古神族的实力 虽然军林大宇宙是不可能了 但是独霸一方却也不难 可是却没有听说过 古神族占据大片的心欲 想来古元神所言不虚 哄 突然听到祭坛的方向 传来震动之声 只见那诸多异象崩裂开来 露出了龙女的身躯 此的龙女 全身都被一种古怪的战甲包裹着 人也呈现出一种古怪的姿态 像是祭祀时在祈祷一般 而在她的身后 悬浮着一个巨大的怪异轮盘 仔细去看之后 发现那并非是一个轮盘 而是由许多器具排列组成的 餐刀 石叉 菜刀 勺子 烤肉签 锅铲等等 皆是烹调用的器具 在它背后排列成了一个轮盘的模样 第一件餐具或者工具之上 都是神光溢彩流动 散发着强大的气息 如魔如神 让人不敢直视 古神王的血脉 终于被激活了 不过因为混血的关系 他的古神王血脉 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 否则不应该会是这种状态才对 古元神脸色古怪地说道 这样的变化 是好还是坏呢 韩森没有了动玄领域的扫描能力 也不知道龙女现在的情况 到底是好还是坏 不知道 只能交给时间去评判 古元神回答得很干脆 成年礼结束之后 古神族的诸多古神一一散去 他们都居住在不同的地方 平时并不会聚集在一起 古元神 你是不是应该遵守约定 给我自由的权利 身穿铠甲的龙女 来到古元神面前说道 当然 不过在那之前 我希望你能在慎重考虑 是否愿意继承古神王之位 古元神看着龙女认真地说道 龙女微微摇头 我愿意承认古神族的身份 但是只是普通的古神族成员 古神王之位我承担不起 古元神笑了笑 无妨 我说过不会勉强你 只要你愿意承认古神族的身份就足够了 韩森原本以为 古神族没有那么容易放走龙女 毕竟他们为了龙女付出的太多 恐怕如今的古神族 再也没有能力 制造出另外一份基因圣业了 可是谁知道 古元神竟然真的给了龙女自由 任他选择离去 甚至还为韩森他们 指明了去冷宁星的路线 为什么不拦下龙女 你知道我此行危险重重 他若是跟我去 恐怕会有危险 找了一个四下无人的机会 韩森看着古元神问道 古元神淡淡地说道 他将来是我古神一族的王 我族的王是食物链最顶端的存在 若是连这一点风浪都承受不起 又如何能够站在食物链的最顶端 你并未放弃 让他成为古神王的打算 韩森感觉这样才合理 古神族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 不可能说真的放走龙女 他拥有古神王的传承血脉 只有他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古神王 不是我让他成为古神王 而是他自己会去承担 他应该承担的责任 古元神说道 你的意思是指 精英神殿还是圣域血脉 韩森听出了古元神的弦外之音 不知道 但是我能够感觉得出来 现在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宁静 大宇宙只怕真的要乱了 我古神一族也难以置身事外 我相信 龙女她是一个真正的古神族 该她承担责任的时候 她就一定会站出来 就算有一日我倒下了 她一样会带领古神一族继续走下去 古元神目光灼灼地盯着韩森 郑重地问道 韩森 告诉我 若是到了那个时候 你会是龙女的盟友对吗 只要龙女愿意 我永远都会站在她的身边 韩森认真地说道 第3013章 韩与飞 冷宁星 一男一女走在血浴之中 那男人的怀里 还抱着一个穿着皮球的小娃娃 古元神让空间系的古神 直接把韩森 龙女和那个古灵种 一起传送到了冷宁星 让韩森少了许多麻烦 原本韩森以为在冷宁星上 找一个人应该不难 可是谁知道到了冷宁星之后 却发现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冷宁星虽然是生命星球 可是生存环境却非常的恶劣 整个星球的气温都极低 这里最多的生物 就是韩系的一种 唯一算是高等智慧生物的种族 就是一种名为雪人的种族 雪人并不是一种 不过雪人族的科技水平 还没有达到星际时代 就算是身体净化水准 也依然停留在星球的水准 算是相当的落后 韩森唯一可以打探到消息的地方 就是一个个的雪人部落 可是雪人有着自己的雪人语言 他们根本不懂宇宙通用语 交流方面非常的麻烦 韩森他们已经去了十几个雪人部落 却没有打听到任何关于韩与飞的消息 韩与飞真的在冷宁星吗 韩森有些怀疑 韩静之所说是否为真 那个被人称为最伟大骗子的家伙 若是真的说谎 韩森也不会感觉奇怪 最让韩森郁闷的 还是洞悬领域无法使用 否则他完全可以使用洞悬领域 扫描整个星球 若是韩与飞真在这里的话 相信应该不难找出来 正在韩森考虑 要不要使用超级神灵体 然后开启洞悬领域 扫描整个星球的时候 突然听到龙女说道 那是什么 韩森顺着龙女所指的方向看过去 只见在茫茫冰原之上 竟然出现了一座雪山 雪山当然不奇怪 奇怪的是 那雪山就像是一个大白馒头一样 坐落在冰川之上 看起来非常巨怪 冷宁星的冰山和雪山都很多 但是却都没有这种半球形的山 冰川和雪的特性 也注定了不可能出现 半球形的冰山或者雪山 我们过去看看 韩森身形一动 如同闪电一般 冲到了半球形的雪山前 然后韩森才发现 这果然不是一座山 而是一座半球形的建筑 只是外面被厚厚的雪层覆盖 只有大门处没有积雪 这里竟然会有高科技的建筑 就算不是韩与飞所在的地方 也应该能够打听到一些有用的消息 韩森看着看闲行的金属大门 心知这绝不是雪人族 可以制造出来的建筑 龙女也跟了上来 两人正在打量那建筑 金属门却突然升了起来 让韩森他们 可以看到建筑内的景象 这座建筑 大部分都是用冰建造而成的吗 韩森看到建筑里面 到处都是透明的巨大冰块 无论是墙壁 还是一些平台 都是用冰铸造而成 只有少数仪器 是用一些高科技材料 或者是金属 欢迎你们来到零度试验室 一个看起来很古老的履带 使机械人走了出来 他的头部像是一个半球形的大灯 就像是警车灯一样 交替闪烁着红蓝两色灯光 正自缓慢地 向着大门的方向驶来 韩森和龙女见识机器人 正想要说什么 却突然脸变色一变 机器人头部的灯光照射在他们身上 竟然把他们的身体快速冷冻 瞬间变成了冰块 又抓到三个试验体 真是太好了 主人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机器人用那种 类似于电子合成音的声音说话 可是语气却不像是机器人 碰 机器人正自过来 想要把被冰冻的韩森他们带走 却突然看到 洞洞中的龙女身上 奇异的光滑闪烁 硬生生把身外的冰块震碎 双手凌空一招 一并巨大的参刀和参叉 分别握在了双手之中 就算你是机器人 也要有成为实物的觉悟 龙石八法之刀叉乱舞 龙女声音平静 手中的刀叉 却如同暴风骤雨一般习向那机器人 只听咔嚓之声不绝于耳 那机器人被叉子钉住 刀刃乱舞之下 片刻之间就被分尸成碎片 变成了满地的沸铜烂块 不过从机器人的头部大灯之中 却有一只冰雪妖精般的一种飞了出来 双翼振动之间 似是幽灵般躲开了龙女的刀叉风暴 快速地向着建筑的内部冲去 韩森这才知道 机器人不过就是一个伪装 那血精灵一般的一种 才是真正的杀手锏 想走没那么容易 龙女眼神一冷 轻贺到龙石八法之叉烧肉 龙女手中的参叉凌空刺下 那正在快速逃走的冰雪精灵 竟然被一道参叉虚影定住了身形 一动也无法动弹 龙女手中参叉一横 冰雪精灵的身体 顿时随着虚影被横了过来 下一秒 龙女另一只手中的参刀之上 就生腾起了冲天的火焰 要把被定住的冰雪妖精 直接给烤了 主人救命啊 冰雪妖精挣扎着大叫了起来 眼看着火焰就要烧到冰雪精灵身上 却见冷光突然凭空一闪 参叉的虚影 竟然被那冷光斩断 冰雪精灵顿时恢复了自由 拍打着翅膀飞舞而去 显知又显地躲开了火焰的烧烤 只见在试验室的内部通道中 一个穿着白色试验服 短裙 丝袜和高跟鞋 留着干练短发 带着黑矿眼睛的女人走了出来 她的手指尖还握着一柄手术刀 想来那道冷光 就是从手术刀中展出来的 冰雪妖精逃到了女人的身边 围着女人飞舞着叫道 主人 他们擅自闯入试验室 还想杀了我 把他们抓起来当试验体 女人的目光与龙女的目光 在空中交集 似有火花在迸射 女人淡淡地说道 我还以为 是谁敢来我的试验室找麻烦 原来是一个不入流的混血骨神 正好作为我的试验品 倒也有些用处 龙女文言顿时脸色沉了下来 握紧了刀叉挑眉道 在那之前 恐怕你就会先变成我餐床上的食物 两女隔空相对 刀叉和手术刀上面 闪烁着恐怖的光辉 两人身上的气势 也在不断攀升 助手 都是自己人 有话好好说 这只是一个误会 韩森破冰而出 连忙冲到了两女中间 阻止了两女的大战 谁和她是自己人 两女异口同声地说道 是你 你怎么会来这里 说完之后 女人才看清楚韩森的模样 有些惊讶地打量着韩森说道 韩敬之让我来这里找你 说 只有你能够解决我身上的蓝血问题 韩森直截了当地说道 韩敬之 那是谁 韩宇飞一脸的疑惑 第3014章 不认识 韩森微微一正 韩敬之让她来找韩宇飞 可是韩宇飞竟然不认得韩敬之 这是似乎透着蹊跷 你不认识韩敬之 就是一个算命老头 双眼皮 眼睛细长 韩森把韩敬之的模样 大概描述了一遍 韩宇飞摇摇头 你也知道 我一直被困在两界山 除非是圣域时代的人物 否则 我怎么可能会认识 韩森顿时一冷 心想 对呀 韩敬之才多大岁数 她在人类当中算是长寿了 可是在韩宇飞面前 她那点岁数 连个零头都算不上 怎么可能会认识韩宇飞呢 进来再说吧 韩宇飞转身 向实验室里面走去 一起跟了上去 那只冰雪精灵 将把大门关闭 这个冰宝实验室 到处都是冰块 温度非常低 韩森甚至看到一些 用冰制成的柜子和罐子 透过半透明的冰块 可以看到 里面放着许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有生物的器官 有一些五颜六色的液体 还有一些大型的冰柜之中 竟然还冻着完整的一种 随便坐吧 来到一个休息室 模样的房间 韩宇飞在一张冰椅子 上面坐了下来 看着韩森问道 你说的那个韩静芝 让你到这里找我 他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又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他只说 让我到这里找你 其他什么也没有说 我还以为他和你很熟 韩森郁闷地说道 现在看来 他果然又被韩静芝给骗了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在此之前 我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也不认识这么一个人 韩宇飞想了想又问道 那他让你来找我做什么 我身上有蓝血的事情 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吧 韩森说道 蓝血 哪种蓝血 韩宇飞再次皱眉 你没有看到神宫中发生的事情吗 韩森微微一正 我有很多研究工作需要进行 哪有时间去看那些东西 韩宇飞随口说道 韩森只好把自己被人地零了 蓝血的事情说了一遍 韩宇飞听完之后 脸色微变 直接拉起韩森的手掌 还没有等韩森反应过来 他就不知道 从哪里拿了一根针管出来 只在韩森的指尖之上 然后抽了一管子血 不等韩森说什么 韩宇飞就快步走出了休息室 来到了一个有着各种仪器的实验室内 韩森和龙女刚想进去 就听韩宇飞头也不回地说道 你们站在外面别进来 韩森也知道 实验室那种地方 是闲人免禁 万一碰到什么仪器 把实验搞砸了就不好了 只好在外面等着 还好实验室的墙壁都是用冰制成的 相当的晶莹剔透 大概也能看到里面的情况 韩宇飞在里面利用各种试管和仪器 对那些蓝血进行研究分析 过了一个多小时才从实验室里面出来 不错 你身体内的血液果然就是圣主的血脉 韩宇飞打量着韩森继续说道 这么说来 你的身体应该原本就有圣主的遗传基因 否则不可能融合那些蓝血 而那个给你蓝血的家伙 又是从哪里来的圣主血脉呢 如此高的浓度 已经差不多快要集得上圣主本人了 那个人有没有可能就是圣主 韩森心中一直怀疑 人帝和晴修会不会就是同一人 不会 韩宇飞很肯定地说道 为什么 韩森不知道 韩宇飞为什么会如此肯定 跟我来 我得给你做一个全身的检查 韩宇飞一边带着韩森 走向另外一间实验室 一边解释道 圣主的血脉与一般生物不同 如果你所说的那个家伙 是真正的圣主 那他应该不可能面对面地和你说话 这是什么意思 韩森疑惑地问道 韩宇飞边走边说道 你应该听说过 圣主一直穿着一件铠甲 从未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对吧 是的 韩森以前确实听说过有这么一回事 不过后来他见过晴修的残魂 也见过他的实相 就没怎么在意这件事了 韩宇飞说道 圣主之所以一直穿着铠甲 那是因为他的身体异于常人 如果不穿着那件铠甲 他的身体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别说割破手掌给你拦血了 圣主根本不会让他的手掌暴露在铠甲之外 所以说给你拦血的那个家伙 绝对不会是圣主 说话间 韩宇飞已经把韩森带进了一个实验室内 与之前的那些实验室不同 这个实验室全部都是用高科技材料建筑而成 温度也没有那么低 让韩森进入一个仪器舱内 韩宇飞启动了仪器 对韩森的全身进行扫描分析 圣主的身体有病吗 为什么不穿铠甲就会出问题呢 韩森躺在仪器舱内问道 你应该也感觉得到吧 在你的血液变成蓝血之后 宇宙的各种规则和力量 都与你产生了一种铠合 韩宇飞说道 是的 韩森点头道 他何止感觉得到 应该说感觉非常强烈才对 圣主本身已经不是产生铠合那么简单 若是没有那件铠甲的保护 他的身体就会被大宇宙的规则力量排斥 不得不与整个大宇宙的力量对抗 结局可相而知 韩宇飞一边启动各种仪器 一边说道 韩森听得心中一动 怎么听着有点耳熟 这好像和庇护所内晋升高级庇护所之后 会被低级庇护所的规则排斥有些相似 奇怪 韩宇飞看着显示器上的各种数据 突然皱眉说道 什么奇怪 韩森问道 你的身体除了蓝血基因之外 还有另外一种基因 这种基因与蓝血基因非常近似 可是又无法与蓝血相容 就是因为有这种基因的存在 才让你没有彻底蓝血化 韩宇飞沉映着说道 那应该是九命血猫纹身吧 韩森把九命血猫纹身的来历 又说了一遍 现在韩森又有些相信韩靖之所说的话了 看起来韩宇飞似乎还真的有可能 解决他身上的麻烦 至少韩宇飞对于蓝血是相当的了解 九命血猫的基因吗 这应该不可能才对 除非韩宇飞看着显示器上的数据 喃喃自语 突然又想到了什么 飞快地操作仪器 又重新扫描了一次韩森的身体 第3015章 圣主的线索 果然是这样 没有错 一个多小时后 韩宇飞满脸都是兴奋之色 盯着数据板的眼睛都放着光 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有没有办法把蓝血的力量 从我的身体内驱逐出去 韩森郁闷地问道 你先回答我几个问题 韩宇飞不等韩森答应 就问道 你是从庇护所内出来的队位队 是的 韩森点点头 是到如今 已经没有隐瞒的必要 你是金族与圣主血脉的混血 韩宇飞饶有兴奋地 打量着韩森继续问道 我不知道 韩森虽然自己也是这么判断的 不过却不敢肯定 没错 你就是 韩宇飞却很肯定地告诉韩森 你怎么能这么肯定 韩森不解地问道 韩宇飞淡淡地说道 因为当时负责研究圣主血脉的就是我 也只有我研究过圣血 而我的研究资料 也只有我的助手看过一些 没有那些资料 任何种族都不可能融合圣主血脉 你的助手 金族 韩森顿时反应过来 韩宇飞以前就告诉过他 金族被优化基因之后 头脑变得特别发达 所以被韩宇飞和圣主 当成试验助手使用 不错 就是金族 你既然是金族 又能够融合蓝血 毫无疑问 你就是金族使用圣主血脉制造出的混血 只是因为当时的研究并未完全成功 所以融合的圣主血脉非常薄弱 几乎不会对金族血脉产生影响 外人也看不出来 只会把你当成金族 韩宇飞顿了顿 脸上竟然露出一抹笑容 想不到左锋那些家伙 还挺能干的 竟然只依靠看过的一点资料 就能够做到这种程度 倒是为难他们了 就算我是金族和圣族的混血 那和九命血猫 又有什么关系呢 韩森继续追问 九命蟹猫 鬼车 凤凰和圣麒麟 这是圣域的四大圣兽 实际上也是圣主的重要研究之一 和超级神基因的研究方向不同 四大圣兽的研究方向 是想要将大宇宙生物圣灵化 将其化为一种 可以与神灵对抗的新物种 最终成功的就只有圣麒麟 其他三圣兽并未能完全成功 特别是九命血猫 在研究的过程中出了一点问题 说到这里 韩宇飞的脸色变得古怪起来 沉吟着没有继续说下去 出了什么问题 韩森心里面却是十分着急 苦苦追寻了那么多年 眼看着就要接近真相了 那种急切的心情 是外人所无法理解的 不知道 韩宇飞的回答 却让韩森差点跳起来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韩森瞪大了眼睛盯着韩宇飞 真的不知道 圣麟化的过程十分凶险 在一次试验当中 九命血猫 因为被注入了大量的灵 自身的灵承受不住而崩溃 结果自然就是死亡 肉身也失去了生机 在那之后 九命血猫的尸体 就被圣主带走了 韩宇飞说到这里 看了韩森一眼 我也是刚刚从你那里才知道 九命血猫竟然没有死 而且 他的血脉 竟然还和蓝血近似 这原本是不可能的 韩森神色变得古怪起来 脑子里面闪过无数个念头 最后亥然叫道 你的意思是说 九命血猫 是因为圣主才复活的 那九命血猫会不会就是 韩森没有把话说完 因为那个可能性实在太惊人了 韩宇飞却点头说道 根据我猜测 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就是像你想的一样 圣主很可能是借用了九命血猫的肉身 做了某种试验 让九命血猫成为了他的替身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 圣主把自己的血脉融合给了九命血猫 从而使九命血猫变异复活 成为了一种新的物种 只有如此 才可以解释 为什么九命血猫的基因力量 竟然和圣主的蓝血如此近似 这也是为什么九命血猫的力量 可以抵御蓝血的力量 只有圣族的力量 才能够制约圣族 你觉得会是哪一种情况 韩森神色古怪 他想到了魔女临死之前说的那句小心老猫 此时听来 那句话当真是耐人寻味 不知道 韩宇飞关闭了仪器 把韩森从舱中放了出来 有没有办法除去我身上的蓝血 韩森一边活动身体 一边问道 基因已经融合 想要抹去 几乎已经不可能了 不过为什么要抹去呢 如果只是蓝血的力量 自然是有很大的弊端 不过你的身体内 还有九命血猫这种变异的蓝血基因 这种变异的蓝血基因 并不会被大宇宙的规则排斥 你只要能够将这两种力量融合为一 就可以完美将其掌握 那时候 你就将是一个不被大宇宙规则排斥的圣主 所能做的事情 远比圣主更多 到时候你 甚至不需要超级神基因 也许就可以斩杀神灵 韩宇飞兴奋地说道 我为什么要斩杀神灵呢 韩森皱眉问道 韩森自己也尝试过成为神灵 虽然神灵确实有一些危害存在 但是却还没有到达非灭不可的程度 若是说危害 各族在发展壮大自己的时候 所犯下的罪恶 远比神灵更多 危害也不会比神灵小 若飞本身就与神灵与仇 韩森实在想不出有什么非杀神灵不可的理由 韩宇飞目光古怪地看着韩森 许久才轻叹一声 你还没有明白神灵的本质 若是你明白了 就会这么想了 你可以让我明白 韩森目光灼灼地盯着韩宇飞 一时间很难说得清楚 韩宇飞显然并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转而说道 你暂时先留在这里吧 我会想办法让你可以控制蓝血的力量 至于除去蓝血 这一点恐怕连我也做不到 融合成功之后 我还能不能使用以前修炼的基因术 韩森问道 不可能 圣血的基因力量太过强大 就算不被排斥 也无法再与其他基因力量并行 以后你就只能使用这一种力量 不过也足够了 韩宇飞说道 你确定拥有圣血的力量之后 任何力量都无法使用 韩森神色古怪地问道 当然 你不是已经亲身体验过了吗 韩宇飞说道 对了 对于那个韩敬之 我非常有兴趣 你再把他的事情详细说给我听 韩宇飞眯起眼睛说道 可以 作为交易 我想知道神灵的本质是什么 韩森平静地说道 韩宇飞认真地看了韩森好一会儿 才开口说道 好吧 我可以尽力解释给你听 但是不保证 你一定能够听得懂 第3016章 神语长生 只要你愿意解释 就应该能够让我听得懂 韩森看着韩宇飞说道 韩宇飞不置可否 只是淡淡地说道 除了古神族和神灵之外 大宇宙中所有的生物 都有一定的寿命 你可知道 决定寿命长短的是什么吗 韩森想了想说道 不同生物的寿命长短都不一样 应该是 受到了自身基因的影响吧 韩宇飞点点头 确实如此 除非是意外死亡 否则影响寿命最大的因素 就是基因本身 不同生物的基因不同 就决定了他们的寿命不同 但这也不是绝对的 事实上还有很多影响寿命的方法 比如说 在大宇宙中已经很普及的冷凝技术 就可以减缓基因信息的更新 以达到延长寿命的目的 冷凝技术只是一种笨方法 因为在冷凝期间 生物几乎就等同于死亡状态 所以 这段时间完全没有意义 相比之下 有一种高级时间基因术 可以令身体时间停止 这样 身体基因信息 就会永远不再更新 理论上来说 就可以长生不死 而且还可以永保青春 就像你一样吗 韩森看着韩宇飞说道 韩宇飞被困在两界山 不知道多少一年 却依然保持着青春 也没有死去 这似乎 应该就是一种时间力量 韩宇飞没有回答韩森 只是继续说道 理论上来说 应该有很多生物 都可以长生不死 可是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无论是普通生物 还是那些拥有 强大时间能力的真神一种 一旦它们活的时间 超过自身的基因寿命 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死亡 在圣域出现之前 这种情况十分普遍 强大如真龙和凤凰这样的存在 即便肉体再怎么强大 生机再怎么旺盛 到了一定的时间 它们还是会莫名其妙地死去 你的意思是说 是神灵剥夺了那些生物的寿命 韩森脑子里面 想到了神灵夺取寿元的能力 韩宇飞点头道 不错 就是如此 在圣域出现之后 强行打破了空间避障 迫使神宫现世 斩杀了不知道多少将是神灵 使神宫遭受了巨大的创伤 我自脱困之后 见过了不少圣域时代留下来的老古董 以它们原本的寿命 根本不可能活到现在 唯一的解释就是 因为圣域那一次的神战 使得神灵的控制出现了漏洞 所以它们才能够利用各种方法 活到现在 在圣域之前 根本不曾出现过这种情况 这么说 斩杀神灵就是为了长生不死 韩森微微皱眉 虽然韩宇飞的说法也有些道理 可是韩森还是感觉哪里不对 长生不死 对我来说并不是追求 但是我不喜欢那种 被约束算计的感觉 我能活多久 那是我的能力和命 神灵想要强行剥夺 我活下去的权利 我就偏偏不如他们之愿 还要让他们尝一尝 生命操制于别人手中的滋味 韩宇飞用手扶了浮黑矿眼镜说道 这个女人真是疯狂 韩森不得不承认 韩宇飞是她见过最可怕的女人之一 韩森突然想起在那话卷之中 韩宇飞的罪名是亵渎神灵 然而判的罪却比诸神还要重 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韩森甚至可以肯定 在圣域时代 这个女人肯定用神灵做过试验 那绝对是比杀死神灵更重的罪 那么圣主呢 她也是为此才杀神的吗 韩森盯着韩宇飞问道 她是这样告诉我的 不过我猜测应该不完全是 至少她不是单纯的为了自己 应该和另外一个人也有些关系 韩宇飞沉映着说道 瓦儿 韩森直接说出了这个名字 观察着韩宇飞的反应 韩宇飞脸上露出亚异之色 你竟然知道瓦儿 韩森心中暗道 何止知道 韩宇飞没有等韩森回答 又继续说道 不错 那是圣主最为宠爱的人 我想圣主那么想要杀神 也许和瓦儿有些关系 否则以她的能力 想要避过神灵活下去并不难 瓦儿是圣主的亲妹妹吗 韩森听韩宇飞的语气 有点不对劲 连忙问道 虽然圣主一直说 瓦儿是她的亲妹妹 不过我可以肯定 瓦儿绝对不是她的亲妹妹 因为瓦儿和她根本不是同一种族 韩宇飞肯定地说道 你确定 他们不是同一种族 韩森问道 当然 瓦儿是我的族人 论辈分 她还要叫我一声小姨 我差不多是看着她长大的 你说 我会不会弄错 韩宇飞撇了撇嘴说道 什么 瓦儿和你是同族 你们是哪一族 韩森瞪大了眼睛看着韩宇飞 到现在 她也不知道 韩宇飞是属于哪一族的 物族 韩宇飞叹息道 不过我们这一族 在久远的时代 差不多已经快要灭绝了 只怕大宇宙之中 已经很少有人听过这个名字 除了我之外 也不知道 还有没有族人活着 当年至少还有太医 帝群和子斗他们在 如今却 太医 帝群和子斗他们都是巫族 韩森瞪大了眼睛 韩宇飞苦笑道 现在不是了 帝群已经变成了天神 自然不再是我巫族成员 子斗更是早已经生死 在两界山的子斗 不过就是 他的执念而已 太医更是不知所踪 只怕早已经在神战之中死去 韩森越听 神色越古怪 没想到瓦儿和韩宇飞 他们竟然是同一个种族 而且 帝群和太医都是巫族 自神宫现世之后 韩森就暗中寻找帝群的神庙 想要把它给解决掉 以报当年之仇 可是韩森寻遍了整个神宫 也没有发现 带有帝群这两个字的神奇 不知道帝群到底 是在哪一座神庙中 至于太医和那座金属神庙 韩森也没有找到 这让韩森感觉很奇怪 韩森连忙把自己遇到太医 而且 太医还修复了金属神庙 破空而去的事情 告诉了韩宇飞 想听听韩宇飞的看法 韩宇飞听完之后 却是满脸惊讶之色 太医竟然还活着 是啊 不过他修复了金属神庙 破入虚空 神宫现世之后 我却没有在神宫中看到 那座金属神庙 这是怎么回事 韩森问道 韩宇飞笑了笑 你当然找不到 因为那座金属神庙 本来就是圣域当时仿制出来的神庙 为的就是取代原本的神庙 成为新的宇宙主宰 不用再受神宫和基因神殿的约束 最终的目的 就是为了取代整个神宫 只可惜还没有成功 圣域就毁灭了 金属神庙也被打破 没想到 太医竟然又重启了金属神庙 韩森还想说什么 却突然感觉 整个实验室剧烈摇晃 兵壁开裂 金属破碎 像是发生了地震一般 一股恐怖的气息 同时笼罩了大地 以韩森现在的迟钝程度 都感觉到了 那股气息的可怕 第3017章 阴影之神 圣域于念 还不出来受死 浩然神音在空间之中震荡 冰堡实验室的兵壁炸裂 仪器崩坏 眼看就要被塌陷 韩宇飞顿时眼神一冷 手中捏着手术刀 闪身间就冲出了冰堡实验室 落在了冰堡的上方 从口袋里面取出一个 镂空的金属球 往空中一丢 那金属球内 顿时射出了一道道光束 那些光束交织成结界 把冰堡护在了气中 顿时屏蔽了神音 使得实验室没有再遭受破坏 韩森和龙女 也跟着出了冰堡实验室 直见四周的星空 已经化为了一片黑暗 仿佛整个冷宁星 已经与世隔绝了一半 在那黑暗的虚空之中 似乎悬浮着一个黑色的阴影 正自冷冷地盯着他们 之前那恐怖的神音 正是从那阴影口中发出 因为那阴影 与虚空黑暗连成一体 根本看不出它长什么模样 只是能够看到 一双泛着红光的眼睛 似是虚空中的两道血痕 W Omega WTT10 韩森可以明确地感觉到 那双眼睛主要是盯着他在看 再加上刚才他所说的那句话 不难判断出来 这个不知来历的家伙 应该是冲着他来的 阁下怎么称呼 为何而来 韩森扬声问道 阴影之神 未清楚 你这个圣语与你而来 浩荡的神音再次传来 那虚空中的血红眼睛 也变得更加灵力 毁灭及的阴影之神 直接肉身降临 看来神灵当真是对于 圣主血脉忌讳极深 迫不及待想要诛杀 拥有蓝血的人 韩森神色不变 看着阴影之神淡淡地说道 要清除圣语与念 你更应该去找 那个给我蓝血的家伙吧 放着罪魁祸首不去杀 却来杀我这个 被迫接受蓝血的受害者 原来神灵也不过是 欺软怕硬之辈 哼 只要是圣语与念 就都该死 阴影说着 双眼之中红光大赤 化为了两道红色的光束 向着韩森照视而来 韩森正准备要应战 却见韩宇飞身影一晃 已经站在了韩森面前 手中握着一支遥控器 只见韩宇飞手指 在遥控器上按了两下 顿时就有一道光幕 从遥控器中映射了出去 形成了一个如同镜子般的屏幕 阴影之神的红色 光束射在屏幕之上 竟然被反射了回去 令那阴影之神 不得不又射出了两道红光 这才将其抵消 阴影之神 你要杀谁我不管 但是你竟然敢破坏我的试验室 那就必须要付出代价 韩宇飞冷冷地说道 韩宇飞 此事与你无关 如果你不想再被囚禁 亿万年的岁月 就立刻离开 阴影之神冷哼道 我倒想知道 你如何能够再把我囚禁 亿万年 韩宇飞淡淡地说道 既然你自己找死 那本神就成全你 阴影之神声音冷立 双眼之中红光大放 只是这一次 却没有化为红色光束射出来 而是像两颗血红的太阳一般 在黑暗的虚空之中 放射着妖异的光芒 韩宇和龙女顿时脸色一变 他们都已经凝聚力量进行防御 可是却突然感觉自己的身体 竟然不受控制了 像是木偶一般定在了那里 不止如此 下一秒 韩宇的身体突然不受控制地动了起来 原本抱着古灵种的手臂 竟然抬了起来 缓缓向着自己的头颅 按去 最后双手按着脑袋 用力扭动 竟然像是要把自己的脑袋拧下来一般 龙女也差不多一样 双手抱着自己脑袋 已经把脖子拧成了90度 而且还在用力往后拧 只听颈鼓的咔咔声 不绝于耳 似是随时都会把脑袋拧下来一般 令龙女的口鼻尖都溢出了鲜血 韩森也好不到哪里去 感觉脖子快要被拧断了 下巴都已经快要碰到后背了 整个脸都胀得快要爆炸了一样 自己拧掉自己的脑袋 这种死法倒是兴起 韩森自嘲地想着 他知道自己和龙女 是被阴影之神的力量所控制 只是不知道那 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 怎么会让他们 在不知不觉之中被控制 韩森身体受困于蓝血力量 根本没有应对之侧 除非他使用超级神灵体 或者使用血脉命神经 激活蓝血的力量 就再也没有其他办法 碰 正在韩森犹豫 要使用哪一种力量之时 突然看到一旁的韩宇飞 手中遥控器顶端 射出一道光束 那光束延伸出去一米多之后 就向着四周展开 刹那间化为了一柄光散 韩宇飞又在成为 散柄的遥控器上面 按了一下 那光散顿时一下子变成了黑色 挡在了他们的头顶 屏蔽了阴影之神的红光 韩森和龙女同时长出了一口气 恢复了对身体的控制 那红光是什么力量 韩森活动着 还在疼得脖子问道 红光只是辅助 他的真正力量是他 韩宇飞指了指地上 韩森看了一眼 发现地上什么都没有 他们站立的地方 就是冰雹顶带 上面是厚厚的积雪 不过转瞬间 韩森就明白过来 韩宇飞所说的是影子 在红光的照射之下 韩宇飞手中的黑伞 形成一大片黑影 把韩森他们的影子 都给掩盖住了 以为这样就能够 挡得住本神的阴影神力吗 阴影之神冷哼一声 眼中红光暴涨 使得四周的影子 都变得更加清晰 韩森立刻就发现 韩宇飞手中握着的伞 正在剧烈颤抖着 似乎随时都会 从他的手里面飞出去一般 韩宇飞微微皱眉 正想有所动作 却突然听到 黑暗的虚空之中 响起了铃铛的响声 好似有很多铃铛在一起摇动 很快 韩森他们就看到 在虚空的黑暗之中 亮起了一片紫色的霞光 十条霞光流淌的真龙 拉着一辆青铜马车 踏空而来 宛若天地间的一线曙光 那是 紫斗的青铜战车 韩森看了一眼 顿时认出了那车的来历 以前他还藏在紫斗的眼瞳之中 坐过那辆青铜战车 云龙拉着战车 和云龙的阴影之下 只听吱鸦一声 青铜车的车门打开 紫斗从中走了出来 踏空凝视着黑暗中的阴影之神 第3018章 第一神将 紫斗却没有理会阴影之神 反而看向下面的韩宇飞 韩宇飞撇了撇嘴 冷哼道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紫斗声音轻柔地说道 我没有管你的事情 只是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你 那么 你是觉得我比不上他 韩宇飞沉着脸说道 紫斗摇摇头 不是 无论你有多强 哪怕你 已经成为了宇宙中最强大的存在 只要我还在 无论谁想要伤害你 还是要先打倒我 韩森听得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心中暗道 看来这两个人有奸情啊 不过之前韩宇飞说过 紫斗早已经死去 只剩下了执念而已 现在的紫斗 难道并非真正的肉身存在吗 够了 你们当本神不存在吗 阴影之神 显然也听不下去了 力声爆喝 神音如雷霆般滚滚而下 眼中的红光再次暴涨 把黑暗的世界照得一片血红 只不过 在那青铜战车的影子之下 韩森他们的影子都被掩盖 阴影之神并不能通过影子 再控制他们 韩森这时候惊讶地发现 紫斗身上竟然没有影子 宛如幽灵鬼魅一般 随着阴影之神的眼中 红光越来越强 把他与黑暗融为一体的身形 也映照了出来 韩森他们这时候才看清楚 阴影之神就像是一条黑色的邪龙 通体都是漆黑如墨的鳞片 背后却长着一对黑色的蝶翼 头似蛟龙 却只剩有一根螺旋角 整个身体上都散发着 诡异诡魅的黑色咽气 好像黑夜都是从他身上 散发出来的一般 只见阴影之神背后的双翼震动 整个黑暗的虚空 都随着他的双翼而颤动 那些黑暗 竟然渐渐凝聚 化为一只只恐怖的黑暗巨兽 出现在虚空的四面八方 真龙 凤凰 麒麟 昆鹏 各种传说中的生物 在黑暗之中不断地生成 一个个身上 散发着无比恐怖的气息 怎么看都不像是单纯的幻影 只是他们的身体 都是漆黑如墨 仿佛只是一个影子 可是又有着实体的感觉 十分的妖异梦幻 如真似幻 让人分辨不清 那些黑影所化的一种 该不会真的拥有战斗能力吧 韩森心中微微一惊 若是那些当真 都拥有战斗能力的话 再多一倍也敌不过如此多的恐怖生物 韩宇飞神色不变 似是很随意地说道 那是阴影之神的影之神力所化的影神 自然不是真正的一种 韩森微微松了一口气 不过韩宇飞却紧跟着说道 不过那些影神 有着一种本体八成的实力 韩森顿时无语 八成的实力 现在整个虚空 到处都是恐怖一种的影神 什么真龙凤凰之流 各个都是真神级的恐怖存在 别说是八成实力 就算只有一半的实力 这么多恐怖的影神 也足以毁灭一切 黑暗中的影子 复苏你的灵魂 惩罚这个世界吧 影之国度 黑暗降临 随着阴影之神的咆哮之声 无数的一种影神咆哮而下 从四面八方向着冷宁星冲击而来 那许多一种影神 每一个都是可以毁灭星球级的存在 如今却如同兽巢一般 铺天盖地的涌来 宛若黑色的魔潮 场面无比的震撼 龙女和韩森都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如此恐怖的力量 恐怕已经不是一个紫斗所能够抵挡的了 韩森甚至已经有了 开启超级神灵体逃走的打算 潮水般的恐怖隐身来袭 已经不是一两个人的力量可以匹敌的了 韩宇飞却只是站在那里 并没有战斗的打算 目光平静地看着 从四面八方而来的一种隐身 丝毫不为所动 突然 韩森感觉到了一股恐怖的气势爆发开来 如同远古时代不灭的战役 刹那间冲溢于天地之间 目光转向紫斗 只见紫斗身上的紫气生疼 整个人都散发着难以抑制的紫色光焰 从他身上散发出的恐怖战役 化为肉眼可见的紫色光韵 把那黑暗仿佛都映成了紫色 我说过了 只要有我在 谁也不能伤害他 紫斗声音冰冷 眼神却炽烈如火 那就让我看看 只剩下执念的圣域第一神将 到底还有多少本事 阴影之神身上的黑焰摇曳 令黑暗之中的一种隐身越来越多 紫斗神色不变 而韩森和龙女都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那些一种隐身来得太快 如同世界末日的蔑视 洪流般扑来 哄 就在这一刹那之间 紫斗身上的战役彻底爆发 紫色的光焰凝聚成为周天星辰 如同宇宙星玄一般围绕在他的身边 侠气冲斗牛 紫薇定乾坤 周天星辰沙 随着紫斗冷漠如冰的声音 他身上的宇宙星辰瞬间爆开 恐怖的战役横扫八荒路河 宛若宇宙大爆炸一般的紫色星辰 化为亿万流光飞射 星辰流光所过之处 一切都被湮灭 如潮水一般的一种隐身 在恐怖的星辰流光中被冲击湮灭 就像是遇到了火炭的雪一样 黑暗的虚空在这一刹那间 化为了辉煌的紫色 紫斗如同宇宙中心的那颗星斗一般 漫天星光都在围绕着它旋转绽放 铺天盖地的魔巢 瞬间就被清洗一空 阴影之神惨叫一声 在紫色星光的胶织中 刹那间消失无踪 紫斗 若非本神被肉身所限 又岂会容你放肆 阴影之神的声音渐渐消失 星空也恢复了正常 紫斗并未说什么 只是看了韩宇飞一眼 然后回到了青铜战车之内 十条云龙拉着青铜战车破空而去 很快便消失在星辰之间 好厉害的紫斗 不愧是曾经能和圣主一战的男人 韩森赞叹道 他以前听说过 紫斗是圣域中战斗力最强的神将 可是却没有一个概念 不知道到底有多强 现在却是亲眼见证了紫斗的恐怖 只剩下执念而没有肉体的紫斗 竟然就能够以一己之力 打退毁灭级的神灵 回去吧 神灵应该暂时不会再来了 我们必须尽快 让你能够掌控圣血的力量 韩宇飞看了一眼青铜战车消失的地方 面无表情地 转身回到了试验室内 第3019章 你真的了解吗 冰宝试验室内 韩森脸色非常的古怪 那个 韩老师 这样真的就可以让我控制蓝血的力量吗 韩森单腿站在一块冰台之上 双手平行举动 就是一个荆棘独立的姿态 他已经保持这个姿势 站了十几个小时 而韩宇飞 只是让他这样站着 什么也没有让他做 也没有给他注射基因液之类的东西 更没有教他什么基因术 这让韩森很是疑惑 觉得不够吗 那就再加点料 韩宇飞说着 就把手里面的一个苹果 放在了韩森的头顶 然后扶了扶自己的黑矿眼镜 眯起眼睛说道 控制自己的身体 保持静止的状态 韩老师 这样真的有用吗 韩森十分怀疑 韩宇飞是在玩它 若只是站一站 就能够控制蓝血的力量 还要那些高级研究人员干什么 圣主那么多年的研究 也算是白瞎了 韩宇飞却是淡淡地说道 你真的了解什么 是静吗 韩森说道 我也学过一点修身养性的功夫 而且 以前所修炼的基因术 也有擅长控制自身的技法 在这方面 还算有点自信 是吗 韩宇飞手里面 拿着一根细长的叫棍 用叫棍抵住了韩森的胸膛 用力戳了戳 韩森的身体 如山岳一般稳 没有丝毫的动弹 韩宇飞收回了叫棍 然后看着韩森问道 刚才那两下 有什么样的感觉 疼 韩森说道 还有呢 韩宇飞接着问道 还有什么 韩森微微一正 韩宇飞拿着叫棍 在韩森胸膛上敲了敲 所以说 你根本就不懂自己的身体 甚至连自己的感觉都说不清楚 越高级的生物 肉体本身的功能 也就越复杂 有着多重机制 疼痛对你来说 只是一个综合的感觉 实际上有着更多层次的变化 只是你并没有用心去感应过而已 叫棍落下去之时 衣服与汗毛的撞击 与皮肤的摩擦 还有肌肉陷落时产生的回弹力量 以及细胞受损 毛细血管的破裂 那些感觉 你真的都仔细感应过吗 韩森吞了一口口水 他以前虽然利用动弦气场 可以完美控制每一寸肌肉 但是这样精细的 去留意自己的感觉 还真没有那么做过 用心感觉自己身体的所有细微感觉 并且让身体进入绝对静止的状态 如果你什么时候能够做到这一点 也许就是能够控制滥血之时 韩宇飞认真的说道 什么是绝对静止 韩森有一点相信韩宇飞了 认真的问道 就是让你的所有身体器官都停止运转 都保持在静止的状态 那就是绝对静止 韩宇飞解释道 如果身体技能完全停止的话 那不是就死了吗 韩森皱眉说道 虽然让心脏停止跳动 血液不再流动 对于韩森来说并不困难 可是 如果全身所有技能都停止运转 那与死人也就没有区别了 静止并不代表死亡 绝对静止 只是指身体的静止 而不是生机的静止 说了你也不会明白 要自己去感受才行 什么时候能够做到 心如止水身若明镜 就是你成功之时 韩宇飞又用叫棍在韩森的屁股上抽了一下 好好练吧 你的时间不多了 这一棍下去 韩森用心感觉了一下 叫棍抽打在衣服上面 衣服把汗毛压倒 使得汗毛与皮肤摩擦 产生了一种麻痒感 然后又感觉到 衣服与皮肤摩擦的触感 最后才是皮肤与毛细血管受损后产生的藤绝 而在藤绝产生的同时 里面的血液受到压迫 产生的肿胀感 也清晰地映入了韩森的大脑 那种复杂的感觉 绝对不是一个藤字可以形容的 韩宇飞走到一旁的椅子上坐下 然后对一旁的龙女说道 你应该很擅长揍人吧 我只擅长料理 龙女平静地说道 那你就把它当成是一块猪肉 狠狠地料理它 韩宇飞翘着修长的眉腿 一边喝茶一边说道 烤熟了怎么办 龙女问道 要是拥有剩血的身体 这么容易被烤熟 那也是它活该 韩宇飞说道 龙女没有在说什么 走向韩森的同时 伸手一握 双手之中各出现了一把刀 左手中的刀尖细弯如跃钩 右手中的刀则如半月 这两把刀 一把是踢骨刀 一把是剁肉刀 对于厨师来说 有着不同的用处 喂 你们不会是认真的吧 韩森看着龙女面无表情地走过来 心中也不免有些发寒 他现在的身体虽然很强 可是拥有骨神王血脉 又已经晋升真神的龙女 也绝对不弱 真要一刀刀地剁下来 再强的身体也扛不住 当然是认真的 身体虽然是你的 但是感觉却不是自身就能够触发的 必须有外力影响你的身体 才能够触发身体的不同反应 如此你才能够真正了解自己的身体 这就好像 是一个没有出门见过世面的傻小子 没有经历过吃喝嫖赌 又怎么知道 什么是好 什么是不好呢 韩宇飞轻描淡写地说道 韩森觉得 韩宇飞这话说的好像有些道理 可是这比喻 怎么听起来有些怪怪的 先把他的衣服脱了 免得糟蹋东西 韩宇飞对已经走到 韩森面前的龙女说道 龙女也不说话 直接挥刀一条 顿时把韩森外面 穿的蓝袍给挑开 看着袍子滑了下去 然后又是刷刷几刀 直接把韩森身上的衣服 都给解开 一件件落在了地上 行了 行了 韩森见自己只剩下一条内裤了 连忙叫了起来 龙女看向韩宇飞 韩宇飞头也不抬地说道 你做饭的时候 会在猪肉外面留筷布吗 不会 龙女答了一句 直接挥刀一斩 立刻把韩森的内裤斩落 不愧是融合了剩血的肉体 还不错 韩宇飞眯起眼睛 欣赏似地打量着韩森说道 韩森刚想说什么 龙女左手的踢骨刀 自她的肋下捅了进去 顿时让韩森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疼得连眼皮都抖了好几斗 差点忍不住叫出声来 别动 用心去感觉自己的身体 韩宇飞面无表情地说道 第3020章 绝对静止 韩森感觉自己 当真变成了案板上的鱼肉 简直就是任人宰割 龙女变着法地收拾她 什么刀切斧斩 什么火烤水煮 反着变着花样的都来了一套 就差撒点调料了 让韩森很是怀疑 龙女是不是早就在打她的主意 想把她给吃了 尝尝是什么味道 不过现在的韩森 虽然不能使用金术 可是身体那是真的强悍 龙女手中的刀子 也只能切开一个浅浅的伤口 很难完全切下去 而且伤口恢复的速度极快 连疤痕都不留一个 龙女下手也是极有分寸 那真是刀刀不致命 踢骨刀捅了一百多刀 都快要把韩森的肚子都给捅穿了 冷是没有一刀伤到她的要害 韩森真要是一头牛的话 那么龙女就是刨丁 能把她踢的一根肉丝都不会剩下 剧烈的疼痛感来袭 以韩森的心灵之坚韧 依然疼得呲牙咧嘴 差点就要吼出来 疼痛其实只是一种身体的报警机制 而且报警的信息量 会随着情况的不同 而有多种报警模式 比如疼 痒 酸 麻 一般人只能感觉到 最强烈的一种报警机制 比如你的后背发痒 但是如果这时候 你的脚被一根钉子刺穿 那么一般人就只会感觉到脚的疼 而忽略了后背的痒 而你 必须要做到入微的感应 才能够真正了解自己的身体 然后才能够真正控制它 韩宇飞在一旁说道 韩森值得静下心来 去感应身体受伤后的感觉 本来伤疼就已经很伤人了 韩森还要仔细去感觉 那是什么样的滋味 其中的酸爽就更不用说了 在这样的状态下 韩宇飞还要求韩森 做到心如止水 身如明镜的状态 简直比魔鬼还魔鬼 好在韩森也不是一般人 也就是一天多的时间 他就已经习惯了受伤的感觉 可以静下心来 仔细去体会自身的感觉 这样的感觉之下 果然有些不同 就算是疼这一样感觉 也有着十分细微的层次差别 不同的疼 代表着身体的不同反应 也代表着身体所承受的不同伤害 以及身体可能会产生的后续变化 疼的时候固然难受 可是如果用心体悟 有些疼痛 其实还伴随着更加细微的一样感觉 让人分辨不出 究竟是难受还是好过 一般生物的进化模式都是把身体变得坚韧强壮 认为那就是强大 可是却往往会忽略掉感觉的强化 使得肉体越来越坚固 感应能力却越来越迟钝 其实这是错误的进化方向 不疼不代表身体不会受伤 而敏锐的身体感应 才能够让你的身体的自然反应更快 能够做出更多细微的应对 这样的身体反应会比你的思考更快 韩宇飞继续解释道 比如在睡觉的时候 你的大腿被火烧伤 是身体的痛觉报警 传入到你的大脑 然后大脑才能够思考做出反应 去想该怎么做 可是因为痛觉本身就是身体的报警机制 根本不用思考该如何做 就会直觉地做出反应 所以这种反应才是最快的 如果你能够做到 纯粹依靠身体的反应战斗 那么你就会比所有人都快 因为你根本不用去思考 比其他人节省了很多的反应时间 韩森心中暗自付费 那不就是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的无脑满汉吗 似是看穿了韩森的心思 韩宇飞笑道 不要看不起身体的自然反应 无脑也不意味着就是真的蠢 如果你真的能够做到 纯粹的身体反应战斗 再加上剩血的力量 完全可以无脑干翻所有生物 虽然韩宇飞说的很有道理的样子 不过韩森并不完全认同 他还是觉得 什么情况经过脑子想一想比较好 不过 若是能够掌握韩宇飞所说的那种反应能力 倒也不是坏事 只是包括韩森在内一般人都会忽略这个问题 现在韩森用心去感觉 再加上龙女的帮助 也不过就是两三天的时间 就已经对于身体的各种细微感觉了如指掌 可是就算如此 韩森也没有感觉 蓝血受到自己的控制 依然还是我行我素 也没有和赤血融合的迹象 韩森问出自己的疑问之后 韩宇飞说道 了解自身的感觉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才是真正的开始 还记得我说过吗 你必须达到绝对静止的程度 才可能真正控制蓝血 让你的全身都静止下来 仔细去感觉自己的身体 能不能明白 全靠自己 没有人能够帮你 自此之后 龙女就不再伤她 韩森只是一个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很快韩森就发现 想要做到绝对静止 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她可以让自己的心脏停止跳动 可以让自己的肺不再呼吸 可以让血液不再流淌 可是身体内依然还是有许多机能在运转 比如大脑 比如细胞的蜕变 原本韩森以为静下来很容易 可是越是想要静下来 韩森却发出自己的身体越吵闹 无数细胞的活动 简直就像是一场歌舞连欢晚会 因为在此之前 感觉达到了入微的程度 感觉太过敏锐 让韩森越发感觉身体 根本难以做到绝对静止 根本不可能做到绝对静止 韩森终于忍不住对韩宇飞说道 蓝血的力量 本就与这个世界的规则格格不入 如果你无法做到身体的绝对控制 又如何能够控制这种规则之外的力量呢 韩宇飞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韩森没有再说什么 因为韩宇飞说的确实有道理 非常之人才能够行非常之事 若是没有超脱于众生之上的能力 又如何能够驾驭这规则之外的力量 韩森只得静下心来 尝试着让自己的身体变得安静在安静 希望能够触及韩宇飞所说的绝对静止状态 可是韩森越想要让身体静止 身体的各种反应就越发的强烈 站着不动似乎比拼命战斗更加让他感觉疲惫 这样真的能行吗 龙女看着如同化石一般站在那里的韩森 来到韩宇飞身边问道 她必须要做到 这也是唯一生存下去的机会 神灵不会放过任何拥有蓝血的人 当神灵再次降临之时 就不会是一个阴影之神那么简单了 韩宇飞神色凝重地说道 第3021章 圣主铠甲 大寂灭星域的黑暗区域 圣殿的废墟前 站着一个似猫飞猫 似狐飞狐的小兽 和一个俊美的少年 怎么会这样 媚姨 老雕 你们在哪里 少年大声叫喊 目光四下里搜索 希望能够发现一些什么 可是结果却让他失望了 除了一些血迹之外 四周什么也没有 这是 媚姨的血 少年看到残壁上的血迹 顿时身子一颤 脸色变得苍白了几分 应该就是他的血 老猫也跳到残墙之上 凑近嗅了嗅 神色凝重地说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 小花咬了咬牙 一只手掌向着那血迹摸去 在她的手指碰到血迹的刹那 一股奇异的力量 涌入了血迹之中 血迹之上 顿时出现了奇异的光影 好像时间回溯了一般 无数的光影变幻回放 眼前出现了电影一般的画面 回溯的画面中 顿时出现了 媚姨被秦岚虐杀的画面 看得小花咬牙切齿 嘴唇都快要咬出血来了 可惜 画面就只有媚姨 被秦岚虐杀的有关画面 其他的部分难以看到 小花又到了其他的血迹前 利用时空力量 融入血痕之中 很快就看到 秦岚虐杀老雕 乌眼和赤魁的画面 我要杀了他 老猫 告诉我 这个家伙在哪里 小花双眼血红 几乎喷出血来 小花 冷静 你现在还不是他的对手 老猫沉吟着说道 小花心中愤怒 眼中几乎快要喷出血来了 盯着老猫说道 你不是说 我只要以超级神基因 全满晋升出庇护所 就可以快速提升实力吗 告诉我 应该怎么做 老猫面露难色 你现在只是刚刚晋升神话 而那个秦岸的实力 却已经超过了真神级 想要在短时间内 跨越那么多的等级 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办法虽然是有一个 不过会非常的辛苦 需要承受极大的痛苦 告诉我要怎么做 无论如何 我都一定要替没他们报仇 小花肯定地说道 好吧 希望那样东西还在 老猫犹豫了一下 向着圣殿的废墟中走去 来到了已经破碎的 晴修石像底座处 老猫围着已经多处 破裂的底座转了两圈 然后伸出爪子 在底座的一个位置 按了一下 那底座竟然在一阵咔嚓声中 渐渐移动开来 露出了一个通往地下的入口 还可以看到一道道 下沉的石阶 跟我来 老猫招呼了小花一声 就踏着石阶钻了进去 小花也跟了进去 石阶并没有很长 只是走了三十余米的样子 就已经到了尽头 而在石阶的尽头 是一扇古老的石门 在那石门之上 还雕刻着许多诡异的图案 那些图案非常抽象 根本看不出来刻画的是什么 你试试看 能不能推开这扇大门 如果里面的东西 没有被人抢走的话 应该可以对你有巨大的帮助 老猫说道 小花伸手去推石门 以他的力量 那石门竟然纹丝不动 要用圣体的力量去推门 这扇石门 只有圣体的力量 才有可能推动 老猫在一旁提醒道 小花点点头 身上燃烧起了赤白光焰 四周的空间 都仿佛随着那光焰而扭曲 当他的手掌 再次按在石门上的时候 身上的赤白光焰 竟然像是水一般 融入到了石门的图案当中 使那些图案 都被染成了赤白色 散发着圣洁的光辉 咔嚓嚓 随着石门上的图案 全部亮起 那石门也缓缓打开 被小花一点点推开 从门缝中 射出了奇异的光滑 而且光滑越来越强烈 当石门完全被推开之后 小花看着那石门内的景象 却是微微一正 只见石门之内 是一座古老的石头殿堂 在殿堂的最里面 有着一副黑色的神秘铠甲 如同神像一般 静静地站立着 老猫 你说的东西 就是这副铠甲 小花看着那副黑色铠甲问道 不错 那副铠甲 就是圣主秦修所穿的铠甲 那可是整个大宇宙之中 最强大的一宝 拥有无穷的力量 只要你能够得到它的认可 将它穿在身上 就可以拥有于 整个世界为敌的力量 别说是一个秦蓝 就算是十个秦蓝 也一样能够杀精 不过 老猫说到这里顿了顿 没有继续说下去 不过什么 小花问道 不过那铠甲 只有圣主秦修才能够使用 除它之外 就算是那至高的神灵在此 也难以驾驭铠甲 你虽然修炼了圣体 不过能否得到它的认可 也是未知数 若是不成功的话 也许会有极大危险 我建议你 还是再等等 若是你晋升真神之后 再以圣体去穿铠甲 成功的几率 就会大上很多 老猫说道 有没有成功的机会 小花盯着铠甲说道 五成 老猫答道 五成机会可以拼一拼了 我等不了那么久 告诉我 要怎么样才能够驾驭它 小花一边走向铠甲 一边说道 用你的圣体去征服它 如果能够得到它的认可 它自然就会 穿在你的身上 老猫眯着眼睛说道 好 小花走到了铠甲前 身上赤白的光焰摇曳 死死地盯着铠甲 伸手向着铠甲按了过去 哄 在小花的手掌 接触到铠甲的一刹那 它身上的赤白光焰 就迅速地流向铠甲之内 黑色的铠甲 顿时光明大放 与小花的身体一样 燃烧起了赤白的光焰 眼睛位置 闪烁起了妖异的光芒 小花微微皱眉 感觉身体内的力量 正疯狂地涌向铠甲 仿佛沉入了 无底深渊一般 怎么也无法将其填满 碰 铠甲突然间四分五裂 随便化为一道道流光 向着小花身上涌去 刹那间 包裹住了小花的身体 组成了一件新的铠甲 新的铠甲通体雪白 赤白的光辉流转不息 只是眼睛的位置 却漆黑如墨 仿佛有黑色的魔焰 在其中流淌 啊 被铠甲包裹着的小花 仰天发出咆哮之声 原本的短发快速生长 从头盔之中生长出来 如同黑色的瀑布 铠甲的缝隙之处 也有黑色的魔焰升腾而起 黑白两色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第3022章 铠甲现世 随着小花身上的力量波动 四周的时空 好像都被扭曲了一般 原本被摧毁的圣殿 在那黑白光焰之中 竟然渐渐恢复 不只是圣殿 整个黑暗的圣玉在那力量的影响之下 发生了神奇的变化 永恒的黑暗退去 原本破败的建筑 开始重新恢复 无论是残破的建筑 还是岁月留下的痕迹 都在那鬼神奇的力量之下被抚平 圣玉不可思议的 从一片废墟 渐渐重回曾经的辉煌 没有多时 笼罩着圣玉的黑暗 已经完全消失 整个大纪念星域 都恢复了生机与美丽 大量的生命星球 都重新焰发了生机 破坏的建筑也焕然一新 连那圣殿和圣殿内的石像 也都恢复正常 唯一没有恢复的 就是原本晴修的石像 而身穿铠甲的小花 此时就悬浮在那个位置 身上的气焰也渐渐收敛 小花 你成功了 一旁的老猫 瞪大了眼睛 看着身穿铠甲的小花 兴奋地说道 真的晋升到了真神级 小花也有些欣喜 握着拳头 感受着在身体内流淌着的恐怖力量 不 不只是真神级 你的身体瓶颈是真神级 但是那铠甲赋予你的力量 却超过了这个瓶颈 圣体与铠甲的结合 足以让你发挥出 超越真神级的力量 小猫说道 那个秦岚在哪里 我要为魅仪他们报仇 小花握紧了拳头说道 眼中闪烁着骇人的杀鸡 她在那里 老猫站在圣殿的顶盖之上 伸出一只爪子 指向虚空之中 小花顺着老猫的爪子看过去 立刻就看到了 那虚空中的神功 她是神灵 她的神庙是哪一座 小花目光灼灼地盯着神功说道 她不是真正的神灵 只不过是一个可耻的圣域叛徒而已 现在的她 就在那座基因神殿之内 唯有杀入基因神殿 才有可能见到她 老猫说道 基因神殿吗 小花盯着神功的最高处 目光越来越坚定 身上的气势也越来越强大 哼 小花身上的气息爆炸 如同炮弹一般 破入虚空 身形一隐一现 宛若顺移一般 进入了神功的范围 快速向着神功最上层的基因神殿而去 神功现世这么久 宇宙各族已经习惯了神功的存在 不时有生物进入神功许愿 或者有强大的生物挑战神灵 一个羽族刚刚进入神功范围 正在犹豫要进入哪一座神庙许愿 却突然看到 一道白色的光焰 从不远处的虚空中直冲而上 向着神功的上层而去 谁那么快 急着送死投胎吗 羽族暗骂了一句 觉得那道光焰的主人 应该是去上层的神庙中许愿 毕竟像韩森他们 挑战毁灭级神灵的战斗 到目前为止 只出现过那一次而已 不过很快 那羽族就发现有些不对劲 因为那道外非内白的光焰 竟然直接跨过了灾难级和毁灭级的神庙 继续向上飞行 看那模样 竟然是冲向了神功金字塔 最上层的基因神殿 他想干什么 那羽族有些愕然 事实上 在大宇宙之中 也有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小花的举动 都在疑惑地看着他 镇天公主此时也在盯着小花看 越看脸上的神色就越古怪 突然间身形一动 如同瞬移一般出现在一座密室之内 快速地打开机关 从一口大同中内 掏出了一幅古旧的画轴 拿着画轴 瞬移出密室 然后盯着小花的身影 快速打开了手中的画轴 只见画卷之上 画着一个身穿铠甲的男子 铠甲包裹了男子的全身 无法看清楚他的样貌 不过仅仅只是站在那里的气势 就有种月染纸上似是君临天下一般 镇天公主看了看画中的铠甲男子 又看了看神宫中飞行的小花 脸上的神色越来越凝重 画中的铠甲为纯黑之色 而小花身上的铠甲为纯白 除此之外 两者竟然完全一模一样 仿佛是一个模子里面刻出来的 公主 那人 那铠甲 镇天公手座急急地来到了镇天公主面前 一向镇定的她 此时竟然有些语无伦次 没等镇天公手座说完 一个女人的身影 也在镇天公主身边浮现了出来 脸上同样带着惊骇之色说道 那铠甲 不会真的是那一件吧 不好说 似乎很像 但是又有些不一样 镇天公主看看画卷中的铠甲 又看看神宫内的小花 神色非常复杂 似是一时间也不敢肯定 大宇宙各处 都有许多古老的生物 目视小花露出骇然之色 就连那血命教的宫殿之内 人帝也是有些愕然的看着小花 红衣女子打着红伞 不知道什么时候 走到了人帝的身边 红伞一直遮盖着她的面容 看不清她的样貌 主人 那一件是否圣主的铠甲 红衣女子声音中 带着些许的疑惑 不知道 人帝微微摇头 红衣女子又说道 时间距离韩敬之的预测 只剩下不到十二个时辰 若那真是圣主的铠甲 而圣主真的未死的话 说不定真的有机会 破开基因神殿 只是这一切似乎 与那韩森都没有什么关系 可惜主人您 付出了那么多的圣血 身体还处在虚弱状态 我们怕是 被韩敬之给骗了 他分明是利用主人您的圣血 给韩森谋夺私利 人帝却是微微一笑 那也未必 虽然我不知道 那铠甲是否就是圣主的那一件 不过就算真的是那一件 穿着他的人 也不可能是圣主 能否打破基因神殿 还是一个未知数 也许韩森到时候还有用处 也说不定 就算真的被骗了也无所谓 只要基因神殿能够被打破 那就一切都值得 您怎么能肯定 那铠甲之中的不是圣主呢 红衣女子有些疑惑地问道 难道你忘记了吗 我的血脉 已经无限地接近圣主情修 若那铠甲之中的 当真是圣主情修 我一定会有所感应 人帝平静地看着 飞向基因神殿的小花继续说道 可是现在 我却并没有从他身上 感应到那种强烈的血脉联系 或许他身上会有一点情修血脉 可是绝对不可能是情修本人 在无数老古董骇然的眼神中 小花已经飞临了基因神殿 落在了基因神殿前的广场上 第3023章 殿前之战 众族皆经 到目前为止 挑战毁灭及神灵的战斗 就只有韩森 白皇他们那一次 现在竟然有人直接杀向了基因神殿 又岂会让人不惊 小花落在基因神殿的同时 还没有等他说话 神殿之内就传出了 庄严冷傲的神音 你可知亵渎神殿是何等之罪 随着恐怖神灵 基因神殿的大门洞开 那中满是辉煌的灯火 只见一个身形 自灯火辉煌中缓步走出 还未能看清他的样貌 但是那恐怖的气势 已经令人心生压抑之感 我无意冒犯神灵 只为擒澜而来 交出擒澜 我立刻就离开 小花盯着基因神殿内 走出的身影说道 冷宁得的韩森 此时却是瞪大了眼睛 望着基因神殿前的小花 虽然多年不见 可是他却依然能够认得出来 那就是小花不会有错 小花他在干什么 韩森心中焦急 基因神殿的恐怖他很清楚 毁灭级的神灵也就罢了 最多只是力量强大而已 若是真的战斗 终究还是有机会 可是那个自称是神的家伙 却是深不可测 不是力量强大四字那么简单 奇怪 韩宇飞看着神殿前的小花 却是皱起了眉头 喃喃自语道 圣主的铠甲竟然还在 怎么会变成那个样子 你说什么 小花身上穿的是晴修的铠甲 韩森闻言顿时身子一颤 感觉非常的不妙 你认识铠甲中的人 韩宇飞有些意外地看着韩森问道 那是我儿子 韩森答了一句 又急切地问道 你说那铠甲是圣主的铠甲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儿子 韩宇飞冷了冷 没回答韩森的问题 似是十分不相信地又问了一遍 你儿子 你确定穿着那件铠甲的 是你儿子 问完之后 韩宇飞又追加了一句 是你的血脉亲儿子 我可以肯定 那就是我的亲生儿子 很小的时候 就被九命雪猫偷走 被带去了圣殿 不过我可以肯定 就是他没有错 韩森很肯定地说道 他又怎么可能会弄错 且不说血亲之间的感觉 只是那种地灵体质 除了他韩森的儿子 世界上也不可能 会有第二个人拥有 那就奇怪了 你本身的基因 绝大部分都是来自金族 你生出的儿子 再怎么遗传 也只能是一个金族 没可能穿得上那件铠甲 除非 韩宇飞的神色 逐渐凝重起来 除非什么 韩森急得恨不能 劈开韩宇飞的脑袋 直接得到里面的答案 不可能的 韩宇飞摇了摇头 似是否定了自己的猜测 有什么话 你倒是说出来 韩森心急如焚 我也不能确定 说出来 也只是不负责任的猜测 而且还不一定正确 先看看再说吧 韩宇飞说到 瞪了韩森一眼 你现在急也没有用 就算那真是你儿子 你现在去了也没用 没有能够控制 蓝血力量之前 你去基因神殿 就是送死 倒是那个 疑似你儿子的家伙 如果他身上 穿的真是圣主铠甲 说不定真有几分机会 现在的你 还是要静下心来 尽快达到 绝对静止的状态 那时就算 你儿子不敌神灵 你也有机会救他出来 韩森又何尝不知道 这个道理 可是这近一个月的时间 他一直在尝试着 进入绝对静止的状态 却始终没有能够成功 此时更是心急如焚 又如何能够静下心来 必须要冷静下来 韩宇飞说的没有错 我必须要拥有足够的力量 才能够解决问题 韩森深吸了一口气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此时那个身影 已经走出了基因神殿的大门 几乎是在他跨出大门的一刹那 基因神殿的大门 宇宙各族终于看清楚了 从基因神殿中 走出来的身影是谁 韩森自然也看到了 不过他倒是并不惊讶 之前就已经听神说过 基因神殿 是由十二位毁灭 及神灵轮流守护的 可能现在正好轮到 刹那女神守护基因神殿 刹那女神一如既往的高冷 站在基因神殿大门前的台阶上 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小花说道 无论你为何而来 亵渎神殿就只有以死谢罪 说着 刹那女神的手臂缓缓抬起 食指指向小花 上面闪烁着骇人的波动 随着那手指一点 诡异的波动 瞬间笼罩了整个神殿空间 时间仿佛被冻结了一般 一切都归于静止状态 刹那女神的时间静止力量 各族生物 早在上一次的大战之中 就已经见过 此时再次看到 依然是那样的不可思议 眼看着刹那女神 手指之上的波动 已经到达了小花面前 所有人都以为 小花只能被动承受这一击之力 根本没有反抗的机会 可是谁知道 小花竟然在时间静止之中 动了起来 挥舞着拳头 迎向了刹那女神的一指之力 砰 恐怖的赤白光燕 竟然硬生生 把刹那女神的指光波动轰碎 如同一道流星般 凶猛地冲击向刹那女神 刹那女神脸色微变 身形一闪 躲开了那一拳之力 拳焰撞击在基因神殿的大门之上 发出轰隆巨响 虽然没有能够损伤基因神殿的大门 却也令那大门震战不止 怎么可能 各族生物皆是大吃一惊 刹那女神的强大早已经深入人心 此时竟然被人破除了时间静止的力量 还被一拳轰碎了指光 甚至让刹那女神不敢与之正面对抗 这是何等恐怖的力量 那个家伙到底是谁 好可怕的力量 我们大宇宙之中 什么时候出了这么一个强者 宇宙各族惊骇交加 私下里议论纷纷 而一些远古时代的老古董 脸色则是变换不定 越发的难看了 我不想杀生 不要逼我杀进去 交出青岸 小花一步步走向基因神殿的大门 神色坚定地说道 刹那 芳华 刹那女神却是不达 只是身上神秘的波动闪耀 仿佛推动了时间长河一般 令时间长河加快了速度流淌 光阴如见而逝 转眼就是千百年 第3024章 神圣之己 时光匆匆流逝 眨眼间就已经过去了千年时光 可是小花却完全不为所动 仿佛岁月完全无法在她身上留下痕迹一般 刹那女神瞳孔猛地收缩 只见小花一只手掌抬起 五指张开 在她的手掌之下 时间长河竟然倒流 刹那芳华的力量顿时倒卷而回 刹那女神身在那倒卷的时间长河之中 身形受到时间的影响 竟然出现了返老还童的征兆 我靠 那家伙到底是谁 在时间系的神灵面前使用时间力量 还强行压制了刹那女神 整个大宇宙在这一刹那之间都沸腾了 高高在上的毁灭级神灵 竟然被一个大宇宙的生物压制到这种程度 在此之前根本无法想象 可是对于圣玉和圣主有所了解的老古董 此时却是惊得嘴巴张大 忍不住骇然出声 那是圣体的时空力量 难道铠甲中的真是圣主擎修 刹那女神伸手拔出发簪 在空中一点 这才勉强定住了倒流的时间长河 只是脸上的神色已经十分难看 正当刹那女神准备要发动刹那止境之时 却见基因神殿的大门再次打开 一个身影从中走了出来 刹那 你不是她的对手 还是把她交给我吧 圣玉的事情就该由我自己了解 秦兰自基因神殿中走了出来 身上的蓝色光焰越来越强 整个身体都好像是蓝色水晶一般 晶莹剔透 散发着妖艺的强大气息 刹那女神文言微微皱眉 收起了指针 闪身回到了基因神殿的大门前 不过却并没有回到神殿之内 只是守在门前观战 无论你是不是真正的秦修 今天都将会死在我的手中 这世间只需要一个秦兰就够了 不再需要什么秦修 也不需要什么圣语传人 那种腐朽的东西 早就应该彻底烟灭 秦兰斜笑着说道 是你杀了魅仪和老雕他吗 小花立刻认出了秦兰 眼中杀鸡肆意 秦兰微微一正 立刻又邪笑着说道 看来你并不是秦修 又是一个被秦修所利用的无知蠢货 也罢 不管你是谁都没有关系 反正很快就会死去 是不是你杀了魅仪和老雕他吗 小花面无表情地再次问道 是又怎么样 几个碍事的老奴才而已 杀了就杀了 又能如何 秦兰不屑地说道 用你的命还他们的命 小花文言大怒 身上赤白的光焰暴涨 手掌对着秦兰凌空一抓一收 只见时光加速流淌 空间收缩 秦兰的身体 一下子被拉到了小花面前 小花的手掌 已经快要抓住秦兰的脖子了 圣体的时空能力 对别人或许有用 对我秦兰却如同儿戏 秦兰轻蔑地说着 竟然无视了时间的流淌 和空间的收缩 脑袋微微倾斜 躲开了小花手掌的同时 一拳轰向了小花的腹部 碰 小花的另一只拳头 带着赤白光焰迎了上去 与秦兰的拳头撞击在一起 顿时只见蓝白两色的冲击波 以他们的拳头交击处为中心扩散开来 强大的力量 硬生生把两人的身体都给震退 还有几分本事 我倒要看看 秦兽到底都教了你什么 秦兰眼神一冷 神话蓝光 再次向着小花冲击而去 小花也不甘示弱 与那秦兰站在一起 只见一白一蓝两道流光 在基因神殿前的空间内 不断地交集 神话级以下的生物 根本连那他们移动时的光影都看不见 低级的神话强者 也只能看到 两道流光在天上地下不断地交缠 人帝坐在宝座之上 饶有兴趣地看着两人战斗 有趣 看起来 他们应该都是同样出自于秦兽一门 不过力量却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那个秦兰身上 竟然是圣血基因 和神灵基因的融合体 另外一个更为有趣 竟然拥有类似圣体的力量 可是却又不是蓝血 倒是有些古怪 他能够打破基因神殿吗 红衣女子撑着散问道 如果只是如此的话 怕是不能 他们的实力 应该已经很接近当年的秦修 但也只是接近而已 连秦修都做不到的事情 他们又怎么可能做得到 人帝淡然说道 韩靖之预测的时间 已经快要到了 若是他无法打破基因神殿的话 就是韩靖之那个老骗子 又在骗我们 我去找他算账 红衣女子冷声道 不用急 看完再说 人帝却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一只手托着下巴 继续观看小花与秦岚的战斗 小花的时空力量 对于秦岚似乎没有作用 而秦岚的力量 也无法压制小花的圣体 两人站得时空错乱 天地崩裂 却始终没有人能够占据上风 既然你这么想要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 秦岚身形陡然间退出战圈 身上的蓝色光焰越来越强 一双眼睛 如同两轮蓝色的太阳 双手张开 仿佛拥抱苍穹 仰天发出一声咆哮 随着那咆哮之声 秦岚身上的蓝色光焰 像是火山爆发一般 连他身上穿着的衣甲 都给融化掉 露出强悍如神奇的身体 在那晶莹剔透的身体之内 一切都如蓝水晶般透明 只有背后的脊柱 却是一种深蓝的颜色 好似一柄龙脊刃 在他的身体内 散发着恐怖的力量 令秦岚身上的气势 不断地攀升 秦岚一只手 直接刺进了自己的胸膛之中 竟然把自己那根脊骨拔了出来 如同一柄妖异的剑气般 握在手中 秦岚以自为是 视我为失败品 可是他做梦也想不到 我不仅仅能够凝聚圣血之体 还能够与神灵基因融合 铸就了神圣之己 这才是宇宙中最强大的基因 最无敌的血脉 我秦岚才是应该君灵天下的那个人 秦岚眼神狂热地盯着手中的神圣之己 宁笑着说道 你既然身穿秦修的铠甲 那就一定是秦修的传人 今日我便斩了你 彻底断绝了秦修的希望 让他在地狱也不得安息 后悔当初那般对我 说着 秦岚就缓缓举起了手中的神圣之己 那深蓝的怪异击鼓之上 燃烧起了诡异的蓝色光焰 整个大宇宙 似乎都在随着神圣之己而颤抖 宛若响应了他的召唤 再与之共鸣 第3025章 我回来了 秦修再怎么强大 但是他却始终是个被世界所遗弃的人 他无论再怎么努力 都不可能获得这个世界的认可 我却不一样 我不但拥有他的力量 还有着神灵的基因 是这个世界的主宰 整个宇宙都会成为我的助理 仿佛是在回应秦岚一般 整个大宇宙 仿佛都在与神圣之己产生共鸣 空间内无数奇异的力量 流向神圣之己 使得神圣之己和秦岚身上的力量 越来越强大 几乎就要突破天际 原本小花的气势 就已经很是惊人 可是与如今的秦岚一比 却立刻被压了下去 好似普通人与巨人的差距 小花神色凝重 却并没有退缩之意 身上战衣疯狂燃烧 黑白两色气焰冲天而起 硬生生顶住了那可怕的天地威压 去死吧 秦岚手中的神圣之己终于动了 如同利剑一般刺向小花的心脏 小花想要举起手臂挡下这一击 可是却突然发现 身体好像被整个世界锁定住了一般 竟然无法动它 这只是一刹那间发生的事情 根本没有时间给小花再做出第二个反应 那柄神圣之己 已经刺入了她的胸膛之中 连圣主的铠甲 都没有能够挡得住神圣之己 被神圣之己直接贯穿 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 山林古宅之内 算命老人闭上眼睛一声长叹 终于要开始了 圣殿前的老猫 却是满脸兴奋之色 秦岚却是一脸的凝针和疯狂 兴奋地握着神圣之己大笑道 秦修的铠甲又如何 秦修选中的传人又怎么样 始终比不上我秦岚 我才是真正能够超越秦修的人 秦岚的疯狂之语还没有说完 却突然间脸色大变 下一秒 她脸上的疯狂和笑容就变成了惊骇 秦岚惊恐地大叫着 似是想要摆脱手中的神圣之己 可是却像是触了垫一般 怎么甩也甩不开 此时秦岚身上的力量 竟然诡异地流向了神圣之己 而刺入了小花胸膛中的神圣之己 却似乎正在融化 化为一种蓝色液体流入小花的身体之内 不 不可能 秦岚的面孔已经扭曲到了极点 其中满是不甘 绝望 恐惧 无助 怨毒和仇恨 可是 无论她内中在想什么 却始终无法摆脱神圣之己 而且身体内的生机 源源不绝地涌向神圣之己 她自己则快速衰老 原本俊美的年轻面容 只是刹那时间就变成了一个中年人 头发甚至都开始变白 刹那女神脸色一变 手中发簪凝聚时间神力 向着韩小花身上刺去 可是时间神力距离韩小花和秦岚 还有极远的距离 就好像陷入了无尽的时空当中一般 怎么也无法再靠近分毫 大宇宙各族生物 惊骇地看着秦岚迅速地衰老 由一个无敌的强者 转瞬之间 变成了一个奄奄一息的白发老人 身上的生机弱得几乎已经无法感觉到 碰 秦岚终于摆脱了神圣之己 整个人摔倒在地上 可惜她现在已经摔老的 连爬都爬不起来了 只是用那昏黄的老眼 死死地盯着韩小花 神圣之己 已经完全化为液体 涌入小花的身体之内 而那件铠甲上的破口处 也已经自动愈合 除了黑白二色光焰之外 小花的身体内 都有一股蓝色的力量在流淌 迅速与她的身体融合 而那件铠甲 也像是被蓝血渲染了一般 白色的铠甲上面 开始浮现出一些蓝色的诡异花纹 哄 一对透明的蓝色的光翼 在铠甲背后展开 渐渐延伸到虚无之中 仿佛与整个宇宙虚空连接在一起 而此时 小花的一双眼睛 也变成了幽蓝之色 眼神也由之前的杀意 凛然变得慢慢平静下来 似乎还带着一丝温柔的笑意 你 你是 你是 嗨嗨 奄奄一息的晴蓝 看到那眼神 整个身子都剧烈地颤抖了起来 好似发现了什么 惊为恐惧的事情 眼睛瞬间瞪大到了极限 竟然没有办法再继续说下去 辛苦你了 你的使命已经完成 你做得很好 小花温柔地看着秦岚说道 宛若一个长辈 再赞许一个晚辈 不可能 不可能的 我不可能 秦岚像是明白了什么 一时间各种情绪涌上心头 一时间如风如痴 拼命地支撑着衰老的残躯爬起来 想要扑到小花身上 可是却只走了两步 就扑倒在地 怨恨绝望地瞪着一步歪的小花 双手拼命地想要抓向小花 可是最终却是无力地垂下 眼睛却是瞪得极大 死不瞑目 我可怜的孩子 你又何必如此呢 小花叹息一声 却没有再看秦岚一眼 目光反而投向了前面的基因神殿 血命教的宫殿内 人帝豁然从宝座上站了起来 神色怪异地说道 秦修竟然真的没有死 那秦岚死的好生冤枉 自以为摆脱了秦修的控制 灭掉了圣域 却不想根本就是秦修故意为之 若非他进入基因神殿 融合神灵基因 铸就了神圣之己 秦修又如何能够真正完成蜕变 不再被这大宇宙所排斥 谁又能想得到 圣域最大的叛徒 竟然就是秦修重生的关键 现在秦修借体重生 有了强大的肉体 又不再被这大宇宙所排斥 甚至与那些神灵一样 能够获得大宇宙的特权 好一个秦修 好狠地算计 神 我秦修又回来了 小花神色温柔地 看着基因神殿 含笑一步步向着基因神殿走去 刹那女神想要动手 却突然听到轰隆一声巨响 基因神殿的大门洞开 一只手掌按住了她的肩膀 让她没有能够冲出去 神 大人 刹那女神转头看到 按住她肩膀的身影 退下吧 回去你的神庙 神拍了拍刹那女神的肩膀 含笑说道 刹那女神又恭敬地行了一礼 退回了自己的刹那神庙之中 大宇宙各族看到那身影 竟然是一个少女模样 身上没有一点力量气息 不知道 为什么连刹那女神 竟然都对她如此恭敬 孤主看到那少女的模样 却是身子一震 失声叫道 瓦儿 第3026章 万罪加身而不悔 孤主拔尖而起 就要冲上虚空 可是却突然看到 四周的空间波动 有强大的结界将其困住 孤主一剑斩在那结界之上 只见光影晃动 那一剑却未能将其展开 师尊 放我出去 我一定要把瓦儿带回来 孤主目光坚定地说道 万物始于无而归于无 你若能够领悟无字天书的真意 便可破开结界 震天公主的声音传入结界之中 瓦儿 孤主爆裂如火 一剑又一剑地展向结界 可是那结界仿佛能够吸收所有的力量一般 孤主那强大的剑里 完全动摇不了结界的存在 基因神殿之前 晴修目光平静地看着神 在他的眼中 外表和肉体并不重要 他可以看得到 那就是神 神 上一次我拜 是因为被这个世界排斥 现在我的身体 已经得到了这个世界的认可 与你站在了同一起点 是时候做个了结了 晴修淡淡地说道 神站在基因神殿的大门前 平静地看着晴修 你已经拜了 哦 那我倒要请教 我拜在何处 晴修饶有兴趣地看着神说道 神微笑道 游记得那个骄傲的圣主晴修曾经说过 纵然是与整个世界为敌 也要杀出一片天地 可是如今的你 却选择屈服于这个世界 纵然你能够打败我 你却已经拜了 晴修认真地点点头 不错 我是已经拜了 我原本想要凭借基因本源 制造出超越神之上的基因 让我能够凌驾于世界之上 可是最后 我还是失败了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 以自身融合神的基因 成就半人半神之体 即可以保留自身的力量 又可以被这个世界接纳 说到这里 晴修的眼神却丝毫没有动摇 依然坚定地说道 不过这一切都不重要 就算用尽所有是人所不持的手段 就算不择手段 受万物生灵唾弃 就算是此生以败 那一切都无所谓 只要能够完成我的愿望 纵然灰飞烟灭 也在所不惜 为一己之私 而令万生皆苦 当真值得吗 神又说道 万千罪孽加深 我意愿承受 但此心绝不可改 晴修心间似铁 根本不可动摇 一步步向着基因神殿走去 随着他的步伐 整个天地 似乎都向着神宫压迫而去 那万古不朽的神宫之上 竟然出现了无数的裂痕 底部的神庙最先开裂 有一些比较小的神庙 已经从神宫中崩裂出来 神宫开始崩塌了 不愧是圣主晴修 人地仰望虚空 眼中满是兴奋之色 韩静芝的预言 竟然真的要实现了 红衣女子 也是兴奋的声音颤抖 眼看着晴修一步步 走向基因神殿 而神宫在他脚下 不断地崩塌开裂 一道道如同巨龙一般的裂痕 在神宫之间撕裂开来 神宫不断地崩塌 宛若世界末日一般 神站在基因神殿的大门前 却丝毫不为所动 身上升腾起神圣庄严的光滑 与晴修的力量对抗 可是神的力量 竟然也无法阻止晴修的步伐 只是令晴修的脚步 缓慢了一些而已 晴修一边走一边说道 这天下间 值得我佩服的人不多 你算是其中之一 不过可惜 你受规则所限 行事束手束脚 而我却在规则之外 不受一切约束 无法无天 高下胜负早已经愤出 纵然是你 今日也只能一败 神宫崩塌 神却依然平静如故 我却不那么认为 无中不可生有 有规则才有可能 若是一切皆无 一切也就都不存在 也不会有你我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不可过分强求 天道不公 要它又有何用 如果这个世界真的需要规则 那就由我来定义这个规则吧 晴修眼中神光绽放 身上的黑白光焰更加强烈 铠甲上的蓝色花纹 也闪烁着妖异的蓝光 好似活过来了一般 轰隆隆 随着晴修的压迫 神功上的裂痕越来越多 神虽然竭力护斥着基因神殿 可是他的力量 对于晴修的作用却不大 在晴修的压迫之下 嘴角已经溢出鲜血 你的神体受规则所限 无法与我一战 只能借助肉身降临 只是你这肉身也太弱了吧 想来你选择它 定然有所图谋 不如说来听听 晴修一边向前压迫 一边说道 他叫我儿 神说道 听到这个名字 晴修的身子竟然颤了一下 脚步也停顿了一刹那 眼中也闪过一丝复杂之色 不过转瞬之后 晴修的目光又恢复了清澈 看着神说道 此玩非彼玩 若是你以为用它就可以阻挡我 那就想错了 说着 晴修又重重向前走了一步 他与神之前的立场激烈碰撞 致使神功崩塌得更为厉害 一座座神庙不断地分裂出去 在虚空中飘荡远去 整个神功都快要解体 底部的大部分神庙都已经分裂出去 不 我只是要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不只是你有亲人 神说道 那又如何 纵然世间生灵无数 但是对我来说 却只有一人而已 晴修的意志不可动摇 一步步压迫着走向基因神殿 不朽不灭的基因神殿 此时都开始震动 神殿内的万族族灯 此时都是光芒大放 帮助神与晴修的力量对抗 轰隆隆 天地巨变 一座毁灭级的神庙 从神功之中崩裂出去 飘向无边的虚空 诸天万族此时都惊骇无比 随着神功的崩塌 宇宙各处都发生了大灾难 洪水滔天 火山喷发 星空之中电磁风暴肆虐 各种乱流涌动 宛若世界末日的来临 冷宁心上 韩森双眼如同火焰燃烧 身体颤抖不停 他可以感觉到 小花依然存在于那具铠甲之内 只是被晴修的力量压制着 就如同玩被神附体一般 本质上那还是小花 只是被外来的力量占据了 只要能够驱逐那股力量 就可以拯救小花 可是韩森却迟迟不能领悟绝对静止 没有办法控制体内的蓝血力量 不能再等了 虽然小花现在只是被压制 但是晴修的力量越来越强 小花很可能会彻底沉沦 韩森知道自己已经没有时间了 只能冒险一搏 运转了血脉命神经 瞬间激活了身体内的蓝血力量 第3027章 逆转血脉 之前韩敬之给韩森的基因液 只是能够让蓝血安分下来 可是此时 韩森自己启动了血脉命神经 蓝血的力量顿时被激发 几乎是在同时 韩森背上的九命血猫纹身 也浮现了出来 你干什么 不要乱来 你的力量还不足以控制蓝血 就算强行使用蓝血的力量 你觉得能够在正统的蓝血拥有者面前 讨到好处吗 韩宇飞皱眉说道 韩森知道韩宇飞说的没有错 无论是人地还是他 身上的蓝血力量都是始于勤修 在勤修面前使用蓝血力量 那就等于是关公门前耍大刀 可是现在韩森根本没有别的选择 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小花沉沦 那是他的亲生儿子 血浓于水 现在不是做数学习题 没有什么正确答案 有些是明知道不可为 但是无论如何也要去做 随着血脉命神经的运转 蓝血基因和九命血猫纹身的力量顿时爆发 使得血脉命神经越转越快 已经处在了失控的边缘 就在此时 韩森身上的气息却陡然间一变 全身的气血逆行 沿着与血脉命神经相反的方向运转 这是与血脉命神经截然相反的基因术 玄黄晶 之前韩森一直不敢运转血脉命神经 那是因为他不知道 逆转血脉命神经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毕竟此时他的身体被蓝血和九命血猫的力量控制 身体情况太过复杂 万一逆转气血造成三种力量的混乱 到时候说不定是身体的气血大乱 可是现在韩森已经管不了那么多 单纯的蓝血力量不可能打败秦修 更不可能就回小花 只要有希望 韩森都要尝试 随着气血的逆转 蓝血的力量也随之逆行 那诡异的蓝色在逆转的过程中 竟然渐渐变淡 向着红色转变 而背后的九命血猫纹身却越来越亮 仿佛是受到了神力加持一般 几乎化为神光虚影笼罩着韩森的身体 怎么会这样 难道说九命血猫的力量 其实就是逆转血脉命神经的力量 韩森感觉着背上的九命血猫纹身越来越灼热 身体内的力量也越来越强 身体内的蓝血几乎已经快要全部转化为红血 突然 一个身影的身影踏着厚厚的积雪而来 很快就来到了韩森不远处 韩森看到那身影顿时眼中寒芒闪烁 死死地盯着那身影说道 你竟然还敢出现在我面前 九命血猫 韩宇飞脸上也露出惊讶之色 他之前只是听说九命血猫还活着 如今亲眼看到九命血猫还是有些惊讶 毕竟当年他是亲眼看着九命血猫死去 能够让死者复生 就连他也做不到 他只是以研究者的心态在打量九命血猫 想知道晴修是用了什么办法 让九命血猫起死回生 我对不起你们韩家 也对不起小话 如果你想要杀我 现在就可以动手了 老猫慢慢地走向韩森 神色非常平静 你以为我不敢 韩森握紧了拳头 一拳轰向了距离他已经不足三米的老猫 碰 这一拳虽然没有基因术的加持 不过韩森的肉体何等强悍 一拳把老猫的脸都给打得扭曲得不成样子 身体也飞了出去 撞在了一座冰山之上 直接把那冰山撞他 很快 老猫就从崩塌的冰块中爬了出来 嘴角沾着血 脸上的表情依然还是那般的平静 一边再次走向韩森一边说道 世人皆知 我是圣域四大圣兽之一 却不知道四大圣兽 不过就是可怜的试验品而已 而我更是其中最为可怜的一个 纵然身死 依然还是被晴修从地狱中拖了回来 无法摆脱被他控制的悲惨命运 既然如此 你为什么还要害小花 韩森冷冷地盯着他 拳头依然紧握着 准备要再次出拳 老猫摇了摇头说道 就算我不选小花 依然还是会有人类被选中 而且 那个人依然还会是你们韩家的人 而我选择了小花 却也给你们韩家留下了一线希望 这也是我的希望 什么意思 韩森皱眉问道 别人不知道 我却很清楚 小花的血脉是遗传自你 但是它的血脉却并不完美 你的另一个 孩子灵儿 才是真正的完美血脉 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带走灵儿 只是带走了小花吗 老猫已经走到了 距离韩森不到十米处 便停了下来 没有再继续走 那是因为灵儿出生的太晚 你没有机会再换人 或者说秦修 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下去 韩森冷哼道 老猫却摇头说道 如果秦修看到灵儿 恐怕他宁愿再等上千万年 更何况 只是这么几年时间而已 顿了顿 老猫又继续说道 小花的基因血脉很好 但是并不完美 秦修借他肢体重生 那就还有破绽 有破绽就有机会 这也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韩森对于老猫所说的话 却是连一个字也不信 冷冷地道 若是你不把小花带给他 他根本就没有重生的机会 那是你不了解秦修这个人 他想要做的事情 绝对不会只留下一条后路 就算我不带小花给他 他也一定有方法 可以得到想要的东西 与其等他得到完美的身躯 不如给他一个不完美 却又足以让他动心的身躯 老猫说道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吗 韩森冷冷地盯着老猫 不需要你相信 你只需要按照自己的意愿 去做就可以了 老猫笑了笑说道 我的意愿就是杀了你 再干掉清修 韩森盯着老猫说道 老猫脸上的笑意更浓了 你的第二个愿意 只能自己去实现 但是第一个愿意 我却可以帮你完成 说着 老猫身上燃烧起了血色的火焰 可是仔细去看 却发现 那并不是什么火焰 而是一丝丝的生机气血 自他的身体中抽离而出 韩森和韩宇飞 都是微微一正 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这样抽离自身气血生机 就等于是在自残 比千刀万刮抽筋八皮 还要痛苦 第三千零二十八章 改变的计划 老猫身上抽离出来的气血生机 竟然如同受到了磁铁的吸引一般 向着韩森的身上 涌去 很快就投入到了 逆转的血脉命神经之中 成为了玄黄金洪流中的一部分 使得韩森身上的力量 变得更强了 为什么要这样做 韩森看着生机气血 快速抽离 身体快速衰老的老猫 脸上的神色 变得古怪起来 老猫脸上的神色 却是无比的平静 我因圣灵试验而死去 勤修用它的基因血脉 令我复活 让我变成了它的傀儡 虽然这些年来 我一直在与蓝血抗争 可是却始终难以 完全摆脱蓝血的控制 纵然是我研究出了 逆转蓝血之术 也依然难以完全摆脱控制 后来我才渐渐明白 我早已经生死 我的灵也已经崩碎 秦修在修复我的灵时 融入了它的灵 所以无论如何 我都不可能摆脱它的控制 不过我所研究出的 逆转蓝血之术 却可以克制它的蓝血基因 原本我打算 要将自己的力量给予灵儿 因为只有灵儿那样完美的体质 才有可能打败秦修 老猫说到这里 神色变得古怪起来 说实话 你和人帝一样 我在很早之前 就已经开始关注 可是最终却没有选择你们 因为在我看来 你们都不完美 都有所欠缺 不可能成长为 能够真正打败秦修的人 老猫身上的血液渐渐低落 那代表它的生机 几乎已经快要断绝 老猫脸上露出黯然之色 我对不起小花 她把我当成至亲之人 我却把她推向了地狱 死亡也不足以赎我之罪 现在我把我的生命还给你 带上我的命 打败秦修就回小花 我知道这很难 但是这一次 我相信你能够做到 说着 老猫抬头看向虚空中的晴修 或者说是小花 眼中露出复杂之色 有愧疚 有不舍 有无奈 又有着一种决绝 小花也相信你 一定能够做到 老猫一语说罢 身上血光绽放 就如同夕阳最后的余晖 整个身体上血焰大放 向着韩森身上涌去 血焰似是回光反照一般 在赤裂之后迅速衰落下去 只余下了一地灰烬 随着风雪一吹 就飘散而去 韩森的神色复杂 心里面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他恨老猫 是老猫令他们骨肉离别难以团聚 是老猫害得小花被晴修占据身体 可是此时韩森却很难再恨得下去 虽然老猫没有明确地说出来 可是韩森却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 原本老猫 是想要等到灵儿长大之后 再由灵儿继承他的血脉力量 去打败并不完美的晴修 可是 如果等到那时候 小花就彻底没救了 所以 老猫放弃了自己的选择 最后选择了 这当然不是因为韩森的优秀打动了他 而是老猫没有办法看着小花彻底沉沦 最终还是改变了他的计划 把他的命 把他的希望 把他的仇恨与爱怜 都寄托在了韩森这个 他本不欲选择的人身上 就算没有你的命 我也一定会救回小花 安心地去吧 韩森目光凝视虚空 背上的九命血猫光芒大放 身体内的赤血奔腾咆哮 无穷的力量在身体内凝聚 九命血猫纹身仿佛有灵性似的 所化光影微微点头 刹那间溃散开来 化为点点流光涌入韩森的身体 血色的纹身也渐渐淡然 消融于玄黄金的洪流之中 神功崩塌 一座座神庙分离而去 整个大宇宙也是一片混乱 各族都是灾难不断 整个大宇宙几乎找不到一寸清净之土 哄 还未从神功崩裂出去的神庙之内 神光绽放 如同爆发的火山 似有神灵玉自神庙之中冲出来 神却在这个时候开口说道 众神灵各司其职 不可善离职守 神功可破 大宇宙的根基不可毁 我等愿与大人宁共存亡 一座座神庙内传出悲愤神音 震荡诸天万界 神微微一笑 身体突然间软倒了下去 同时一个男子灵体光影出现 一只手抱住了昏迷的腕 责任所在 愚者皆不足惜 神说话之间 身上圣洁的光辉大放 整个神功在他的光辉照耀之下 竟然四分五裂 所有的神庙 都与基因神殿分离 向着大宇宙的四散飘荡而去 偌大的神功 只余下基因神殿 还耸立于虚空之中 以前我身在体制之外 你可以打败我 如今我在体制之内 你却奈何不了我 真是可悲可叹 这就是你想要守护的秩序吗 晴修叹息道 神只是微微一笑 伸手一推 怀中的碗 就被一团圣洁的光辉包裹着 飞离了基因神殿的范围 向着震天宫而去 做完这一切 神才看向晴修 认真地说道 不错 这就是我所守的秩序 而且会一直守护下去 抱歉 你的秩序 我必须要打破 晴修神色肯定 人已经站到了神的面前 两人相隔不足一米 面对面的对视 恐怖的力量 不断地在两人之间交织碰撞 轰隆隆 整个基因神殿剧烈的震动 竟然脱离了原位 缓缓地下沉坠落 一时间 大宇宙四处都产生了 空间裂痕和乱流 隐得灾祸横行 宛若世界末日来临 基因神殿要陨落了 人地满脸兴奋之色 可是大宇宙的诸多生灵 却是哀鸿遍野 不知道多少生灵 受到灾难的牵连 在灾难中挣扎求存 却又被灾难去吞噬 山月倒塌 江河倒涌 日月逆转 似是这世界都要破碎了一半 该死 基因神殿与大宇宙 有着极深的牵扯 不能让它毁了基因神殿 震天公主破空而行 欲冲入基因神殿的范围 可是它刚刚冲到基因神殿前 一拳轰向晴修 基因神殿之上 却是神光大放 一股力量 反而把震天公主震了出去 基因神殿的力量 竟然在保护一个 想要摧毁它的人 与震天公主一样 想法的强者有许多 可是一个个 都被阻于基因神殿之外 谁也冲不进去 都被基因神殿的力量所阻 他们的攻击 反而变成了攻击基因神殿 令其坠落得更快 正当众多恐怖强者束手无策之时 突然看到一道赤红四血的光焰冲天起 无视了基因神殿的结界 刹那间破入了基因神殿的范围 落在了基因神殿前的广场之上 第3029章 战晴修 韩森 众人这才看清楚 落在基因神殿前的人 竟然是韩森 韩森站在旁边 目光落在了神殿前的晴修身上 并没有立刻动手 晴修自然也看到了韩森 淡淡地说道 这不是你应该来的地方 韩森听了这句话 就知道当初圣缘中的晴修残魂 并没有那么简单 晴修显然认得他 而他与晴修的交集 就只有那一缕残魂而已 我也不想来 可是你却做了一件 让我非来不可的事情 韩森盯着晴修说道 什么事情 晴修一边压迫着神 一边竟然还有余力与韩森聊天 神色没有任何变化 看起来犹有余力 离开那具身体 它不是属于你的 韩森说道 晴修此时才看向韩森问道 这具身体和你有关系 我儿子 韩森此言一出 不仅仅是晴修 精神殿外的诸多强者 都露出吃惊之色 谁也没有想到 晴修重生的身体 竟然是韩森的儿子 一时间所有人的脸色 都变得古怪起来 晴修却笑了起来 好一个老猫 好算计 难怪他会把这具身体带给我 原来如此 若是你的话 我倒是不得不有所顾忌 镇天公主和太上组长对望眼 都看到对方眼中的吃惊之色 既然是面对精神殿内 至高的重启及神灵 晴修都没有丝毫顾忌 如今既然亲口说出这样的话 显然并非虚妄之语 只是他们搞不明白 晴修为何会对韩森如此顾忌 若说 因为韩森获得了蓝血的力量 打败了刹那女神的关系 却又有些说不通 蓝血的力量 本就源自于晴修 若说韩森身上 得自他人的蓝血力量 能够让晴修有所顾忌 谁也不能相信 晴修继续说道 虽然很抱歉 但是这具身体我不能还给你 如果你想要用腕威胁我的话 那你就想错了 难道你所说的只为一人 指的并不是腕 韩森原本确实有用腕 换得小花的心思 只是没想到 晴修竟然如此决绝地 先断了这条路 没错 为了腕我可以做任何事 但是我更清楚 若是不能打破精神殿 就算让腕活下去 也没有任何意义 晴修说着笑了笑 更何况我很清楚 你绝对不是一个 为了一己之私 就能够狠心对无辜少女下手的人 也许我和你一样 可以为了一个人犯下任何罪孽 韩森冷冷地看着晴修说道 晴修脸上的笑意更浓了 那你就更不可能会伤害我 因为它是我的命 如果它没有了命 我也不可能再活下去 我活不下去 这具身体自然也会死 如此说来 你我之间只能一战 韩森知道 已经没有再谈下去的必要了 想要用腕换小花 是不可能了 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我 打破精神殿 包括你在内 不过作为你照顾尔的报答 我不会杀你 晴修说道 我会 韩森冰冷冷地说道 晴修又笑了起来 不是我小觑你 你的身体内流淌着的是我的血脉 可以说就是我的纺制品 你觉得一个纺制品 能够超过本尊吗 那要试过才知道 韩森运转了血脉命神经 令自己全身泛起了妖异的蓝光 想要用我的力量打败我 你未免也太天真了 晴修淡然说了一句 铠甲上的妖艳蓝色花纹闪烁 却没有要与韩森战斗的意思 依然在压迫着神 就好像韩森根本不值得他去关注一般 韩森身上的蓝光越来越强烈 同时一步步走向晴修 每走一步 身上的气势就更强一倍 如同逆天罚战的战神一般 晴修说道 你能够把我的蓝血基因练到这种程度 确实非常惊人 就算比起当年的我 也已经不相上下 可惜如今的我 却非以前的我 更何况 那力量本就是属于我的 没有人能够用我的力量伤害我 韩森一言不发 一拳向着晴修轰了过去 恐怖的蓝光撕裂一切秩序规则 带着蔑视之力轰向晴修 蓝血的力量与大宇宙规则格格不入 可是这力量对于宇宙规则的伤害也最大 韩森这一拳之下 纵然的庞大的心欲也会被毁灭 刹那女神那样的强者也会被他秒杀 可是面对这样恐怖的力量 晴修却丝毫没有要躲闪的意思 连对抗的意图都没有 任由恐怖的蓝光轰击在他的背脊之上 若春阳化雪 恐怖的蓝光轰在晴修的身上 竟然没有掀起一丝波澜 反而融入到了铠甲之内 被那些蓝色花纹所吸收 使其变得更加妖艳 晴修身上的气势也更强了一分 我说过 用我的力量不可能伤到我 晴修淡淡地说道 基因神殿外的一众强者 都是脸色大变 晴修比他们想象中的 还要恐怖可怕 虽然他们心中也认为 韩森不可能是晴修的对手 可是却没有想到 竟然败得这么惨 别说伤到晴修 连韩森的力量 都成为了晴修的助理 是吗 韩森神色不变 却再次凝聚力量 一拳轰向了晴修 只是这一次 他拳头上的光芒 却化为了鲜红的颜色 与之前的蓝色截然不同 仿佛就是两个极端 晴修微微皱眉 眼中露出一抹惊讶之色 显然心中有些疑惑 只是却依然不愿意 放弃压迫基因神殿 只是伸出一只拳头 迎向了韩森轰来的一拳 蓝白二色的妖异力量 与韩森的血色力量 撞击在一起 那一抹血色 竟然迅速将蓝白二色染红 只是眨眼的时间 晴修身上的铠甲 都被染成了红色 竟然还有这种事 逆转了蓝血的力量 晴修的眼睛瞪大 他的身体正在快速退化 力量也在大幅度衰退 原本被压迫着的神 终于有了反击的机会 身上的神光大放 把一直压迫着基因神殿的晴修 弹了出去 碰 晴修的身体 撞在一根石柱之上 身体不断地退化 铠甲上的蓝色花纹越来越淡 眼中的蓝光 也渐渐弱了下去 第3030章 不属于这个世界 晴修的神灵等级 和大宇宙等级 也都在飞速地退化 融合神圣之己后 所拥有的毁灭级神灵等级 片刻间就降低到了灾难级 而且还在继续降低中 小花肉身的大宇宙等级 也在快速跌落 真神 化蝶 破茧 一路不停地向下跌落 镇天公主等一众强者 皆是又惊又喜 韩森虽然有着韩神父之名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 他的力量 竟然连晴修都能够打落 此事件晴修身上的神灵等级 已经快要跌出破坏级 基因神殿已经不在 庇护索他的身体便不再犹豫 各自施展最强的力量 易于灭杀晴修 为大宇宙除去最大的祸患 各种毁天灭地的力量降临下来 眼看着就要灭杀晴修 却突然看到光影一闪 晴修消失不见 那片虚空被诸多恐怖力量轰碎 坍塌形成了黑洞 韩森 你干什么 不趁现在杀了他 万一他 太上族的一位长老大声叫道 众人看到韩森一只手扶着晴修 出现在星空的另外一边 不过很快他们就想到了 晴修占据的身体 是韩森的儿子 韩森当然不可能 看着自己的儿子被灭杀 韩森 晴修是毁灭宇宙的大魔头 不能给他机会 快点灭杀了他 否则后患无穷啊 太上族长说道 韩森冷漠地说道 我不管晴修想干什么 但是我儿子却绝对不能死 韩森抓着晴修 看着全身都在退化的晴修说道 晴修 离开我儿子的身体 其他的事我不管 你的命我也不要 晴修眼中的蓝光已经非常淡漠 身体也被韩森控制着 无法动弹 可是却笑了起来 韩森 我真的没有想到 你竟然能够把蓝血基因的力量逆转 这实在是天才之极的杰作 连我也未曾试过 你实在太让我吃惊了 少说废话 离开我的儿子的身体 韩森抓着晴修 玄黄精的力量不断涌出 压迫侵袭着晴修的身体 令晴修的身体不断地退化 晴修却笑得无比疯狂 似是没有听到韩森的话一般 自顾自地说道 我早该想到的 实在太好了 我太高兴了 韩森还想说什么 一股力量 却突然自晴修的身上爆发而出 原本他眼中已经暗淡的蓝色 瞬间化为血红之色 开甲上的所有蓝色花纹 也在这一瞬间转化为血红之色 而且光华比之前的蓝色还要恐怖 整个人都像是包裹在了一片血焰之中 背后那对光翼也变成了血红之色 把整个虚空都给染成了血色 大宇宙被映照的一片泄光 韩森的力量与秦修的力量碰撞之下 顿时被震得倒退出去 脸上的神色变得凝重无比 太上族长等人更是惊骇无比 任谁都看得出来 秦修竟然掌握了韩森那种 可以打落神灵等级的力量 之前的秦修已经几乎无敌 现在又掌握了韩森的力量 岂不是让人绝望 眼看着秦修身上的气势暴涨 神灵等级和肉身等级都在迅速恢复 太上族长立刻大吼一声 把太上感应片的力量推向了极限 整个人与大宇宙的秩序力量融为一体 化为磅礴的伪力 镇压向秦修 同时大吼道 趁他还没有完全恢复 杀了他 诸多大宇宙敌者没有犹豫 一个个用出了自己最强的力量 向着秦修杀法而去 哄 秦修仰天长笑 红色的冲击波瞬间辐射出去 硬生生把太上族长 都一众恐怖的强者的力量都给震散 把他们的身体也都给震飞了出去 更加让人惊骇地势 太上族长他们发现自己的身体 竟然在快速退化 刹那间就跌落到了化碟级 而且还在快速的退化当中 除了韩森之外 没有人能够幸免 完了 一位太上族长老脸色惨白 满是绝望之色 不只是他 所有大宇宙的强者都知道完蛋了 秦修真的掌握了韩森的力量 甚至比韩森更强大 谢谢你韩森 如果没有你 我也想不到 蓝血基因的力量 还能不这样用 秦修身上血焰滔天 一边走向基因神殿 一边说道 这并非我所创 韩森死死地盯着秦修说道 我知道 秦修微微点头 如果猜得没错 这应该是老猫的杰作 不过终究是你把它展现于世间 说是你的成就也没错 让开吧 你挡不住我 以你现在的实力 我破开基因神殿 对你有意无害 我甚至可以 让你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 成为比神更伟大的存在 秦修说道 离开小花的身体 你想做什么 我都不管 韩森认真地说道 既然你执意阻我 那就不要赶我不念及 你照顾尔的情分 秦修说着 身上血焰暴涨 刹那间到了韩森面前 一只手抓向韩森的胸膛 韩森同样凝聚玄黄精的力量 一圈迎向秦修 两股血色的力量交织在一起 韩森发现自己的玄黄之力 竟然向着秦修身上流淌而去 使得秦修身上的力量 越来越强 你很强 可惜你的力量本源 就是来自于我 无论你再怎么努力 都不可能超越我 在这个宇宙之内 除了我之外 没有人能够真正驾驭这种力量 你知道为什么吗 秦修抓着韩森的拳头 冷静地说道 为什么 韩森想要摆脱掉秦修的手掌 可是却发现 身体内的力量根本不听使唤 就像是被强力磁铁吸引住了一般 不断地流向秦修 因为我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的力量也不属于这个世界 而你终究是这个世界的生命 就算体内有我的基因血脉 也无法真正掌控 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力量 老猫费尽心机 甚至是为此付出了生命 把一切寄托在你的身上 可是 他却永远也不会明白 那些算计 根本就不可能会成功 因为从开始他 就是错的 秦修说着 另一只手掌 凌空抓向韩森的额头 韩森只感觉浑海震动 天命塔竟然不受控制 自行飞离了浑海 落在了秦修的掌中 咔嚓 天命塔破碎 内中的东西都散落了出来 瓦尔也在其中 被秦修一只手 揽着腰肢抱在怀里 第3031章 不是终结 韩森 虽然我很不愿意杀你 可是为了瓦尔 任何挡我的人都必须要死 你若有什么遗言 现在可以说了 看在瓦尔的情分上 只要与我的道部冲突 就一定会帮你完成 秦修爱怜地 看着怀中的瓦尔说道 要你死 韩森身上的力量疯狂爆发 不再想要摆脱秦修的吸引 反而一自信 将力量疯狂地推向秦修 可惜了 秦修叹息一声 握着韩森拳头的手掌 猛然间发力 一拳轰击在韩森的胸膛之上 顿时把韩森的身体 轰飞了出去 碰 韩森的身体 如同流星一般划过虚空 撞碎了一颗又一颗的星球 最终撞进了一颗星球之内 便自没了声息 已经不知道是在多少个星域之外 在韩森消失之后 瓦儿身上的金色光滑渐渐绽放 化为了金发少女状态 从沉睡中苏醒了过来 哥哥 睁开眼睛之后 瓦儿看到了秦修 虽然是在金发状态之下 却并没有暴走 反而甜甜地叫了一声 瓦儿 再等等 哥哥马上就会带你回去 秦修抚摸着瓦儿的金发 眼神温柔地让人沉醉 嗯 瓦儿微微点头 闭上眼睛 靠在秦修的胸前 神 今天再也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我 放弃吧 秦修抱着玩 抬头看向金神殿 身上血焰光明大放 刹那间 把金神殿的光滑压榨得几乎熄灭 亘古不朽的金神殿 在那恐怖的力量压榨之下 墙体之上 出现了一道道蜿蜒的裂纹 整个金神殿都在崩塌跌落 随着金神殿的跌落 整个大宇宙的各种灾变 越来越严重 别说是一般的生物 就算是一些王级强者 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天地之间一片惨淡 仿佛要宇宙大爆炸一般 神战在金神殿前苦苦支撑 可是却无法抵挡那血色的力量压榨 身上的神圣光辉越来越弱 金神殿内的万族灯火 也越来越暗淡 仿佛随时都会熄灭一般 生灵涂炭 万物皆灭 镇天公主等一众强者 都是面如死灰 纵然有心拼命一战 却已经无法挽回局面 更何况 此时他们已经自身难保 在那血色光焰的照耀之下 他们的身体已经快要跌出神话集 神 放弃吧 现在你若肯离开金神殿 附体降生于大宇宙之中 那就还有一线生机 晴修对苦苦支撑着的神道 这里就是我的命 命若不在 纵然活下去 还有什么意义 神淡淡地说道 你说得不错 我也是如此 既然你的命挡了我的命 那就只能取走你的命 晴修一步踏出 诸天血光仿佛随着他这一步而前进 把那基因神殿压迫的顶盖坍塌 石柱断裂 殿内的许多族灯都差点熄灭 整个基因神殿摇摇欲坠 似乎随时都会崩溃一般 神身上的神圣光辉也被压榨的 几乎就要熄灭 连神灵之身都变得暗淡无光 时影时现 好像就要消失了似的 哄 一道道光柱 自虚空之中升起 那是神功分崩离析之外 散落于宇宙各位的神庙 一道道神光自那些神庙中冲天起 基因神殿光明大放 神的神灵之体 也在诸多神灵之力的照耀之下 重新变得辉煌起来 既然你们那么想死 就一起毁灭吧 秦修抱着玩 如同恶魔降临一般 向着基因神殿一步步压迫而去 纵然有诸天神灵的神力加持 基因神殿却依然抵挡不住秦修的压迫 神殿不断地崩碎 而神殿每崩碎一分 大宇宙的灾难就多一分 整个大宇宙已经是一片混乱 在灾难中死去的生灵不知有多少 大宇宙中一颗不起眼的古老星球之上 大地开裂 火山喷发 大片的原始森林被吞噬 洪水在破败的大地中肆虐 而在这一片混乱之中 有一座山林却是平静如常 诸多灾祸都没有波及到 这一座并不起眼的小山 而在小山的山顶之上 有着一座破旧的大宅 在这宅子的后院之中 竖着一杆白布帆 帆上写着算尽天命四个字 只是原本白色的布帆 此时却已经被鲜血染红 在红与白交杂之间 算尽天命四个字 显得格外刺眼 而在那布帆的顶端 一个男人的身体 被布帆的尖端刺穿 仰着身子 五角大张 被布帆挑在空中 双目空洞无神地望着虚空 鲜红的血液 就是从他的身体中流出 不断地留在布帆之上 很快就把布帆完全染红 这人自然就是被秦修轰飞出去的韩森 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他最后竟然落在了古宅之中 而且被树在后院的布帆贯穿了身体 尘归尘 土归土 别人家的儿孙最享福 可是谁让你生在我韩家呢 既然生在了韩家 你若本本分分地做个普通人 那也能安稳一世 可是谁让你又不安分 偏偏要出头呢 这是命 也是天注定 有些苦你就得吃 有些命你就得认 老头子我没用 救不了你的命 也没有那逆天改命的本事 所能做的 也就是给你那么一点变数 能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那还得看你自己 韩家的人靠不了天 靠不了地 能靠的就只有自己 若是你不想死 若是你心中还有舍 那就用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 重新走回去 为自己争一条命 也为你的心中的不舍 杀出一条活路 韩靖之站在院中 看着布帆上的韩森 喃喃自语 韩森身体内的鲜血 被那布帆索引 顺着布帆不停地滴落 全身的血液 几乎就要被放进 而韩森此时的精神 却异常地清明 只是身体却似乎有些不听使唤 那种感觉 就好像是身体与精神分离了一般 不知道为什么 韩森此时的心情 反而平静了下来 那种静的感觉 说不出的美妙 这就是韩与飞所说的静吗 韩森感受着那种宁静 身体内却有一股力量在燃烧 赤白的光焰 自他全身的细胞之中喷涌而出 那布帆也被赤白的光焰点燃 如同火把一般熊熊燃烧着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这绝对不是终结 韩森之老眼放光 整个身体都在颤抖着 第3032章 暴露 咔嚓 精神殿的门柱断裂 大门也随之坍塌 可以看到大门内的灯火摇曳 一盏盏足灯忽明忽暗 似是随时都会被暴风吹灭似的 随着精神殿的崩塌 一座座神庙中冲天的神光也被震散 那些神庙也跟着崩塌 大宇宙一片死欲 除了绝望的哀嚎之声 仿佛已经无法再听到更多的声音 连那诸天神灵都已经黯然沉默 只愈下崩溃的声音 如此浩劫 不知道大宇宙中有多少生命能够活下去 镇天宫主面臣如兵 即便是镇天宫之内 亦是灾祸不断 白玉京的玉楼和玉城 皆浮现出 内中仙气喷涌 原本只存在于白玉京内的仙气 此时倒灌入镇天宫 使镇天宫内哀鸿遍野 若非有大批的高手和仙胡腾之称 恐怕镇天宫都要被那仙气冲垮了 天外天也好不到哪里去 大地开裂 一道道灵气柱 如同火山一般喷发 地脉泄漏 一种疯狂逃窜 一切秩序都已经崩坏 镇天宫和天外天尚且如此 就更不要说其他的一种空间和普通星球了 大宇宙真的要玩了 绝望的恐惧在每个生灵心中蔓延 谁也不知道自己能否在此大劫之中活下去 哇哇 洪流之中 凯特族的婴儿起起伏伏 那悲惨的哭泣之声 在洪流咆哮声中根本微不足道 火山喷发之下 更有大片的村庄和城市被毁灭 甚至有星球被陨石撞击 直接发生了星球大爆发 给我开 秦修双目之中是狂热之色 血焰压迫而下 硬生生把基因神殿的大门彻底压垮 碎石四散飞溅 神的身形被压迫的倒滑进基因神殿之内 直到万族灯火之前才停了下来 他背后的族灯有很多都已经熄灭 每一盏族灯熄灭之时 就会有一个上族受到重创 使得原本就陷入灾难困境的种族 变得更加难以自救 唯一人而使亿万种族灭绝 这当真就是你想要的吗 神看着秦修说道 秦修大莫道 在我最绝望无助之时 就只有一人站在我的身边 对我而言 这个世界也仅此一人而已 其他纵然亿万万生灵 对我来说也没有任何意义 也不需要去关心 说着 秦修继续向着基因神殿压迫而去 秦修进一步 神就被压迫着退一步 眼看着就要撞上后面的万族灯火 所有种族都知道 一旦万族灯火被灭 基因神殿怕是就真的彻底完蛋了 可是现在根本没有人能够阻挡秦修 连最强的神也已经无力阻止 他摧毁基因神殿 秦修正想要更进一步 彻底压垮基因神殿 却突然停下了脚步 目光一宁 转身看向虚空之中 原本已经绝望的各族强者 心中都是一跳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竟然会让秦修停下脚步 可是在这种时候 大宇宙中还有谁能够让秦修如何在意呢 众多强者心中满是疑惑和不安 各大种族的强者基本上都在这里了 但是在秦修的力量压制之下 就算是真神级的强者 都已经跌出了神话级 根本没有任何生物能够与秦修一战 他们纵然心中奢望出现奇迹 却也知道发生奇迹的可能性太小了 但是他们依然把目光投向了秦修所凝视之处 心中万分的期望着什么 可是却并没有发现 那里有什么强大的气息 怎么回事 难道是错觉 为什么会有不安的感觉 秦修看着那个方向喃喃自语 心中的不安却越发的强烈 突然 一些强者看到一个朦胧的白色影子 正在那里缓缓升起 速度并不快 也没有强大的气息 就如同清晨的太阳一般 慢慢地升上天空 踏入了精神殿的区域之内 是韩森 他还活着 镇天公主的眼力最强 看清楚了那白色的影子之后 狮声叫了出来 众多强者先后都看清楚了 果然是韩森步入了基因神殿的范围 只是此时的韩森 与之前完全不同 身上已经没有了那血红的光焰 反而是一身的赤白之色 身体也呈现一种半透明的状态 看起来已经不像是大宇宙的生物 倒是有几分像是神灵 秦修看着韩森 一步步踏空走来 却是脸色大变 死死地盯着韩森 仿佛是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不可能的超级神基因的试验 根本不可能成功 怎么会有那样的力量存在 一定不是真正的完美超级神基因 应该和瓦尔一样存在着缺陷 秦修喃喃自语着 韩森在远处停了下来 他的超级神灵体状态 在距离瓦尔比较近的时候 依然还是会产生影 秦修 离开小花的身体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韩森看着秦修说道 秦修却冷冷地说道 你的基因竟然能够进化到这种程度 倒是我小看你了 不过就算你已经无限接近 超级神基因的程度也没用 失败品终究是失败品 在更为接近超级神基因的瓦尔面前 你的力量会被完全压制 是吗 韩森淡淡地说着 基因物语却在身体内运转了起来 随着基因物语的运转 韩森的身体也同时进入一种化状态 一种化状态和超级神灵体 同时存在于韩森的身上 令韩森的气息变得更加诡异 金碧 韩森既然就是金碧 一时间整个大宇宙的生物都棱住了 在韩森身体处在超级神灵体的状态下时 它们就已经感觉有些奇怪 如今韩森又变成一种化战体 就再也清楚不过了 任谁都看得出来 韩森和金碧就是同一人 韩森和金碧是一个人 依莎神色复杂至极 不能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想起过往的种种 脸色变得更为复杂 一会儿青一会儿白一会儿红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吴定山上 青毛猴也张大了嘴巴 半天没有合上 现在他终于明白 为什么金毛猴会把第一让给金碧 为什么会给金碧那么顺从 我的天哪 韩神父和金碧大神 竟然是一人 这 这太不可思议了 纵然是在宇宙末日之下 依然有许多生物目瞪口呆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个家伙 终于暴露了 王宇航耸了耸肩膀 他早已经知道是这么回事 空中花园内的其他人 也都不怎么惊讶 虽然韩森没有说过 可是大部分人早就已经猜出来了 第3033章 一起欣赏地狱的风景 韩森身形一动 根本看不到他的动作 人就已经来到了秦修面前 一只手按在了秦修的头顶 猛地用力按下去 碰 秦修的头颅被韩森手掌 直接按在了地面的石板上面 脑袋重重地砸在了精神殿 那肩不可破的神石地面上 把那些不朽的神石 都给砸得四分五裂 秦修整个脑袋 都陷进了碎裂的神石当中 秦修的眼睛瞪大 瞳孔似乎失去了焦点一般 满脸不能置信之色 怀中的婉儿也脱手飞了出去 摔在了一旁的地上 韩森一只手按着秦修的额头 压迫着他 令秦修无法抬起头 秦修全身的血液狂舞 双手反撑着地面 想要站起来 可是却被韩森一只手按着 怎么也抬不起来头 一双眼睛不能置信地盯着韩森 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不被婉儿影响 基因物语是你研究出来的吧 难道你不知道 它拥有永恒的力量 不会被任何力量所影响吗 韩森淡淡地说道 基因物语的力量 在他身体内的每个细胞中涌动 若是以前 韩森没有办法把基因物语的力量 推向极限 可是领悟了绝对禁止之后 韩森却明白了 什么是真正的永恒 已经能够真正控制自己的身体 就算是婉儿 也无法再影响它 不可能 基因物语根本就无法成立 必须拥有超级神基因 才能够练成基因物语 若是拥有了超级神基因 那又何必再去练基因物语 这根本就是一个不成立的死循环 不可能成功 秦修说着 身上的血焰疯狂爆发 想要挺起身体 撞飞韩森 可是他的头才刚刚抬起来一寸 却又被韩森的手掌 直接按了下去 再次撞进了碎石之中 只是这一次 比上一次撞得更深 整个上前身都陷了进去 恐怖的血焰冲击在韩森身上 却无法伤到韩森的身体分毫 那可以把神灵打落凡尘的 逆转血命之力 对于韩森却没有任何效果 秦修欠的债该还了 韩森按着秦修的身体 眼中闪烁着奇异的光芒 秦修全身血焰暴走 如同火山爆发一般 却怎么也挣扎不起来 可是却笑了起来 没想到基因物语那种 根本不可能成功的基因术 竟然也被你炼成了 但是那又怎么样 你能杀了吗 我死 就等于小花死去 你还是杀不了我 是吗 韩森神色不变 眼中的奇异光芒却越来越亮 动玄境的力量 在韩森的身体静静地流淌 整个宇宙在韩森的眼中都分解开来 分为最原始的威力子 韩森按着秦修额头的透明手掌 竟然像是虚无一般 直接穿进了头盔之内 透过了小花的肉体 一个血红的光影 被韩森的一只手 硬生生从小花的身体内推了出来 直接砸在了地面之上 小花的身体被震飞了起来 神石地面似是蜘蛛网一般 四分五裂向外蔓延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石坑 一个赤红的光影 被韩森的石坑的中心 那赤红身影的模样 与秦修的石像一模一样 小花的身影摔在地上 人却清醒了过来 咳嗽着从地上爬了起来 惊喜地看着韩森叫道 老爸 你没事吧 韩森按着秦修问道 没事 小花连忙摇头 没事就好 你先离开这里 空中花园会有人来接你 接下来 我还有账要和他算 韩森盯着秦修说道 老爸你自己小心 小花知道自己留下 只会影响韩森 说了一句之后 就飞离了基因神殿 秦修 你说的没错 我们都是同一种人 为了自己在意的人 可以不惜牺牲一切 所以 你必须要死 韩森说着 手上的力量就猛然加强 只手遮天的力量要将秦修的灵体彻底湮灭成灰 在只手遮天的力量之下 秦修那赤红色的灵体不断地化为红色的灰尘流逝 可是秦修的脸上却依然还保持着笑容 是的 我们都是同一种人 我能理解你 你也能理解我 说着 秦修眼睛转动 看了一眼躺在另外一边的网说道 我秦修一生从未求过任何人 现在我能否求你一件事 说 韩森口中说着 手上的力量却没有减弱 依然继续压榨着秦修的身体 令他的灵体崩溃得越来越快 若是我赢了 那自然一切不用再提 我若是败了 求你照顾尔 一切的罪孽皆由我所为 我尔没有任何错 他也不该受到伤害 求你照顾他 秦修说道 可以 只要他不伤害到旁人 有我韩森再一天 就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他 韩森说道 谢谢 秦修眉头展开 身上的气息竟然渐渐变化 神色异样地继续说道 这个世界对我来说 与地狱无异 可是这却是尔的世界 这个世界有他的亲人和朋友 他让我无论如何 也不要毁掉这个世界 哪怕是看着他死去 可是 我真的做不到 秦修闭上了眼睛 那赤红的灵体之内 一轮妖异的太阳浮现出 哄 随着秦修身上的力量施放 他的身体之下虚空裂开 形成了一个巨大时空裂痕 这时空裂痕 与普通的空间裂痕不同 那裂痕之中涌出来的灰色气息 诡异到了极点 让韩森感觉极度的危险 而秦修在那种气息之中 却是如鱼得水 身上的赤红光焰越来越强 快杀了他 不能让他打开逆转通道 神看到这一幕 脸色顿时大变 对着韩森大叫道 韩森也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连神殿都被那恐怖空间内的力量吞噬 不朽的神石 如同血一般消融 在那空间之中 恐怖的气息越来越强 宛若来自魔界的魔兮一般 可是这种力量 却让韩森感觉十分熟悉 当初 他在天外天的湖边掉东西之时 就曾经感觉过这种气息 那是来自反物质世界的气息 秦修突然诡异的一笑 韩森 和我一起欣赏地狱的风景吧 秦修的双手 猛然抱住了韩森 身体也同时向着身下的空间裂痕沉沦而去 第3034章 金碧元年 韩森想要杀死秦修 可是秦修的灵体 却无比的坚韧 就算是把只手遮天的力量推向极限 短时间内 还是无法把秦修的灵体彻底摧毁 秦修拉着韩森 一起沉入时空裂痕之中 一旁的瓦儿也跟着一起陷入了进来 三人在这诡异的时空裂痕中不断地下坠 韩森发现自己的超级神灵体 竟然抵挡不住通道内的诡异力量 身体正在被一点点地分解 让韩森吃惊的是 秦修好像根本没有受到通道内的力量影响 完全没有分解的迹象 瓦儿的金色力量 同样抵挡不住逆转通道内的诡异力量 他的身体也一样在被分解 而且分解速度比韩森还要快 果然 你的基因物语并没有完全成功 否则就不会被逆转通道的力量分解 秦修松开了韩森 抱住了一旁的瓦儿说道 韩森微微一震 现在可能是秦修战胜他的最后机会 秦修自己不受逆转通道内的力量影响 而韩森却会被影响 只要秦修一直拖着他沉入空间通道 就算韩森在这期间能够杀死他 那也只是一个同归于尽的局面 记住 你答应过我 照顾好瓦儿 无论如何 请让他开心地活下去 秦修说完 爱莲地抚摸着瓦儿的头发 轻轻在他额前亲了一下 随着这一吻 秦修身上的红光涌向了瓦儿 化为赤红的光辉 把瓦儿包裹在内 像是在他的身外 镀上了一层红色的光膜 阻止了逆转通道内的力量 对他的侵蚀 可是因为失去了大量的力量 秦修自己的身影已经极其暗淡 时影时现 而且身上的灵光 被逆转通道的力量慢慢分解 变得越来越淡 双手把瓦儿送到韩森面前 韩森接过了瓦儿之后 秦修对他微微一笑 只是那笑容 却让人感觉悲凉 回去吧 回到你的世界 带着瓦儿好好活下去 也许这样 对他来说 才是真正的好 错过的终究是已经错过 再怎么也无法弥补 我秦修终究还是不能逆天行 说吧 秦修身上的红光绽放 整个人都如同火焰一般燃烧 化为一股赤红的力量 包裹着韩森和瓦儿 向着逆转通道的入口冲去 随着距离逆转通道的入口越来越近 秦修所化的赤红光燕就越来越弱 这是他用尽最后的生命所化的力量 赤红光燕熄灭之时 也就是秦修彻底消亡之时 眼看着已经到达了逆转通道的入口处 秦修所化的赤红光燕也已经消散 韩森凭借自己的力量完全可以冲出去 可是 正当韩森准备要冲出去的时候 魂海之内却突然间发出颤鸣之声 一直沉浸的黑金铠甲 竟然在此时自动冲出了魂海 包裹住了韩森的身体 更让韩森惊害的是 黑金铠甲穿在了他的身上之后 竟然逆行而下 拉扯着他的身体冲向了逆转通道的深处 你想干什么 韩森疯狂运转力量 想要改变轨迹冲出逆转通道 却全然没有用处 被黑金铠甲硬托着不停地下沉 可是却没有人回答他 黑金铠甲沉寂无声 只是托着韩森一直不停地下沉 而且 逆转通道的力量 也没有能够破坏分解黑金铠甲 不过在逆转通道之内 却有着一种奇异的力量 透过了黑金铠甲 不断地涌入韩森的身体之内 令韩森的身体发生着奇异的变化 韩森也不清楚 这种变化是好是坏 以韩森的力量 竟然根本阻止不了这股力量 对他身体的改变 而瓦尔受到了擎修转给他的力量保护 却没有发生类似的变化 逆转通道 就似是一个无底的深渊 随着韩森和瓦尔的下沉 所能看到的一切都越来越虚无 仿佛连他们的身体 都被虚无吞噬了一般 大宇宙力金碧元年 在这一年 人族十足金碧打败了灭世者 拯救了基因大宇宙无数生物 为了纪念与灭世者同归于尽的金碧 这一年被定为大宇宙力的金碧元年 新的宇宙篇章也自这一年开始 人类和异灵异族 正式成为了基因大宇宙的一员 无数人类强者和异灵强者 自空中花园和圣域中走出来 使得人类和异灵 在大宇宙当中 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秦哥 研究的怎么样了 有没有办法打开 通往反物质世界的通道 王宇班来到试验室内 看向邪秦帝问道 还是不行 反物质世界的力量太过诡异 我们已经尝试 从近乎进入反物质世界 可是没有任何物质 能够承受反物质世界的力量侵蚀 邪秦帝说道 秦轩拿着记录本走了过来 这两年来 我们已经尝试了各种办法 开启反物质通道 结果都是失败 这一次的实验再次失败 看来只能再想别的办法了 基因神殿内的那个神 一定知道怎么去反物质世界 可是他却不肯告诉我们 王宇航郁闷地说道 不要紧 只要知道 韩森还没有死就好 既然他能够过去 我们也一定能够过去 秦轩语气坚定地说道 不错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过去 不能让小三木一个人 在反物质世界装逼 王宇航挥舞着拳头说道 你们有没有看到宝 林从通道中走了出来 这我没问到 没有啊 说起来好像有很长时间 没有看到他了 他不会带着小六和小九 一起去打猎了吧 邪秦帝说道 王宇航撇了撇嘴说道 不用担心 在我们空中花园 谁能把他怎么样 就算真有谁想要对他不利 那也是自己活腻歪了 几乎就在同时 在空中花园的一个无人山谷中 宝正站在一个古怪的青铜器面前 大眼睛打亮着那尊青铜器 那青铜器赫然就是 韩森的那座四阳方尊 而在宝的旁边 还站着一个手持不翻的算命老人 老人手里面还握着一杆不翻 不翻上面写着 算尽天命四个大字 这东西 真的能够带我找到爸爸 宝大眼睛眨了眨 目不转睛地 看着算命老人问道 当然 我老头子自打生下 就不会骗人 算命老人 指着天赌咒发誓 第3035章 传说中的基因卵 找到了 终于找到了 死了那么多的人 终于还是让我们找到了 幽暗的地下沿洞之中 一道道地下暗河形成的瀑布 自高处落下 带着轰隆之声 落入底部的水潭之内 可是仔细去看 却发现 那些地下暗河之水 竟然都是血红之色 宛若一条条雪龙咆哮而下 足有九条之多 七八个衣衫破烂的人 站在那血红的水潭边 目光死死地盯着水潭之中 一个个激动的 整个身体都在颤抖着 杨夫子 那东西应该就在这水潭之中吗 一个中年男人 看向旁边头发花白的老者 声音颤抖着问道 被称为杨夫子的老者 目光打量四周 仔细观看两九才说道 此地为血龙龟巢的地脉格局 是顶级的脊脉之地 其中必然育育有顶级基因卵无疑 不过是不是秦皇所埋的那一枚基因卵 就非老朽所能知道的了 还需要蒙大人您自己判断 一定不会有错 这里绝对就是秦皇埋藏基因卵的地方 那没基因卵 一定就在这水潭之内 快点 下水把那基因卵打捞出来 蒙大人看着血潭底部的一片蒙蒙红光 催促其他人下水 那些人虽然心中有些害怕 可是迫于蒙大人的淫威 却不得不跳进了血潭之中 向着水潭底部的红光处游去 只有蒙大人和杨夫子 站在血潭边上观望 不多时 那六个人就又冒出头来 只是他们还抬了一样东西上来 那竟然是一个一米多高的巨型蛋状型 随着那颗蛋状物被他们抬出血潭 潭水中的光芒也随之消失 只有那巨蛋上面散发着盈盈红光 整个巨蛋就像是一块血翡翠 美帝不可思议 看着那颗美帝有点妖异的巨蛋 众人眼中都露出痴迷和贪婪之色 蒙大人更是兴奋的 有些语无伦次 不会错了 这一定就是那一颗基因卵 秦皇天生血脉极差 幼年之时受尽欺凌 其妹婉儿却是天资卓绝万年难得一见的血脉 为助其兄有所成就 婉儿自舍血脉 使得秦皇拥有了他妹妹的绝代血脉 从此开创了秦国一世霸业 但是婉儿却因为失去了血脉 而变成了无法修行的废人 后来更是得了绝症而死 若是婉儿没有失去血脉 也就不会得绝症 秦皇为此深深自责 几乎痛不欲生 甚至因此而疯狂 想尽一切办法 想要令婉儿复活 寻找长生不死之术 却不知道这一切并非为她自己 而是为了能够让她的妹妹婉儿 起死回生 最后秦皇寻得了一颗传说中的顶级基因卵 希望能够借助那颗基因卵的力量 让婉儿可以重生 可是死人又哪里能够重生 婉儿终究还是没能重生 没有了婉儿 世界上的一切对于秦皇来说 似乎都已经没有了意义 那没基因卵 也就被秦皇随手抛弃当场 我家祖上就是秦皇的敬畏亲信 大概知道 秦皇想要复活玩的地方 就在这万古大神山之中 也知道秦皇当时并没有带走基因卵 从此也没有再回来过 只是我家先祖却不知道试验的具体位置 苦苦寻找了那么多代 死了那么多的人 终究还是让我找到了这颗基因卵 有些基因卵在手 何仇不能够开创我 蒙家一世大兴 蒙大人说到此 不由地大笑起来 啊 蒙大人的笑声未落 突然听到惨叫之声 只见那六个进入血潭捞了巨蛋上来的人 一个个倒在地上惨叫起来 蒙大人和杨夫子都是大吃一惊 只见那些人在地上挣扎扭曲 全身都在快速地溃烂化为血水 大人 就我们 几个人伸着手掌 痛苦地扭曲挣扎 想要向蒙大人求救 可是才说了没几句 就已经断了气 骨头都开始腐烂化为血水 只是眨眼时间 六个人就全部化为了六滩血水 连一根毛发都没有留下 蒙大人和杨夫子都是相顾骇然 之前他们已经测试过那些河水 并没有发现异样之处 可是却突然间发生了这种事 实在太过诡异 蒙大人不由地暗自庆幸 他自己并没有接触血弹之水 杨夫子 还麻烦您 帮我把基因卵背回去 蒙大人看向杨夫子说道 杨夫子脸色顿时一僵 苦笑着说道 蒙大人 我只是一个夫子 并非修行之人 杨夫子无需多虑 他们生死是因为 受了血弹水的侵蚀 基因卵并无问题 你大可以放心 蒙大人目光闪烁道 杨夫子心中暗道 既然没有问题 你干什么不自己背 心中虽然这样想 可是杨夫子却也知道自己无力反抗 在蒙大人的注视之下 小心翼翼地向着那颗 斜翡翠式的巨弹走了过去 虽然巨弹上面已经没有血水 十分地干净 不过杨夫子还是没敢 直接去碰那巨弹 而是把自己的袍子脱了下来 包在了巨弹的外面 打了一个结 然后才背过身去 准备要把巨弹扛在背上 可是谁知道杨夫子才刚一用力 就听咔嚓一声 那翡翠一般的巨弹竟然裂了开来 而且裂纹还在弹壳上面快速蔓延 杨夫子和蒙大人都是一呆 转瞬之后 蒙大人又兴奋起来 真是天助我蒙家 没想到基因卵竟然正好 在此时孵化出来了 不知道那传说中的基因卵 能够孵化出何等基因种 杨夫子也是惊奇地盯着裂开的基因卵说道 秦皇那是秦国的开国皇帝 距离现在太久远了 关于他的一切都只是传说而已 若是传说为真 这颗基因卵必定能够孵化出绝世基因种 两人说话之间就听到又是咔嚓一声 早已经布满了裂纹的巨弹 彻底碎裂开来 红翡翠式的弹壳一片片地掉落在地上 杨夫子和蒙大人都瞪大了眼睛 看着破碎的弹壳 然后一下子棱在了那里 在那弹壳之内 竟然是一个看起来有二十岁模样左右的男子 黑色的长发 晶莹剔透的皮肤 此时正全躯着 似是在沉睡一般 人 人形 基因种 蒙大人兴奋的连声音都有些颤抖了 第3036章 一拳 韩森感觉自己像是痛快地睡了一觉 通体舒坦地几乎身影出声 睁开眼睛 眼前看到的一幕却让他微微有些发症 好像一时间没有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韩森只记得自己被黑金铠甲 拉进了逆转通道之内 一直不停地沉沦 最后连意识都模糊了 本来韩森以为自己完蛋了 说不定就被黑金铠甲给害死了 可是谁知道并没有发生那种情况 好似只是睡了一觉 可是这一觉醒来 韩森却发现自己竟然赤身裸体地 缩在一个破碎的蛋壳里面 婉儿已经不知去向 而对面正有一个中年男人 一脸贪婪地盯着自己的身体 韩森脑子里面瞬间闪烁出几个关键词语 色狼 铜质 玻璃 韩森眼睁睁地看着那中年男人张开双手 一张急切地走过来 还听到他口中喃喃的念叨道道 你是我的了 你是我的了 去死吧 死变态 韩森二话不说 直接一拳就向那中年男人轰了过去 中年男人看到韩森一拳轰过来 完全不以为意 脸上的兴奋之色反而更浓了 人形基因种 真是罕见的人形基因种 不知道是什么属性 传说秦皇所寻的基因乱 是时空属性 这要是时空系的人形基因种 将来把它培育成才 即便是占据神庙开宗立国 也未必没有可能 蒙大人小心 有点不对劲 一旁的杨夫子 却是脸色古怪地提醒道 放心 你还怕本大人收服不了 这只刚出世的人形基因种不成 蒙大人根本没把杨夫子的话放在心上 他从韩森的这一拳之中 没有感应到任何力量的波动 刚出生的基因种 更加不可能把它怎么样 无论怎么样 先把它收服了再说 待再去再好好调教 不过人形基因种珍贵无比 消息绝不能外泄 杨夫子不能留了 蒙大人心中想着 身体之内陡然涌出一股力量 同时伸出手掌 去挡韩森的那一拳 蒙大人的身体陡然膨胀 出现了一些古怪的特征 头顶出现了牛角 身上长出了钢针式的黑毛 身体也无变得无比雄壮 一股强大的气势 油然而生 可是 当他的手掌 与韩森的拳头接触的一刹那 蒙大人的脸色顿时大变 根本没有任何反应的机会 蒙大人的手掌 直接被那拳头打穿 那拳头油子不停地撞击在他的胸膛之上 顿时把他的身体 直接轰了出去 撞在石壁上面 抱成了一滩粘在石壁上的血渣 杨夫人张大了嘴巴 呆呆地看着蒙大人所化的血渣 人都已经傻了 满脸的不能置信之色 他刚才虽然感觉有些不对劲 但也没有想到 会发生这种事情 就算再高级的基因种 刚刚出世之时 都不会太强 虽然高级基因种 又生体会强一些 也不至于一拳 把蒙大人轰成渣 要知道 蒙大人可是万古神城排名 非常靠前的强者 就算没有来得及使用基因种 只凭他的血脉力量 也足以凌驾绝大部分人类之上 怎么会被一个刚出生的基因种 一拳就给轰杀了 杨夫子很确定 就算他把这事说出去 也肯定没有人会相信 怎么这么弱 韩森看着自己的拳头 也是微微一正 他并没有想要杀人的心思 只是没有想到 那个中年男人 看起来还挺强的 实际上竟然弱得这么离谱 连他轻轻一拳都受不了 实际上 这确实只是韩森的微微一拳 韩森本来出拳的时候 还运转了基因术 想要用基因术的力量 困住这个男人 抓个活的 好打听消息 搞清楚 现在是怎么回事 可是 谁知道他的基因术一动 顿时感觉恐怖的压力 降临在他身上 压迫着他的力量 硬生生把基因术的力量消除 连出拳的力量 都被降低了很多 就像是在水中出拳一般 阻力大的要命 就是这样的一拳 却把那貌似很强的中年男人 直接打爆了 韩森不怕杀人 可是却怕误杀了好人 所以想要先问清楚 谁知道却是这么个结果 心中也不免有些忐忑 目光转向了另外一边的杨夫子 杨夫子顿时心中一寒 刚才韩森一拳灭杀蒙大人恐怖场面 早已经让他吓破了胆 此时韩森平静的目光落在他的眼中 却比魔王的凝视更加可怕 只见杨夫子双腿一软 竟然摊在了地上 韩森微微皱眉 想要运转洞玄金 扫视杨夫子一眼 可是洞玄金才刚刚一动 就感觉那股恐怖的天地威压 再次降临在他身上 几乎把他站立不住 仿佛有山月压着他一般 基因术也无法运行了 韩森撤销了基因术之后 那诡异的天地威压 也跟着消失不见 难道说 我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韩森对于刚才的感觉并不陌生 之前他使用蓝穴力量的时候 就会被大宇宙的规则所排斥 不过却没有这么强烈 韩森又尝试了几次 很快就发现 他猜测的没有错 果然是这个世界的力量在排斥他 不过又不是完全排斥 只要不使用基因术 和超过一定程度的身体力量 这个世界就不会强行排斥他的身体 平时几乎感觉不到排斥的力量 我明白了 这里应该就是晴修出生那个的世界 我的身体内 有着一部分晴修的遗传基因 所以并不会被完全排斥 可是在这个世界内 原本大宇宙的基因术 却会受到排斥 我现在的情况 就和晴修当初进入大宇宙差不多 韩森很快就想明白了 这是怎么回事 让韩森比较欣慰的是 他原本害怕晴修所在的世界 会有很多强大的生物 现在看来 却并不是那么回事 至少面前的这两个家伙 看起来都非常的弱 根本不堪一击 晴修既然能够去大宇宙 我肯定也能够回去 目前最重要的是 先了解这个世界 到底是什么情况 说不定还能够打听出一些 关于晴修的事情 韩森目光看向了 瘫在地上瑟瑟发抖的杨夫子 第3037章 又见神庙 万古大神山是一片远古山脉 万古神城虽然名字与其相似 却不在万古大神山之内 而是在与山脉临近的平静处 韩森穿着一身黑衣 跟着杨夫子来到万古神城之后 一直好奇地打量着万古神城内的一切 万古神城的一切都让韩森感觉新奇 这里是一座十分现代化的城市 与其说是城 不如说是一座现代化的大堡垒 可以看到城内有类似汽车 甚至是飞行器的东西 而且数量并不在少数 可是让韩森有些不明白的是 这么发达的城市 竟然还处在帝国时代 万古神城就是大秦帝国的属地之一 整个大秦帝国的最低单位就是城 没有周郡之类的分别 每一座城都是直立于大地秦国 而每一颗生命星球 一般都只有一座城 更为奇特的是 除了那些先进的科技之外 几乎可以看到 每个人类身边都有各种不同物种的宠物存在 根据杨夫子的说法 那些宠物名字叫基因种 是由基因卵中孵化出来的生物 而且 韩森也是从一个基因卵中出来的 似乎还是很高级的那种 韩森目光四望 看到不少老虎 狮子 大象之类的基因种 甚至还有人带着一只通体碧绿的大螳螂 韩森没有办法使用动玄领域 扫视那些基因种到底是什么情况 只从外表并不能看出什么 当然 前面那座就是万古神城的神庙了 杨夫子一脸谄媚地指着前面说道 韩森顺着杨夫子指的方向看过去 顿时眯起了眼睛 那座神庙就位于万古神城的中央位置 通体由一种紫色的石头建筑而成 看起来非常的古老 庙的形状也很古怪 相连的庙宇连在一起 远远看去就像是一株巨大的紫色莲花 而在神庙的大门上方 雕刻着四个字妖帘神庙 这名字 这城的模样 韩森都很熟悉 心中不由地暗道 除了没有神奇 这根本就是妖帘神子的神庙吗 韩森正想要走进去看一看 里面到底有没有妖帘神子的神像 杨夫子却连忙拉住了他 有些慌张地说道 大人 万万使不得 神庙是一座城池的根本所在 乃是一城重地 城主派了重兵把守 等闲者不可入内 只有血脉开启日 才会对外开放 准许侍领者 进入神庙承受神恩 开启神智血脉 哦 那什么时候才是血脉开启日 韩森并没有急着硬闯 他现在虽然身体力量还在 可是受到了大宇宙的压制 并不能够全力战斗 而根据杨夫子的说法 这个同样被称为基因大宇宙的世界 有着七大宇宙帝国 大秦帝国只是其中之一 而大秦帝国的缔造者 名字就叫秦修 不过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如今大秦帝国的皇帝 就是秦修的后代 如果此秦修就是韩森认识的那个秦修 而在秦修的那个时代 他也没有能够一统大宇宙 说明其他六个宇宙帝国 并不比秦国若太多 很可能有不逊色于秦修的强者 韩森现在是客场作战 被这个世界的规则压制着 而且 这个世界也很可能会有基因神殿的存在 说不定基因神殿 也会像是针对秦修一样 针对他这个外来者 所以 韩森打算先弄清楚 这个基因大宇宙 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再决定怎么做 并不愿意太过张扬 秦修与秦婉的传说 韩森也从杨夫子那里 听说了 基本上可以确定 秦修就是大秦帝国的创始者 如果这里真的是反物质世界 那么 这里和基因大宇宙 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黑金铠甲 为什么要把我拉到这里来呢 为什么这里 也会有神庙呢 韩森现在 只想尽快进去妖帘神庙看一看 看看杨夫子所说的妖帘神 是不是就是妖帘神子 回大人话 万古神城是三个月开放一次 算算日子 后天应该就是血脉开启日 到时候 大人就可以跟着众人一起进去官吏了 杨夫子犹豫了一下 像是下了决心一般 谄媚的说道 我家就在这万古神城之中 若是大人不嫌弃 不如先到我家中暂住两日 后天再来官吏 也好 韩森微微点头 韩森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 更加不是土匪强盗 如果没有必要的话 他也不愿意胡乱动用武力 等上两天也不是什么大事 没必要强行进入神庙 来到了杨夫子的家里 杨夫子把韩森请到了厅堂坐下 然后亲自倒上了茶水 这才说道 大人请稍等片刻 我这就去把院子打扫出来 尽快安排您住下 杨夫子 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你心里应该清楚吧 韩森看着杨夫子淡淡地说道 大人请放心 杨某明白 大人就是大人 是从外城来的大人 杨某心中一寒 连忙正容说道 杨夫子去了之后 韩森就坐在厅堂内饮茶 这个世界除了让韩森的身体 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制之外 似乎和基因大宇宙 没有太大的差别 连茶的味道都差不多 韩森背对着厅堂的大门 一边喝茶 一边在欣赏着墙上的那些画 画中画的都是一些基因种 让韩森惊奇的是 其中一幅画中所画的基因种 竟然看起来十分眼熟 很像是虚空龙王 敢问阁下是否杨夫子 韩森正在看画 突然听到门口 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 转头看过去 只见一个青山女子 站在门外 生得眉目如画十分俊俏 看年纪 也就是二十多岁的样子 姑娘找杨夫子 有什么事吗 韩森随口问道 同时心中也有些疑惑 这里是杨夫子的家 青山女子能够进来这里 怎么会不认得杨夫子 没想到杨夫子 竟然这么年轻 我叫宁静 是邱大人介绍我来的 想请夫子随我进一趟 万古大山山 帮我推算一处神脉的位置 女子直接说明了来意 并没有拖泥带水 韩森之前就听杨夫子说过 夫子是一种职业的尊称 并不是他的名字 杨夫子之前 就是被蒙大人 请去推算神脉位置的 所有的基因卵 都诞生于神脉之内 神脉不好找 神脉之内的基因卵也不好找 而夫子就是专门研究 这些的专业人士 第3038章 妖怜神妙 韩森正想解释说 自己不是杨夫子 却见杨夫子走了进来 向着韩森行礼道 大人 后院出了点麻烦 您快去看看吧 韩森看了杨夫子一眼 然后很是自然的 又看向宁静说道 宁姑娘请暂且在此休息片刻 再下去去就来 杨夫子请 宁静不在意地说道 韩森跟着杨夫子 一起来到了后院 杨夫子突然跪在 韩森面前说道 大人救我 夫子这是何意 韩森大概猜出 杨夫子如此举动 应该与那个宁静有关 杨夫子连忙说道 那宁静是龙哥城城主之后 我曾听蒙大人说过 龙哥城主 一脉和他一样 也一直在寻找秦皇遗留下来的基因卵 此番来此寻我 想必也是得到了消息 让我带他们去寻那血龙龟巢之处 可是那里 已经没有了基因卵 我若是带他们去了 到时候 只怕终究还是难逃一死 还请大人救老朽一面 你若不想去 大可以拒绝宁静 韩森说道 杨夫子连连摇头 大人有所不知 贵族对于平民 有着生杀大权 老朽血脉不纯 未能得到神灵赐予血脉 只是一个平民 不得已学了些地脉杂学谋生 地位及其低下 龙哥城主 那样的大贵族 纵然不是本城城主 但是想杀老朽的话 也只需要付出一点赔偿而已 纵然是万古神城的城主 也不会因为区区一个平民 与那龙哥城主计较 老朽又怎么敢拒绝 还望大人救老朽一命 老朽愿意为奴为仆 以报答大人救命之恩 说吧 杨夫子又是拜辅在地 韩森听了 不由得微微皱眉 大秦帝国如此发达繁盛 律法却还是如此野蛮 比之联盟差得太多了 倒是与那大宇宙差不多 不过七大帝国都是人类帝国 这个基因大宇宙 竟然完全是一个 完全由人类势力统治的大宇宙 就连秦修也是一个纯正的人类 这不得不让韩森多想很多事情 反物质世界是以人类为主的世界 而基因大宇宙却没有人族 直到秦修进入了基因大宇宙 后来金族融合了他的基因 才在基因庇护所内制造出了人族 神灵对于人类也是讳莫如深 一直想要打压人类 如果说只是因为秦修这个原因 实在有些说不通 基因大宇宙之中 想要是神的种族多了 也没有见神灵像是针对人类一般 针对其他种族 最重要的一点是 在传说当中 秦吾尔应该已经死了 秦修用尽办法也没有令他复活 可是 他为什么会活在基因大宇宙之中呢 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 更奇怪的是 韩宇飞明明告诉过韩森 秦吾尔是他们巫族的成员 和秦修并非是来自同一种族 这一切都完全说不通 必然有着一个 韩森所不知道的重要环节出了问题 韩森心中虽然有一些猜测 但是却暂时没有办法证明 也不知道自己的猜测是对是错 你要我如何救你 韩森觉得自己 若想在短时间内了解这个世界 有一个土著跟在身边方便许多 若是不太麻烦的话 帮他一把也无妨 老朽以前是从外城搬来此处 见过我的人不多 想来宁静和龙哥城主一行人 也不知道老朽的模样 大人若肯救老朽 只需要用老朽的身份拒绝他们即可 只是如此一来 他们定然要与大人您为难 杨夫子吞吞吐吐吐地说道 你倒是好算解 让我替你背了这个黑锅 你自己远顿他相避祸吗 韩森撇了撇嘴说道 不敢 老朽知道大人神力无边 连蒙大人都可以一拳灭杀 那龙哥城主纵然比蒙大人强一些 所强也非常有限 必然奈何不了大人您 若大人您肯收留 老朽愿意安前马后追随大人您 杨夫子诚惶诚恐地说道 他也算是人老成精的人物 看出韩森并非试杀的性子 所以才会如此决定 既然如此 你只管拒绝宁静 若是他想要用墙 我自然为你做主 韩森淡淡地说道 多谢大人 杨夫子大喜过望 再次行礼道谢 再次来到厅堂之内 杨夫子直接上前行礼 说明了自己的身份 原来你才是杨夫子 宁静微微点头 扫了一旁的韩森一眼 却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淡淡地说道 杨夫子 我欲重金 请你进万古大神山 帮我寻找神脉 若是方便的话 还请你跟我走一趟 杨夫子看了一眼韩森 然后才答道 不好意思宁静姑娘 主人有命在身 老朽不能离开万古神城 谁是你的主人 宁静嘴上虽然如此问 眼睛却看向了韩森 皱眉仔细打量 这位就是我家主人 果然如宁静所料 杨夫子指着韩森介绍道 不知阁下能否借杨夫子一用 宁静打量着韩森说道 他从韩森身上没有感觉到 贵族血脉应有的强大气息 所以之前才会把韩森当成杨夫子 如今真正的杨夫子 说韩森是他的主人 那他就必然是一个贵族无疑 夫子的地位虽然不如贵族 但也比一般平民强得多 能够让杨夫子认主的人 显然就只能是贵族 可是宁静又感觉不到 韩森身上有贵族的气息 那就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韩森根本不是贵族 还有一种就是 韩森的血脉等级比他高 刻意收敛了身上的气息 所以他才感应不到 不见 若是没有其他事情 姑娘可以回去了 韩森轻描淡写地说道 宁静见韩森气度不凡 看似随意的举止 却有着一种从容的威严 越发地肯定 韩森是一个高级贵族 更加的不敢轻举妄动 韩森原本以为还会有一番麻烦 谁知道 宁静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只是请教了他的名字之后 就那般告辞离去 大人不可大意 宁静只是不知道 大人您的底细 所以暂时退去 只怕还会再来 杨夫子提醒道 无妨 韩森眼睛微微眯起 随口说了一句 确实如杨夫子所料 宁静回去之后 就开始调查韩森的身份 可是动用了在 万古神城的人脉调查之后 却完全没有查到 任何与韩森有关的情报 让宁静越发的狐疑 在杨夫子家里住了两天 到了血脉开启之日 韩森就随着杨夫子 来到了妖莲神庙 此时的妖莲神庙之门已经大开 韩森远远地就看到 神庙中的神坛之上 立着一尊神像 分明就是那妖莲神子的模样 第3039章 神灵血脉 果然就是妖莲神子的神庙 为什么这个世界 也会有妖莲神子的神庙呢 两个世界的神庙之间 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呢 韩森心中暗自思索 他之前听杨夫子说过 大宇宙帝国的每一座城市内 都有一座神庙 而且是先有的神庙 然后才会依附着神庙 建成人类的城市 这个世界的神庙 有着无上的权威 不但守护着人类城市 还能够赋予人类 强大无比的血脉力量 韩森在一旁思索的时候 就看到在最前面排队的一个平民 在士兵的监视下 进入了神庙之内 到了妖莲神子的神像前时 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 似是信徒像神灵祈祷一般 看起来无比的虔诚 那平民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祈祷之后才又爬起来 走到了神像的公案前 拿起公案上的匕首 把自己的手指划破 将自己的一滴血液 滴进了公案前的紫色石炉之内 然后一脸紧张和期待地盯着石炉 可是等了一会儿 石炉却丝毫没有任何变化 少年的表情很期待 渐渐变成了绝望 身子微微地颤抖着 双腿哆嗦着 我不可能没有神灵血脉 一定是搞错了 一定是搞错了 少年发疯似的又拿起了匕首 在自己的手上连划了几刀 把血液往石炉内挤 鲜血溅得到处都是 可是那紫色石炉 却依然没有任何反应 少年的脑子似乎已经不清醒了 竟然用刀割向自己的手腕 动脉顿时被切断 如泉水一般的血液流进石炉之内 我一定会有神灵血脉 一定会有的 少年双眼血红 面目猙獰 死死地盯着石炉 可是那石炉根本就是一个死物 就算少年最后流干了鲜血 倒在地上 也没有任何反应 石炉还是石炉 少年却已经坚持不住倒在地上 因为湿血过多而昏迷 手腕上的伤口依然还在流血 所有人都看着这一幕 似乎早已经见怪不怪 麻木到没有人去理会 那个少年的疯狂 昏迷的少年 被士兵如托死狗一般 托出了神庙 然后角落的空地上 根本没有人理会他的死活 排在第二位的不一少女 似是被吓到了 身体颤抖着走进神庙 还不时地回头张望 与那少年不同 有好几个亲人 在外面给少女加油助威 在神庙外面连连向少女挥手 少女终于鼓足了勇气 走到神坛前 似是先前的少年一般 向妖帘绳子的神像跪拜祈祷 然后拿出随身携带的一根针 咬牙自己的手指刺破 滴了自己的一滴血 进入紫色石炉之内 少女的一滴血滴入之后 没过多久 那紫色石炉之上 竟然泛起了盈盈神光 紫色的光辉 自那石炉之内缓缓升起 如同紫色的气团一般 竟然渐渐在石炉上方 凝聚成了一朵紫色的莲花光影 少女看到那紫色莲花光影 顿时喜极而泣 在外面的父母亲人 一个个也是惊喜交加 全都跪下拜谢妖帘神保佑 紫色莲花光影脱离了石炉 落在少女的额头之上 似是泉水般渗透进去 在她的额头上 形成了一个紫花状的光影印记 然后渐渐消失不见 恭喜小姐获得妖帘神血脉 原本面目冷峻的士兵 此时也换上了一副笑脸 将那少女好生好气地送了出去 与对待先前的少年 不可同日而语 杨夫子 那少女所得妖帘血脉 在万古神城算是什么水准 韩森看向一旁的杨夫子问道 杨夫子答道 神庙分为破坏级 灾难级 毁灭级和重启级四个级别 自然是越高级的神庙 赐予的神灵血脉就越强大 妖帘神是破坏级的神灵 所降神灵意向 又是最低级的妖帘光影 算是比较低等的神灵血脉 不过只有如此 才能够走上修行之路 融合基因乱 才有可能性和机会 这也是成为贵族的必要条件之一 说到这里 杨夫子叹息一声 看起来似乎并不困难 但是却有大部分人类 都闯不过这一关 一线之隔 犹如天堂地狱之别 韩森微微点头 不过他看了那少女一眼 虽然他得到了妖帘神子的神灵血脉 可是他的身体 却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力量也没有显著地提升 神灵血脉的赐予 就像是一把钥匙 与人类力量强弱 没有直接关系的 而真正决定着人类强弱的 实际上是那些基因卵和基因种 怎么还有那么老的老人 接受血脉开启测试 韩森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 进入了神庙 不由得奇怪地问道 杨夫子看了眼说道 因为每个神庙的神力不同 选择的人群也会有一些差别 若是在妖帘神殿没有得到神灵的认可 去其他的神庙说不定还有机会 不过这种几率一般很小 大多数神灵的选择条件都差不多 不会有太大的偏差 韩森又看了一会儿 除了先前的少女之外 连续有好几个人类进入其中 却都没有能够再得到神灵赐予血脉 当年晴修似乎就没有得到神灵血脉 而是婉儿把自己的神灵血脉给了他 想来在这样的世界 没有神灵血脉 无法修行 应该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吧 韩森一直在旁边观看 却始终没有搞明白 神灵血脉到底和人类的修行 有着怎样的关系 大人 您这是干什么 杨夫子看到韩森突然站到队伍中去排队了 有些惊讶地问道 机会难得 我也测测看 韩森笑着说道 您 杨夫子想说什么 不过马上又把话咽了回去 排了一会儿 前面又传来了惊喜的叫声 只见一个男人兴奋地大叫起来 那石炉之中 竟然因为他的血液 而产生了两朵并地紫色莲花 我倒要看看 那妖连神子的神力 会对我的血液 有什么样的反应 韩森心中暗道 在广场的一侧 宁静正看着这一切发生 看到韩森排进了队伍之中 先是露出惊恶之色 很快就又笑了起来 正不知道要如何查他的底细 他自己去神庙内测试 那倒是再好不过了 第3040章 不败神灵 人类获得神灵赐予血脉的几率 也没有韩森想象中的那么低 总体算下来 大概也有五分之一的比例 不过大部分人类 都只是获得一朵紫莲 两朵紫莲的都很罕见 不过其中 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少年 竟然获得了四朵紫莲 大人 您真的要测试啊 眼看着就快要轮到韩森了 杨夫子终于还是忍不住 压低了声音 小声说道 有什么问题吗 韩森看了他一眼问道 杨夫子左右看了看 最后凑到韩森近处 用几乎只能两个人 听到的声音说道 大人 神灵只会赐予人类神灵血脉 韩森顿时明白杨夫子的意思了 杨夫子认为它是基因种 所以才会担心 若是基因种的血液 低进了石炉之中 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韩森微笑着问道 一般道也不会有什么反应 杨夫子想了想说道 那不就得了 最多也就是没有反应而已 不会有什么影响 你放心就是了 韩森安慰道 杨夫子想象也是这么个理 可是心中却依然还是有些不安 毕竟韩森的来历实在太过诡异 万一真的惹出什么事来 那就是大麻烦 排了好一会儿的队 终于轮到韩森了 看着韩森走进神庙之内 杨夫子顿时整个心脏都提了起来 而远处的宁静 却是目光一亮 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 仔细观看韩森的测试过程 韩森进入了神庙之后 就直接走向神炉 打算要弄一滴血滴进去试一试 谁知道两边的士兵 却过来拦住了他 还不跪拜神灵大人 韩森听了微微皱眉 他以前把妖帘绳子都给干掉了 现在竟然让他向妖帘绳子的一尊十项跪拜 那又如何败得 还不快跪拜 士兵不耐烦的又催促了一句 韩森想了想 直接转身就走 反正也只是一时兴起 测不测试 对他也没有什么大的妨碍 让他跪拜妖帘绳子实在别扭 索性就不测了 看到韩森转头离开 镇守神庙的士兵都是微微一正 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你就打算这样走吗 韩森快要走出神庙大门的时候 一个男人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挡住了他的去路 突然想起来 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今天就先不测了 麻烦你让一让 韩森说道 不测可以 但是进了神庙就得跪拜祈祷 否则就是亵渎神灵之罪 男人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 依然挡着韩森的路 冷森森地说道 此时镇守神庙的士兵也都反应了过来 全部围了上来 把韩森团团围在中间 石伯少爷 这是一个误会 我这朋友 是从山里面出来的山民 不懂规矩 若有冒犯之处 还请石伯少爷 看在老朽的面子上 放过他这一次吧 杨夫子连忙跑过来说道 他倒不是怕韩森受伤 而是害怕石伯激怒了韩森 回头韩森一巴掌 把石伯拍成渣渣 那就真的麻烦大了 石伯是万古神城的城主之子 若是石伯被杀 城主必然不会坐视不理 到时候 韩森再把城主也给拍成渣渣 那可就惊动了大秦帝国的高层 在石伯看来 韩森再怎么高级 始终只是一个基因种 又如何能够与大秦帝国的高层对抗 到时候 他跟着也要受牵连 原来是山民 那就难怪了 石伯恍然大悟 不过转瞬又冷下脸来 我不管他是山民还是什么 亵渎神灵就是死罪 若是诚心跪拜 也许可以饶他一命 不过死罪可免 活罪难饶 我今天若是不败呢 没等石伯说完 韩森就已经开口打断了他的话 不败也可以 石伯冷笑一声 伸手向天一指 吓了一秒 就听轰隆一声 只见一只巨大如像的黑色假靠生物 落在了石伯面前 把广场都给震得颤了三颤 韩森仔细看那假靠生物 见它长得像是独角仙一般 全身假靠油亮发黑 一对黑色的一道竖着 一副责人而适的模样 只要你愿意给我的霸王重当食物 本少爷就免了你的亵渎神灵之罪 石伯撇了撇嘴说道 脸上满是得意之色 那就是石伯少爷的霸王重啊 听说是王级的基因种 有着无比强大的力量和防御力 若是我有这么一只强大的基因种 这一辈子也知足了 广场上的民众 都是一脸羡慕地看着霸王重 对于韩森却并无怜悯之意 在他们看来 韩森只是一个山民 一个山民竟然敢亵渎神灵 还敢顶撞石伯这样的贵族 那就是自寻死路 杨夫子心中着急得很 可是却也没什么办法 只能在一边干着急 石伯得意洋洋地看着韩森 你是想要跪拜祈祷 然后让本少爷打断一条腿 还是想要成为霸王虫的食物呢 我只想走人 韩森随口说了一句 就饶过霸王虫 准备要离开神庙 找死 石伯顿时大怒 这是他第一次主持神庙典礼 本不想杀生 可是谁知道 韩森竟然如此明顽不灵 哪里还管得了那么许多 直接对霸王虫下达了命令 霸王虫嘶吼一声 张开长满了尖刺的口气 就对着韩森吞噬而去 石伯双手抱在胸前 冷冷地看着韩森 准备着欣赏韩森 被霸王虫吞噬的画面 宁静则是皱眉看着这一切 他实在不能理解 韩森这样做 到底是想要干什么 怎么看韩森都像是在故意找茬 无论在哪一国 敬畏神灵都是最起码的礼仪 韩森进了神庙 却不肯跪拜神灵 这明显是在找事 也怪不得石伯会发怒 也好 看看他的实力到底如何 宁静心中暗道 眼看着霸王虫就要吞噬韩森 可是韩森却并没有召唤基因种的动作 只是举起了拳头 一拳向着霸王虫的脑袋轰了过去 宁静顿时一冷 石伯更是像在看傻子一样 不使用基因种 也没有使用神灵血脉 竟然想要用肉体力量 对抗霸王虫这样的基因种 任谁都觉得 韩森不是个傻子 就是个疯子 可是当韩森的拳头 撞在霸王虫头顶的一刹那 所有人都张大了嘴巴 半赏没有和尚 第3041章 蛙卵 巨大的王级基因种霸王虫 被韩森一拳打得爆裂开来 破碎的甲铐和血肉 四散飞溅 把整个神庙前染得一片血红 同时也在所有人心中 蒙上了一层阴影 广场前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 嘴巴张成了O型 石化了一般 看着神庙门内的韩森 霸王虫 那可是霸王虫啊 王 公 后 不 蓝的基因种等级之中 排在最前列的高级基因种 即便那只霸王虫 还没有完全成长起来 实力却也不是一般 基因种能够比拟的 这样强大的基因种 竟然被人一拳打爆成肉渣 这得多大的力量 一时间 所有人都神色古怪地盯着韩森 那模样 就像是在看一头史前怪兽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没有人相信 竟然会有这样的事情 石博的神色最为古怪 愤怒 怨恨 气恼 欲杀之而后快 可是在这诸多情绪之中 却又有着一种 发自心底的恐惧 没有使用神灵血脉 直接用拳头 干翻王级基因种 这种事 别说他没见过 就算是连做梦也没有梦到过 看到韩森向前走了一步 石博顿时下意识地后退 额头上的冷汗刷的一下就流下来了 边退边惊慌地叫道 你想干什么 韩森看了他一眼 也没有理会他 直接从他身边走了过去 广场上的民众 顿时自动闪开了一条路 速度快的惊人比见到了城管的小商贩 还要敏捷 韩森那是见过大场面的 对此毫不以为意 在民众中看鬼一样的眼神中 从容自若地走了出去 杨夫子一咬牙 连忙跟了上去 没有人敢拦韩森他们两个 连石博和一众城主府的士兵 贵族都没有一个敢说话阻拦他们 开玩笑 那可是一拳打爆了霸王虫的狠角色 谁敢拿自己的命去拦 看看那些挂在神庙墙上的霸王虫 残甲烂肉 他们就只感觉双腿打颤 浑身发软 有意思 没有使用基因种 竟然能够一拳打爆未成年的霸王虫 难道说 他说是先天血脉 远处的宁静 眼中闪过一丝异色 除了先天血脉那种开挂式的人类之外 宁静实在想不出 还有什么人能够在不使用基因种的情况下 爆发出如此恐怖的力量 万古神城竟然会出现一个先天血脉 这是透着古怪 必须赶快报告上去才行 看了一眼快要消失在街道尽头的背影 宁静身形一闪 离开了广场 杨夫子现在心中暗自庆幸 还好韩森没有一拳把石膊打成肉渣 不然就真的麻烦了 不过现在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霸王虫是何等难得的基因种 整个万古神城之中都没有几只 现在被韩森打爆了一只 只怕城主大人不会善罢甘休 把自己的担心说给韩森听 韩森却只是笑了笑 无妨 想来就让他们来好了 韩森自然不怕什么城主 虽然他的身体被这个世界的力量压制着 难以发挥出全部实力 但也不是区区一个城主能够比拟的 对了 夫子 哪里可以弄到基因种 那些基因种要怎么使用 韩森好奇地看向杨夫子问道 基因种都是从基因卵中孵化出来的 而基因卵一般都是从地脉中挖出来的 杨夫子顿了顿又说道 基因种倒是人人皆可喂养 不过只有得了神灵血脉的人类 才能够融合基因种的血脉 怎么融合血脉 韩森更加有兴趣了 杨夫子苦笑着摇头 我没有神灵血脉 没办法演示给大人您看 融合血脉 就是让基因种与自身结合 使自身拥有基因种的能力 神灵血脉越强大 融合基因种的成功率也就越高 能够融合的数量也就越多 比如 就像妖连神是破坏级的神灵 得了他的神灵血脉 就很容易融合男爵级和自爵级的基因种 但是想要融合更高级的基因种 就有些困难了 因为高级的基因种灵魂力量很强 不会那么轻易臣服 但是如果拥有更高级的神灵血脉 那就容易得多了 韩森恍然大悟 这才明白神灵血脉到底有什么用 心中暗道 原来所谓的神灵血脉 其实就是一种精神上的压制 既然你的专长就是寻找地脉 那就带我去挖几个基因网玩玩吧 韩森想要弄清楚 这个世界的力量到底是怎样的 最重要的是 他想知道自己能不能使用这个世界的力量 大人 您能使用基因种吗 杨夫子神色古怪地说道 他始终以为韩森是一个基因种 可没听说过基因种还能够融合基因种的事情 试试看吧 韩森淡淡地说道 他若是知道答案 也就不会让杨夫子帮他挖基因卵了 这种事还用事吗 杨夫子心中吐槽 不过却也没有多说什么 带着韩森直接出了万古神城 杨夫子之所以这么爽快 主要也是心中害怕 害怕石伯带了城主府的高手 再来找韩森的麻烦 所以觉得出城去避一避也不是坏事 如果不是想把韩森带出去避祸 杨夫子也不会答应韩森出去挖基因卵 他自己虽然无法使用基因种 不过凭着寻地脉的本事 倒也挖了不少的基因卵 高级的没有 低级的家中道还是有不少 送韩森一两科也无妨 两人很快就出了万古神城 不过杨夫子没敢带着韩森去万古大神山 而是去了另外一个方向的草原 所谓的地脉也被称为神脉 所谓万物皆有其神 神脉就是万物之神汇聚之地 只有那样的地方才能够凝结出基因卵 杨夫子一边走一边解释 那么神到底是什么呢 韩森问道 杨夫子沉吟着说道 这个很难解释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气场 就像是天上的云雾一般 会随着天地的变化流动 并非死守一地 所以找地脉和挖基因卵都是学问 不是随便挖就能挖到的 看到那座小土丘了没有 那里就是一处气场汇聚之处 下面必然会有基因卵 不过那里的气场太弱 里面的基因卵等级不会太高 杨夫子指着前面的一座 七八米高的土坡说道 第3042章 恶灵喷拳 韩森来到土坡前 正准备要提拳把土坡直接轰开 杨夫子却是连忙上前阻拦道 大人 万万不可 基因卵未孵化之前十分脆弱 受不得大力 若是破损了 里面的基因种就无用了 韩森只好放下了拳头 看着杨夫子问道 那要如何挖出基因卵 杨夫子无奈地说道 还请大人再次等待片刻 老朽这就把基因卵挖出来 杨夫子是真的无奈 他只是一个夫子 又没有基因种可以使用 平时就算有人请他去寻地卖 也不会让他干这等苦力活 可是如今 杨夫子却是别无选择 他认了韩森为主 总不能让韩森动手做苦力吧 只能自己动手 现在杨夫子已经开始庆幸 庆幸自己没有带韩森去万古大神山 那里都是山石 累死他也挖不动 这里倒是只有泥土和草根 挖起来要容易很多 杨夫子围着土坡转了好几圈 又拿出小铲子 在地上挖了一些泥土仔细观察 不时用鼻子去嗅 甚至还伸出舌头舔了舔 看得韩森目瞪口呆 最终杨夫子选中了一处地方 用小铲子一铲子一铲子的往下挖 那铲子本来就小 杨夫子的力气又不大 挖了好一会儿 才挖了两尺身 累得脸都白了 坐在一旁直喘气 韩森在一旁笑道 杨老 夫子都像你这么斯文吗 杨夫子听出了韩森的弦外之音 喘着气答道 寻地脉之术人人可学 能够使用基因种的贵族 自然学起来更加容易 似我这等没有神灵血脉的夫子 都是活不下去 给逼的 不得不学 要不还是我来挖吧 韩森见杨夫子累得腰 都快要直不起来了 额头上一直在流冷汗 便说道 大人安坐便是 这里的地脉非常薄弱 埋得不深 应该快要挖出来了 再稍等片刻就好 杨夫子摇头说道 韩森见杨夫子执意如此 也不再多说什么 就在一旁饶有兴趣地看着他挖土 挖着挖着 突然听到咔嚓一声 像是草根被铲断的声音 杨夫子的脸色顿时一变 不会挖坏了基因卵吧 不对啊 依我推算 应该还有半尺距离才对 不可能算错 想着 杨夫子连忙把铲子提了起来 铲子从土里面提出来的刹那 顿时只见一股喷泉 从那铲子的裂痕处喷了出来 只是那喷泉的水有些怪异 竟然呈现出一种深紫色 形成的水柱 喷出一米多高 落下来之后 顿时把杨夫子挖出来的土坑淹没 坑内的紫色液体越来越多 杨夫子先是一棱 然后细看那喷泉式的紫色液体 顿时脸色大变 师生叫道 恶灵地泉 这里怎么可能会有恶灵地泉 韩森见杨夫子一脸的惊恐 老麦的身子连连后退 差点摔倒在地上 连铲子都给扔了 连忙伸出一只手 按住他的后背 帮他稳住了身形之后问道 什么恶灵地泉 你不是说这里有基因卵吗 杨夫子脸色苍白 连声说道 我们快走 这里不能再挖了 再挖下去 我们两个都非死不可 你倒是先说个道理出来听听 刚才还好好的 怎么现在也不能挖了 韩森却是一点也不着急 但笑着说道 杨夫子恨不能立刻撒腿就跑 可是韩森不走 他终究是不敢先跑 只好急着解释 先前是我看走了眼 以为这里只是一个小地脉 可是谁知道 这里竟然会有恶灵喷泉 若是再不走 我们必将大祸临头 恶灵喷泉到底是怎么回事 韩森却没有要走的意思 拉着杨夫子 看着那还在喷涌的紫色泉水问道 杨夫子心里那个着急啊 恨不能一铲子把韩森拍晕了 然后拖着他赶快跑 可惜他的武力值不够 被韩森拉着想跑也跑不掉 只能焦急地说道 之前我不是告诉过你 万物皆有神 基因卵就是万物之神凝结而成吗 没错 这话我还记得 韩森点头道 神这东西说白了就是灵 万物皆有灵 而这些灵凝聚在一起 就结成了基因卵 万物有好有坏 其灵自然也有好有坏 一般若是在地脉之处 看到紫气生腾 那么那处地脉之灵 就很可能是恶灵 往往一些古代战场 死伤极多的地方 就会出现那种恶灵地脉 顿了顿 杨夫子又接着说道 我没听说过 这片草原有过什么战场 想不到 这里不但有恶灵之气 而且地脉之灵 已经结成了地泉 说明下面的地脉是极恶所在 若是再不走 我们受到那恶灵喷泉的影响 很可能会有不祥之事 在我们身上发生 我们还是快逃吧 韩森听完之后 眼神一动问道 按照你的说法 有恶灵喷泉之处 岂不是地脉极强的地方 应该能够接出高级的基因卵吧 话是没错 不过恶灵喷泉沾身 会有大不祥 而且 这等极恶地脉结出的基因卵 性子都极为凶恶 等闲神灵血脉 根本压他不住 若是强行孵化融合 说不定会反噬其主 基因卵越是强大 对于主人的危害也就越大 还是不碰为好 杨夫子眼看着土坑 已经快被紫色的液体灌满 脸色越发的难看 恨不能立刻逃走 原来如此 杨老你先走吧 韩森放开了杨夫子 镜子向那喷泉处走去 大人 你想干什么 杨夫子原本想跑 可是看到韩森走向了恶灵喷泉 连忙叫道 你先回去吧 回头我再去找你 韩森说着 捡起了杨夫子丢下的小铲子 然后蹲到了土坑旁边 就准备要开挖 大人 万万不可呀 据老朽所知 遇上了恶灵喷泉的人 别说去挖了 就算是被恶灵泉水沾上一点 也会有大不祥之事临身 这万古神城的上一任城主 就是因为挖到了一眼恶灵喷泉 还沾染了恶灵泉水 最后变成了一个贱人 就杀的紫眼怪物 这还是他没有挖出 精卵的情况下 杨夫子焦急地劝说 你先回去吧 我自有分寸 韩森不理会杨夫子的劝说 一铲子直接挖了下去 朱天神灵他都不怕 还怕什么恶灵 第3043章 神脉异象 韩森力气 自然不是杨夫子能够比拟的 他尽量控制着自己的力量 但也和挖土机差不多 小铲子快速飞舞 转瞬间就挖了一条水沟出来 把坑内的紫色液体都引了出来 说来也怪 不知道那些紫色液体 到底是什么东西 流出来之后 挥发的速度极快 流出去没有多远 就全部都蒸发掉了 在四周生腾起淡淡的紫色雾气 然后被草原上的风一吹 就都散了 杨夫子不敢靠近 可是他也不敢真的走掉 只能跺了跺脚 就远远地观望 只是祈求韩森千万别出什么事 韩森死了不打紧 可是没有韩森的庇护 他的麻烦就大了 且不说宁静还在找他 只是石伯那一家子 恐怕就不会放过他 我上辈子到底做了什么念 竟然会遇上这么个做死玩意儿 杨夫子心中哀叹 韩森挖钩引泉 可是紫色的泉水 却不停地往外冒 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 只好跳进泉水里面去挖 杨夫子远远地看到 韩森跳进了泉水里面 满头都是黑线 眼角不停地抽搐 做死 这就是做死啊 韩森站在泉水里面 感觉那紫色的泉水 有些凉凉的 那感觉就好像 是擦了酒精一般 不过这玩意儿 比酒精挥发得更快 所以虽然紫色液体 一直在喷涌出来 却也没有形成 太大面积的积水 韩森站在里面 也只是刚刚没过膝盖而已 杨老 那基因卵埋在下面 还有多深呢 韩森见杨夫子 在远处没有走 就对着他吆喝了一句 杨夫子刚才说过 基因卵没有孵化出来之前 相当的脆弱 他怕把基因卵挖坏了 杨夫子眼角抽搐 最后还是答道 原本我判断 应该还有半尺距离 不过既然下面有恶灵喷拳 我之前的判断应该不对 身前很是难说 不过肯定不会在三米之上 韩森听杨夫子这么一说 直接把铲子 往拳子下面的泥土之中一插 一股恐怖的力量 顿时传入泥土之中 顿时把面 披成了一道深达三米的大沟 现在韩森无法使用动旋领域 不能扫描下面的情况 不过对于力量的控制能力还在 想要展开三米深度 那是一丝一毫也不差 在大沟被展开的刹那 那原本只有婴儿手臂粗的恶灵喷拳 刹那间如同火山爆发一般 喷起十几丈高 把韩森全身都给湿透了 好 杨夫子远远看到 在那泉水喷发之中 有一道紫色的光影冲天起 朦胧之中 似是一头恐怖的巨兽 那巨兽光影发出一声咆哮 然后才化为紫气消散于天空之中 似是天边的晚霞都给染成了紫色 那是 神脉异象 骨质恶兽 杨夫子下的一屁股坐在地上 瞪大了眼睛看着虚空 像是活见了鬼一样 韩森也看到了那一闪而逝的异想 听到了售吼之音 却丝毫不以为意 刚才恶灵泉水的爆发 好像泻尽了内中的紫色液体 泉水很快就落了下去 渐渐的不再喷涌而出 而先前喷出的紫色液体 也快速的挥发 只是片刻时间 地上就再无半分液体 只是空气中 还有若隐若现的紫气盘绕 不过被太阳一晒 也就快速消散了 韩森怕伤了精卵 进了沟中之后 就直接用双手去挖 速度倒也不算慢 又挖了三尺有余 突然感觉手指锁出的东西 似是有些不同 心中不由的一喜 应该是挖到了 韩森连忙用手 拨去旁边的泥土 见下面露出了黑色的金属物 以为那就是精卵 可是继续挖下去 却很快发现 那并不是什么精卵 这是什么玩意儿 韩森有些疑惑地 打量着自己挖出来的东西 就算他再怎么不懂精卵 也看得出来 面前的东西 绝对不是精卵 谁家的卵长得像跟大棒吹呢 面前的东西 就是一根黑色的金属柱 柱子的直径 有海碗口那么大 韩森挖出来的部分 就有一米多 下面还埋在泥土里面 不知道到底埋得有多深 落在外面的部分 看起来通体有黑 外面刻着许多 韩森并不认识的符号和文字 看起来就像是一块 刻满了金纹的铁桩 杨老 你来看看 这是什么玩意儿 怎么地脉中 还能挖出根铁桩子呢 韩森对远处的杨夫子 招手说道 杨夫子似是被吓得不轻 可是听到韩森所说的话 却是身子一颤 一咕噜从地上爬了起来 飞快地跑到了大沟旁边 趴在沟边往下面瞧 这一瞧 杨夫子的脸色 顿时又白了几分 失了浑事的喃喃自语 完了完了 这次真是闯了大祸了 看来杨老你认的这东西 反正都已经挖出来了 你倒是说说看 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韩森心中的兴趣 却是越发的浓了 他这人最是好奇 否则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杨夫子越是表现得 好像天药塌了一般 他就越是好奇 想要弄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怪 难怪我先前没有看出 这里竟然会有恶灵喷泉 难道这里竟然有阵脉之气 真是倒了八辈子血没了 早知道这里有阵脉之气 打死我也不会在这里挖鸡淫乱 杨夫子后悔的肠子都清了 杨老 你要再这么说话 信不信我把这根铁柱子 塞进你的身体里 韩森神色不善地盯着杨夫子说道 虽然他的修养很不错 可是却最讨厌这样说话的人 以前遇到的太多了 心里有阴影 杨夫子见韩森那冰冷的眼神 顿时打了个机灵 连忙说道 大人呼怪 刚才老朽只是太激动了 这根铁桩应该是阵脉之气 是那些无上强者 用来镇压地脉之气 为什么要镇压地脉 见杨夫子终于会说人话了 韩森的脸色稍缓了一点 杨夫子叹息道 自然是因为那地脉中 有凶恶之极的基因种 那些强者发现之后 不愿望地脉中的基因种出世 却又无力将其摧毁 只能以镇脉之气将其镇压 使那基因种难以出世 第3044章 极恶凶兽 这么说 下面肯定埋着极为强大的基因卵 韩森心中一喜 双手抱着黑色铁柱 就要用力将其拔下来 看看下面镇压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基因卵 韩森那是曾经霸绝星空的人物 一般的基因卵 本就瞧不上 这么有趣的基因卵 自然不可能轻易放过 至于凶不凶的 韩森却没有放在心上 杨夫子看了却是大惊失色 魂都快要被吓出来了 连忙伸着手叫道 大人不可 那基因种若是出世 必定生灵涂炭为祸天下 杨夫子的话还没有说完 那铁庄式的阵脉之气 就被韩森拔出了一尺有余 铁庄极为沉重 但是在韩森的力气之下 却算不得什么 韩森双手交替 把那铁庄一尺一尺的往上拔 也不过就是眨眼间的功夫 长达四米左右的黑色金属柱子 就被他全部拔了出来 轰隆 在金属柱子拔出来的一刹那 整个大的都好像颤抖了一下 连远处的万古神城都跟着一颤 吓得城中居民还以为是地震了 不过一颤之后 便没了动静 搞得人们张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冤孽 冤孽 杨夫子摊在地上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下面的韩森 嘴里面嘟嘟囔囔的 吓得连逃跑都忘了 韩森懒得理会他 凑到金属柱 拔出后留下的洞口处 往下面看去 只见下面黑暗处有一片隐隐紫光闪动 好似黑暗中的夜明珠一般 不过洞口太小 只能看到一部分 大概可以判断出是金卵的一部分 果然有金卵 韩森心中一喜 确定了金卵的位置之后 便不再有顾忌 直接一掌劈了下去 只见咔嚓一声巨响 泥土被韩森这一掌直接劈开 刹那间就形成了一道大裂缝 下面的东西顿时看得一清二楚 韩森目光凝望 只见在那泥土之中 有着一颗直径超过一米的紫皮玉蛋 在阳光下散发着妖异的紫色荧光 在蛋上还有着许多的花纹 好似浮雕的符号一般 杨夫子 我要怎么才能够将这金卵孵化出来呢 韩森落到了金卵的旁边 伸手抚摸着紫玉一般的蛋壳 让韩森惊奇的是 竟然可以感觉到蛋壳里面传出来微弱的心跳 杨夫子长叹一声 若是你有神灵血脉 只要与他接触 自然就会有心灵感应 若是他愿意臣服于你 自然会释放出信息 可是大人您 杨夫子的话没有说完 韩森却已经明白他的意思 没有神灵血脉 就没有其他办法收服基因种吗 韩森自然没有什么神灵血脉 也没有办法与其沟通 没有 若是有办法的话 一般民众也就不会那么看重神灵血脉了 顿了顿 杨夫子又劝道 大人 反正你也用不了 还是快些把正脉之气埋回去吧 韩森却沉意着说道 不对啊 你先前不是说 任何人都能够培养基因种吗 基因种当然可以养 不过没有办法与自身融合 只能当宠物使用 而且也不是随便就可以养的 若是遇到一些性格比较温顺的基因种 说不定能够驯服 可是性子恶一些的基因种 别说养了 看到了跑都来不及呢 这颗基因卵必定是极恶之种 万一它出事 杨夫子话还没有说完 就听咔嚓一声 那基因卵的外壳竟然从顶端裂开 并且快速向下蔓延 顿时让杨夫子惊得张着嘴巴石化住了 韩森却是饶有兴趣地看着裂开的基因卵 只见上面的裂纹越来越多 不多时就碎裂了大半 一个毛茸茸的脑袋从里面钻了出来 韩森仔细一看 心中顿时一惊 弱大的紫色巨蛋之内 孵化出的基因种竟然只比拳头大一点 全身肉糊糊圆滚滚 就像是一个毛球 那一身红色的毛发 油光发亮 卷去的尾巴 尖尖的耳朵 还有刚刚睁开的眼睛之中 有着一对血红的树桶 那模样分明就是一只小猫咪 韩森之所以惊讶 并非惊奇于它的大小 而是这只小猫咪长得 着实有些古怪 韩森怎么看 这家伙都有点像是老猫那个混蛋 只不过这只小猫比老猫要迷你很多 很是娇嫩可爱 不似老猫那么讨厌 但是两者之间 还是有许多相似之处 比如一般的猫应该没有这么大的尾巴 这样的尾巴更像是狐狸 还有它的耳朵也比一般的猫 要长一些尖一些 也像是狐狸的特征 诸如此类 这只小猫咪与一般猫有着些许的不同 与老猫那种似猫非猫 似狐非狐的体型倒是很相似 小猫咪从蛋里面爬出来之后 冲着韩森叫了两声 摇摇晃晃地爬到韩森脚边 用爪子抱着韩森的裤腿往上爬 看起来爬得颇为吃力 韩森伸手拎着他的脖子 把他拎到了面前 仔细打量这只刚出世的基因种小猫咪 除了十分青涩可爱之外 其他越看越像老猫 小猫咪被韩森拎着 一副乖巧的模样 圆圆的脸蛋上一脸无辜的表情 伸着粉嫩的小舌头 对着韩森喵喵直叫 应该不可能吧 且不说老猫已经死了 就算还活着 也不可能反老还童 更不可能跑到基因栏里面 韩森看着小猫咪暗自思索 杨老 这就是你说的凶残基因种 韩森拎着小猫咪 跃出了土坑 看着杨夫子问道 杨夫子也是棱棱的 看着被韩森拎在手里的小猫咪 半上没有说出话来 好一会儿 杨夫子才慢吞吞地说道 基因种的凶恶程度 不能以体型外貌论知 可能是因为他还太小 没有成长起来 总之被震脉之气镇压 之前又有神脉异象骨质恶兽出现 他必定是绝代凶兽无疑 那什么神脉异象 和骨质恶兽又是怎么回事 韩森之前就听到杨夫子 大呼小叫这两个名字 现在又听他这样说 就顺口问了一句 杨夫子说道 一般人只知道 基因种分为王 公 猴 脖 子 男六个等级 却不知道 还有一种更高级的基因种 那种基因种在出世之时 会伴有各种神脉异象 骨质恶兽是神脉异象的一种 传说是极恶一种出世的征兆 第3045章 让你做我的仆人 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他真的是这么厉害的基因种吗 韩森把小奶猫提到自己面前 看了又看 除了看起来 好像和老猫有点像之外 并没有看出什么特别之处 小奶猫被韩森拎着 身体自然下垂 瞪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睛 看着韩森 好像什么都不懂得 纯洁小吃货的模样 这个嘛 一般来说 有神脉异象的基因种 都会很强 可能是他太小了 需要一些时间成长吧 杨夫子犹豫着说道 虽然明知道 这只基因种 应该是很可能的凶兽 可是看他的模样 却怎么也无法和凶兽联系在一起 连杨夫子都有点怀疑自己的判断了 什么赤土千里 什么天灾不断 这些凶兽出世的征兆 好像都没有在他的身上出现 怎么才能够让他长大 要喂猫粮吗 韩森看着小奶猫问道 基因种需要吃基因卵 或者基因种才能够成锤进化 普通食物无法令他们成长 杨夫子很肯定地回答 那就有些麻烦了 上哪里弄那么多的基因种喂他呢 韩森听了顿时有些苦恼 挖一颗基因卵已经这么麻烦 想要弄到大量的基因种 在韩森看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现在他还小 一般的低级基因卵 或者基因种都可以用来喂他 应该不难完成第一次进化 可是等他长大一些之后 普通的基因卵和基因种 应该就很难再让他进化了 需要吞食更高级的基因种 才有可能继续进化 顿了顿 杨夫子又提醒了韩森一句 大人 您真的要养他吗 他可是凶兽 而且 您又不能和他产生灵魂联系 只是普通的训养 太容易叛变了 无妨 先养着玩吧 韩森提着小奶猫 想了想对他说道 你就叫小猫吧 韩森本就不擅长起名字 看他和老猫似乎是同一种类 干脆就直接叫他小猫 等老了可以改成老猫 十分的省事 喵 小猫似是听懂了一般 对着韩森奶声奶气的叫了一声 好像对自己的名字很满意的样子 杨老 麻烦你再帮忙找几个神脉 我们再挖些基因卵 韩森现在已经知道自己 好像没有办法和基因卵融合 对于基因卵 也就没了太大的兴趣 想挖点基因卵 纯粹是为了喂养小猫 好吧 杨夫子无奈地点点头 神色复杂地看了一眼小猫 然后才说道 最近一年 不知道为什么地脉的数量大增 而且 基因卵的数量也多了很多 以前一个地脉中 能够育育两颗基因卵 已经很罕见 最近却时常可以看到 三卵 甚至是四卵的地脉 找一些低级的基因卵 应该不难 要是换成以前 恐怕还真有些麻烦 韩森看了一眼 那根四米左右的金属柱 走到金属柱旁边 直接把它扛在了肩膀上 像是扛着一个木材似的 这东西 应该值点钱吧 能不能换基因卵 韩森问道 杨夫子神色古怪地说道 阵脉之气 自然价值连城 不过他的主人 恐怕不是凡俗之辈 若是被原主人发现 只怕又是一个大麻烦 韩森不以为意 扛着金属柱 跟在杨夫子后面 两个人继续去找地脉 挖基因卵 正如杨夫子所说 地脉似乎并不难找 走了十几里路 就又找到了一处地脉 这次没有出什么意外 两人很快就挖了一颗 拳头大小的白色卵蛋出来 杨夫子看了一眼 就说 那是男爵级的基因种 毒液蛇的卵 算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基因种 万古神城内 有很多人都是使用这种基因种 不是什么好货色 韩森也看不上眼 直接把毒液蛇卵开了一个口子 送到小猫嘴边 小猫很是兴奋地伸出小舌头 去舔食蛋汁 一边舔还一边喵喵叫 看起来非常喜欢 小猫的个头不大 可是肚量却不小 一颗拳头大小的蛇卵 舔得干干净净 小肚皮却也没见变大 还一脸意犹未尽地望着韩森 韩森只好让杨夫子 继续带他去挖基因卵 两人才走了没多远 突然听到后面传来了轰隆的提声 后来杨夫子心中一惊 惊骇道 是石伯带人带报仇了吗 不是石伯 是宁静 还有一个比他还小的少年 韩森的目光极强 远远地就看清楚了 那霸王虫的背上之人 果然 当霸王虫近了一些之后 杨夫子就看到了宁静 而在宁静的身边 还坐着一个俊美的白山少年 霸王虫在距离 韩森他们不足五米的地方停了下来 那十三四岁的白山少年 饶有兴趣打量着韩森说道 宁静 你说的那个赤手空拳 打死霸王虫的人 就是他吗 是的 白公子 宁静恭敬地答道 杨夫子心中暗自一惊 宁静是龙哥城主的孙女 身份相当尊贵 可是看他的模样 对这个少年却似是十分敬畏 这少年的来历 想来更为高贵 你当真赤手空拳 打死了霸王虫吗 白山少年从霸王虫的背上 跳了下来 走到韩森面前问道 不错 韩森点点头 并没有否认 那你能够打死 这只霸王虫吗 白山少年 指着他们乘坐的霸王虫说道 这只霸王虫 显然是成年体 比之前石伯的那只气势 要强很多 个头也大了近一倍 你我无怨无仇 我为什么要打死你的霸王虫 韩森说道 这不是我的霸王虫 是他的 我就想看看 你是不是真的能够 赤手空拳 打死霸王虫 白山少年指着宁静说道 宁静此时的脸色有些不好看 可是却没有说什么 显然对于白山少年 非常的忌惮 我为什么让你看 打死了霸王虫 对我有什么好处 韩森皱眉道 这少年给人的感觉怪怪的 白山少年听了韩森的话 露出深思的表情 想了想说道 你若是真的能够 赤手空拳打死霸王虫 我就让你做我仆人 白山少年说的天经地义 好似让韩森当他的仆人 是韩森占了天大的便宜一样 杨夫子一听这话 就感觉事情要糟糕了 韩森是什么样的性子 他已经很了解 这家伙怎么可能受得了这样的气 今天有点事 回来都晚了 继续赶下一场 第3046章 地主家的傻儿子 谁知道韩森这一次 竟然出乎杨夫子意料的没有生气 反而笑了起来 做你的仆人就不用了 如果我打死了他 能不能把他的尸体给我 韩森指着那只霸王虫说道 说完 还看向杨夫子问道 杨老 这样的基因种 应该能给小猫当食物吧 应该 能吧 杨夫子神色古怪 用王级的基因种 喂养刚出生的基因种 这已经不是能不能的问题 而是太浪费了 可以 白山少年非常爽快地点头 宁静脸色有点难看 想说什么 可是动了动嘴唇 终究还是没有说出来 宁静 快让你的霸王虫攻击他 我要看看他 是不是真的能够赤手空拳 打死霸王虫 白山少年望向了宁静 催促着说道 宁静眼角抽搐 看起来内心很是挣扎 不过最后还是听了白山少年的命令 命令霸王虫向着寒森冲了过去 与食伯的那只霸王虫有些不同 这一只霸王虫的甲铐 虽然也是黑色 不过却隐隐透着暗金光泽 力量和速度都比食伯的霸王虫要强很多 想拿我的霸王虫当猫粮 你去死吧 宁静心中发狠 只希望自己的霸王虫能够一口吞了韩森 霸王虫的体型巨大 可是速度却快的惊人就和跳蚤一样 身形模糊了一下 就已经到了韩森面前 眼看着那长满利齿的口气就要把韩森吞下去 韩森却把一只手臂高高抬起来 拳头向下一锤 哄 霸王虫的脑袋顿时被狠狠地砸进了泥土之中 脑浆崩裂而出 直接死于非命 宁静看得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了 韩森之前能够一拳打爆未成年的霸王虫还好说 他的这只霸王虫却是成年体 韩森竟然还是一拳打爆了他的脑袋 这未免也太过不可思议了 白山少年在一旁看得却是眼睛大亮 拍着手说道 太有趣了 竟然真的能够斥手空拳打死霸王虫 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气 刚才你说的话还算不算 韩森看着少年问道 当然算 宁静把霸王虫的尸体给他 白山少年说着 走向了韩森 边走边问道 你叫韩森对吧 你是先天血脉吗 是哪一系的血脉 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力量 说着 白山少年竟然还想要伸手去摸韩森的手臂肌肉 一脸的好奇表情 殿下 不可 白山少年还没有走到韩森面前 就见一道身影出现在白山少年面前 让他无法靠近韩森 我不是说了 让你们不要跟着我 你怎么又来了 白山少年顿时面露不悦之色 瞪着那人说道 属下之罪 那人立刻担心跪在了少年面前 不过却依然没有让开的打算 低着头继续说道 此人太过危险 还请殿下不要以身犯险 我只是想要和他说说话 会有什么危险 立刻退下 白山少年冷声呵斥 殿下 请三思 那人依然跪在少年面前 丝毫没有退走的打算 露王虫我带走了 韩森看出白山少年来历不凡 不过这和他也没有什么关系 和白山少年打了一个招呼 就镜子走到了露王虫的尸体旁边 拖起了尸体 就打算要离开 混账东西 给我滚开 白山少年已经十分的不恼烦 一脚踹在跪着的那人身上 然后追上了韩森 韩森 你若是肯跟我回去 我保你荣华富贵想之不尽 白山少年跟在韩森身边 眼神热切地说道 你让我跟你回去干什么 韩森边走边说道 我姐姐养了一只厉害的基因种 我老是输给他 被他欺负 我想让你帮我打败他的基因种 好出一口恶气 白山少年咬牙切齿地说道 韩森白了他一眼 我是人 不是基因种 我知道 可是没有人规定人不可以精斗受场啊 少年一本正经地说道 不去 韩森头也不回地说道 你不是 想要基因种的尸体吗 如果你能够 杀死我姐姐的基因种 尸体全部归你 白山少年连忙开出架码 没兴趣 韩森想都没有想 就再次拒绝 他又不是真的很缺基因种 我给你十颗基因卵 二十颗 白山少年继续开架 一副不依不饶的执着模样 韩森不再理他 依然自顾自地继续往前走 白山少年不敢放弃 一直跟在韩森身边 想要说服他 宁静和那个护卫模样的人 也紧紧跟在少年身后 一直警惕地盯着韩森 好像生怕韩森会对少年不利 韩森跟少年吵得有点烦了 就指着宁静随口说了一句 让我去那什么斗兽场也可以 只要他肯给我当女奴就行 宁静顿时大怒 你说什么 白山少年听了却是一喜 看着韩森问道 此话当真 比真经还真 韩森笑着说道 宁静 那就委屈你一下吧 白山少年看向宁静说道 韩森和宁静的脸色同时一变 韩森心想 我去 这是哪个地主家的傻儿子 竟然还真的敢开口啊 宁静是龙哥城主的孙女 是个正常人 都不可能会同意韩森的条件 就算是大秦帝国的皇帝 只怕也不会这样羞辱自己的重臣之后 可是这个白山少年 魂不在意的开口 要求宁静给他当女奴 这得有多傻 才能够当着众人的面 说出这种话 殿下 请您刺宁静一死 宁静立刻跪了下来 一脸悲愤地说道 就连那护卫 也是一脸古怪的 看着白山少年 只是他却不敢多说什么 白山少年听宁静情死 顿时冷了冷 刚想要说什么 那护卫却突然大叫一声 殿下小心 说着 护卫身上一光大放 背后竟然伸出一对翅膀 头顶也长出了怪脚 一拳向着天空之中轰去 只见一道雷光自天降 刹那间 把那护卫全身 披得如同焦炭 直挺挺地摔倒在地上 没了声息 韩森转头看去 只见一个背后 生有洁白双翼 身上穿着白纱衣 周身雷电环绕 宛若天使一般的美丽女子 破空而来 第3047章 目射天使 白山少年这时候 反应倒是很快 一下子缩到了韩森后面 紧紧抓着韩森后背的衣服 韩森原本想要把 这个地主家的傻儿子丢出去 两人素不相识 韩森也不知道 他是好是坏 也不想帮他挡刀子 可是那破空而来 如同天使一般美丽的少女 却根本不管那么多 手中握着的长剑 对着韩森摇摇一指 顿时只见一道恐怖的雷电 破开虚空轰击而来 明显是想要把韩森 连同他背后的白山 一年一起轰起焦炭 韩森不惹事 但也绝对不会任人欺负 直接反手一拳 迎向了破空而来的雷电 宁静在一旁叫道 小心 他融合了神级基因种 大虚空雷电神音 大虚空神雷可毁灭一切 亦可传导千里 不可立敌 可是那雷电来得太快 宁静的话还没有说完 韩森的拳头 已经撞上了恐怖的雷电 哄 雷光爆散 恐怖的雷电 竟然被韩森一拳轰爆 漫天雷光闪烁 却并没有能够伤到韩森 也没有传导到身后的白山少年身上 宁静张大的嘴巴 半上没有和尚 以肉体硬扛大虚空神雷 竟然能够毫发无损 这已经超过了他的相信极限 那天空中的美丽女子 一中眼中闪过一道惊异之色 不过也只是一闪而逝 下一秒他手中的长剑就连续挥动 一道道大虚空神雷 向着韩森轰击而下 这个世界果然还是有高手的 韩森只感觉拳头发麻 那一道雷电 虽然没有能够伤到他 倒也让他有些难受 看着一道道雷电破空而来 韩森只手挥拳相迎 一拳又一拳 打得雷电崩射 火花四剑 宛若战神沐浴雷电而生 杨夫子和宁静看得都傻了 杨夫子越发肯定 韩森绝对不是人 而宁静则越看韩森越不像人 韩森身后的白山少年 却是一脸的兴奋 躲在韩森那雄壮的身躯之后 感觉这世界上 仿佛没什么好害怕的了 大声叫道 韩森 你不是喜欢女奴吗 快把那厉害的小娘子打下来 我把她和宁静一起赐给你当女奴 韩森听她这话 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她韩森想要什么美女没有 又岂会真的贪恋美色 再说了 真把那天使一般的美丽女人打下来 那又何须她赐 一旁的宁静 脸色却比韩森还难看 这地主家的傻儿子 竟然还记得这事 韩森连挡了十几道雷电 被电的双手都快要肿了 见那美丽女子依然一言不发 没有停手的迹象 感觉再这样下去也不是一个办法 猛的一跃而起 凌空向着天使般的美丽女子抓去 韩森这也是没有办法 她的身体被这个世界排斥 没有办法做到凌空飞行 只能用跳的 而且她跳得越快 力量用得越强 受到的排斥也就越大 韩森整个人如同炮弹一般冲上天空 可是那美丽女子背后双翼一阵 如同雷光般顿向更高处 韩森一抓落空 无奈地向着地面落去 美丽女人根本不等她落地 手中常见无情的挥斩 人若雷电而顿 剑若雷霆肆虐 人在雷电之间闪动 而雷电却如利剑纵横交错 全部向着韩森身上招呼过来 这女人有病吧 话也不说一句 上来就要人命 我和那地主家的傻儿子 真不是一路的 韩森心中郁闷 在空中根本无处借力 连躲闪也不可能 前面的雷电还好说 后面的雷电却没有办法抵挡 被一道道雷电斩在后背之上 电得韩森身子颤抖 像是被鞭子抽一样 虽然这样的力量还伤不了她的身体 可那滋味却不好受 韩森顿时皱眉 就算被世界的力量排斥 她的武力依然比那疯女人强 可是那女人凭借雷电和飞行的力量 却让韩森根本碰不到她 只能被动挨打 正在韩森心中郁闷之时 窝在她怀里的小猫 突然奶声奶气地叫了一声 然后韩森就看到 小猫身上的红光闪烁 竟然化为红色的光流 融入她的身体之内 韩森顿时感觉 身体内被一股灼热的力量充斥 下一秒 随着那力量在身体中奔腾咆哮 韩森忍不住仰天长笑 喵 随着这一声惊天动地的猫叫 韩森的头顶 生出了一对红色的猫耳 背后出现了一条蓬松的猫尾巴 就连一双眼睛 都变成了小猫一样的红色树桶 终于使用基因种了 宁静目光一宁 注视着韩森 想知道这样的强者 使用是什么基因种 而杨夫子却张大了嘴巴 像是被一个鸡蛋卡住了喉咙似的 叫也叫不出来 吞也吞不下去 那模样古怪到了极点 不 不可能 它不是基因种吗 基因种怎么可能与基因种融合变身 杨夫子的脑子 有些转不过来弯了 韩森目视 如同雷电般飞顿的美丽女子 一股奇异的力量 充斥于双眼之内 令她的瞳孔越发的鲜红 那美丽女子 见韩森融合基因种变身 身上的雷电力量更胜 双手握着长剑 对着韩森狂斩而来 雷电凝聚成一道 如同怪鸟的模样 瞬间斩到了韩森面前 碰 韩森眼中红光一闪 竟然射出两道红色光束 直接把那雷电之鹰打爆 红光游自不止 似是激光 一般穿上天空 只见鲜花喷溅 两道红色的目光 刺穿了女人身体 令她惨哼一声 狠狠地瞪了韩森一眼 背后双翼猛震 化为雷电破空而去 眨眼间穿入云霄 不见了踪影 韩森眼中射出一道目光之后 顿时感觉身体内的 那股奇异力量衰弱了许多 再想射出第二道目光 已经不可能了 女人顿走无踪 韩森身上的力量 也随之消退 化为点点红光 从胸前透了出来 重新凝聚成了小猫的样子 不过现在小猫看起来很虚弱 嫩嫩的爪子 抓着韩森胸前的衣服 有气无力地叫了一声 喵 不错不错 总算没有白养你 比老猫那个混蛋强多了 韩森心中欢喜 抱着小猫连连称赞 看来我也能够使用这个世界的力量 韩森检查了一下小猫的身体 发现他只是有些虚弱而已 这才放下心来 同时心中也兴奋了起来 原本他以为自己没有办法使用基因种 现在看来并不是那么回事 第3048章 太子秦白 太子殿下 奴才救驾来迟 罪该万死 一个不应不扬的奸细声音传来 只见十几道身影飞闪而至 都跪在了白山少年身前 为首一人正自请罪 没用的奴才 若非韩森相救 本太子早就被那小娘子给垫成交叹了 还要你们何用 白山少年气恼道 奴才罪该万死 那十几个根本不敢反驳 只是跪在地上请罪 我去 这是在拍古装剧吗 韩森看得目瞪口呆 大宇宙中虽然也有些种族 实行的是地制 但也没有这么夸张 韩森 你就本太子有功 不如跟我一起回宫 本太子定然会好好谢你 白山少年部里那些人 看向韩森和颜悦色地说道 哪个 能不能请问一下 你到底是哪一国的太子 韩森神色复杂地 看着白山少年问道 这里是大秦帝国的属地 我自然就是大秦帝国的太子 我性情明白 你叫我名字便可 白山得意洋洋地说道 韩森的神色越发地复杂起来 心中暗道 秦修仪是枭雄 怎么后代之中 竟然会有这样的傻孩子 看来遗传基因这玩意儿 也不怎么靠谱 太子殿下 跟您回宫就不必了 您要是真的感谢我 就赐我一些高级基因卵就可以了 韩森说道 秦白听韩森这么说 露出沉思的表情 许久眼睛一亮 兴高采烈地说道 你想要高级基因卵啊 那也不难 宫中的古金井之中 就有一颗高级基因卵 听说等级很高 你跟我回宫 我便把那颗基因卵送你 韩森还没有说话 跪在地上的为首之人 脸色就变了 用那不音不扬的声音急切说道 殿下 万万不可 那可是我大秦帝国镇压气运之物 万万不可乱动啊 若是让陛下知道了 定然会发雷霆震怒 听到陛下这两个字 秦白不由的有些害怕 只好改口说道 不管怎么样 只要韩森你愿意跟我一起回去 本太子定然会送你一颗顶级基因卵 太子殿下的好意在下心灵了 不过在下还有要事在身 暂时怕事 不能去了 韩森还没有对这个世界 有个清楚的认知 还不愿意去大秦皇宫那种地方 若是身体不被世界排斥 他倒是不需要有什么顾忌 现在却不宜太过张扬 秦白似是极想 让韩森跟他一起回去 可是韩森却执意不去 秦白也无可奈何 临走的时候 一步三回头 再三叮嘱韩森 若是去了国都 一定要去找他 他会给韩森准备最好的基因卵 秦白走了 宁静却没有跟着他一起离开 韩森 有没有兴趣做个交易 宁静正容看着韩森问道 什么交易 韩森重新托起霸王虫的尸体 边走边问道 你不是需要基因种合积阴卵吗 我知道有一个地方 有很多基因种合积阴卵 如果你和杨夫子 愿意陪我走一趟 到时候定然会有所收获 宁静说道 韩森没有答话 只是看向了杨夫子 杨夫子倾壳道 宁小姐 您说的该不会是秦皇藏宝吧 实不满满 之前蒙代蒙大人 也让我跟他去寻找秦皇藏宝 结果不但没有找到宝藏 蒙大人还身陷其中 到现在还没有出来 也不知道是生是死 宁静微微摇头道 杨夫子误会了 我所要寻的并不是秦皇藏宝 而是一处藏灵神脉 那处藏灵神脉的大概位置 我们已经推算出来 只是无法找到准备位置 所以 想请夫子您出手相助 事成之后必有重险 藏灵神脉 在万古大神山之中 杨夫子听了顿时大吃一惊 不敢相信地看着宁静问道 不错 就在万古大神山之中 宁静点头说道 想来夫子定然也知道 最近一年时间 大型的神脉频繁出现 今晚的数量 也比以前多了不知道多少倍 我所说的这一处藏灵神脉 就是最近才出现的 已经可以看到脉气 但是具体位置却不好判断 若是夫子能够寻得具体位置 所得必然有先生一份 杨夫子听得大为异动 不过却没有立刻答应下来 而是看向了韩森 明显是以韩森马首是瞻 什么是藏灵神脉 韩森问道 杨夫子慢条思理地做了解释 一般地脉能够出产两三颗基因卵 就已经算是高产 但是藏灵神脉 却有可能出产上百基因卵 甚至更多 若是用矿脉来比喻 那么藏灵神脉 就等于是一条极品负矿 韩森听了大感兴趣 知道自己能够与基因种合体之后 韩森对于基因种 就又有了兴趣 当然 最主要是与那女人一战之后 韩森发现自己的身体 被这个世界压制得太厉害 若是能够有一些强大的基因种 作为助力 会让她轻松许多 一个女人就如此强大 七大帝国不知道有多少恐怖的强者 韩森觉得 以自己现在的情况 恐怕未必能够战胜 七大帝国的顶级强者 当年秦修到底是怎么打破了空间避障 进入了我所在的大宇宙呢 韩森的力量不逊色于秦修 可是在世界规则的压制之下 想要打穿通道根本不可能 若是两位肯助我 寻得藏灵神脉 到时候那种所得 两位各占一城如何 宁静开出了条件 我们两人只占两城 是不是太少了点 韩森皱眉说道 宁静摇头道 阁下有所不知 藏灵神脉之中危险重重 非一两人能够取得 我也是与人合作 其实最后我所能拿到的 也只是三城而已 你们占两城 其他的五城 还要分给其他的合伙人 韩森不懂这些 只能看向了杨夫子 杨夫子微微点头 藏灵神脉确实凶险 里面肯定会有 已经孵化出来的基因种 若那神脉出现的时间已久 说不定里面的基因种 吞噬了其他未孵化的基因乱 早已经成长起来 会非常的麻烦 也罢 两城就两城吧 韩森见杨夫子似乎很想去 他自己也想要去见识见识 便答应了下来 既然如此 还请两位先跟我回营地 我把其他的合伙人 介绍给你们认识 宁静笑盈盈地说道 第3049章 高贵的神灵血脉 原本韩森以为他和杨夫子 想要奋一杯羹 恐怕还会有些波折 可是谁知道 宁静带他们回去 把杨夫子介绍给他的合伙人之后 那些人竟然对杨夫子 十分地热情 对于他们分去两城收益的事情 毫不在意 杨老 没想到你这么有名啊 回到房间休息的时候 韩森看着杨夫子笑道 杨夫子苦笑道 有名无实 有时候也很痛苦 我虽然懂一些 寻脉方面的知识 可是却没有实力保护自己 这就是怀必齐罪的道理 若是没有你在的话 宁静也不会对我这么客气 只怕我想来也得来 不想来也得来 那两城的份额 也未必真的能够拿到手 韩森一边和杨夫子说话 一边把从霸王虫身体内 挖出来的肉 放进烤箱里面 这是万古神城内的一家酒店 生活不太方便 不过有电烤箱也挺不错 小猫乖巧的手在电烤箱旁边 眼睛透过透明面板 一直盯着里面的烤肉 馋的口水都快要流下来了 好不容易烤好之后 韩森把烤肉分成了三份 原本打算分给杨夫子一份 谁知道杨夫子却连连摇头 老朽的身体 可受不住基因种的血肉 你们自己享用就好 那些贵族 也不吃基因种的血肉吗 韩森好奇地问道 如果没有食物的时候也会吃 不过一般不会吃太多 基因种的血肉 含有太多怪异的能量 人类的身体 承受不住太多的这种能量 只有基因种 才能够大量食用 杨夫子的目光 一直盯着韩森在看 见韩森一口吃掉了一块烤肉 心中暗自嘀咕 这位也到底是不是基因种呢 若说不是基因种 他这身体和食量 可不是人类能够比拟的 根本就与基因种无二 可若说他是基因种 基因种又怎么可能与基因种融合呢 韩森和小猫一人一猫 吃了不少的霸王虫肉 别看小猫的个头小 吃下去的霸王虫肉 却抵得上一头大公牛了 小肚子这才被撑圆了 四肢大张地 躺在垫子上面 粉嫩的小爪子按着圆鼓鼓的小肚子 一脸满足的模样 韩森吃了几块 发现没有获得基因的提示 心中微微有些失望 便不再继续吃了 杨夫子还想说什么 却突然看到 酒店外面的夜空亮了起来 好像有人在放烟花一般 韩森和杨夫子 都向着大落地窗外面看过去 只见一道紫色的光束冲上天际 射入了云层之中 仿佛是一道连接天地支柱一般 是妖帘神庙的位置 那里发生了什么 韩森站在窗前 皱眉看着紫色的光束 杨夫子挣了好一会儿 才羡慕地说道 有人得到了完整的妖帘神血脉 想不到万古神城 竟然有如此天才 什么意思 韩森看向杨夫子 杨夫子解释道 一般人得到的神灵血脉 都是不完整的 就像之前我们看到的一朵紫帘 或者是两朵三朵 甚至是四朵 那都不是完整的神灵血脉 此时意向绽放 说明有人得到了完整的妖帘神血脉 天赋已经到了极点 收服基因种 远比一般人要容易得多 这是天赋也是命 说到这里 杨夫子不由地叹息一声 人与人真的是不能比 我只求一点点的神灵血脉而不可得 人家却可以拥有一切 如此天才 只怕连万古神城的城主 不会亲自招揽 神灵血脉真的那么重要吗 韩森对此非常的不以为然 韩森所生活成长的地方 讲究的是个人的付出和能力 只要有能力 在庇护所当中 就可以凭自己的能力成长 一直变得强大 可是这个世界却似乎完全不同 神灵血脉 好像就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 没有神灵血脉 甚至连变强的机会都没有 很重要 一朵子联的神灵血脉 想要让男爵级的基因种沉浮 都需要不断地尝试与其沟通 而且 未必一定能够成功 而完整的妖帘神血脉 却有机会令王级基因种直接沉浮 你想想看 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就可以融合王级基因种战斗 可以说是平步青云 一夜之间成为万古神城的顶级强者 你说重不重要 梁夫子一脸苦涩地说道 没有能够得到神灵血脉 对于他来说是一生的痛 两人说话之间 那紫色的光束 已经如同莲花般绽放 形成了一朵巨大的紫色光莲 在星空之中 足足浮现了数分钟之久 才渐渐散去 韩森现在倒是对神妙越发的有兴趣了 他很想知道 如果自己去测试的话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妖连神子会不会给予我妖连神血脉呢 韩森饶有兴趣地 看着妖连神庙的方向 可惜去神庙测试的规矩太多 韩森也不愿意试强凌弱 破坏神庙的规矩 所以只能作罢 至于按规矩去拜妖连神 那就更不可能了 酒店的房间内就有智脑 这个世界的科技似乎也很先进 不比大宇宙的差 智脑的操作也很简单 韩森进入虚拟社区 查了不少的资料 对于这个世界又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正如杨夫子所说 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以血脉划分贵贱的世界 没有神灵血脉的加持 无论在七大宇宙帝国的那一个帝国 都可以说是最底层的建民 很多甚至被当成奴隶买卖 获得的神灵血脉越强大 地位也就会越高 但也不是绝对的 空有强大的神灵血脉 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基因种辅助 也一样没有什么用 七大帝国的皇帝 都拥有毁灭级的神灵血脉 所以才能够统一方世界 让韩森感觉奇怪的是 在虚拟社区之中 竟然搜索不到 关于重启极神庙和神灵的信息 似乎也没有人获得重启极的神灵血脉 重启极的神灵应该是在基因神殿之内 可是这个世界 似乎并没有基因神殿的传说 这倒是有些古怪 韩森浏览资料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虚拟社区功能 这个功能竟然可以测试 神灵血脉的强弱 而且还把神灵血脉 分出了很多的等级 兄弟姐妹们 中秋节快乐都吃月饼了吗 十二好久没休息了 原本想要休息一天 不过想想算了 都坚持了那么久 今天还是继续下去吧 第3050章 神灵血脉测试 测试的原理 韩森不是很懂 具体方法倒是很简单 只需要坐在虚拟社区的一张椅子上面 然后整个球形的房间 就会开始旋转 而且会越转越快 在旋转的墙壁之上 会出现一些文字 测试者需要去记忆那些文字 能够记下的文字越多 证明神灵血脉越强大 没有神灵血脉的人类也可以测试 不过一般在房间开始旋转之后 就看不到那些文字了 韩森很是好奇 反正只是虚拟测试 又不会损失什么 就开启了虚拟测试程度 坐在了虚拟房间内的椅子上 韩森坐下之后 椅子自动升到了半空 球形的房间也渐渐开始旋转起来 在旋转开始之前 韩森并没有看到 墙壁上面有什么文字 不过等房间的旋转速度加快之后 韩森竟然渐渐看到在那墙壁之上 闪烁出一些光影式的文字 这里的文字与大宇宙的通用文字是一样的 韩森倒是认得那些字 就一个个记忆了下来 随着房间的旋转速度增加 字的数量也越来越多 韩森却没有任何感觉 很轻易就把出现的文字都记了下来 这些文字的内容倒是有点古怪 韩森看了一会儿 越看越像是一种基因数 只是这种基因数与大宇宙的基因数不同 似乎并不使用于人类 韩森一边记忆一边研究 发现这不应该说是基因数 更应该说是一种神灵数 只有神灵血脉才能够使用的艺术 在韩森记忆研究神灵数的同时 大秦帝国国度的神血院内 一个老人正在目瞪口呆地 看着仪器内的一方古碑 神血院是大秦帝国一个比较清新的机构 主要就是负责监管记录 帝国内部的神灵血脉数量以及等级 以前还需要做全国普查 需要大量的人力物理 但是自从虚拟神灵血脉测试系统建立以后 神血院的工作量就大增度削减 只需要在神血院内收集数据就可以了 现在的神血院 除了一些必要的工作人员之外 大部分的下属单位都在改革当中被裁减掉了 现在整个神血院一共也有30多名成员 其中还包括了一位正院长和三位副院长 此时责任维护虚拟神灵血脉测试系统的 正是三位副院长之一的马国臣 马国臣就像是平时一样 端着一杯茶老神在在坐在椅子上面浏览新闻 可是却突然看到服务器的数据出现了奇怪的波动 这可把马国臣吓了一跳 自从3000多年前建立了服务器之后 这套系统稳定运行至今还没有出过纰漏 倒不是说这套系统肩不可破 而是因为服务器的各个外部仪器都是定时更换 一直维持在良好的状态 就算出了问题 也有备用机组可以智能切换 一旦系统数据出现问题 智脑就会自动切换到备用机组 可是现在问题并没有解决 数据的异常波动声一直在提示不停 这却是从未有过的 让马国臣心中一惊 连忙打开了机房的监控 这一看之下 顿时让马国臣大吃一惊 整个虚拟神灵测试系统的组件都可以更换 唯独有一样东西换不了 那就是整个虚拟神灵测试系统的核心 那一块神灵骨碑 虚拟神灵测试系统每一个帝国都有 但是测试方式都有些不同 大秦帝国的测试方式所依托的 就是这一块神灵骨碑 传说神灵骨碑是秦国创始之初 由第一代秦皇遗留下来的 奇碑极为奇异 经过了许多代人的研究 也没有搞清楚 这块神灵骨碑的具体作用和来历 后来有一个研究员 将神灵骨碑与虚拟系统结合 竟然发现神灵骨碑 竟然可以依托于虚拟网络 浮现出一些文字 又经过了许多年的研究 最终才在三千多年前 有了这一套虚拟神灵血脉测试系统的诞生 相比较于其他帝国的测试方法 秦国的这套系统的测试准确率 那是相当的高 几乎从未出过太大的错误 马国臣在神血院也待了几十年了 从未见过这种情况 只见那块镶嵌在仪器之中的神灵骨碑 此时竟然光芒大放 石碑上的文字 一个个闪烁着妖异的光芒 把整个机房印的通量 那神灵骨碑本身 更是像烧金的铁块一般 变成了半透明状 这是什么情况 马国臣感觉大事不妙 连忙拨打通讯器 想要联系维护仪器的工作人员 快点检查一下机房内的仪器 看看是不是某个仪器部件出了问题 可是很快马国臣就发现 通讯器竟然完全没有信号 而且所有的仪器都开始错乱 一些仪器甚至已经开始冒白烟 见鬼了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马国臣当机立断 连忙奔向了机房的总开关 一把开关拉了下来 切断了整个机房的能源供给 使得所有仪器都停止运转 如此一来 机房内的情况总算有所好转 那块看起来好像随时都会爆开的神灵骨碑 也渐渐收敛了光芒 片刻之后 恢复了原本的灰色石碑模样 通讯信号也恢复了正常 马国臣连忙联系了院长和其他神学院的主要成员 又把维护仪器的工作队也叫了过来 等那些人赶来之后 看到机房内许多还在冒着烟的仪器 都是一脸的狐疑 院长李清云更是沉着脸质问马国臣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马国臣把事情说了一遍 众人听的都是姜姓姜疑 李清云命令工作队检查修复 查清楚原因 损坏的仪器组件非常多 好在整个服务器都是模块化的 可以直接进行更换 只用了半天时间就把服务器恢复了正常运转 可是工作队并没有能够找到故障的原因 经过了好几天的研究 以及对损坏记录仪的修复及调查后 才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在事发之时 万古神城传来的数据产生了大幅度的波动 可惜因为数据损坏 而且也没有办法定位 无法确定那些数据 到底是由万古神城的什么位置传回来的 工作队把最后的结束 以书面形式报告给了李清云 第3051章 再入大神山 韩森感觉十分奇怪 直到测试中的文字完整地浮现了一遍 韩森还是没有出现 网上所说的那些症状 根据其他测试者在网上分享的测试过程 神灵血脉越差的人类 越容易出现头晕目眩 甚至是直接昏迷的症状 就算是那些拥有完整神灵血脉的贵族 也很难支撑超过半个小时 可是韩森都已经测试超过一个小时了 依然没有感觉到任何不适 就连那些闪烁着的文字 都已经开始不断地重复 正在重复之时 韩森突然感觉眼前一黑 人也从虚拟测试室内弹了出来 测试完了 韩森有些疑惑 他并没有看到自己的测试成绩 怎么就弹出来了呢 再次连接那个测试虚拟社区 却跳出了服务器不存在的提示 就连官方网站都打不开了 这破网站怎么说关就关了 太不靠谱了 韩森微微有些郁闷 他还想看看自己能排到什么等级 结果却连官网都打不开了 无奈之下 韩森又浏览了一些其他的网站 进一步熟悉这个世界 韩森也看了一些关于地脉的资料 很快他就明白 为什么一般的贵族对于地脉 也只懂一些皮毛了 这简直就是一门半幻想半理论的复杂学科 内中很多东西都解释得不清不楚 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和韩森所知的玄学差不多 内中的复杂程度 比起化学还要难以理解 化学至少还有明确的公式可学 地脉术却连公式都没有 各种因素都会对地脉产生微妙的影响 而且还有一些因素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根本解释不清楚 学一点皮毛不难 难的是真正精通这门学科 需要大量的时间学习不说 还要有大量的实际经验 才有可能学到一点神髓 贵族哪有那么多时间去学这些 一般都是专门培养一些夫子 帮助他们寻找地脉 韩森原本对地脉术还有些兴趣 不过看了一会儿 就和白先生教的那些玄学一样 看得云里雾里 头都有些大了 最后还是放弃了 宁静还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 要到后天才能够出发 韩森闲着无视 就研究了一下测试屋内看到的那些文字 那些文字记录的是一种叫 神报术的技法 或者说是神灵术 使用神报术的要求很简单 需要拥有神灵血脉 然后要有一只基因种 与基因种合体之后 就能够将基因种的力量凝聚于一基之中 这一基之后 与之合体的基因种生命精华 被彻底榨干 直接烟消云散 但是基因种的力量 在这一基之中完全爆发出来 所产生的微能 是普通基因种合体之后 所无法比拟的 好狠毒的技法 使用一次就要死一只基因种 也只有土豪才用得起这种技法 韩森没有神灵血脉 也不舍得让小猫爆掉 所以虽然研究了出来 却也没有要使用的心思 星空中 一处隐蔽的陨石袋中 一颗 有足球场那么大的陨石 随着陨石群缓缓飘浮着 这陨石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可是内部却是一个 五脏齐全的秘密基地 那天追杀太子秦白 与韩森大战一场 最后逃走的白衣美丽女子 此时正在基地内 只是她的背上 已经没有了天使一般的双翼 样貌和气质 比变身的时候差了许多 就算是韩森在这里 也不可能认出她来 宗主 您真的要以身犯险啊 苏临瞪大了眼睛 看着白衣女子 白衣女子淡淡地说道 太子秦白 难得有落单的时候 那么好的机会 都没有能够将其刺杀 以后再想杀她 就更加困难了 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 秦白对于韩森念念不忘 一直想要把韩森带回国都 虽然被拒绝 却没有死心 那韩森早晚会入大秦国都 只要能够跟在她身边 以后不愁没有机会接触秦白 可是宗主 你也不必亲自以身犯险吧 让数下去就是了 苏临连忙说道 白衣女子却是摇摇头 那个韩森来历如迷 而且非凡俗之辈 连我也没有把握应付她 更何况是你们 此次只能由我亲自去 顿了顿 白衣女子又问了一句 吩咐你的事情办好了没有 办好了 鬼罗刹已经从世界上消失了 苏临肃然着说道 那就好 一件案计划行事 白衣女子满意地点点头 韩森等到了出发的日子 宁静他们却又带来了两位新人 一个是身穿黑衣 戴着夜鬼面具的女子 另外一个是一身华丽铠甲的少年 宁静介绍的时候 只说那黑衣女子 外号叫鬼罗刹 是他们花大价钱请来的高手 而介绍另外一个 穿着华丽铠甲的少年时 却让韩森等人都未知侧目 这少年竟然就是前两日 获得完整神灵血脉 引发了妖怜异象的那一位 大家知道他叫欧阳秋山 是万古神城豪门大族欧阳家的人 这次也要和他们一起 前往万古大神山 至于为什么宁静要带他去 就不是韩森所能知道的了 欧阳秋山少年得志 拥有了完整的神灵血脉 虽然表面看起来 有着极好的教养和礼仪 可是却掩不住骨子里 散发着的骄傲 欧阳秋山除了对宁静比较看重之外 并不怎么把其他人放在眼里 韩森对于欧阳秋山没什么兴趣 别说他只是得了妖连绳子的血脉 就算是妖连绳子本人 也只会被韩森打得叫爸爸 一行人终于出发前往万古大神山 前面的一段路 是由宁静的人手在前面带路 到了大概的位置之后 才需要杨夫子出手推算出准确的位置 他们进入万古大神山的路 与之前韩森出来的地方 并非同一方向 这让杨夫子微微松了一口气 这才肯定宁静并非是 去找秦皇医保 才走了没有多久 前面的山林就传来了怪异的售吼声 似婴儿啼哭 又似野猫的怪叫声 听得人心里面极不舒服 宁静解释道 万古大神山之中 人际罕至 不少地脉中的基因卵孵化出来之后 就隐藏于山脉之中 在这深山大泽之间 不知道有多少恐怖的基因种存在 大家这一路上要多加小心 相互间多多照应才好 第3052章 山林中的基因种 欧阳秋山目光向着山林中凝视而去 突然间身上升腾起一股青绿色的光 那光影似是一条怪蛇般 在欧阳秋山身上一闪而逝 下一秒 韩森等人就看到他的双眼 如同蛇一般 完全变成了清白之色 再无眼白和瞳孔的区别 身上也出现了青绿色的蛇灵 背后还生出了一对怪异的灵异 整个人看起来似是妖魔一般 显然是与基因种合体了 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欧阳秋山伸手 对着传出售吼的山林中一挥 只见一道无形的锋刃 刮进了山林间 数百米外大片的树枝和树干被斩断 然后就听到一声淒厉的惨叫传来 然后一切就归于寂静 解决了 欧阳秋山淡淡地说道 宁静不易察觉地微微皱眉 杨夫子却惊讶地打量着欧阳秋山说道 秋山少爷的基因种 莫非就是传说中的风一蛇 WWW黑色小方块 杠黑色小方块C0 欧阳秋山面露得意之色 赞许地看着杨夫子说道 不愧是夫子 果然见识多广 这正是我欧阳家的风一蛇 一个汉子不知道风一蛇的来历 便看向杨夫子问道 杨夫子 风一蛇是什么等级的基因种 很厉害吗 笔之王吉的暴风虎如何 欧阳秋山闻眼眼中闪过一些不屑之色 也没有要解释的意思 杨夫子说道 王吉的暴风虎固然厉害 不过风一蛇与之却不同 相传欧阳家的上一代家主 在大神山中寻找地脉之时 突然看到远处的山脉之中 暴风骤起 青天白日刹那间变得一片昏暗 一道青色的妖风 如同恶龙卷一般 在山谷之中肆虐 把几人荷抱的山木 都连根白拔起卷上天空 可是说来奇怪 那恐怖的恶风 却不出那山谷半寸 欧阳家主看出 山谷之内必有奇异 在那山谷外足足等了半个月 直到妖风散去 他这才小心翼翼地入谷 在那里发现了一个十分古怪的地脉 从那地脉之中 挖出了一枚风一蛇之卵 风一蛇卵 竟然有此意象 想来定然是极为强大的基因种 这次有秋山少爷写此基因种相助 我等便可安心 不必再担心遇上强大的基因种了 一个汉子说道 其他人也都音声符合 连声夸赞欧阳秋山 让欧阳秋山脸上的得意之色更浓了 韩森在一旁却看得分明 其中有几个家伙 嘴一脚都带着不怀好意的坏笑 赶来万古大神山这种地方的家伙 没几个好惹的角色 他们这是欺负欧阳秋山年少 故意捧杀他 被他们如此一捧 遇到强大的基因种之时 欧阳秋山必定给予表现 冲在众人前面 那就让他们的危险系数降低很多 好了 先去看看那是什么基因种 宁静叫了一个汉子 去把欧阳秋山斩杀的基因种弄回来 那汉子额头的神灵血脉应激一闪 顿时把一只金毛猿猴模样的基因种召唤了出来 与之合体之后 模样变得像是人员一般 攀着山壁快速而上 看起来如履平地 很快就冲入了那片山林之中 啊 众人都等着他把基因种的尸体带回来 可是谁知道 那汉子钻进山林之中后没多久 就突然传来一声惊叫 老九 发生了什么事 领头的赵爵爷盯着山林大声喊道 宁静虽然是这次的领头人 可是他却只带了一名护卫 其他除了韩森 杨夫子 欧阳秋山 鬼罗刹之外 就都是赵爵爷的人 韩森不清楚赵爵爷的来历 宁静也没有多详细介绍 赵爵爷看起来就是一个面容慈善的老者 大概有五六十岁的模样 生得鹤发童颜 看起来倒是颇有几分先锋道鼓的样子 说话也十分幽默风趣 一路上和韩森他们倒是有说有笑 好似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 可是韩森却看得出来 他手下的那些汉子 一个个却对他恭敬异常 甚至可以说是敬畏 赵爵爷连喊了几声 山林之中却没有人应答 众人顿时都变了颜色 欧阳秋山的脸色最难看 是他说已经解决了山林中怪教的基因种 赵爵爷才会只让老九进去收尸 现在老九出了问题 众人的目光都向他看过来 欧阳秋山脸上的面子顿时有些挂不住了 我上去看看 欧阳秋山说道 背后的灵异一阵就直接冲天起 向着那片山林中飞了过去 一起去看看 宁静寺是怕欧阳秋山会出世 连忙召唤出他的基因种 合体之后向着山壁而去 众人连忙各自召唤基因种 融合之后都用各自的方向登上山壁 向着山林处扑去 杨夫子 委屈你一下吧 韩森一手扛着金属柱 一手夹着杨夫子 纵身向着山壁跳了过去 几个起落间就跳到了山壁上面 刚把杨夫子放下来 就听到山林里面传来了惊叫声 韩森连忙跟着众人一起冲进了山林 入目看到的场面顿时让韩森都是微微一正 其他人脸上都露出骇然之色 只见一片枝叶狼藉之间 一颗直径超过三米的古树主干之上 盯着一张四只大张的猴皮 一身金色的皮毛 大部分都被血液染成了暗红色 此时还滴着血 韩森仔细一看 那哪里是什么猴皮啊 分明就是合体变身之后的老九 只是此时的老九就只剩下了一张皮了 内中的血肉和骨头都不知道哪里去了 就只有一张鲜血淋漓的猴皮 被树枝钉在了树干之身上 哇 欧阳秋山没忍住 张口就吐了出来 吐得连胆汁都快出来了 认他怎么天才 却也没有见过这等害人的场面 那皮毛上的鲜血顺着树干流下来 看得所有人都是头皮发麻 一股寒冷直透几倍 哇 哇 不远处的茂密山林中 又传出了那四婴儿啼哭又似猫叫的声音 落在众人耳中 让大家忍不住 同时打了一个寒颤 韩森目光望向叫声传来的地方 可惜他在这个世界七绝被压制得太厉害 再加上那里的山林和藤蔓十分茂密 根本看不到里面有什么东西 第3053章 谢魅灵 本少爷倒要看看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欧阳秋山冷哼一声 背后双翼阵就想要借助锋利飞过去 宁静却突然一把拦下了他 陈生说道 先看清楚再说 望谷大神山之中的凶恶 恐怕基因种极多 说不定我们遇上恐怖的家伙了 不可轻举妄动 血魅灵 我们肯定是遇上血魅灵了 赵爵爷手下的一个夫子叫了起来 这么大的行动 肯定不止杨夫子一个夫子 赵爵爷手下也有两个夫子 现在一脸惊恐说话的夫子外号叫李三眼 他姓李 之所以有三眼这个外号 那是因为他没心处有一处伤疤 看起来就像是一只闭着的树眼 当然 最重要的是 他除了会看低脉之外 看基因卵和基因种的眼光 还非常的毒辣 基本上只看基因卵的外形 就能够判断出里面是什么品种的基因种 所以才有李三眼这个外号 赵爵爷听到了血魅灵这三个字 陡然变色 脸上的和善之色早已经消失不见 盯着李三眼问道 三眼 你能确定那就是血魅灵吗 李三眼哆哆嗦嗦地说道 不会错了 一定就是血魅灵 我早先就听说过 万古大神山之中有血魅灵 现在老九的皮挂在那里 除了会吸食血肉骨髓的血魅灵之外 还有什么基因种 会有这样的杀人手法 宁静他们显然和韩森一起 都不知道血魅灵是什么样的基因种 就开口问道 李夫子 你倒是说清楚 血魅灵是什么等级 什么属性的基因种吧 李三眼神色复杂地说道 宁小姐 我大秦帝国 有一位著名的刺客莫离 您应该听说过吧 宁静点点头 莫离是我秦国著名的大英雄大豪杰 当年楚 魏 韩三大帝国 欲联手 攻伐我大秦帝国 情势微如泪卵 楚国刺客莫离 单人独剑刺杀了魏王 攻城而身死 使得三国联军分崩离析 直到十数年之后 方知 那莫离时是我大秦帝国之人 冒充楚国刺客刺杀魏王 劫我大秦帝国复国之威 还背负了十几年的骂名 为我秦国不是英雄 李三眼点点头说道 传说莫离有三只基因种 最出名的那一只独天骄 因刺杀魏王 而名震天下 世人皆知其名 却很少有人知道 其实很少有人知道 当初莫离是先后 与三只基因种合体 才能够成功刺杀魏王 这其中一只 就是血魅灵 竟有此事 那这血魅灵 到底是什么 等级的基因种 又有何能力 欧阳秋山 也有些吃惊的追问 谁知李三眼却摇了摇头 脸上满是恐惧之色 没有人知道 血魅灵拥有什么样的能力 因为除了莫离之外 世上再也没有人拥有血魅灵 只是传说 那血魅灵所生的地脉 是在一座城池的废墟之下 那城池的千万人口 在一夜之间被涂禁 满城接挂人皮 血流成河 却无人知其原因 后来便在那废城之下 发现了一条地脉 其中所孕育的基因卵 正是血魅灵 听到这里 李夫子所说的废城 莫非就是那半天城 不错 正是半天城 李三眼微微点头 宁静看了一眼 那如同黑暗洞穴的茂密山林 神色越发的凝重 我也只说过半天城的事情 只是听说有一只凶邪的基因种作祟 只是不知道那竟是血魅灵 哇 哇 仿佛是在回应宁静的话一般 那山林中又传来了 婴儿啼哭一般的怪叫声 四哭四笑 听得人头皮发麻 冷汗直流 若那真是血魅灵 只怕我们这一趟是凶多吉少 血魅灵最为凶利 一旦金幽得罪了他 必定赶尽杀绝 就算我们现在逃出万古大神山 恐怕他也不会放过我们 李三眼说话的时候 看了一眼欧阳秋山 对于李三眼的这一眼 众人都心知肚明 是那欧阳秋山得罪了血魅灵 若是把他交出去 众人就还有一线生机 除了欧阳秋山没搞清楚 现在的情况之外 其他人都是心中明镜似的 宁静脸色微变 断然说道 且不说我们还无法确定 那一只是不是血魅灵 就算是 难道就因为一只血魅灵 我们便要退缩 不去挖藏林神脉了 宁静此话一说 赵绝爷便有了一些迟疑之色 宁静想要保欧阳秋山这一点 大家都看得明白 不过他说的也有道理 他们都是刀头填血活过来的 难道就因为 一直有可能是血魅灵的基因种 就这么退走吗 若是想要继续走下去 拥有风一舍的欧阳秋山 自然是极大的助力 赵绝爷微微一笑 向着欧阳秋山拱手行礼道 秋山少爷 这里以您的实力最高 我等多以您马首是瞻 您看要不要继续走下去呢 欧阳秋山毕竟年纪太小 又是少年得志 经验实在太少 根本不懂人心险恶的道理 还以为众人对他大为依仗 却不知道 赵绝爷根本就是 想要让他当炮灰 见赵绝爷等人对他极为恭敬 似是以为长城一般 便说道 我们本就是为猎杀基因种而来 又岂能被区区一只基因种下退 本少爷在前面开路 必保各位安全 众人又是一阵恭维 把这位不惊人士的少爷 吹棒上了天 看得韩森等人皆是苦笑 而欧阳秋山 却是洋洋自得而不自知 宁静想说什么 终究还是忍了下来 什么都没有说 这或是欧阳秋山闯的 若是强行护着他 怕是要惹了众怒 到时候人心一散 这一趟走下去 只怕是凶多吉少 正在宁静思索 要如何解决这件事的时候 又听到山林中传来了怪异的叫声 似远似近 听得人头皮发麻 欧阳秋山二话不说 仗着有风一舌在身 身形如风而动 刹那间冲进了山林之中 显然是寻那基因种去了 宁静咬了咬牙 也向着山林中冲了过去 心中却是哀叹 早知道欧阳秋山这么天真 便不该答应欧阳家主带他前来 啊 宁静还没有冲进山林 就听到一声惨叫传来 顿时令他心中咯噔了一下 那惨叫声正是欧阳秋山的声音 第3054章 紫毛猴子 狂暴的风刃从山林中飞射而出 似刀一般把树枝和树干切断 很快就把那片山林 切割出了一片空地 韩森他们都清楚地看到 那些风刃是从欧阳秋山身上爆发出来的 可是现在的欧阳秋山 情况却非常的不好 欧阳秋山半跪在地上 双手举起 身上的风刃还在爆发 可是在他的背上 却有一个紫色的身影 仅仅从背后抱着他的身体 一双长满紫色毛发的手臂 从欧阳秋山的腋下穿过 然后又扣住他的脖子 令欧阳秋山的双手不得不扬起来 这个姿势极其的怪异 那紫毛怪物 简直就像是附身的厉鬼 不止禁锢了欧阳秋山 此时还张着疗牙 狠狠地咬在了他的后脑之上 看那猙獰的模样 好像是想要瞬息 欧阳秋山的脑浆一般 众人都没有见过血魅灵 也不知道 这个一身紫毛 长得像是猿猴一样的家伙 到底是不是血魅灵 不过好在欧阳秋山 融合的基因种是风一蛇 这是神级的基因种 融合之后 身体上长满了青绿色的蛇灵 十分地坚韧 若是换了一般人 怕是早已经像老九一样 被那基因种给吸的只剩下一张皮了 宁静见欧阳秋山 还没有断绝生机 心中微微松了一口气 他的身上融合着一只火猎豹 此时如同利刃般的爪子 带着火焰 向着那紫毛基因种抓了过去 先前众人都被雪魅灵的威名震慑 心中确实有些害怕 不过此时 见那雪魅灵也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可怕 一米多点的身高 一身紫毛 看起来皮毛十分光亮 除了那獠牙有些恐怖之外 并不算丑陋 心中的巨异就去了许多 当然 最主要的原因是 欧阳秋山并没有被直接杀死 让他们对于先前判断产生了怀疑 若是真的雪魅灵 欧阳秋山早就被吸干了 哪里还能支撑到现在 既然连欧阳秋山都没有被杀死 众人觉得 那应该不是真正的雪魅灵 心中的巨异自然就少了很多 见宁静动手 众人也都纷纷出手相助 那紫毛猴子怪叫一声 如同婴儿啼哭一般 身子却猛地一跃而起 在空中借力翻滚 刹那间窜出去十米几 逃进了更深的山林之中 那只该死的猴子 竟然藏在落叶中偷袭我 我非杀了他不可 欧阳秋山脱困之后 顿时大怒 背后双翼一阵 带着旋风向着紫毛猴子追了过去 宁静一咬牙 叫上众人一起追击 倒不是他惯着欧阳秋山 而是因为基因种一般都很记仇 既然已经把他得罪了 若是不能将其斩杀 基因种就算明知道不敌 也会在暗中捣乱 既然那不是雪魅灵 他们自然要将其斩杀 不能留下祸患 赵爵爷他们也是深知这个道理 所以才会听从宁静的命令 否则他们才不会理欧阳秋山的死活 那紫毛猴子的速度极快 欧阳秋山与风一蛇合体 速度本来比那猴子快一些 可是那猴子在山林中绕来绕去 利用树木和山石做掩护 让欧阳秋山双翼难斩 一时间也追不上他 紫毛猴子一边逃还一边怪叫 甚至转过头来对着欧阳秋山做鬼脸 气得欧阳秋山越发的不肯罢休 众人的速度都没有欧阳秋山快 只能跟在他后面追 韩森背着羊夫子 就跟在众人最后面 也没有要冲上去的打算 羊夫子趴在韩森背上 皱眉小声对韩森说道 大人有些不对劲 那猴子好像是故意引诱我们过去 韩森微微点头 他早就感觉出来了 只是并没有说什么 他也想看看 那只紫毛猴子 到底要把他们引去什么地方 又追了一会儿 他们已经翻过了一座大山 来到了一处山谷中 那紫毛猴子 还在上窜下跳地往里面逃 宁静和赵爵爷 也感觉有些不对劲了 他们都是惊艳老道的人 不是欧阳秋山那种龙头青壳比 秋山少爷 立刻停下来 不要再追了 宁静大声对前面的欧阳秋山叫道 语气已经十分严肃 如果不是欧阳秋山的风一蛇实在太快 他就会直接追上欧阳秋山 把他拦下来 可是此时却只能出声叫住他 欧阳秋山却没有停下来 他被那猴子气疯了 一心只想要追上猴子 把他大卸八块 对于宁静的话充耳不闻 依然咬牙追了进去 这熊孩子要倒霉了 韩森心中暗道 赵爵爷他们此时都停了下来 没人再往里面追 这些家伙能够活到现在 绝对不会是猛夫 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进 什么时候该退 宁静的脸色一会儿清一会儿白 怒道 秋山 你给我站住 否则回去之后 我定然要向欧阳老爷子 把今天的事情说清楚 静姐 他已经被困在死路了 我马上就可以干掉他 你再等一等 欧阳秋山显然还是不肯放弃 宁静还想说什么 却突然听到 欧阳秋山的惊叫声 和一声售吼之间同时传来 那一声售吼 如同虎啸山林 把众人耳膜都快要震破了 任谁都听得出来 这叫声绝对不是属于 那只紫毛猴子的 还没有等众人搞明白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将欧阳秋山狼狈地 从山谷中冲了出来 而在他的身后 还有一头几乎与成年人等高的 雪白异兽追了出来 那异兽长得似虎非虎似狮非狮 一身雪白的皮毛泛着冷光 看起来十分的威武霸气 那是御狮王 快跑 赵绝爷一眼就认出了 那只雪白的基因种 顿时脸色大变 大叫一声 转身就想要逃 众人也都纷纷转身 可是转身之后 他们的脸色全变了 只见山谷四周的山壁和丛林间 甚至是出口处 都出现了一头头灰白色的御狮子 虽然不似狮王那么霸气 一个个却也非同凡俗 只看气势就知道 绝对不是低级基因种 韩森随意扫了一眼 发现四周出现的御狮子 已经有七八势头之多 都虎视眈眈眈围了上来 而只紫毛猴子 却在远处的山壁上 幸灾乐祸地对着他们哇哇怪叫 好像是在嘲笑他们一般 第3055章 被困御狮骨 王级的御狮王 对于宁静他们来说并不可怕 就算御狮王已经进化到成年体 那也只是一只强一些王级基因种而已 只要准备得当 他们连神级的成年体基因种都敢斗一斗 更何况只是一个王级基因种 可是御狮子这种基因种有些不一样 一般的基因种都是独居 最多也就两三只 可是御狮子却是群居基因种 一群王级的御狮子 对他们的杀伤力 比一只神级基因种还要恐怖 宁静知道今天凶多吉少 只能强行杀出一条血路 好在他知道韩森的厉害 心中倒也不是全无底气 于是振作了精神 宁静沉着地下达命令 鬼罗刹 你和我断后 照绝眼 你们居中保护好几位夫子 韩森你和秋山 宁静说到这里猛的一呆 人都棱住了 然后气得浑身发抖 几乎就要不顾形象地骂出来 他本来是想让韩森和欧阳秋山一起开路 凭借最强的两人冲开一条血路 只要冲出玉尸骨 到了山林之中 活命的机会就大很多了 可是 谁知道他看向欧阳秋山的时候 却见欧阳秋山 竟然仗着自己的风一蛇 拥有飞行能力的 以及速度极快 竟然自顾自地飞天而起 向着谷外而去 竟然就这样跑了 宁静现在想要骂他八倍祖宗的心都有了 他去欧阳家拜会欧阳家主的时候 欧阳秋山听说他要进大神山 就左一个姐姐 右一个姐姐叫他亲热 要求宁静带他一起进山见识见识 宁静受欧阳家主之托 不情不愿地带他进来了 一路上对他也算是人之一尽 若非为了他 众人也不会落到如此险境 可是谁知道 欧阳秋山竟然自己拍拍屁股逃了 根本不顾及他们的死活 宁静心中的郁闷可想而知 可是下一秒 宁静的脸色却突然一变 眼看那欧阳秋山就要飞出御狮谷 那些御狮子没有飞行能力 根本不可能拦阻他 可是谁知道 紫色的光影横空一闪 就见那只紫毛猴子 如同一般紫色的闪电般 追上了欧阳秋山 欧阳秋山感觉不对劲 转头一看 那只紫毛猴子 却从背后锁住了他的身体 一口咬向了他的头颅 啊 欧阳秋山惨叫之声滑破山谷 紫毛猴子的獠牙 硬生生刺进了他的头颅骨之内 如同一只恶鬼般 死死地咬着他的脑袋 然后众人就看到 欧阳秋山的身体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扁了下去 只是转瞬间的功夫 就被吸得 只剩下一层长满蛇灵的皮了 紫毛猴子一只爪子 抓着欧阳秋山的皮 另一只爪子 刺进了山壁的岩石之中 然后把欧阳秋山的皮 挂在了山壁之上 就如老九的皮一样 都拉开呈现大字形 紧紧地钉在山壁之上 弄得到处都是血迹 而那紫毛猴子就在一旁 眼神斜意地 盯着宁静等人黑黑怪笑 那表情就好像是在笑 可是却笑得让人感觉毛骨悚然 众人这时候才意识到 紫毛猴子的速度 竟然比与风一蛇合体的 欧阳秋山还要快 先前那般示弱 分明就是故意引诱他们来御尸骨 一群汉子都打了一个寒战 只感觉从背脊一直寒到心里 且不说 他们能不能从御尸群的围攻下活下来 就算能够活下来 怕是也逃不过 那只邪恶紫毛猴子的追杀 那该不会真实的血媚灵骂 众人心中都生起一个恐惧的念头 可是现实却没有时间让他们发冷 御尸群已经咆哮着 从四周冲了上来 完全断绝了他们的出路 韩森 鬼罗刹 你们一起开路 我和赵爵爷断后 其他人保护好几位夫子 我们冲出去 宁静大声说道 赵爵爷他们虽然很不满 宁静带了这么一个货色来 但是知道 此时不是埋怨宁静的时候 都听从了宁静的命令 列成了队伍向外冲 韩森双手抱着那根金属柱 直接一记横扫过去 顿时把前面扑过来的七八只玉狮子 都给震飞了出去 虽然没能将其击杀 却也让他们各个嘴角滴血 众人看得先是一呆 随后大喜道 韩兄弟好本事 韩森只是微微一笑 手中巨大的金属柱纵横开合 四米多长的金属柱 被他捂得像是木棍般虎虎生风 王级的御狮子竟然都不敢靠近 硬生生被他打开了一条通路 韩兄弟这一身神力 简直就是神仙下凡 不知道是融合的什么基因种 韩兄弟如此神力 纵然做那一成之主 也绰绰有余 活了那么多年 今日才知道 是什么是真正的神力 那些汉子大声赞叹 虽然也有拍马屁的成分 可是韩森那纵横无敌的凶悍模样 确实也让他们心中震惊 原本因为被狮群所困的金居 此时也淡了许多 赵爵爷也笑眯眯的对宁静说道 宁小姐 您从哪里找来了这么一位大贵族 难怪您敢一个人进万古大山山呢 宁静却是苦笑不语 看了一眼山壁上欧阳秋山的皮 心中摔叹 欧阳秋山自己找死 怪不得任何人 可是我要怎么给欧阳家主交代呢 强大的御尸群都被韩森震住 不敢冲过来阻拦他们 眼看着韩森等人就要冲出御尸骨 却又听到那似是婴儿啼哭一般的怪叫声 只见空中紫影一闪 那只紫毛猴子竟然到了山谷口 对着他们呲牙咧嘴的怪叫 眼神妖异至极 韩森却不管那么多 挥舞着金属柱子 继续赶开尸群往山谷口冲 可是那紫毛猴子 却是突然间把中指放进了嘴里 用牙狠狠一咬 然后中指垂向地面 一滴滴紫色的血液 落在了山谷内的泥土上面 韩森等人正在奇怪 他在干什么的时候 突然感觉整个御尸骨都震动了起来 那些御尸子 仿佛是瘦了惊的小猫一般 竟然飞快地逃窜去 转眼间走得一个不胜 咔嚓 山谷中的地面裂开 一个巨大头颅 从紫毛猴子刚才滴血的地方钻了出来 那竟然是一头巨大无比的怪蛇 只是伸出地面的部分 就有十几米 如水桶一般粗细 那蛇上的十分奇怪 通体避灵不说 头顶竟然还长着一根晶莹如玉的独角 第3056章 独天骄 独天骄 照爵爷惊叫出生 韩森听到这三个字 不由得微微皱眉 这个名字他之前听故事的时候 才刚刚听到过 就是那什么秦国刺客茉莉所使用的基因种 好像很有名的样子 若那紫毛猴子 真的是雪魅灵 这又来了一条独天骄 真的只是巧合吗 韩森心中闪过许多念头 大人 快逃啊 那是成年体的独天骄 在七大帝国之中 都赫赫有名的神级基因种 不可力敌 被赵爵爷等一帮人护着的杨父子大叫道 事实上 所有人都在向后退 御师群都已经逃了 没有人挡他们的路 宁静和赵爵爷 已经带人往山谷深处 退去 根本没有人有和独天骄战斗的心思 独天骄长的极其像是蛇 除了头顶有一根独角之外 并没有骄龙应该具备的爪子 此时半个身子从地下伸出来 宛若一尊碧玉雕像般 昂着头挺立在半空中 一双斜翼的眼睛盯着韩森他们 下一秒 独天骄就张开了蛇口 一股碧烟自他口中喷出 化为烟柱一般 冲击向韩森 速度快得不可思议 让韩森根本没有躲闪的余地 韩森也没有打算要躲 挥舞着金属柱 如枪一般迎向了那碧烟 碰 金属柱与碧烟相撞 韩森整个人顿时如同流星一般 倒飞了出去 刹那间划过了数千米的距离 直接撞在了山谷最里面的山壁之上 把山壁都给撞塌了一片 宁静他们看到韩森 竟然连一击都承受不住 就知道 这条真的是独天骄 绝对不会有错了 宁静咬了咬牙 身上电光闪动 一条电蛮式的基因种 与他的身体融合 令他变身了人参余尾 好似美人鱼一般 身上还环绕着奇异的电光 宁静赶来万古大山山这种地方冒险 自然是早有准备 否则欧阳家主也不会放心 让他带着欧阳秋山一起进山 可惜那欧阳秋山自己作死 否则只要跟在宁静身边 怎么也不至于直接死掉 走 宁静手掌在地上一按 顿时电光如同花纹一般绽放 包裹了直径五米的范围 下一秒 电光喷涌而起 宁静连同赵爵爷等人都随着那电光消失不见 宁若使用传送阵一般离去 只有两三个没来的 几几进电光之中的大汉还留在当场 此时一脸的绝望之色 看到宁静他们竟然逃走了 山壁上的紫毛猴子 恼怒的怪叫 独天骄又是一口碧烟喷出 如同潮汐一般的碧烟 刹那间把那三个大汉直接吹的血肉 从骨头上分离下来 只剩下三具骷髅 韩森被独天骄一击轰进了山壁之中 感觉全身骨头酸疼 但是并没有真的受重伤 只是擦伤了一点皮肉而已 他虽然被这个世界压制的厉害 可是肉体的强度 犹在 独天骄的力量再怎么恐怖 想要重创 他也不容易 可是山壁崩塌 把他埋在了下面 韩森尝试着想要轰开岩石 谁知道刚刚用力 背后旧的岩石就松动开来 滚向了一旁 韩森这才发现 他背后竟然是一个岩石洞穴 正字皱眉之时 却见一股黑烟自石头缝隙中钻了进来 韩森还以为 那是独天骄的什么能力 谁知道那黑烟竟然凝聚成了一个女子的模样 竟然就是 那戴着夜鬼面具的女人鬼罗刹 竟然能够受独天骄一击之力而不死 你的实力在大宇宙中也能排得上名号了 鬼罗刹有些惊讶地看着韩森说道 原本他只是有些不甘心 想要进来看一看韩森有没有断气 如果还有救的话 他正好可以救韩森一命 以此接近韩森 从而在以后 接近刺杀秦国太子秦白 可是谁知道 韩森看起来只是受了一点轻伤而已 好像并没有大碍 你怎么进来了 杨夫子他们呢 韩森看着鬼罗刹问道 你放心 杨夫子已经被宁静就走了 他身上带有神级的电光火石蛮 能够瞬息千里 可惜我没有来的 即进入电光火石领域之内 否则也不用逃来这里 鬼罗刹淡淡地说道 宁静果然留有后手 韩森倒也不觉得意外 像宁静那样的人 若是没有一点准备 就进万古大神山 韩森才会觉得奇怪 鬼罗刹正想说什么 却感觉山石震动 有闭塞的烟气 从石头缝隙中钻出来 那些石头被闭烟沾染之后 竟然化为了闭绿晶莹之色 然后快速崩碎 化为了闭塞的沙力 独天骄追来了 你还能走吗 鬼罗刹伸手要去扶韩森 不用 我还能走 韩森和鬼罗刹 一起钻进了岩洞 那岩洞颇大 还有许多的分支洞穴 后面已经传来了 独天骄撞开岩石的声音 他们也没有时间再去分辨 直接选了一条洞穴就钻了进去 独天骄一直在后面追赶 还可以听到紫毛猴子的叫声 韩森扭头看了一眼 就见那只紫毛猴子 竟然骑在独天骄的背上 向着他们疯狂追逐而来 看到这个场面 韩森心中的疑惑更重了 难道这真是莫里的独天骄和雪魅灵 那他们怎么会在这里呢 按说莫里刺杀魏王当场死亡 他的基因种肯定也都死了 怎么会跑到旺谷大山山这种地方来 走这边 鬼罗刹在前面招呼了一声 竟然钻进了一个 仅容易人侧身而过的石穴之中 韩森顿时明白了他的意思 那独天骄的体型巨大 想要钻进这么窄小的石穴中 会非常困难 只要能够组他一组 就可以把距离拉开 韩森也跟着他一起钻了进去 两人快速前行 不多时就听到后面 传来喷的一声巨响 然后就是山石破碎的声音 那独天骄果然钻不进来 每前进一段距离 就要开山破石 速度立刻慢了下来 韩森他们跑了大半个小时 后面轰隆的声音 已经细不可闻 而前面的洞穴也变得开阔起来 奇怪 这里怎么会有人工开凿的痕迹 前面的鬼罗刹 突然停住了脚步 打量着两旁的石壁说道 韩森也看到了 两边的石壁上 竟然刻着许多的图案 线条虽然简单古朴 可是却很明显 可以看出人为的痕迹 韩森正自打量避刻之时 瞳孔却猛地收缩 他在雕刻之上 竟然看到了熟悉的形状 第3057章 黑金石 在那些壁刻的图案之中 韩森看到了一种 他非常熟悉的图案 那图案刻画的是一个卵的模样 有鸽子弹那么大 内中似有万千星辰在流动 仿佛是一个大宇宙的缩影 虽然只是简单的线条图案 可是这大小形态 韩森实在太熟悉了 当初他在庇护所内 斩杀神血及黑甲虫 所获得的神秘黑金石 就是这样的形态和大小 和图案中的几乎一模一样 后来韩森吸收了黑金石的外壳 在那黑金石的里面 竟然是一副黑金铠甲 也就是把韩森拉来 帝国宇宙的黑金铠甲 如今竟然在墙壁中 看到类似的黑金石的图案 顿时让韩森大吃一惊 是巧合还是有什么秘密 韩森心中闪过无数个念头 他被黑金铠甲 拉到了基因大宇宙之后 出现的地方 就是万古大神山 而这壁画所在的位置 也是万古大神山 实在很难不让人联想到 两者之间的关系 韩森连忙仔细观看上面的雕刻 很快就发现 上面所刻画的 似乎是一些人类 在举行某种祭祀仪式 不过在祭祀之中 并没有神奇或者帝皇之类的 象征异议人物 他们所祭祀和膜拜的 赫然就是那个 一丝黑金石的东西 看起来 画中应该是在进行 某种祭祀仪式 不过却有些奇怪 据我所知 七大帝国都信奉神灵 只是信奉的神灵不同而已 却没有听说有哪一国 会祭拜一颗卵 那应该是一颗基因卵吧 鬼罗刹说道 你都不知道 我就更不知道了 韩森嘴上这么说 心中却是一动 难道说 黑金体真的是一枚基因卵 类众的黑金铠甲 其实是一个基因种 可是 想想又觉得不对 若那黑金石 真是一颗基因卵 怎么会跑到 联盟第一庇护所去 而且 基因种的力量 与大宇宙的力量完全不同 黑金石真是基因卵的话 应该会被基因大宇宙排斥才对 事实却正好相反 黑金石不但没有被排斥 反而可以用于强化一生物 两个人继续往前走 一边走一边看墙壁上的图案 简直就像是在看莲黄画一般 一幅幅的刻画所表达的 正是整个祭祀的过程 无数的人类 向着黑金石膜拜祈祷 最后还有人类用自己的鲜血 向黑金石献祭的画面 再往后 刻画的内容就变得诡异起来 一位像是祭祀官的人物 双手捧着黑金石 竟然把那黑金石 投进了一座 在接下来的一幅刻画 从那火山口之中 升腾起了一团迷雾 人类向着迷雾跪拜祈祷 韩森和鬼罗刹 都想要知道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都快步继续往前走 可是接下来看到的一幅刻画 却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 下面画的内容 有一个外来者从天而降 冲进了火山口之中 在接下来一幅刻画 就是那外来者拿着黑金石 冲出火山口逃走的画面 最后一幅图 是众多人类愤怒地望着天空 然后就没有其他的刻画了 刻痕到此也就消失了 因为这些刻画都很简单抽象 根本分辨不出画的人是谁 自然也分辨不出 那个偷走黑金石的人是谁 不过韩森下意识地想到了秦修 不过这也只是韩森下意识地想法 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那个偷走黑金石的人是秦修 你有没有听说过类似的故事 韩森对于大宇宙的历史不太了解 只能看向鬼罗刹 希望能够从他那里 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鬼罗刹沉吟了片刻说道 倒是没听过类似的故事 想来这些祭祀基因卵的人类 应该是一个比较小的小国吧 在远古时代 用很多小的王国 不像现在只有七大宇宙帝国 也许这上面所刻画的 就是某个远古小国的故事 韩森微微点头 目光看向前方的石壁 却没有再发现其他的刻画 可是前面的石穴中 竟然出现了向下的石阶 那石阶螺旋向下 也不知道到底通向哪里 两人对望了一眼 很有默契地 沿着石阶向下而行 韩森和鬼罗刹 都对这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都想知道 是谁在这万古大神山的山体之内 留下了这么多东西 据我所知 独天骄这种神级基因种 非常罕见 传说中出现过的数量 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最出名的 就是莫离的那一条 如果那个紫毛猴子 真的就是雪魅灵 那么刚才的那条独天骄 真的很有可能 就是莫离的那一条 鬼罗刹边走边说道 莫离既然死在了 魏国皇宫之内 那他的基因种 应该也一起死去了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韩森提出了心中的疑问 不知道 可是若非莫离 谁又能够同时拥有 独天骄和雪魅灵 这未免 也有些太巧合了吧 鬼罗刹说道 现在还不能确定 紫毛猴子就是雪魅灵 也许并不是 韩森道 也对 鬼罗刹点点头 没有在说什么 两人沿着石阶一路向下 至少往下走了数百米 那石阶才终于到了尽头 前面出现了一道石门 鬼罗刹观察了片刻 没有发现石门有什么异样 用手推了推 那石门却是纹丝不动 让我来 韩森直接用手中的金属柱 撞击石门 他的力量太强 撞了几下 石门就四分五裂 两人的目光 向着石门内看去 只见里面是古老的大殿 墙壁上 还有许多与外面 风格相似的壁画 而在宫殿的中央 还有一座三米多高的石炉 炉下还有青色的火焰在燃烧着 把整个宫殿内部都照得通亮 两人小心翼翼地走进了石殿之内 很快就看到 在那石炉旁边 导着一具身穿铠甲的骸骨 骨头都快要干裂了 看起来应该是死了很长时间 韩森没有看出 那骸骨有什么特别之处 目光不由地看向墙壁上的壁画 这一看之下 不由的心中又是一惊 外面的壁刻没有文字 都是一些图画 而这里面却刻的都是文字 而且韩森还看懂了 上面刻的竟然就是基因物语 第3058章 古文版基因物语 只不过与韩森所修炼的基因物语有些不同 这里的基因物语 看起来语言更加简洁 没有那么多的注视 同时也更加玄奥声色 就和以前韩森看懂玄境一般 需要极深的古文造诣 才能够看得懂 若非他已经练过基因物语 或许根本看不懂 这墙上的文字是什么意思 直白一点来说 这里的基因物语就是古文版 而韩森以前修炼的 就是现代白画版 虽然描述方式有些不一样 内容却是大同小异 并没有太大的出入 奇怪了 基因物语 不是秦修和韩语飞一起研究出来的吗 怎么这里 竟然还会有一个古老的版本 韩森心中感觉越发的古怪 你看得懂上面写的什么吗 鬼罗刹问道 大概能猜得出来 应该是某种艺术 韩森答道 鬼罗刹摇摇头 这些字大部分 虽然都是宇宙通用文 可是用法却很古老 很可能要追溯到原星时代 什么是原星时代 韩森皱眉问道 鬼罗刹有些诧异地看了看韩森 你竟然不知道原星时代 我对历史不感兴趣 韩森随口说道 鬼罗刹没有在问什么 解释道 七大宇宙帝国的血脉 都是来自于同一颗星球 那颗星球就被称之为原星 那个时代也就是原星时代 不过原星早已经毁灭 那已经是不知道多少一年前的事情了 看了看墙壁上的文字 鬼罗刹又继续说道 我倒是看过一些 关于原星时代的资料 这些文字所用的语法 和那个时代很接近 你是说 这些都是那个时代的遗物 韩森沉印道 谁知道鬼罗刹却摇头道 应该不是 原星时代根本无法进行星际航行 那个时代的东西 怎么可能跑到 另一个星球的万古大神山来 或许上面的原文 是原星时代的东西 不过应该是被后人抄来的 只是不知道 这里的主人到底是什么谁 为什么要在这种地方 弄出这么一座石殿 鬼罗刹的目光 投向了那具尸体 两人已经把石殿内 仔细检查了一遍 并没有其他重要的发现 剩下就只有尸体和石炉没有检查了 你若有兴趣 不妨搜一搜 韩森笑着说道 他比鬼罗刹 更想知道石殿主人的来历 不过却并没有表现出来 正在此意 鬼罗刹也不推辞 弯腰就准备要去检查那具尸体 突然 一道紫色的身影一闪 如同恶鬼一般 席向鬼罗刹的后背 那紫影实在太快了 韩森和鬼罗刹都来不及反应 鬼罗刹连转身的时间都没有 而韩森虽然反应过来了 可是他的身体受到世界排斥 出手越快 受到的压力也就越大 也来不及救援 不过韩森还是看清楚了 那紫影根本就是那只紫毛猴子 此时他身上紫光绽放 如同一道紫色光影 刹那间就到了鬼罗刹背后 就如同禁锢欧阳秋山一般 身体缠在了鬼罗刹的背上 一口咬向了他的脑袋 可是这一口下去 鬼罗刹的身体 却陡然间化为黑烟散落 让紫毛猴子咬了一个空 那黑烟流动 凝聚成了鬼罗刹的身体 紫毛猴子发出如婴儿啼哭般的叫声 再次化为紫影冲向鬼罗刹 两人站在一起 一时间站得难解难分 韩森这才发现 鬼罗刹的能力 比那欧阳秋山强太多了 无论是战斗经验还是能力 都远在欧阳秋山之上 紫毛猴子诡异无比的攻势 却始终伤不了他 不过鬼罗刹也同样奈何不了紫毛猴子 两人在石殿之内大战 却都有所顾忌 连紫毛猴子都控制着自己的力量 并没有损伤石殿内的东西 见鬼罗刹一时间也没有太大的危险 韩森就走到了那具尸体旁边 伸手在一甲上摸索起来 希望能够有所发现 紫毛猴子看到韩森碰出尸骨 顿时怪叫连连 竟然丢下鬼罗刹不顾 呲牙咧嘴地向着韩森冲了过来 韩森一手摸索尸体的一甲 一只手挥舞金属柱 谁知那紫毛猴子身体竟然缠在金属柱上面 似是舌般一绕 继续向着韩森冲了过来 韩森从一甲的口袋里面摸到了遗物 也没来得及去看是什么 直接伸手抓了出来 同时身形快速后退 在这个世界之内 韩森就如同是在深水中而行 阻力实在太大 让他的速度怎么也提升不起来 尽管已经躲得很快 却还是被那紫毛猴子的力爪抓了一下 身上的衣服顿时被抓破 可是那带着紫毛的力爪却没有能够刺破他的皮肉 只是在上面留下了几道红痕 鬼罗刹心中惊讶 目光闪动了两下 飞身冲了过来 又缠住了紫毛猴子 韩森的速度快不起来 很难切入战场 只得退到一旁 看了一眼从那尸体口袋中摸出来的东西 那竟然是一个皮质的笔记本 整个笔记本都是用皮子制成 并非普通的白纸 韩森翻开看了看 剑上面写的也是宇宙通用文字 不过用法语墙上的基因物语一样 也是很古老的语法 韩森看了几行 只感觉声色难懂 只能够读懂其中一些比较简单的部分 此人竟然是受秦皇之命 出来寻找起死回生之术的秦国重臣 韩森从能够看懂的一部分中得出结论 这个家伙竟然是秦修的手下 因为大多数语法太过声色难懂 韩森一时间也看不太懂 大概好像是说 他在万古大神山之中有了什么发现 至于详细情况 还需要把全部内部弄懂之后 才能够知道 以现在的情势 韩森自然没有时间详细研究 只好先把笔记本塞进了口袋里面 目光看向战场 准备要与鬼罗刹 联手解决了这只紫毛猴子 似乎是意识到了危机 紫毛猴子突然怪叫一声 全身的紫毛倒数 好像火焰一般燃烧了起来 恐怖的紫燕刹那间 把他的身体完全包裹在内 在紫燕之中 他的身体竟然变得像是水晶一般透明 宛若鬼魅 同时一股诡异的气息 也从他的身上散发而出 他真的是血魅灵 鬼罗刹师生教导 第3059章 恶魔降临 血魅灵目中胸光闪烁 身体犹如鬼魅一般 向着鬼罗刹冲了过去 速度比之前不知道快了多少倍 鬼罗刹只能看到紫色的光影模糊了一下 连他的身形和轨迹都看不清楚 鬼罗刹化为黑烟闪避 可是韩森却依然听到 黑烟之中传来一声闷哼 等那黑烟再次凝聚成鬼罗刹之时 他的腹部之上多了数道爪痕 此时正勃勃地流着鲜血 快逃 鬼罗刹脸色微变 对着韩森轻贺一声 就化为黑烟准备要逃走 可是血魅灵却是已经凶性大发 紫影一闪就到了黑烟面前 自那黑烟之中一冲而过 鬼罗刹就自黑烟中再次摔了出来 背上又多了几道血淋淋的爪痕 鬼罗刹的脸色有些难看 虽然早就听说过血魅灵的恶名 却不想真正的血魅灵 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可怕 他之前在外面见过紫毛猴子 和毒天骄的实力 判断自己有自保的能力 才会一路跟着韩森下来 现在却是有些许的后悔了 谁也想不到 血魅灵竟然比毒天骄更加恐怖 只怕当初莫莉刺杀魏王的主要基因种 并不是大名鼎鼎的毒天骄 而是血魅灵 看来只能暴露身份了 鬼罗刹知道自己 只靠一只鬼烟兽敌不过血魅灵 只能再与其他的基因种合体 才有机会活命 可是如此一来 他接近韩森的计划 也就彻底失败了 只是此时却顾不上许多了 鬼罗刹心念一动 就要召唤出自己最擅长的基因种之一 大虚空雷电神音 可是却突然感觉脑中晕血 全身虚弱无力 竟然没有能够 把在大虚空雷电神音召唤出来 怎么会这样 鬼罗刹心中亥然 低头发现自己腹部的伤口中 流出的血液 竟然变成了紫色 一股紫气同时蔓延到他身上 头顶的神灵血脉印记 被那紫气沾染 变得忽明忽暗 难以把其中的基因种 召唤出来合体 鬼罗刹此时知道毁之晚已 关于血魅灵的资料太少 传说也很少 谁也不知道血魅灵 竟然有这么恐怖的能力 早知道如此 他也不会挨到此时 才召唤基因种 血魅灵再次扑了过来 明显是想要先把他解决掉 然后再去对付韩森 韩森微微皱眉 手中金属柱 全力向着血魅灵撞了过去 血魅灵转头看了韩森一眼 一只爪子撞在金属柱的顶端 韩森顿时感觉 一股巨力自金属柱上传来 身体顿时不受控制的后退 撞上了后面的石壁 把石壁都给撞得四分五裂 两人联手对付血魅灵 可是却完全不是对手 特别是鬼罗刹 身上的伤越来越多 而且身上的紫气越来越浓 伤势恶化得非常快 眼看着就快要不行了 韩森虽然没受重创 可是被这个世界的力量压制着 难以发挥全部的力量 也只有挨打的分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只能强行撕裂这个世界的力量了 韩森目光微宁 血肉骨骼内的力量不断地爆发 与这个世界的规则力量对抗 唯有先把这个世界的规则力量撕裂 它才能够正常发挥出自己的力量 只是这所付出的代价很大 对它的身体消耗也极为严重 它的身体力量很难长时间 与整个世界的规则对抗 而且也很难得到补充和恢复 最重要的是 韩森怀疑这个世界一样有神灵和基因神殿 晴修去了基因大宇宙 就是因为是外来者的身份 才会被整个神灵集团所针对 现在韩森身体内有一点来自晴修的基因 并不会完全被这个世界所排斥 若是不弄出太大的动静 神灵也许不会发现 可是强行撕裂这个世界的规则力量 动静实在太大了 若是真的引来了神灵 韩森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不知道诸天神灵 会不会像针对晴修一样针对它 若是诸天神灵都与它为敌 它就会陷入当年晴修同样的窘境 只是事到如今 韩森也没有其他的选择 只能彻底撕裂这个世界的规则制约 它才能够诛杀血魅灵 韩森身体内的力量不断攀升爆发 而随着它的力量爆发 世界规则的压制力量也变得更加强烈 让它能够发挥出来的力量 依然还是十分有限 现在的韩森 就像是被镇压于万丈深海之中 就算它全力一击轰出 受到了万丈海水的阻隔 力量冲出水面之时 也已经所剩无几 唯有分水破浪 直接把大海轰开一个缺口 它的力量才能够直接作用在这个世界之上 韩森在这个世界当中 唯一还能够运转的基因数 就是玄黄晶 韩森猜测 玄黄晶之所以还能够正常运转 就是因为它原本就来自于这个世界 这也是韩森猜测 帝国宇宙 就是反物质空间的证据之一 玄黄晶虽然能够运转 可是它的身体 却依然受到压迫 所以能够运转玄黄晶 也没有太大的用处 除非它能够彻底撕裂这个世界 对它肉身的压制 随着玄黄晶的运转 韩森的皮肤上 泛起一种诡异的潮红 而且越来越浓 像是喝醉了酒一般 血液在它的身体内沸腾起来 鬼罗刹全力与血媚灵周旋 却完全不是血媚灵的对手 身体皮肤已经被紫气完全侵蚀 神灵血脉印记 也已经完全被紫气所遮盖 再也看不到半分神光 鬼罗刹心生绝望 知道自己这一次 怕是在劫难逃 她身上的爪痕中 紫色污血流淌 把一身黑衣 都已经被染成了紫色 血媚灵生化紫影 再次扑到了鬼罗刹面前 自上而下 一爪盖了下来 玉钩一般的爪子 刺向她的头颅 鬼罗刹已经无力在躲闪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血媚灵的爪子 落向她的头颅 她知道 这一爪之下 自己的头颅 必然会被贯穿五个窟窿 直接毕命 不会再有任何悬念 没想到我李冰宇 堂堂无为道公 九宗宗主之一 今日竟然会丧命于此 李冰宇心中暗自一探 正欲闭目等死 却突然看到 在那血媚灵的身后 有一道血色光焰 如同火山喷发一般 冲天起 将整个石殿 都染成了血色 几乎是在同时 李冰宇看到一个 雄壮的身影 出现在血媚灵的身后 通体燃烧着血色的光焰 如同恶魔降临 第三千零六十章 就实相 血媚灵惊觉不对 在空中扭转身形 看向自己身后 可是才刚刚转过头来 韩森那燃烧着血红光焰的拳头 就已经轰在了她的脸上 血媚灵的脸 被韩森打得扭曲变形 整个身体似是旋转着的 炮弹一般飞了出去 直接撞进了李冰宇身后的石壁之中 把石壁都给撞她了大半 埋在里面不知死活 李冰宇呆呆地看着面前 如同恶魔降临一般的韩森 红唇半张着 半上没有反应 韩森身形微动 就到了李冰宇面前 伸手在她额头上按了一下 本来就身受重伤的李冰宇 还没有来得及反应 就感觉双眼一黑 直接昏迷了过去 韩森一只手揽着李冰宇 同时将自己的力量 压迫进她的身体之内 把那血媚灵的紫气 从她的身体内压榨出来 可是韩森的眼睛 却并没有在看李冰宇 也没有看血媚灵撞她的石壁 而是皱眉盯着石殿内的另一个方向 只见那里的空间产生剧烈的波动 一朵紫色的莲花光纹荡漾开来 很快就化为了一个紫衣美男子的身影 何方妖孽 竟敢在本神的地盘 那男人如同神奇一般居高临下 冷冰冰地说着 可是目光看清楚韩森的时候 却是骇然后退 尸声叫道 金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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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没死 妖帘神子 你就这么想我死吗 韩森似笑非笑地看着妖帘神子 心中闪过许多念头 神灵竟然可以出现在帝国大宇宙 他们到底在两个世界之间 扮演着怎么样的角色呢 不是 妖帘神子已经冷静了下来 只是看向韩森的目光依然复杂至极 那个 金碧啊 你能不能先把身上的力量收起来 这里虽说是我的地盘 可是你若长时间破坏世界规则 被高位神灵感应到 到时候只会更麻烦 别怪我没有提醒你 韩森见李冰宇身上的紫器 已经被压榨干净 便收敛了自身的力量 实际上 他也已经快要坚持不住了 对抗整个世界的规则力量 实在消耗太巨大 现在他自己也快要被榨干了 看着韩森恢复平时的模样 妖帘神子的神色 变得更加古怪起来 上下打量着韩森 半场没有说话 妖帘神子 说说看 这是怎么回事吧 韩森也打量着妖帘神子 看起来 妖帘神子 现在应该不是附体降临 而是真正的神体降临 现在的他 拥有本身全部的力量 什么怎么回事 不清楚你在说什么 反正你不要在这个星球惹事就对了 妖帘神子说着 就想要传颂离开 你信不信 我把你的神庙给砸了 韩森冷冷地盯着妖帘神子说道 妖帘神子顿时脸色一变 停下身来 咬牙切齿地盯着韩森 我警告你 别以为你 拯救了基因大宇宙就可以乱来 你现在已经破坏了宇宙规则 既然你的身体 平时不被世界规则排斥 你就老老实实地待着 不要四处惹事 否则被上面知道 到时候 秦修一样惨 秦修哪里惨了 不是很爽的 把神功都给拆了吗 韩森笑盈盈地说道 妖帘神子脸上一会儿清一会儿白 却终究没敢当面怒对韩森 只是冷冰冰地说道 哼 秦修借用了你儿子的身体 已经彻底成为基因大宇宙的一部分 不再被规则排斥 你却没有那样的能力 你觉得 以你现在的情况 斗得过高位的神灵吗 对上那位神大人 我自然是没什么信心 不过砸了你的神庙 那却不是什么难事 韩森淡描淡写地说道 妖帘神子眼角抽搐 恶狠狠地说道 你到底想怎么样 空中花园那些家伙 现在怎么样了 韩森没有直接再问 关于这个世界的事情 转而问道 都很好 空中花园现在已经是基因大宇宙第一势力 一灵一族已经点灯 就差给人族点灯了 妖帘神子说道 既然已经是第一势力 为什么人类没有点灯 韩森疑惑地问道 我怎么知道 你去问你儿子 妖帘神子瞪着眼睛说道 好吧 那我怎么才能够回去 问我儿子呢 韩森顺着妖帘神子的话问道 妖帘神子顿时一将 半晌才说道 这个你别问我 我是真的不知道 除了秦修之外 没有生物能够强行进入另一个世界 至于秦修是怎么做到的 这你得去问他 我降临的时间有限 必须要回去了 两个世界到底是怎样的关系 韩森又问道 不知道 你自己去看 神灵也有神灵的规则 我若破坏了规则 被高层发现 到时候 你会和我一样倒霉 我要走了 你好自为之 若你真想回我神庙 到时候大不了于死网破 你一样会被高层发现 到时候就是不死不休的局面 你也别想好过 妖帘神子说完 瞪了韩森这一眼 也不管韩森再说什么 转身就要传送离开 别急着走啊 你那什么神灵血脉 能不能给我一个玩玩 韩森笑道 不给 妖帘神子的身影渐渐消散 咬牙切齿地说道 别这么小气嘛 你给了那么多的人类 给我一个玩玩 有什么大不了的 或者说 你要让我亲自去你的神庙祈求 你才肯给我 韩森笑盈盈地看着妖帘神子说道 妖帘神子即将要消散的身形 顿时一颤 狠声道 你的基因血脉 已经在我之上 我的神灵基因 根本引不到你的基因 怎么给你神灵血脉 原来如此 你早说嘛 韩森一脸恍然大悟的表情 然后又笑眯眯地说道 那再见吧 以后有事我再去找你 想来你一定会帮我的对不对 快要消失的妖帘神子 神色极其复杂地盯着韩森 忧怨而愤怒 可是又有着许无奈和韩森 无法理解的复杂情感 眼看着妖帘神子彻底消失 韩森喃喃自语道 看来帮别人要个神灵血脉什么的 应该不难 回头若是杨父子表现得好 就去庙里帮他要个妖帘血脉吧 不过妖帘神子对韩森的态度 让韩森微微有些不解 看起来妖帘对他相当的忌惮 而且情况绝不是妖帘所说的那样 神灵高层会全力对付他 否则妖帘神子直接抱上去就好了 何必被韩森拿捏 受这等委屈 看来神灵在这个世界 同样有许多规则和限制 不知道那位神大人 若是再见到我 会是什么样的态度 韩森心中暗道 第3061章 打成卵 这些事情不是一时半会儿 就能够想明白的 韩森只好先收敛了心思 向着坍塌的石壁处走去 把那些破裂的石头移开 想看看血妹灵死了没有 若是没死 就再补上一拳 若是死了 正好拿来喂小猫 小猫吃了不少的霸王虫肉 却还是没有完全恢复 身体依然有些虚弱 更加没有产生净化 还需要继续补 可是当韩森把碎石扒开之后 却是微微一棱 那里根本没有血妹灵的血肉之躯 反而多了一颗拳头大小的紫色玉卵 看起来应该就是血妹灵的基因卵无疑 不是吧 一拳打回了基因卵状态 韩森先是一阵 继而大喜过望 对于帝国宇宙的人来说 只有基因卵 才能够被它们使用神灵血脉降服 已经孵化出来的基因种 基本上不可能再使用神灵血脉降服了 就算可以收养 也只能当成战虫使用 而不能与自身合体 韩森的玄黄精 直接把基因种打回了基因卵状态 就可以重新收服 也就意味着 许多别人无法得到的罕见基因种 韩森都可以通过成年体基因种获得 而不必靠运气去地脉中寻找基因卵 真是好东西 没想到玄黄精在帝国大宇宙 还有这样的妙用 韩森捡起了血妹灵的基因卵 心中微微有些得意 靠着玄黄精的能力 他完全可以在这里发家致富 要知道 基因种的价格 可比基因卵便宜太多了 韩森只需要搞点基因卵出来 就可以瞬间赚个十几倍 甚至是几十倍 全力爆发玄黄精太消耗力量 把高级的基因种打成卵 有点困难 不过韩森完全不必去打那些高级的基因种 就算不爆发力量 使用玄黄精把王级之下的基因种打成卵 应该也不是难事 看来以后都不需要再去低卖那种地方 浪费时间冒险了 随便卖点基因卵 应该就足够养小猫了 韩森心中十分的舒畅 看了一眼还在昏迷的鬼罗刹 韩森也没急着把他弄醒 先把那石炉的顶盖打开 想看看里面有没有有价值的东西 顶盖一开 石炉内顿时传来一股清香的味道 韩森心想 里面该不会是有什么丹药吧 秦修派他出来寻找起死回生的方法 他该不会在这里练什么起死回生丹吧 韩森把头伸到石炉上方往里面一看 却不禁有些愕然 石炉里面并没有想象中的丹药 但也不是空的 在石炉的底部 竟然有着一颗金色的基因卵 有鸵鸟蛋那么大 通体似是晶晶一般通明 内中还有一抹金霞在流淌 这石炉里面竟然放着一颗基因卵 被地火烧了 不知道多少年 早该烤熟了吧 不过正好 我现在肚子也有点 呃 拿来冲击倒是不错 也不知道基因卵的味道怎么样 会不会比一般的鸟蛋更香 韩森自言自语着 伸手把金色基因卵从石炉内拿了出来 基因卵一入手 韩森就感觉到了 基因卵内有类似于心跳的波动 知道这颗基因卵并没有被烤熟 依然还活着 想来这颗基因卵的等级应该不低 可以试试能不能收服 韩森抚摸着基因卵 一时间却有些范畴 上一次是小猫主动和他合体 让韩森知道自己可以与基因种合体 可是他却依然不知道该怎么样 像这个世界的人类一样去收取基因种 既然妖帘神子 说我的基因血脉比他强 没道理他的神灵血脉能够起作用 我的血脉却不行 韩森想了想 既然他没有神灵血脉印记 那就只能用最古老的方法试一试了 韩森伸出中指 自指间逼出了一滴鲜血 滴在了那颗金色的基因卵之上 红色的血液顿时被金色的基因卵吸了进去 似是水入海绵一般 转眼间就没有了踪影 下一秒 韩森就听到一个声音在自己脑海中响起 获得变异神级基因种金翅孔雀王 在韩森的注视下 基因卵破碎开来 一只金色的小孔雀从中飞了出来 化为一道金色的流光 被吸入了浑海之内 收服的基因种 竟然可以像兽魂一般收入浑海 韩森心中惊讶 浑海虽然还在 可是里面的兽魂却没有办法召唤出来 他们和韩森一样 受到这个世界的力量排斥 根本没有办法召唤出来 韩森尝试着把金翅孔雀王召唤出来 发现很轻易就召唤了出来 一只通体流淌着金霞的小孔雀 出现在韩森面前 与兽魂一样 韩森竟然可以看到 他的一些资料信息 金翅孔雀王 变异神级基因种 又身体 韩森心念一动 金翅孔雀王顿时化为一团金光 融入他的身体之内 令韩森的身体发变化 头顶多了孔雀灵 背上多了一对金丝的羽翼 还好屁股上没有长孔雀语 韩森看了看自己 与金翅孔雀王合体后的模样 不由得轻了一口气 意念一动 背后双翼之上金光流动 韩森就凭空飞了起来 速度相当的轻快 以后总算不用再走路了 韩森倒是不怕累 而是用自己的力量赶路 被世界规则所排斥 跑起来实在太累 而用基因种的力量飞行 却不会被世界规则排斥 相比之下轻松很多 谁也不想每天 顶着巨大的压力生活 见底血之法可行 韩森索性把血魅灵的 基因卵也拿了出来 将自己的一滴血液 滴在了上面 与金翅孔雀王差不多 血魅灵的基因卵 立刻被孵化 同时 韩森的脑海中 也响起了提示音 获得变异神级基因种血魅灵 果然 紫色的基因卵里面 孵化出了一只紫毛猴子 只是这只紫毛猴子 却是迷你型号的 一只手就可以捧在掌心之中 倒是十分的玲珑可爱 像是紫玉雕刻成的一般 血魅灵 变异神级基因种 幼生体 可惜了 被打回基因卵状态的血魅灵 也回到了幼生体状态 想要把它养到之前的状态 不知道要浪费多少粮食 韩森念心不足地想着 韩森原本想要试一试 和血魅灵合体 会有什么样的好处 可是那边的鬼罗叉 却恩宁一声 似乎要醒过来了 韩森只好先把血魅灵 和金翅孔雀王 收回了魂海之内 目光落在了鬼罗叉身上 第3062章 救命之恩 李冰宇的意志坚韧 很快就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睁开眼睛的一刹那 李冰宇就看到了 韩森那张笑眯眯的脸 脑中闪过自己昏迷之前 看到的画面 顿时从地上一跃而起 双眼死死地盯着韩森 李冰宇还清楚记得 那被血红光焰包裹着的韩森 如同神灵降灵一般 一拳把血魅灵 轰飞出去的画面 看向韩森的眼神 渐渐由灵力化为了疑惑 再由疑惑 变成了更复杂的情绪 如果是真的鬼罗叉 只会认为韩森强大 却不会明白 那种强大意识着什么 可是李冰宇却不同 他真正的身份 是无为道公九大宗主之一 见识远比真的鬼罗叉要广播得多 似血魅灵那等绝世基因种 竟然被韩森一拳轰飞 而且看现在的情况 血魅灵十有八九 已经被韩森诛杀 这已经不是一个强字 可以概括的了 就算在无为道公之中 这种强者也是屈指可数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 竟然拥有如此恐怖的实力 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你没事吧 韩森看着李冰宇问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李冰宇盯着韩森问道 我叫韩森 你不记得了 完了 不会是撞坏脑子了吧 你还记得 我们是跟着宁静 一起来万古大神山 韩森一边说 一边用手指按在 李冰宇的额头上 又仔细看了看他的瞳孔 好像是在确认 他是不是烧坏脑子了一样 李冰宇心中那个气啊 一把打开韩森手 冷着脸说道 少装算 能够打败血魅灵 你怎么可能会是一个 默默无闻的人物 还有 你为什么要打晕我 我就是一个 默默无闻的小人物 你不相信 我也没有办法 我打晕你 是因为要治疗 你身上的伤 那会非常难受 我又没有麻醉手段 只好把你打晕 让你不用受那么多的痛苦 韩森摊开手解释道 一脸的真诚模样 李冰宇这才想起来 自己之前身上 受了很严重的伤 而且 血魅灵的力量 蔓延到了他的全身 连神灵血脉都被遮蔽了 而此时 血魅灵的力量 已经在他身上完全消失 那些伤口 也已经凝固结巴 显然是韩森帮他 清除了血魅灵的力量 血魅灵呢 李冰宇神色古怪的 打量四周 却没有看到 血魅灵的尸体 跑了 韩森随口答了一句 然后站起身来说道 既然你已经没事了 那我们还是 快点离开这里吧 宁静已经跑了 我们也不知道 那处藏灵神 迈在什么地方 还是先回万古神城 再说吧 慢着 看着转身就走的韩森 李冰宇身形一闪 拦住了他的去路 一双美目盯着韩森的眼睛 有什么事 韩森笑盈盈地问道 鬼罗刹心中暗想 虽然和计划中的 有些不一样 不过 这正是我接近他的 大好机会 绝对不能错过 想到这里 鬼罗刹的目光 沉静了下来 看着韩森 一字一句地说道 我鬼罗刹 从不欠别人的人情 你救了我的命 我的这条命 就是你的了 我要你的命干什么 韩森笑道 要不要是你的事 但是这条命 我一定要还给你 鬼罗刹一脸认真的表情 那你想怎么还 韩森饶有兴趣地 看着鬼罗刹 鬼罗刹不假思索 直接说道 从现在开始 我会一直跟在你身边 任何人想要对你不利 都必须先跨过我的尸体 直到我救你一命为止 不用那么麻烦 不是都说救命之恩 无以为报 只能以身相许 你也不用还我一命 以身相许不就行了 韩森笑盈盈地 看着鬼罗刹说道 鬼罗刹脸色顿时一变 咬着嘴唇说道 虽然你救了我的命 但是不代表 你能够侮辱我 那算了 既然你不肯 那也不用跟着我了 大家还是个走个路吧 韩森说着转身就走 他本就不想把鬼罗刹 这样的人带在身边 所以才会那样说话 鬼罗刹神色变换不定 咬了咬牙 还是跟了上去 一言不发地跟在韩森身后 韩森知道 那条毒天胶还在外面 他的力量刚才消耗得 已经很严重 短时间内 也没有力气再打破 世界规则的压制 只怕不是毒天胶的对手 只能找其他的出路 血妹灵和金翅孔雀王 虽然以后会比毒天胶更强 可惜现在 他们都还是幼儿体 还不是毒天胶的对手 石殿就只有这么大 两人绕了几圈 也没有找到其他的出路 李冰宇蹲在地上 检查了那湿海骨 也没有别的发现 他猜测 韩森在他昏迷的时候 应该已经搜索过了 只是不知道 韩森发现了什么 这里没有别的出路 你有没有办法 绕开毒天胶和雪妹灵 所在的区域逃出去 韩森把那蛊海骨埋了起来 然后看向李冰宇问道 倒是有一个办法 可以试一试 李冰宇伸手一指 一只岩鼠模样的基因种 被召唤了出来 只是他的个头 比普通岩鼠大了一倍 而且爪子看起来 似是金鼠一般 这是王级的地脉鼠 拥有强大的地下挖掘 和方位辨别能力 也许他能够带我们出去 李冰宇说话之时 那只地脉鼠 已经向着石殿的外面钻了过去 韩森和李冰宇 一起跟在他后面 地脉鼠在石型号 型号钻来钻去 不时在某处石壁上 挖开一个洞钻进去 他挖开的地方 后面一般都有 其他的洞穴相连 并非只是无脑的大洞 跟着地脉鼠走了大半天 竟然真的走出了洞穴 回到了地面之上 不过他们所在的位置 已经不是玉石骨 跟我走 李冰宇分辨了一下方位 向着一个方向而去 韩森没有继续探索 万古大神山的兴趣 现在他只想快点 回到万古神城 上网查些资料 把那本书里面的内容 都搞清楚 看看会不会有什么线索 韩森有种预感 那笔记本之中 也许会记录着 非常重要的信息 很可能与秦修 进入基因大宇宙的秘密有关 只可惜 他以前学的古文知识 与这个世界的古文知识 并不能完全通用 还需要借助一些资料 才能够完全搞清楚 那笔记本中 到底都写了什么 第3063章 正反生命轮回 如果是我的话 现在就不会进城 快要出万古大神山的时候 李冰宇突然对韩森说道 为什么 韩森的饶友兴趣地看着李冰宇 欧阳秋山死在了万古大神山之中 而他又是欧阳家近些年来 唯一的完美神灵血脉 是欧阳家主最宠爱的儿子 这件事 欧阳家绝对不会就这么算了 李冰宇说道 你是说 欧阳家会把这笔账 算在我们头上 韩森沉吟道 总得有人为这件事负责 欧阳家也许不会把宁静怎么样 但是其他人就不好说了 王仔之痛 总需要发生些什么 才能够平复 李冰宇道 我们又没有和欧阳秋山起冲突 也没有得罪他 欧阳家凭什么拿我们出气 韩森皱眉道 李冰宇淡淡地说道 如果是异国的太子 在外面被刺杀 那些负责保护他的护卫 就得全部陪葬 你觉得 这样有没有道理 韩森笑了起来 你说的很有道理 那么一你看 我现在应该去哪里 去哪里都好 反正不要再去万古神城 最好直接离开这颗星球 欧阳家毕竟只是万古神城的贵族豪门 离开这颗星球 欧阳家也就没什么威胁了 李冰宇说道 你觉得是欧阳家强 还是那只血妹灵墙 韩森看着李冰宇眨着眼睛说道 论实力 欧阳家自然不如你 不过欧阳家却是大秦帝国的贵族 而你在大秦帝国却无名无分 若是冲突起来 就算你能够灭了欧阳家 但是以后在秦国的领地之内 走动起来就会很麻烦 说的也有道理 但是确实很怕麻烦 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有门路可以帮你去其他星球 李冰宇继续说道 那就麻烦你了 不过在那之前 我要见一见杨夫子 韩森想了想说道 这个不难 只要他在万古神城 我可以想办法约他出来和你见面 不过他肯不肯来和你见面 那就不是我所能控制的了 你想说什么 若是让一般人选择的话 在龙哥城宁家和你之前 一般人都会选择前者 如果是那样的话 你打算怎么做 李冰宇目光灼灼地盯着韩森 无论如何 一定要把他带回来 若是你做不到 那我就自己进城去找他 韩森淡淡地说道 杨夫子知道 韩森是从精卵中出来的事情 这件事无论如何 都需要有一个了解 韩森不能一走了之 好 明白了 我一定会把杨夫子带回来 李冰宇说完 就直接转身化烟而去 李冰宇的办事效率之高 连韩森都有些意外 只不过就是半天功夫 就把杨夫子带了回来 大人 您果然没事 杨夫子见到韩森 顿时大喜过望 我打算要离开万古神兴 杨老 您是跟着我走 还是打算要留下来呢 韩森看着杨夫子问道 老朽既然已经追随大人 大人要去哪里 老朽自然也要跟去哪里 杨夫子连忙说道 既然如此 那就麻烦鬼罗刹 你帮我们安排一下吧 韩森看向李冰宇说道 没问题 你想去哪里 李冰宇心中暗喜 如果他想要去秦国国都 那么我就有机会 接近太子秦白了 去都灵室吧 韩森沉吟着说道 好 听到韩森并没有 要去秦国国都 李冰宇心中有些失望 不过却没有多说什么 一口答应了下来 韩森选择去都灵室 并非是随口说 因为传说 大秦帝国的开国皇帝秦修 就是出生在都灵室 是秦修的老家 秦修和秦婉 都是在那里出生 并且长大 韩森想要去那里看一看 也许能够找到一些相关的线索 韩森和杨夫子 在李冰宇的安排下 踏上了一艘星际货轮 李冰宇也在其中 星际旅程漫长 韩森找机会 上网查了资料 一直在暗中研究 笔记本的内容 深入的研究之后 获得的内容 让韩森非常吃惊 秦修则把秦婉的尸体 封印在了一具神秘的棺果之中 让他的肉体 始终保持在死时的状态 不会腐朽老去 一直等待着复活的契机 这位名为白墨的秦国重臣 奉了秦修的命令 寻找起死回生之术 以求能够令秦婉复活 白墨研究了很多方法 不过最终都没有能够成功 最后无意间让他查到了一些资料 那些资料是来自于 原星的一个古老宗门 其中所记载的很多东西 都非常的离奇 让人不能置信 可是经过白墨的研究 那些让人不敢相信的记载 其中有一部分 很可能是真实存在的 笔记本中 没有提到具体的研究内容 不过里面却有着一句 让韩森惊骇莫名的话 死亡只是另一个开端 写到这句话的时候 白墨显然很激动 连字迹都与平时的研究有着不同 显得特别急促 可以想象他当时是多么的兴奋 这句话 别人也许不懂是什么意思 但是韩森看到这句话 却是越发肯定自己心中的猜测 后面还有一些内容 就是在解释这句话的意思 大概意思是说 能量是守恒的 不会彻底消失 只会以不同的形式转换 人类和帝国大宇宙的各种生物 也是一种能量 同样不会彻底消失在宇宙之中 就算人类死亡 最终也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延续生命 根据白墨的研究 人类在死亡之后 就会在另外一个世界降生 而在另外一个世界死亡 同样会在帝国大宇宙降生 白墨把这种生命能量的转换 称之为生命的正反轮回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白墨把另外一个世界 称之为反物质世界 而且正世界的生物 绝对不能在反物质世界生存 一旦靠近就是毁灭 两个世界的生物 都以为另外一个世界 才是反物质世界 这些都与韩森的猜测不谋而合 韩森之前也是这样猜测 只是有一点 韩森不太清楚 神灵在两个世界中间 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后面的内容 则更加地让韩森吃惊 白墨在研究那个古老宗门的时候 发现那个古老宗门 竟然有一件圣物 竟然能够打开 两个世界之间的通道 黑金石 韩森看到笔记本上画的那件圣物 赫然就是那颗黑金石的模样 与他在洞穴中 墙壁上看到的一模一样 第3064章 明目因果 韩森迫不及待地翻看下去 继续研究笔记本后面的内容 想要知道 黑金石到底是什么东西 白墨既然提到了 黑体石可以打开两个世界的通道 那么秦修就很可能是利用 黑金体进入的基因大宇宙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就解释得通了 秦婉既然已经在 另外一个世界降生 那么这个世界的瓦 就怎么也不可能再复活 秦修做什么都没有用 除非他能够进入另外一个世界 找到降生的秦婉 再把他带回来 韩森大概已经弄清楚 秦修进入大宇宙的原因 虽说生命会一直轮回 不会真的死去 可是轮回并不代表 一个人真的还活着 没有了上了一世的情感和记忆 那他就算还活着 这一世的秦婉 和上一世的秦婉 也没有任何关系了 对于秦修来说 他所找到的瓦 就只是巫族的� 而不是他的妹妹秦婉 所以秦修要把瓦带回去 让他与上一世的肉体融合 让他恢复前世的记忆 可是想要做到这一切 就只能打通两个世界的通道 而基因神殿 却绝对不能够允许 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秦修只能打破基因神殿 才能够把瓦带回去 可是 如果秦修真是利用黑金石 进入的基因大宇宙 那他应该可以使用黑金石 把瓦带回来 根本不必那么麻烦 如果我得到的那颗黑金体 就是白墨所说的那一件圣物 那么 为什么它会出现在庇护所第一层 为什么会不在秦修的手里 这么重要的东西 以秦修的能力和心计 绝对不可能平白丢失 是我的判断错误 还是这其中发生了什么事呢 韩森苦思良久 也无法得到答案 白墨笔记本后面的内容 都是在讲他寻找 古老宗门遗迹和圣物的过程 因为原星早已经毁灭 那个古老的宗门 也已经不复存在 白墨通过各种渠道 寻找与之有关的资料 也许是皇天不复苦心人 竟然真的让白墨找到了一些线索 虽然没有能够找到 那个宗门的传人 可是却让他找到了 那件圣物和一尊石炉 石炉内还刻着一门奇怪的艺术 就是那古文版的基因物语 白墨把圣物和抄露的 基因物语献给了秦修 并且在秦修的授意之下 主持了研究工作 虽然没有能够破解 基因物语之秘 却研究出了圣物的 许多奇妙作用 根据笔记本中的记载 最后秦修就是在万古大神山内 使用圣物 进入了白墨口中的反物质世界 也就是韩森出生的大宇宙 秦修离开之后 白墨依然在研究基因物语 只不过进展非常缓慢 几乎没有什么进展 笔记本的内容到此结束 后来没有写白墨自己的事情 也没有写石炉内 为什么会有一颗金赤孔雀王卵 至于莫里的两大基因种 为什么会在那里 是巧合还是有人刻意为之 韩森也没有找到答案 真是要命了 原来秦修是使用黑金石去的基因大宇宙 虽然现在黑金石已经变成黑金铠甲 在我的魂海之内 可是它根本不受我的控制 而且还是它把我弄过来的 想要利用它回去 怕是不可能了 韩森内视魂海 见黑金铠甲一动不动地悬浮在魂海之中 它虽然能够感应到黑金铠甲 而且因为修炼基因物语的关系 与黑金铠甲有种莫名的联系 可是却依然无法控制它 老大 你到底想怎么样 说句话行不行 我可是有老婆孩子的人 我想回去看看他们 你对我放个假 让我回去两天成不成 要不一天也成 韩森低声下气的和黑金铠甲商量 都快要给他跪下了 可是黑金铠甲 缺一点反应也没有 还是那副死气沉沉的模样 如果能够把黑金铠甲拖出来的话 韩森早就把黑金铠甲暴打一顿了 可惜他根本控制不了黑金铠甲 白墨的笔记本中说 圣物可以促进基因种进化 让右身体快速成长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进化到成年体 甚至是中极体 还可以令低爵位的基因种突变为高爵位 这些倒是和黑金石在庇护所内的功能有些相似 可惜现在它变成了铠甲 这种能力也就没用了 韩森想到这里 突然眼睛一亮 然后脸上露出了一抹坏笑 你个破铠甲 一声不吭地耍我是吧 以为我没有办法对付你吗 韩森眼中放光 向着浑海中的金翅孔雀王下达了命令 金翅孔雀王收到了韩森的命令之后 顿时发出一声清鸣 张开双翅向着黑金铠甲飞了过去 然后张开了鸟嘴 猛然间变大 一口把那黑金铠甲给吞了下去 我看你忍得了多久 有种你就一直别吭声 韩森心中恨恨地想着 眼睛却一直盯着 吞下了黑金铠甲的金翅孔雀王 突然 韩森看到金翅孔雀王身上的金光暴涨 丝丝光缕从他身上喷涌而出 似是蚕丝一般 渐渐把他的身体包裹了起来 很快就形成了一个金色巨蛋 将它包裹在了里面 韩森这段时间也研究了不少的基因种资料 自然看得出来 这是金翅孔雀王在向着成年体进化 原来黑金石的功能依然还在啊 韩森神色变得古怪起来 他原本以为黑金铠甲会反抗 谁知道竟然一点反抗的意思也没有 任由金翅孔雀王借助他的力量进化 金翅孔雀王的进化 不是短时间可以完成的 韩森看了半天 那金色的巨蛋也没有什么动静 而飞船却已经抵达了都灵星 杨夫子和李冰宇一起过来找韩森 三人从工作人员通道下了飞船 白莫说 秦婉的肉身被秦修封印在了秦国皇宫内的一个神秘地方 那么婉如果真的如我一般穿过了逆转通道 那他会不会回到了上一世的肉身之内呢 如果真是如此的话 那我真的要去一趟秦国的国都才行了 韩森心中思索着这种可能性 别装死 给我快点走 韩森正在思索之时 却突然听到一声鞭响 然后是叫骂的声音 只见一个贵族护卫 手持雷电长鞭 不时地抽打着 从飞船上排队下来的人群 那些人类都穿得破破烂烂 不少人身上都带着伤 被抽打之下 更发出痛苦的惨叫声 韩森这时候才知道 他们乘坐的 竟然是一艘贩卖奴隶的货船 如此发达的帝国 竟然还会有奴隶制度 韩森不由地暗自皱眉 第3065章 剑不孤 韩森纵然同情那些奴隶 不过七大帝国的制度如此 不是就一两个奴隶 就能够改变的问题 看到那些奴隶之中 还有许多幼小的孩童 一个个戴着智能项圈和智能手铐 像是猫狗一般被赶着走 韩森也只能暗自摇头 一旁的杨夫子看到韩森摇头 也是叹气道 人本无高贵低贱之分 但是有了神灵 有了血脉 便有了高贵与低贱之别 两人说话之时 突然听到一个小女孩的哭叫声 妈妈 妈妈 韩森他们转眼看过去 只见一个年轻母亲摔倒在地上 阻挡了奴隶队伍的行径 手持鞭子的监管人员 就过来用鞭子抽打她 可是那年轻母亲 似是身体有问题 一时间站不起 只能拼命护住怀中痛哭的小女孩 任由那鞭子抽在她身上 突然 一只手掌横里抓住了鞭子 定睛一看 是旁边的一个中年男人 看她的衣着和身上的项圈 手铐 明显同样是被贩卖的奴隶 得饶人处且饶人 打死了他们 对你也没什么好处 而且还要少卖不少钱 中年奴隶放开鞭子 对那监管人员说道 那监管人员平时在奴隶当中凶横惯了 此时竟然被一个奴隶顶撞 顿时感觉颜面无光 目中凶光大放 一鞭子抽向那个奴隶 同时怒声道 老子高兴 抽死你们这些下贱货 中年男人身上 顿时被抽了好几鞭子 身上立刻浮现出了一道道血痕 只是她却一起护着那对母子 并没有退缩的意思 越是如此 那监管人员就越是不爽 一边骂一边更加用力很抽 妈的 想死老子成全你 可是很快 她的鞭子又被一只手掌握住 没能再继续抽下去 你干什么 监管人员看到握住她鞭子不是奴隶 而是刚刚从船上下来的人 没敢像对奴隶那般嚣张 这三个人多少钱 我要了 韩森松开了鞭子 指着那中年男人和那对母女说道 你想买这个三奴隶 一个管事模样的男人走了过来 上下打量着韩森说道 文管事 一旁的监管人员连忙对那男人行礼 模样甚是恭敬 是的 韩森点头道 文管事眯起眼睛打量了韩森片刻 微笑着说道 这批奴隶是七星院定制的 一般来说是不能再另外出手 那么就请文管事出一个不一般的价钱吧 韩森淡笑道 文管事文言一喜 知道自己今天遇到有钱的主了 心道 自己送上门来的肥猪 不宰白不宰 文管事并没有说谎 这批奴隶确实是专门为七星院送的 不过奴隶运输的过程当中经常会出现死伤 所以每次运送奴隶的时候 都会多运一批 这一批也就是损耗名额 这次的损耗名额还有很多 既然有人肯出高价 卖掉三个也无所谓 公子这却是让在下为难了 文管事心中已经打算要痛宰韩森一刀 不过脸上却装出为难的表情 那么什么样的价钱才能让你不为难呢 韩森看着文管事说道 文管事脸上终于中出了笑容 既然公子这么看重他们 那在下只好卖公子一个面子了 七星院那边在下令想办法交代 这三个奴隶嘛 只需要三千秦币 公子只管拿去便是 七星院若是追究下来 在下自当一例承担 三千秦币 你怎么不去抢 杨夫子怒道 市面上普通的成年壮奴 也有五六十秦币而已 就算是幼子 也不过就是一百多秦币 像这种大型的奴隶船 大批量贩卖价格更低 三个奴隶就要三千秦币 这价钱确实是天价 话不能这么说 这是七星院要的奴隶 我将他们卖给公子宁 那是担着巨大的风险 文管市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韩森打断 韩森对一旁的杨夫子说道 夫子 给他吧 这三个人我要了 杨夫子虽然觉得 这根本就是挨仔 不过既然韩森已经发话了 他也只好赚了三千秦币 给那文管市 公子爷 还是您有眼光 以后若是还有什么需要 尽管来找在下 文管市收了三千秦币 脸上都快要笑出花来了 三个剑奴而已 原本值不了多少钱 现在却被他卖出了 近百倍的价格 文管市十分爽快地 把三人的奴隶卡交了出来 韩森收了奴隶证 让杨夫子对还给了他们 顺利把那对母女扶了起来 阁下怎么称呼 韩森向那中年男人拱手道 多谢公子相救 在下剑不孤 中年男人还礼道 听到这个名字了 所有人都是一棱 反应过来之后 那个抽打奴隶的监管人员 轻蔑地说道 你一个奴隶 竟然敢叫剑不孤 也不怕被人砍了脑袋 旁边也有人笑道 这个奴隶的名字 真是嚣张得很 竟然和我大秦国地的 太父剑不孤相同 可惜同名却不同命 一个是名震天下的秦国太父 一个却是卑微下贱的奴隶 文管市也觉得有趣 一个奴隶的名字 竟然叫剑不孤 不过能卖三千秦币 管他叫什么 哪怕他自称天神也没问题 在众人的议论声中 韩森大概知道了剑不孤的来历 所谓的太父就是帝师 位列三公之一 若是帝王年幼 或者空缺之时 可代为管理国家 而剑不孤不仅是太父 而且还有着 大秦帝国第一剑客之名 不过十年前 剑不孤离朝退隐 已经许久没有人 听过剑不孤之名 自然没有人会认为 面前这个奴隶 会是当年的秦国 第一剑客剑不孤 韩森也不知道 这人是不是剑不孤 他之前根本没有听过 剑不孤的名字 不过却看出 此人非同凡俗 那那脸沉浸的气质 非一般人所能及 李冰宇也是一脸狐疑的 打量着剑不孤 他也不相信 剑不孤会成为一个奴隶 可是仔细打量之后 却发现 面前这个奴隶 好像确实有点眼熟 李冰宇虽然没有见过 剑不孤本人 可是无微道工之中 却有剑不孤的画像 这个中年男人 虽然看起来 比画像中的剑不孤 沧桑了许多 也没有剑不孤那种 傲视天下的气概 可是仔细瞧一瞧 眉目之间 还真有那么几分相似 第3066章 圣文白鹿 都灵星与一般的星球不同 这里有星却无神庙 没有神庙 自然也就没有 依附神庙而建的城市 所以 都灵星是罕见的 多城市星球 在都灵星之上 大大小小 有几百座城池 在最大的航空港口城市 林光城之内 韩森 杨夫子 鬼罗叉 剑不孤 和那对母女一起 走在大街上 先生不必如此 若有去处 只管去便是了 韩森对旁边的剑不孤说道 剑不孤却微摇头 公子花三千金金将我买下 除非我还了债 否则 此身就是属于公子的 韩森笑了笑 没有再多说什么 目光看向那对母女说道 你们若是想走 我可送你们一些钱财 求主人收留 年轻的母亲 连忙拉着女孩 一起下跪 向韩森叩头 起来吧 既然你们想要留下 那就先留下吧 韩森微微皱眉 让杨夫子把他们扶了起来 然后问杨夫子 杨老 您可知当初秦皇的故居在何处 秦皇故居就是现在的秦皇城 不过听说 那里原本并没有城池 而是后来在秦皇故居之上所见 杨夫子跟在韩森身边 边走边说一些传说和典故 而在此时的七星院内 文管事的脸色却苍白如土 张大了嘴巴 不敢相信地看着面前的七星院主方七院 方院主 您是在开玩笑吧 文管事结结巴巴地说道 谁有空和你开玩笑 你卖掉的那个人 就是当年名震天下的秦国太父贱不孤 方七院像是看白痴一样 看着文管事 文管事到现在还是不敢相信 不可能吧 若他真是太父贱不孤 怎么可能会变成奴隶 而且还任人宰割 一定是哪里弄错了 方七院冷笑着说道 十几年前 贱不孤身受皇命 单人独剑 杀入吴维道公 连斩吴维道公两位宗主 迫使吴维道公 退出秦国疆域 可那贱不孤的剑道启蒙老师 却是吴维道公九位宗主之一的剑宗之主 他自敢犯下逆施之罪 发下大怨 二十年禁武 便是生死关头 也绝不与人动手 并且离朝归隐 从此不知所踪 我当初见过贱不孤几面 而且亲眼见他 剑破吴维道公 那人必然就是贱不孤无疑 说到这里 方七院看了一眼 已经面色如土的文管事 撇嘴说道 你若是能够留下贱不孤 无论是 把他送去秦国官方 还是把他卖给吴维道公 皆可得不识大力 想不到 你竟然以区区三千秦币 把他给卖了 这天下 也只有你做的这生意 文管里听到此事 一下子摊在了地上 像是傻了一样 不断地难难重复一句话 我以三千秦币 卖了秦国太夫贱不孤 方七院的眼神 却渐渐变得灼热 二十年之七味道 看来那贱不孤 果然还在守院 既然老天让我找到他 那就是他命该如此 韩森等人自然不知道 七星院内发生的事 不过李冰宇却一直在 悄悄打量贱不孤 心中杀鸡引现 贱不孤所展的 二位道公宗主 其中一位就是 李冰宇的师尊 否则以李冰宇的年纪和资历 根本不足以 做上宗主之位 于公于私 贱不孤 都是李冰宇 不共戴天的仇人 只是李冰宇不肯确定 面前的贱不孤 到底是不是那个 明镇天下的秦国太夫 当初他并没有亲眼看到那一战 正在李冰宇心中纠结之时 突然听到后面 传来咒语一般的提声 只见一个黑须的白衣文士 骑着一头白鹿而来 那白鹿比马还要神骏 通体都散发着圣洁的光辉 韩森也看到了 那白鹿和文士 看到白鹿镜子向他们而来 不由地停下了脚步 只是刹那时间 白鹿就已经奔行到了 距离他们不足迟十米处 然后就那般静了下来 由急动转为急静 却是自然无比 白鹿却是定在了地上一般 没有丝毫摇晃 听说公子以三千金币 买下了三名奴隶 我以三万金币 与公子交换其中一人如何 方七苑坐在白鹿之上 笑盈盈地说道 只是他的目光根本未看韩森 而是一直盯着剑步孤 不换 韩森看着方七苑说道 杨夫子却是神色凝重地 对韩森低声道 大人小心 那人坐下所骑的 很可能是终极体的圣文白鹿 在大秦帝国 可以排入前百之位的强大基因中 方七苑也不理会韩森和杨夫子 只是盯着剑步孤说道 太副大人 可还记得我方七苑 此言一出 杨夫子等人进食大惊 没想到这个奴隶 竟然真的是秦国太副剑步孤 剑步孤平静地看着方七苑说道 你是天宗主的弟子 我在天道风下见过你 当时你就站在天宗主的身边 既然你知道 那便不用我再多说废话了 你欠无为道工的债 今天该还了 方七苑冷声说着 身上光芒大放 坐下圣纹白露与他的身体融合 令方七苑的身体变得更加雄壮 头顶也长出了一对圣洁的露角 通体圣光灿然 手掌也变成了露体 上面还映刻着如同天生的圣纹 目中神光乍现 方七苑一掌向着剑步孤拍出 身上圣光如同天河倾泻 凝聚于他掌上的圣纹之上 令那圣纹光明大放 那圣光符文仿佛由天帝所生 引动天帝之力 便是韩森等人都感觉那一字之下 似是整个天地都被压迫 一字之下可镇压山岳 剑步孤只是站在那里 平静地看着方七苑一掌拍来 丝毫没有躲闪的举动 更加没有要还手的意思 也没有召唤基因种合体 韩森原本只是想在一旁看戏 可是眼看着方七苑的一掌 就要落在剑步孤身上 剑步孤依然不闪不避 似是在等死一般 不由地心中惊讶 他是看出来了 这个剑步孤是真的不打算动手 基本上与等死无异 方七苑目露凶光 心中满是兴奋之色 剑步孤竟然真的还在手怨 他这一次 终于可以为无为道工除一大敌了 眼看那一字光纹 就要镇压在剑步孤的身上 任他名声如何显赫 只要没有与基因种合体 就绝对挡不住他这一击 可是谁知道 旁边突然伸出来一只手 拉住了剑步孤的手臂 将他拉到了一旁 令方七苑的 这一掌落在了空处 方七苑微皱眉 目光看向拉走剑步孤的那人 发现正是以三千金币 买走剑步孤的韩森 价钱还没有谈好 就想要拿人 阁下未免太不厚道了吧 韩森看着方七苑微笑道 第3067章 邪恶之险 方七苑杀剑步孤的心 实在太过迫切 这对他来说 几乎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若非剑步孤发下大怨 二十年内绝对不会再云人动武 否则就算是千军万马 漫天战舰在此 恐怕也难以要他的命 方七苑很清楚 他必须要抓住这个机会 只要能够杀了剑步孤 他在天宗的地位 就会水涨船高 甚至是继承天宗宗主之位 也并非没有可能 没有任何犹豫 方七苑一掌山岳文印 向着韩森镇压而去 今天谁要阻他杀剑步孤 他便杀谁 掌上圣文闪烁 如同山岳镇压而下 韩森并没有躲闪的意思 直接召唤了血魅灵合体 金翅孔雀王还在进化之中 小猫的身体 虽然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可是 他并非韩森 收服的基因种并不受韩森控制 就算想要合体 也只能有小猫自己发起 所以 韩森现在能用的基因种 只有血魅灵 一股紫气从韩森身上涌出 身后顿时多了一条猴子的尾巴 头发也变成了紫色 一下子长长了许多 全身泛起紫色的血液光滑 仿佛紫色的火焰一般燃烧 令韩森皮肤和发丝 都变得如同紫金一般 晶莹剔透 与血魅灵合体成功 获得基因合体剂邪恶之血 只感觉一股奇异的力量 在身体之内流淌 顺着他轰出的拳头涌动 碰 韩森那燃烧着紫色光艳的拳头 与方七苑的山岳纹印撞击在一起 只听一声爆响 韩森站在地上纹丝不动 那山岳纹印被韩森一心轰碎 拳头游自不停地 撞在方七苑的手掌之上 把他那已经化为陆梯的手掌 都给震裂 整个人都倒飞了出去 把丘陵都给撞塌了一片 破 方七苑强自支撑着 从泥土中冲出来 身上盛光闪烁 嘴角还残留着血迹 死死地盯着韩森和剑不孤说道 我还以为 你剑不孤当真不怕死 要守那二十年大院 原来也只是个欺世道明的虚伪之辈 嘴上说要守院 二十年内与秦王廷不再有任何瓜葛 实际上 却有秦国的高手暗中保护 好一个秦国太父剑不孤 好一个二十年大院 真是可笑 剑不孤神色淡然 也不与方七苑持争辩 韩森却有些看不下去了 比一道 让你开架你不开 偏偏要硬抢 抢不过了 又说那么多的废话 无为道工都是这样的货色吗 住口 黄望之徒也敢藐视我无为道工 你真的以为 能够挡我方七苑吗 今日就让你知道 我方七苑的七星基因种 是何等神庙 与我方七苑为敌 必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方七苑说着 就想要开启神灵血脉 再召唤出其他的基因种合体 一些高手 能够与多只基因种合体 这在七大帝国 并不算罕见 而方七苑自称七星苑主 拥有七只非常特殊的基因种 能够同时与七只基因种合体 这却是非常罕见的 一般人最多也就是 与三四只基因种同时合体 而且需要基因种的属性不相冲 比如 谁属性的基因种 和活属性的基因种 就不能同时合体 否则相互冲突 就会反伤其身 方七苑神色争宁 想要再召唤出 其他六只基因种合体 可是却突然发现 自己与神灵血脉的沟通 竟然断断续续 难以把里面的基因种召唤出来 怎么回事 方七苑骇然心惊 用内视之法一看才发现 她的神灵血脉印记之上 竟然蒙上了一层紫色 而她手上的伤口 正自流着紫色的污血 一刹那之间 方七苑只感觉全身冰凉 不由地失声叫了出来 血魅灵的邪恶之血 不可能 血魅灵不是已经随着莫里的死亡 而绝技了吗 怎么还会有血魅灵在世 此时 方七苑再去看 韩森变身的模样 越看越觉得 像是传说中的血魅灵 那一人独闯皇宫 刺杀皇帝之人的 独有基因种 你刚才说什么 韩森笑眯眯地看着方七苑 方七苑身子一颤 转身就狂奔去 只能与圣文白禄合体 她知道自己 绝不是韩森的对手 若是不逃 只怕今天难逃一死 该死 我早该想到的 剑不顾 怎么可能真的自寻死路 方七苑心中暗自咒骂 装完逼就想走 你把我韩森当成死人吗 韩森冷哼一声 手中金属柱 对准了方七苑 一拳轰在金属柱的后端 顿时那金属柱 如同导弹一般 飞向了方七苑 韩森的力量何等猛烈 金属柱只是眨眼间 就已经到了方七苑的背后 方七苑听到 那恐怖的破空声 心中大片 只能凝聚力量 转身双拳轰向金属柱 只听一声巨响 方七苑只感觉 双拳像是快要折断了一般 一股巨力撞在胸前 顿时把他撞得口喷鲜血 整个人摔在地上 把地面都给离出了一道长长的深沟 方七苑刚想跳起来 却见韩森已经笑眯眯地站在他身前 一双眼睛正盯着他在看 秦国什么时候 出了这么一个恐怖的年轻人 方七苑心中懊悔之极 他暗中打入秦国内部 已经有十几年 自觉对于秦国的高手了如指掌 之前根本未把韩森放在眼里 那是因为他在他的记忆之中 秦国根本没有一个这样的年轻高手 此时却是悔之晚矣 你叫方七苑对吧 韩森笑盈盈地看着方七苑问道 要杀便杀 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 方七苑自知 今日恐怕是在劫难逃 对方拥有雪魅灵那种绝世基因种 想必与莫里有着某种关系 说不定是一脉相传的刺客 想从这种人手里面逃走 实在太难 更何况他已经中了邪恶之血 无法再召唤基因种 再加上身受重伤 更不可能逃得掉了 你想死容易 我只需要一根手指 就可以让你死伤一百次 但是如果你想活的话 这也不难 韩森也不动气 依然看着方七苑说道 想让我背叛无为道工 绝无可能 方七苑倒是十分硬气 我又不是秦国人 你背叛无为道工 对我也没什么好处 韩森说道 你什么意思啊 方七苑一时间有些呆了 他一直以为 韩森是秦国派来保护剑布姑的高手 此时韩森竟然亲口说 他不是秦国人 一时间让他的脑子 有些转不过来弯了 你想保命也容易 我看你那只圣文白鹿不错 我正缺之做旗 你若是肯送给我 便可换得一命 韩森笑盈盈地说道 你 你休想骗我 想要拿我的基因种 再杀我 做梦 方七苑根本不相信韩森 我早说过了 我只是一个普通商人 与他并没有什么关系 只是凑巧买下了他而已 你若是早些 开个合适的价钱 我早就 把他卖给你了 何必打打杀杀这么麻烦 刚才你不信我 现在你又不信我 就算我不想取你的性命 也不成了 韩森叹息着走向方七苑 我本不欲杀人 奈何你执意寻死 那我也只好成全你 等等 我把圣文白鹿给你 你真的不杀我 看到韩森走过来 方七苑连忙大叫道 一旁的李冰宇听到此言 顿时脸色 变得很是难看 毕竟他是无为道工的 九宗主之一 眼看自己的同门 如此贪生怕死 自然没什么好心情 好在他戴着面具 旁人也看不到他的表情 第3068章 因钱而愁 方七苑最终还是 选择了屈服 答应把那圣文白鹿 转移给了韩森 已经被驯服的基因种 可以在拥有 神灵血脉的人之间转移 不过能够转移 而不代表能够使用 若是神血灵脉 与基因种的属性不合 就算获得了基因种 也难以成功合体 强行合体 甚至有可能会损伤己身 韩森尝试着 用自己魂海 接收方七苑 转交过来的圣文白鹿 结果却让韩森喜出望外 魂海十分顺利地 接收了圣文白鹿 这样以后 别人就更难察觉 它是来自于 另外一个世界了 获得神级基因种 圣文白鹿 脑海中同时想起了提示音 韩森看了一眼 圣文白鹿的资料 结果却有些出乎 他的意料之外 圣文白鹿 神级基因种 成年体 这只圣文白鹿 只是成年体 并没有达到 终极体的程度 这与杨夫子所说 有些出入 不过成年体的 神级基因种 也算不错了 用来作为 逮捕工具 绰绰有余 当然 韩森之所以 会要圣文白鹿 不仅仅是 为了作为逮捕工具 实际上 他只是不想 杀方七苑而已 留着方七苑还有用 现在 我可以走了吧 方七苑咬着牙说道 他是之为 性命的七只基因种 如今被韩森夺走了一只 心中自然是不甘 当然 除非你想 留下来和我们 共进晚餐 韩森笑道 我身上的邪恶之血 方七苑问道 我只说不杀你 可没有说 要帮你解邪恶之血 想要我帮忙也可以 再来一只 和圣文白鹿 同级别的基因种 或者基因卵也可以 韩森淡淡地说道 你 方七苑心中大恨 可是最终 也没敢发作出来 不过他也没有 再要求韩森 给他解除身上的邪恶之血 方七苑不敢转身 就那样 盯着韩森后退 一直退出了老远 才转身狂奔去 剑韩森没有追上来杀他 方七苑这才松了一口气 同时心中又有些懊悔 难道他真的不是 秦国派来保护 剑不孤的高手 若他所说都是真的 我开始就应该买下 剑不孤才对 又怎么会落得如此地步 现在方七苑 确实不敢再回去了 只能先想办法 把身上的邪恶之血 给解决掉 否则无法使用基因种 让他感觉非常的不安 好在邪恶之血 不是短时间内 可以致命的基因和体系 等我恢复之后 再来找他算账 方七苑怨恨地 看了一眼韩森等人的方向 这才狂奔远去 韩森把圣文白鹿召唤了出来 只见一头雄壮圣洁的白鹿 出现在面前 头顶的鹿角晶莹剔透 宛若金玉 圣文白鹿的体型 比马还要大一些 乘坐个两三人 还绰绰有余 两老 你和悠悠他们 母女一起做圣文白鹿吧 韩森本意 是想要行进得快一些 三人都是普通人 没有基因种可以使用 步行实在太慢 可是杨夫子和悠悠母女 却无论如何 都不敢乘坐圣文白鹿 杨夫子说道 大人 还是您坐吧 哪里主人不行 下人其成的道理 让旁人见到 还以为我等不懂理数目无主上 与理不合 韩森说了几句 却无法说服他们 便不再多言 就自己坐了上去 然后对小女孩悠悠的母亲僵尸说道 让悠悠跟我一起坐吧 否则你们走得太慢 我可等不了 僵尸这才点点头 把悠悠抱到了白鹿背上 悠悠也就是三四岁的年纪 而且很是胆小 韩森接过来 把她抱在怀里 感觉她的身体 一直在瑟瑟发抖 像是一只发抖的小猫咪一样 因为杨夫子和僵尸都走不太快 韩森虽有神奇 却也跑不快 只能慢悠悠地散步 李宾宇召唤出一匹 黑狼式的基因种 骑着她跟在韩森身边 心中却是闪过许多复杂的念头 怎么回事 为什么韩森竟然会有血魅灵 李宾宇心中怀疑 但是怎么也想不到 韩森竟然能够把成年的血魅灵打成卵 几人一起来到了秦皇城 游览了当年秦修的老家 可是让韩森非常失望 这里就是一个现代人建设的旅游景点 和真正的秦修兄妹根本没什么关系 那些建筑一看就知道 不可能是秦修他们那个时代的东西 秦修的时代太过久远了 而那些建筑顶多也就是上千年的样子 又怎么可能是秦修他们故居 这一次的都灵星之行 让韩森大失所望 完全没有找到与秦修有关的东西 更加没有发现秦碗 看来只能去一趟秦国国都了 现在也只有希望在那里找到一些线索了 韩森在附近游览了几天之后 就决定要去秦国国都了 只是让韩森郁闷的是 他竟然连买船票的钱都没有了 之前的花费都是用的杨夫子的积蓄 可惜杨夫子并不是有钱人 之前卖了一些基因软的钱 现在也花得差不多了 建不孤和僵士母女就更不必说了 都是一穷二百 韩森只好向鬼罗刹借了一些钱 这才付了几个人的船票钱 一行人踏上了前往秦国国都的飞船 到了秦国国都之后 用钱的地方就更多了 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找到线索 总不能一直借钱生活吧 韩森暗自思索 要怎么才能够弄到大量的钱财 想要在秦国国都立足 没有钱是绝对不行的 去猎杀基因种或者挖基因乱 是最快的赚钱方法 可是韩森对此完全没有兴趣 在他看来那就是浪费时间 韩森想来想去 最后打算到了秦国国都之后 先开一家基因卵专卖店 以玄黄金的能力 应该不难赚到钱 区区一个方妻院就有如此能力 秦国皇宫之内的高手更多 依我现在的情况 想要硬闯皇宫 去寻找秦瓦尔的肉身 根本不可能 只能想办法混进去 韩森第一个想到的 自然就秦白那个地主家的傻儿子 不过最后 韩森还是放弃了去找秦白的想法 若秦白是皇帝 他去投靠也许还能有些权利 可惜秦白只是太子 他去投靠得不到什么实权 还会被当成狗腿子和下人看待 到时候反而难以进退自如 还是先开个店 过上舒服的日子 再想别的办法吧 韩森虽然心中着急 可是却知道 有些事情急也没用 第3069章 血光之灾 老骗子 我呃 大街上 一个如同瓷娃娃般的漂亮小女孩 拉着身边老人的衣角 大眼睛可怜兮兮地望着她 这一脸吃不饱穿不暖 仿佛受了虐待般的表情 当真是我见游怜 闻着伤心见着流泪 老人的眼角抽搐 如果不是半天之前 宝才在城里最豪华最贵的餐厅里面 大吃了一顿 把他口袋里的最后一块钱都给榨干了 他差点连自己都相信了 恨不能抽自己挤嘴巴子 大骂自己无能 连个小女孩都养不活 我的小祖宗 自从来到这里之后 你的嘴就没有停过 你这样吃法 就算有金山银山 也要被你吃垮了 韩森那个浑小子 以前是怎么养你的 老人郁闷地说道 爸爸才不会让宝饿着 你养不起就算了 那我回去了 宝气呼呼地 转身就要走 小祖宗 我真是怕了你了 你等等 老头子这就带你去吃好吃的 老人连忙拉着宝说道 老骗子 你可不要骗我 宝眯起眼睛看着老人 我骗谁也不敢骗你这小祖宗啊 你稍等一会儿 马上就带你去吃香的喝辣的 想吃什么有什么 保证让你吃到饱 老人说道 老爷爷 你人真好 宝顿时笑容满面 拉着老人的手撒娇道 这娃 能养这么大 还没有被打死 真是不容易 也不知道韩森那臭小子 是怎么把你养这么大的 老人一脸都无语 对了老骗子 你不是已经没钱了吗 宝眨眨眼看着老人问道 吃东西并不一定要钱 一手举着不翻 一手拉着宝 走到了大街旁边 目光四下里搜索 不一会儿 就弯腰在墙边 捡了一块拳头大小的尖角石头 拉着宝继续往前走 来到一个钉子路口的时候 左看右瞧 把那块尖角石头摆在了转角处 这样就可以有钱吃饭了吗 宝眨眨眼睛问道 当然 好吃的东西 很快就会自己送上门来 老人说着 又拉着宝慢悠悠地往前走 走了没多久 就在街边停了下来 放下不翻 拿出一块黄布铺在地上 然后拿个折叠小板凳 坐在黄布后面 眯起眼睛休息 老骗子 你到底行不行啊 宝儿等了一会儿 没见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出现 别急 马上就来 老人眼睛也不睁开 一脸笃定地说道 过了一会儿 突然看到街上一阵鸡飞狗跳 只见一人骑着一只黄金大螃蟹 基因种在街上横冲直撞 弄得街道上乌烟瘴气 眼看着那只笔坦克车 还要大一些的黄金大螃蟹 已经跑到了巷滩这边 老人眯着眼睛 嘴唇收成一线 然后用力一吹 顿时发出一种丝丝的奇怪声音 黄金大螃蟹听到这声音 然后狂飙的身形 一下子停了下来 他背上那人正自兴奋 黄金大螃蟹这一停 那人却因为惯性的原因 从螃蟹背上摔了下去 以狗吃屎的姿态 一头栽在了算命老人的摊子前面 年轻人 我看你硬堂发黑 头顶带煞 今日必有血光之灾 老人瞧着那翘着屁股 趴在面前的年轻人说道 年轻人一咕噜从地上爬起来 抹去了鼻子下面的血 盯着老人冷哼道 老东西 竟然忽悠到小爷 我头上来了 你也不打听打听 小爷我是什么人 说着 年轻人就要伸手去揍老人 老人却是纹丝不动 淡淡地说道 如果老朽没看错的话 你今天刚刚经历了 由大悲到大喜的转变 得了一场大机缘 年轻人文言顿时一愣 准备要揍老人的拳头 也停了下来 老家伙 是谁派你来的 竟然把我的事 打听得这么清楚 年轻人盯着算命老人 上下打量 算命老人摇头道 老朽 虽有救世之心 奈何世人无知 罢了 说着 算命老人就收起了摊子 然后拉着旁边的小女孩就走 边走边喃喃自语 天度英才 可惜了 等等 老家伙你到底什么意思 把话给少爷说清楚 否则今天少爷 就打断你满口的老牙 让你还敢胡说八道 年轻人伸手拦住了 一老一少的去路 算命老人叹息道 老朽说了 怕是你也不信 这样吧 老朽送你一样东西 也不要你一分钱 若是有用呢 就当是老朽积了一点功德 若是无用 反正你也没什么损失 说着 老人拿了一根绳子出来 递给了那年轻人 你什么意思 年轻人将信将疑地 看着手中的绳子 这只是 一根很普通的绳子 长不过三米 手指粗细 如果不是先前算命老人 说中了他今天的遭遇 以年轻人的脾气 早就把绳子 摔在老人脸上了 老人说道 你把绳子 一头拴在自己腰上 另外一头 拴在那基因种身上 很快自知妙用 好 我就看你搞什么鬼 若是无用 回头非打烂你 这张臭嘴不可 来人啊 把这老家伙 给我看好了 随着年轻人的一声吆喝 顿时有几个大汉过来 把老人和女孩 堵了起来 我有要事去办 等回来的时候 若是无用 老家伙你就惨了 年轻人说着 又跳到了螃蟹背上 按照老人所说 把绳子一头 系在自己腰上 一头系在黄金螃蟹身上 然后坐着螃蟹 就打算要走 等等 把绳子收短一尺七寸 算命老人 叫住年轻人说道 年轻人心中是将信将疑 因为今天发生的事 没有外人在场 按理说 应该没有人知道 可是那算命老人 却说中了他的事 让他心中有些忌惮 但又很难完全相信 所以才会世上一世 年轻人一边收短了绳子 一边心中暗响 如果自己办完是回来 这破绳子根本没什么用 他非把那老家伙的嘴 给抽烂不可 刚系好绳子没多久 那黄金螃蟹一个转弯 因为转得太急 年轻人一下子 从螃蟹背上摔了下去 年轻人瞪大眼睛 眼看着自己就要摔趴在地上 却突然感觉腰上一紧 人只差半尺 没有摔在地上 被绳子拉着 悬在了半空 年轻人仔细一瞧 顿时身上的冷汗就下来了 距离他左眼不足五寸之处 就有一块尖锐的石头 若是没有那绳子拉着 他这一头栽下去 左眼必定要被刺瞎 只是想一想 没有绳子的后果 年轻人就双腿发软 浑身直冒冷汗 心道好险 几个大汉堵着老人和女孩 旁边许多人都在看戏 却突然看到 转过街角的年轻人 竟然又跑了回来 边跑还边叫 老神仙 老神仙 你可真神了 第3070章 八英虫 韩森一行人 来到大秦国都的时候 已经是半个月之后 大秦帝国的疆土 确实太大了 尽管有着亚空间航行 和空间跳跃的技术 从都灵星到达国都 依然用了半个月的时间 中间还换了两次飞船 这就是大秦国都吗 杨父子等人 都被面前的画面震撼了 整个大秦国都 并非建立在星球之上 而是一座巨大的人工星空基地 整个星空基地的面积 比都灵星还要大上好多倍 远远看去 就像是一块玉壁 悬浮在星空之下 李冰宇心中也隐隐有些兴奋 在他看来 韩森既然来了国都 肯定会想办法去找秦白 那他的机会就来了 李冰宇笑着解释道 七大帝国之中 只有秦国的国都 不是建立在星球之上 这座玉壁城 也是秦国人最自豪的奇迹 那是秦皇仪式所缔造 至今已经过去了亿万年的岁月 经历了无数的战争和磨难 却依然能够正常运转 承载着数以亿万的秦国子民 和贵族繁衍生息 也是整个大宇宙历史上的奇迹 秦修的节奏吗 韩森默默看着 这座奇迹般的玉壁城 剑步姑微笑着接口说道 祖皇能够完成这般史无前例的奇迹 其实也是因为当时秦国的国力极为强盛 几乎已经快要达到统一大宇宙的地步 其他六大帝国 虽然还不至于到被灭国的程度 每年却也要向我国交纳大量的资源 作为两国友好的证明 若是换成现在 我国怕事也无力建造玉壁城 可惜当时秦国正值巅峰之时 祖皇却突然不知所踪 使得秦国最终没能一统大宇宙 韩森不由的心中赞叹 秦修不愧是一代人节 个人的武力能够达到巅峰并不难 我也一样可以做到 但是像秦修一样 在个人武力达到巅峰的同时 还能够建立这样庞大的帝国 并且运作得如此成功 那就是我所不能急的了 进入了玉壁城之后 韩森才发现自己先前想的还是太天真了 别说开店了 他手头上剩下的那一点钱 连他们住宿都不够 在这寸土寸金的秦国国都之中 就算是租一个卫生间那么大的店面 每个月的租金都要上万之巨 建先生 这玉壁城中的贵族 要去哪里猎杀基因种呢 韩森看向剑步姑问道 剑步姑答道 玉壁城内有量子传送装置 可以直接传送到玉壁城周围的附属星球 那些星球上面有很多地脉核基因种 韩森微微点头 已经在考虑是不是要先弄点基因卵回来 等有钱了再考虑开店的事情 开店是暂时没戏了 先开个网店吧 安顿下来之后 韩森让杨夫子负责开网店的事情 自己则准备传送到附属星球 去弄些基因卵回来 李宾宇想要跟韩森一起去 不过却被韩森拒绝了 他不会真的打算在这里开网店吧 一定只是一个幌子 他最终的目的一定会是去找太子秦白 李宾宇心中暗自冷笑 他很清楚韩森没钱 而且在玉碧城这种地方 开网站卖基因卵 到时候 怕是能把这几个人全都给饿死 国都不比其他地方 这里是万商会拒之所在 能在这里卖基因卵的 都是那些拥有大量地卖的大贵族和大势力 一般个人很难经营下去 更何况 韩森要开的还是一个网店 一没钱打广告 二没有稳定的货源 想发展起来实在太难了 不赔钱就不错了 李宾宇觉得自己应该很快就可以看到 韩森网店倒闭的那一天 同时打定了主意 如果韩森再找他借钱 他就说自己也没钱了 到时候 韩森应该就会去打秦白了 韩森在网上大概了解了玉碧城的情况 也看过了那些网上的基因卵店铺 大概知道 应该弄些什么样的基因卵 会比较好卖 等韩森来到量子传送站的时候 不由得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那些传送装置竟然和庇护所的传送装置极为相似 难道说 庇护所的传送装置技术 实际上是来自于帝国大宇宙 韩森脸色十分古怪 他知道 联盟的传送技术是来自于破解其他文明的遗留科技 以前他一直以为那是金族的科技 可是看到这些传送装置 才发现 两者是如此的相似 若说没有关系 实在很难让人信服 付了传送费之后 韩森在一阵熟悉的感觉当中 来到了一颗名为古亚的星球 他在网上调查过 古亚星上有好几种非常罕见稀有的基因种 那些基因种不难找 可是基因卵却并不好找 比如一种叫零眼妖的子觉级基因种 品质不算高 可是合体剂 却可以赋予人类透视眼的能力 这种零眼妖的基因卵价格 比许多伯爵级的基因卵都要高 可惜依然是有价无市 当然 韩森也没有打算 要搞零眼妖的基因卵去卖 一来是买这种基因卵的人 心中多少都有些不道德的念头 二来也是因为 活得零眼妖也很难找 回头 我自己弄一只玩玩就行了 韩森一边走一边暗想 圣文白路太过张扬 这一片地方人太多 所以韩森也没有骑出来 只是自己慢慢走 一边走一边了解古亚星的情况 根据网上查到的资料 应该在西边没有多远的地方 就会有一座夜枯骨 那里经常会有一种 名为八音虫的子觉及基因种出没 韩森这一次来的目标就是八音虫 与灵眼妖一样 八音虫的基因卵也很罕见 而且能够卖非常高的价格 八音虫本身的战斗能力很弱 合体即八音也没有太过实际的作用 不过却可以增强人类的乐感和嗓音能力 帝国宇宙不仅仅是武力发达 各种文化和娱乐也很发达 有不少的音乐巨匠存在于这个时代 也有不少年轻人 希望能够成为歌手或者是明星 特别是贵族阶层 对于这些享乐的东西很是推崇 而八音虫对于歌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这个类型的基因种本就不多 更高级的虽然也有 但已经不是普通人能够负担起的 八音虫的基因卵本身也不多见 所以一直是供不应求 夜枯骨中的八音虫都是成年体 不可能再收复合体 自然也没有人会来这里捕捉八音虫 第3071章 夜枯骨 韩森原本以为夜枯骨内应该没什么人 这里都是成年体的八音虫 现在这里又没有地脉 再加上八音虫也不好捉 应该没什么人会来这里 可是 韩森才刚刚进入山谷内 就看到一个青纱遮面的女人 坐在夜枯骨内的一块大石上面 闭着眼睛似乎是在休息 韩森看她的模样 就知道她肯定是来捉八音虫的 那些八音虫只有在天黑的时候 才会从地下爬出来 这个女人明显是在等天黑 似乎没有想到有人会来这里 那女人也有些意外地睁开眼睛 看了一眼韩森 虽然看不到她的面容 而且她身上还穿着宽大的袍子 也看不见身材 可是只看那一双四秋水捡铜般的灵动毛子 就让人觉得 她必然是一位漂亮的可人 也许只是眼睛好看 说不定脸上其他部位很奇葩 否则好端端地干嘛遮住脸 韩森心中暗自付费 如果韩森认识这个女人 那她就会明白为什么女人会蒙着脸了 大秦帝国三大歌姬之一的凤飞飞 有着凤宁歌姬之称 在大秦帝国的地位那可不是一般的高 粉丝无数 若是不蒙上脸出门 怕是走到哪里都会形成交通堵塞 别把大秦帝国的歌手 当成一般的明星或者是娱乐人物去看 想当年秦国歌王钟离秦 一首歌震退赵国入侵千莫星的十几支整编舰队 是当时的制强者之一 当然 那主要是因为中离秦身负阴系的爵士基因种绝对阴界 三大歌姬虽然没有中离秦的地位那么高 却也是当今仅次于歌王的存在 各个都是身负神级阴系基因种的强者 不仅仅是歌手明星那么简单 在帝国宇宙 没有强大的基因种相助 在任何领域都很难走上巅峰 基本上每个行业的顶尖人物 都是恐怖之极的强者 凤飞飞来叶枯骨 自然是为了捉八音虫 已经孵化出来的八音虫 虽然已经无法收服合体 不过却可以用来制造温养嗓子的基因药液 对于歌者来说是非常不错的东西的 当然 到了凤飞飞这种境界 一般的八音虫 她肯定看不上眼 之前她也是听说 叶枯骨这里出现了一只罕见的变异八音虫 再加上也想要出来走走 所以才会亲自来叶枯骨捉八音虫 看到韩森走进叶枯骨 凤飞飞也不在意 就算韩森同样是来捕捉八音虫的 也不可能抢得过她 更何况 她只是要变异八音虫 对于普通八音虫却没什么兴趣 凤飞飞不在意韩森 韩森却有些犯了难了 有外人在 她就不好使用玄黄精了 若是让外人看到她把基因种打成乱 不知道会不会被抓去切片研究 而且 韩森一看凤飞飞 就知道她不是一个好惹的角色 这只是一种心理上的感应 并没有实际的证据 见凤飞飞又闭上眼睛休息 韩森就绕过了她 向着叶枯骨的深处而去 打算离她远一些 让她看不到自己使用手段 一般歌唱的好的人 耳力都会很不错 凤飞飞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更何况 她身上还融合着特殊的基因种 虽然没有睁开眼睛 可是韩森的一举一动 听在她耳中 顿时在她的脑海中 勾勒出了一幅动态的画面 见韩森没有认出她来 镜子进入了山谷深处 凤飞飞不由地暗自松了一口气 若是被认出来 她就会有些束手束脚 怕是不好 再去争取变异八岸虫 否则传出去一代当红歌姬凤飞飞 和普通人抢夺一只小小的八鹰虫 无论是不是她的错的 只怕都会被炒作得沸沸扬扬 凤飞飞虽然不惧 可是总归让人心情很不舒畅 其实是凤飞飞想多了 韩森根本不知道 有变异八鹰虫的事情 只是凑巧来这里捉普通八鹰虫而已 韩森一路进了夜枯谷的深处 虽然现在只是傍晚 天色还没有完全黑下来 可是越往山谷里面走 韩森就感觉四周的环境越阴森 山谷内也没有很大的树木 生长的都是一些草本植物 不过很多青草叶子长得都很茂盛 高的可以达到一米多 这里之所以被称为夜枯谷 就是因为这里的基因种 基本上都是在夜间出没 白天很难见到 所以韩森一路走进山谷深处 也没有看到基因种 一直走到了山谷最里面 眼看着前面已经没有路了 韩森这才这下来仔细打量四周 这里距离那个女人已经足够远 早就看不到女人的身影了 而且四周有很多一米多高的草丛 只要那女人不跑过来 应该看不到韩森这边的情况 山谷最里面是一眼青泉形成的池子 面积不大 有半个篮球场大小 谁很清澈 可以清楚看到底部的鹅卵石 在那池子的旁边有不少的大块岩石 韩森就选了最高的一块坐在上面 可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瞧准了再出手也不迟 天色渐暗 在晚霞降落未落之时 韩森突然听到滋滋的轻量叫声 这种声音韩森并不陌生 应该是蟋蟀的叫声 韩森顺着叫声看过去 却没有看到蟋蟀的影子 那叫声是从池子边上石头缝里面传出来的 正当韩森准备要过去看一看 里面那东西是不是基因种的时候 却突然目光一凝 只见水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 稳住身子没动 韩森仔细望向水底 虽然山谷中的光线已经很暗 但是以韩森的目力还是清楚地看到 在那池子的底部 正有一个古怪的生物在缓缓移动 那东西看起来像是壁虎 但是个头很大 有一尺多长 身体是墨绿色的 停在水底不动的时候 与水底的青苔融合在一起 很难发现它 不过此时那大墨绿的大壁虎 在水底扭着身子爬行 它所去的方向 竟然是那滋滋声音传出来的石缝 很快 大壁虎就快池水里面爬了出来 虎视眈眈的盯着石缝 一点点的爬了过去 像是一条泽人而是的毒蛇一般 它墨绿色的身上 没有生长鳞片 却长着一个个小小的疙瘩 看起来像是蝉除身上的毒瘤一般 眼看着大壁虎就要爬到石缝前 突然见到石缝中红影一闪 有什么东西从里面冲了出来 第3072章 蟋蟀洞穴 一只黑身红头的大蟋蟀 从石缝里面窜了出来 与那只墨绿色的大壁虎 斗成一团 蟋蟀只有拳头那么大 比壁虎要小很多 不过速度极快 斗起来完全不落下风 一黑一绿两道身影 在池边吐起胡落 打得那是相当精彩 韩森在石头上面看得有趣 这两只基因种的等级都不高 应该只是子觉级而已 不过打得却相当激烈 有种看斗区区的感觉 麻雀再小也是肉 等它们斗得差不多了 一起打成卵 带回去应该也能够卖点钱 至少能够解决一段时间的房租问题 韩边看边想 韩森正看得津津有味 突然看到 那只壁虎身上的毒瘤爆炸开来 绿色的液体 像是一朵朵鲜花般绽放 顿时喷了那只蟋蟀一身 蟋蟀身上的甲铐顿时像是被剥了硫酸一般 冒着白烟 快速地被腐蚀着 蟋蟀之叫一声 落在了地上 壁虎眼见得逞 立刻快速冲了上去 蟋蟀挣扎着像石缝钻过去 可是那壁虎身上的毒液实在太毒了 没等蟋蟀爬到石缝处 身上的甲铐就已经被腐蚀的血肉模糊 眼看着快要不行了 蟋蟀像是回光反照一般 后腿猛地用力 血淋淋的身体一跃而起 躲开了壁虎舌头的同时 钻进了石缝之中 受了那么重的伤 逃回巢穴也没用了 怕是不用壁虎动手 它就要化为血水了 韩森见时机差不多了 正准备要动手 却突然瞳孔收缩 只见壁虎冲到了石缝前的时候 那石缝之中突然射出一道冷光 墨绿大壁虎 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就直接变成了一块化石 咦 那只蟋蟀竟然还有石化能力 那它怎么当才不用 韩森感觉有些疑惑 来不及想太多 韩森怕那只蟋蟀伤得太重 等会儿直接化为了血水 它的玄黄精再厉害 也没有办法把一滩血水打成卵 身形一闪 韩森就来到了石缝前 凝聚了玄黄精 化出一道血光 打在了石化的墨绿大壁虎身上 虽然它的身体已经石化 可是在玄黄精的力量之下 还是被打得快速退化 很快就变成一只鸽子蛋大小的墨绿色卵 抓住了壁虎卵 韩森伸手一拳轰在石缝旁边 想要把石缝给轰开 看看里面的蟋蟀怎么样了 谁知道这一拳下去 只把石头轰出了几道裂纹 竟然没有能够直接轰碎 咦 这是怎么回事 韩森微微有些惊讶 他这一拳之力何等可怕 莫说是石头 就算是合金钢板都打得四分五裂 可是却只在石头上面留下了几道裂纹 显然那些石头有些古怪 韩森见石缝之中并没有动静 也没有石化光束再射出来 就连续几拳轰了过去 一直到第四拳的时候 石头才被他轰碎 石缝被扩大到了四脸盆一般大人 韩森的目光看入洞内 却是微微一正 只见里面是个浴缸大小的石穴 没有看到蟋蟀的影子 地上只有一滩血水 石有八九 是那蟋蟀的尸体所化 那是什么 韩森盯着血水处 石穴之中十分潮湿 有一层厚厚的青苔 被血水腐蚀之后 那一片的青苔都被融化 露出了下面的石头 下面的石头非常平整 像是人工打磨过似的 上面竟然刻着一些符号 只是在血水和青苔之下 看起来不太明显 韩森把手把附近的青苔都给抹去 很快就发现 那石穴的下面 看起来好像是一块刻着特殊符号石板 韩森直接把四周的岩石都给砸开 试着想要把石板给弄出来 却石板有四尺长 宽缺有一尺 下面不知道还有多厚 竟然难以直接弄出来 韩森只好耐着性子 把石板一侧的岩石砸开 这才发现 石板竟然有半尺厚 灰白色的石质 与旁边的花钢岩 有着本质的不同 忙活了好一会儿 韩森终于把石板从里面挖了出来 当韩森把整个石板都给拖出来之后 才发现 那并不是一块石板 而是一个石头匣子 韩森尝试着想要打开石匣 石匣的锁孔 却是一点反应也没有 韩森画长围刀劈了几下 也只在石匣上面 留下了几道白痕 看来这石匣倒是有点古怪 韩森看看天色还早 四周也没有八阴虫出现 把石匣拖出来之后 又检查了石穴里面 再没有别的发现 这才用鹅卵石 把那石穴给填上 刚才那道石化之光 应该不是蟋蟀所为 它看起来不像是石系基因种 不是它的画 应该就是这石匣的杰作 可是为什么我之后 再去挖石匣 折腾了那么久 石匣却却没有反应了呢 韩森暗自沉吟 虽然韩森自以为长得很帅 可是应该还没有帅到 让石匣区别对待的程度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韩森看着石匣的上盖 那里还有蟋蟀所化的血水印记 不过已经干枯凝固了 韩森突然心中一动 这东西 不会是见血之后 才会有反应吧 虽然是这么想 可是韩森却没打算 拿自己的血去试验 目光四下里搜索 打算猎杀一只基因种 然后试试看 能不能用基因种的鲜血激活石匣 叮 韩森突然听到 像是琴弦波动的声音 从不远处的草丛中响 看看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 一弯新月挂在了山头 不多时 就听到四周传来了一声声琴弦的声音 好似有人在扭动鼓琴演奏 声音甚是动听 在夜色下的山谷中 显得极为优远 韩森顿时屏住了呼吸 身体也像石化了一般 纹丝不动 八音虫没有视力 但是对于声音却异常的敏感 几里外的蚊虫叫声 都瞒不过他们的耳目 所以想要抓到八音虫 就绝对不能发出任何声音 连心脏的跳动声都会惊扰到他们 唯有等他们从地下爬出来之后 再近处一击得手 否则等他们顿入地下 再想捉就太难了 韩森控制着身体 如同一尊石像般坐在那里 很快就看到不远处的草丛之中 一抹白色的亮光 缓缓自草丛中升起 在夜色中 就如同萤火虫一般 第3073章 便译八音虫 虽然韩森已经在网上 看过八音虫的影像 不过此时亲眼看到 依然有种惊艳的感觉 一只小巧如同精灵般的蝴蝶 身上闪烁着白色的荧光 原本应该是虫身的位置 却似人类一般 除了面孔是白板 头顶长着一对须之外 简直就像是一个迷你版的蝴蝶人 在八音虫的怀里 还抱着一把小小的好似琵琶的乐器 不过却有八根弦 八音虫手指波动之间 发出清脆的琴音 八音虫的琴音虽然美妙 可惜韩森却没有欣赏的兴趣 正想要使用玄黄精搞定它 却突然听到 附近传来一声声美妙的琴音 又有八音虫出来了 韩森顿时止住了身形 现在打草惊蛇的话 其他八音虫听到声音 就不会再出来了 果然 不一会儿功夫 就有几道荧光从草丛中飞了出来 一只只都是八音虫 不同的琴音交织在一起 竟然没有一点不和谐的感觉 仿佛是一场音乐盛典 一只只漂亮的八音虫 在草丛上面飞舞 数量越来越多 不一会儿竟然出现了十几只八音虫 韩森早知道 夜枯骨的八音虫很多 却没有想到这么多 只是这一小片范围 竟然就出现了十几只八音虫 定 又是一声琴音传来 只是这一声琴音 与先前的琴音有些不同 连韩森听到这一丝琴音 都感觉心神一荡 情不自禁地被琴音所吸引 实际上 在这一声琴音响起之后 那些十几只八音虫的琴音 就都停了下来 韩森目光转向琴音传来的方向 只见一团银色的光团 正在那泉水的上面飞舞 赫然是一只泛着淡银色光芒的八音虫 不知道它从什么地方飞了出来 此时正在水池上空 一边飞舞 一边弹作着手中的八弦琵琶 一般的八音虫都是白色 而那只八音虫 却是淡银色 连那琵琶都仿佛是淫欲助就 八根琴弦之上 荧光流动 纤细的手指浮动之间 如同清泉流水般的乐声 传入韩森耳中 令韩森都有种心灵受到了洗涤的感觉 变异八音虫 韩森心中微微有一喜 变异八音虫实在太过罕见 他根本没想到 竟然会遇到一只变异八音虫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韩森身形抱起 如同内影一般 冲到了变异八音虫的面前 手上红光一闪 就打在了变异八音虫身上 韩森只是一个凡夫俗子 不懂欣赏音乐 还是先抓了变异八音虫比较实际 变异八音虫也只是伯爵级而已 尽量笔字绝集的八音虫要强一些 但是在韩森面前依然显得非常孱弱 被红光直接击中 韩森看也不看结果 身形闪烁 刹那间连续轰出十几拳 十几只八音虫 全部被韩森的拳头轰中 包括那只变异八音虫在内 所有的八音虫都快速退化 眨眼间就退化成了白色的基因卵 那只变异八音虫 也只是多支撑了几细时间 也化为了一颗淡银色的基因卵 由此神迹在身 何愁没有钱吃香的何辣的 韩森把十几颗小巧 如珍珠般的八音虫卵握在掌中 说不出的心情舒畅 正字得意间 听到远处有破空之声 转头看去 只见之前在山谷中 见到的那个青纱遮面的女子 背后一对光异震动 自远处飞了过来 凤飞飞是在山谷的中央位置等待 这样变异八音虫在任何位置出现 她都能够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当变异八音虫的情音在水池这边响起的时候 凤飞飞就第一时间赶了过来 可惜她还是慢了一步 等她赶到地方的时候 韩森已经把基因卵都收了起来 凤飞飞破空飞来 没有看到变异八音虫 却看到了韩森 说知道事情有些不妙 怎么会那么巧 我明明听说变异八音虫是在山谷中间 那段回音必处出现不数次 怎么这一次偏偏在水池这里出现 凤飞飞左右看了看 连一只八音虫都没有看到 只有韩森站在水池旁边 大概猜到 韩森可能已经猎杀了变异八音虫 心中微微有些失望 韩森看了她一眼 也没有说什么 转身就向着谷外而去 凤飞飞直接破空飞过来 闹出的动静实在太大 其他的八音虫都被吓得钻回了地下 恐怕最近几天都不会再出来了 阁下可曾猎到变异八音虫 凤飞飞想了想 开口叫住了正准备离去的韩森 什么变异八音虫 没见过 韩森脸不红气不喘 说完就直接快步向山谷外而去 凤飞飞顿时为之气节 韩森若是说 没有能够追上变异八音虫 让她逃回了地下 凤飞飞勉强还能够接受 可是她明明听到变异八音虫的情音 是从这边传出来的 韩森一直就在这一片区域 她怎么可能没有见过 明显是在说谎 阁下不要误会 若是阁下愿意出售变异八音虫 我可用市场上的双倍价格购买 凤飞飞又说道 不卖 这一次 韩森回答得更加坚决 变异八音虫已经变成了卵 现在拿出来让凤飞飞看到 肯定会被怀疑 更何况 基因卵的价格可不是双倍那么简单 像这种稀有的变异基因卵 就算等级不是太高 翻个十几倍也不难 而且 这样的稀有基因卵 韩森还想带回去 给自己的网店打打名气 也不会轻易出手 凤飞飞很是失望 不过事已至此 她也只好放弃 韩森背着石头匣子 已经走到了夜枯谷的中部 却突然看到前面出现了一个 骑着雪白独角兽 穿着一身白玉铠甲 雄壮而俊美的男子 无论多少钱 便一八音虫本公子都要了 开个价钱吧 男子坐在独角兽之上 如同天之骄子般 居高临下地望着韩森说道 公书姐 你怎么会在这里 一样在出谷的凤飞飞 看到那俊美男子 微微皱眉道 听说飞飞小姐 您独自一人来夜枯谷 我怕你有危险 所以才会暗中跟随保护 公书姐微笑着说道 姐公子有心了 凤飞飞虽然心中有些不悦 表面上却没有表现出来 应该的 公书姐露出一个迷人的微笑 然后转向韩森说道 便一八音虫 是飞飞小姐所需 你只管开个价钱 无论多少钱 本公子都不会还价 你尽管开口便是 凤飞飞正想说什么 却听到韩森直截了当地 说了句不卖 不由得有些愕然地 看向韩森 第3074章 打劫 凤飞飞有些意外地 打量着韩森 拒绝金钱的诱惑并不算难 可是拒绝公书姐 就要考虑考虑了 公书姐是大夫子公书班之子 素有才子之名 幼年之时 就在玉碧城崭露头角 不仅战斗力非凡 更是继承了公书夫子 在地脉树上的天赋 在秦国的官职 虽然不算高 可是地位却非同一般 公书夫子 也是秦国内屈之可数的大夫子 不知道有多少王公贵族 想要和他搞好关系 请他推断地脉 人脉在秦国 那不是一般的广 凤飞飞虽然不喜公书姐 但是也不愿意太过得罪他 其主要原因就是 公书夫子在秦国的位置 韩森竟然拒绝得如此直截了当 除非他有让公书姐 都为之忌惮的背景 否则以公书姐的性格 只怕韩森这一举动 会有大麻烦 凤飞飞对于玉碧的权贵了如指掌 却不认得韩森 所以忍不住有些惊讶 看着韩森快步离去 片刻后就离开了叶枯谷 公书姐眼中闪过一抹杀鸡 不过转瞬即逝 俊美的脸上又恢复了原本温文尔雅的模样 原本想要为飞飞小姐做点事 没想到却无能为力 在下惭愧 公书姐来到凤飞飞面前说道 有劳公子费心了 飞飞本来也只是一时兴起 现在已经没有兴趣了 凤飞飞淡笑着说道 我送你回去吧 公书姐坐在独角兽上面 伸手做了个请的手势 显然是想要让凤飞飞与她同城一起 公子好意我心灵了 不过我还想要一个人四处走走 就不麻烦公子了 凤飞飞微微行礼 然后就震动光翼向谷外而去 凤飞飞的拒绝之意如此明显 公书仅为了保持风度 也不好再追上去 只是看着凤飞飞远去之后 眼中闪过一丝怒意 凤飞飞 本公子早晚让你在床上求饶请罪 韩森出了夜哭谷之后 就镜子向着传送装置所在的位置而去 之前公书仅出大价钱的时候 韩森心中就有些后悔了 早已经有这么个冤大头主动请上门 他就不把变异八阴虫打成卵了 反正都是卖 卖给谁不是卖 有人出大价钱 韩森倒是真的想卖 可惜变异八阴虫已经变成卵 实在不能当着人的面拿出来卖 韩森还没有回到传送站 就看到一道身影破空而来 落在了他的前面 赫然就是凤飞飞 姑娘还有什么事吗 如果是为了变异八阴虫的话 那就不必说了 韩森说道 凤飞飞微微摇头 我并非是为了变异八阴虫而来 你可知道刚才那位公子是什么人 不知 韩森摇头道 果然如此 凤飞飞苦笑道 那位是有玉碧城四大才子之称的 真魔才子公书警 他的父亲是秦国著名的大夫子公书班 你刚才博了他的面子 只怕是会有些麻烦 此事是由凤飞飞所起 所以凤飞飞心中有些不忍别人 因他而惹上大麻烦 所以才会赶过来告诫韩森 多谢小姐提醒 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 在下就先告辞了 韩森拱手道 你不相信我 凤飞飞见韩森如此淡定 以为韩森不相信他所说的话 犹豫了一下 凤飞飞把面纱摘了下来 露出一张倾国倾城的美丽面容 然后才叹着气说道 我不会骗你 此事怕事不能善了 你若信我 我可以帮你出个主意 多谢小姐好意 不过不用了 韩森谢过之后 便自转身离去 凤飞飞正正地看着韩森离去 一时间不知道心中是什么滋味 她已经摘下面纱 表明真实身份 韩森竟然一点反应也没有 这让她很是意外 她竟然不认得我吗 凤飞飞神色复杂地 看着韩森离去的方向 不过却没有再追上去 她能做的都已经做了 若是韩森再有什么麻烦 那也和她没什么关系了 凤飞飞是家喻户晓的歌姬 别说是秦国人 就算是其他六大帝国的人 就算没有见过她本人 也一定在网上看过她的表演 听过她的歌 不认识她的人还真是罕见 凤飞飞觉得 韩森很可能是故意装作不认识她 或者另有目的也未可知 韩森当然是真的不认识凤飞飞 她才刚到这个世界没多久 根本没有注意过这位大明星 至于凤飞飞的提醒 韩森也是相信的 只不过区区一个公输井 还不值得她在意 杨老 网店弄得怎么样了 韩森回到住处之后 询问杨夫子的进展情况 按照大人你说的 所有手续都已经办好了 随时可以上架货品 不过大人 您确定真的要用这个店名吗 杨夫子神色古怪的看着韩森问道 就他了 韩森笑着说道 韩森没什么起名天赋 他的网店名就叫一间小店 在杨夫子看来 这名字实在不怎么霸气显眼 开网店应该有些噱头才对 不过 既然是韩森起的店名 他也没有多说什么 杨老 快点把商品上架吧 我们以后能不能吃香的喝辣的 就全靠他了 韩森兴致勃勃地说道 虽然以前曾经全清天下 可是开店 这还是他头一次 杨夫子心中苦笑 他和李宾宇一样 都不怎么看好开网店 不过看韩森这么有兴致 也不好多说什么 只是问韩森 大人 您打算在上面摆什么商品 李宾宇也在一旁看着韩森 他也想知道 韩森准备卖什么东西 我去了一趟古亚兴 运气不错 挖了一些基因卵 虽然等级不高 不过应该能够暂时顶一阵子 杨老 你帮忙看看 这个订什么价钱比较合适 韩森摸出一枚基因卵 递给杨夫子 杨夫子没想到 韩森这才去了不到两天 竟然就挖到了基因卵 接过来仔细看了看说道 公子真是好运气 这是紫爵级的毒液壁虎 悠有合体剂毒液喷射 杀伤力在紫爵级之中 算是相当霸道 卖个几千块 应该不难 那这个呢 韩森又摸出了一枚基因卵 递给杨夫子 这是八阴虫的基因卵 公子您真是好运气 八阴虫虽然也是紫爵级的基因卵 不过价钱可比毒液壁虎贵得多 应该能够卖到五位数 具体价钱老夫还得仔细研究研究 杨夫子露出惊讶之色 那这些你先拿着卖吧 韩森把十几颗八阴虫基因卵 都拿了出来 塞给了杨夫子 杨夫子看着手中的基因卵 一下子人都呆住了 瞪大了眼睛 嘴巴半张着 半上没有发出声音 大人 您不会是去打劫了吧 良久 杨夫子才结结巴巴地说出这么一句 第3075章 侠中密宝 打劫 你在什么地方能够打劫到这东西 韩森拿出了那枚银色的变异八阴虫卵 抛给杨夫子 杨夫子接住了变异八阴虫卵 拿在眼前仔细一瞧 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了 大人 这真是您挖到的 不是挖的还是生的吗 韩森撇了撇嘴说道 杨夫子实在有些难以置信 韩森又不懂低脉术 随便去古亚新转了一圈 不但挖到了十几颗八阴虫卵 还挖到了一颗变异八阴虫卵 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奇迹 若是人人都像韩森这样 那他们这些夫子都该饿死 杨夫子第一次对自己的职业价值产生了怀疑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李宾宇也不相信 这些八阴虫卵是韩森自己挖的 心中暗道 他肯定和秦白联系上了 看来我的机会快要来了 杨老 这些基因卵就交给你了 给我卖个好价钱 我们的吃穿用度全靠他们了 韩森对杨夫子说道 大人 这颗便衣八阴虫卵最好不要卖 只卖那些普通的八阴虫卵 这一颗便衣卵留下来当作镇垫之宝 有了它在我们店里 肯定会给我们招来很多生意的 杨夫子说道 你看着办吧 韩森对钱的兴趣其实并不大 只能有足够的钱 能够让他在玉碧城生活下去就行 秦瓦尔的尸体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韩森仔细研究过玉碧城的地图 但是因为玉碧城实在太大了 很难判断出 白莫所说的神秘之所在哪里 韩森从网上买了一些冷藏基因种血液 都是低级货色 用不了几个钱 因为有量子传输系统 就算是在数个星系之外 也可以直接投送到传输站内 然后再由快递人员分送 韩森很快拿到了几大袋基因种的血液 然后把自己关在了房间内 把那个石头匣子放在了浴缸之中 韩森把冷藏袋中的血液 倒在了石头匣子上面 那些血液接触到了石头匣子之后 顿时就见上面刻着的诡异符号亮了起来 释放出冷力的石化光芒 那些石化之光照射到的地方 无论金属还是血肉都被直接石化 连韩森身上的衣服都被变成了石头 可惜这种石化之光 却奈何不了韩森的肉身 韩森只是感觉有些凉凉的 皮肤和毛发都没有被石化的迹象 随着血液越到越多 石头匣子上面的花纹好像能够吸血一般 所有的血液都被吸入了花纹之中 韩森一代接一代的把血液倒进去 那些花纹的血色越来越重 石化之光也越来越强烈 直到血带只剩下一包之时 韩森突然听到咔嚓一声 石头匣子竟然自动打开了衣线 不知道里面藏的是什么玩意儿 韩森心中好奇 伸手把石头匣子打开 顿时微微一正 只见那石头匣子里面所装的东西 是一个椭圆形的石头 形状有点像是蛋 顶端有口 侧面有六孔 通体呈暗灰之色 分明就是一个石薰 薰是一种乐器 这种乐器 韩森并不陌生 以前古魔做下八魔将之一的香音 就曾经送给了韩森一只薰 还叫他吹薰的方法 可惜韩森的音乐细胞实在很一般 虽然认真的自学了一段时间 却并没有太高的成就 也只是偶尔拿来自娱自乐而已 如今又看到了一只薰 韩森将其拿在手中 心中不由的有些惆怅 自从香音小姐姐飞升之后 韩森想过很多办法找他 却始终没有找到 这也是韩森心中的遗憾 石头匣子上的石化光芒 已经消失不见 韩森抚摸着石薰 心中叹息 香音小姐姐 你到底去了哪里 石薰古朴 上面没有任何花纹修饰 就是一只看起来造型并不怎么美观 甚至可以说是有些粗糙的石薰 石薰的表面 甚至都没有打磨得很光滑 看起来坑坑洼洼 好似是远古时代的东西似的 韩森又仔细搜索了石头匣子里面 除了这只石薰之外 其他什么也没有 这么诡异的石头匣子 里面装的东西 应该不可能是普通之物吧 韩森左看右看 也没有看出 这石薰有什么特别之处 想了想 韩森把石薰凑到了嘴边 打算要吹奏一曲试一试 看这石薰是不是有什么特别能力 可是韩森的气息吹进去 那石薰却并没有被他吹响 除了他吹出的风声之外 什么声音也没有 奇怪 这只石薰怎么不会响 韩森惊讶地再次打量石薰 还是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石薰的结构与普通的薰并无区别 气道也没有堵塞 不知道为什么吹不出声音 再次把土薰放在嘴边 这一次韩森凝聚了玄黄精的力量 将强大的气息 直接灌注在这一口气之中 猛地吹进了薰中 嗚 幽远苍凉的薰声响起 韩森的手指一动 令薰发出不同的音调 令韩森惊奇的是 他的手指一开之后 竟然自音孔之中 飘出了丝丝烟气 那烟气渐渐在空中聚集 就化为了一团白色的云朵 这是什么 韩森停止了吹勋 疑惑地看着悬浮在空中的那一朵白云 看起来就好像是孙悟空所驾驭的 惊斗云似的 突然 韩森听到那朵白云之中 竟然传出来了似有似无的声音 那声音并不算很小 但是却很难听得清楚 好像是女子的呢喃之声 又像是佛陀在念经 谁在里面 韩森微微皱眉 一拳打向云团 那云团随着他的拳头而碎开 直接烟消云散 那声音也随之消失 这到底是个什么动静 韩森不由得皱眉 再次拿起石熏吹揍 很快熏孔之内就又飘出了烟气 重新凝聚出云朵 韩森侧耳倾听 果然又听到了云朵之内 传出了那古怪的低声呢喃 那声音似是极远 又似极近 听起来飘忽不定 韩森认真地听了好一会儿 脸上的神色渐渐有了变化 而那云朵 却在这时候自动消散了 连忙又拿起石熏再次吹揍 果然又凝聚出了云朵 这一次 韩森更加仔细地去听 听了一会儿 脸色变得越发古怪起来 第3076章 天子脚下多贵胄 云中的呢喃之声 韩森以前也听过 那是在金毛吼的那扇黄金大门之内 没有人知道 黄金大门之内到底有什么 但凡被拉入其中的生物都死了 没有一个能够出来 不过韩森之前 站在黄金大门旁边的时候 听到过里面传出诡异的声音 好似古神在祈祷 又似佛陀念经 只是韩森没有进去过 站在黄金大门之外倾听 听得并不是很真切 如今仔细回忆 黄金大门内的声音 和这云朵中传出来的声音 极其的相似 只是韩森听不懂那些声音 念得到底是什么意思 女人都喜欢购物 就算是三大哥基之一的凤飞飞 也不例外 此时的凤飞飞 就一直在虚拟社区之中浏览 只是与一般的女人不同 她并不需要买化妆品之类的东西 现在她正在搜索八音虫 之前去叶枯谷 没有能够猎杀到八音虫 她也懒得再亲自去猎杀 打算直接从网上购买一些八音虫 用于制造增强嗓音的基因药液 先搜索了八音虫 然后直接按照价钱 由高到低的顺序排列 凤飞飞不在乎价钱 要用自然就用最好的 一排的虚拟商品影像 出现在凤飞飞面前 凤飞飞习惯性的 从价格最高的一个浏览下去 可是目光才看了第一个商品 凤飞飞就正住了 变异八音虫卵 真的假的 凤飞飞直接点进了商品详情当中 顿时变异八音虫卵的全息影像 出现在她面前 真的是变异八音虫卵 凤飞飞心中一喜 虚拟社区内的商品 都是食物的全息扫描 既然能够看到全息影像 证明东西就是真实存在的 可是凤飞飞一看价钱 顿时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因为变异八音虫卵的标价 竟然是这个品类商品 最高限价的999万 变异八音虫卵虽然罕见 不过毕竟只是伯爵级而已 这个价格未免就太夸张了 店主显然并不是真心想要出售 老板 你的变异八音虫卵实价怎么卖 凤飞飞联系了店主 亲 小店是明码标价 只要商品没下价就有货 随时可以拍下 24小时内必定发货 否则双倍赔偿 回答凤飞飞的是僵士 杨夫子负责店铺的经营 僵士就成了客服人员 而且工作的十分卖力 受了委屈也从不抱怨 本来他和悠悠都只是奴隶 现在跟着韩森 韩森几乎没有拿他们当奴隶看 江士已经很是感恩 韩森吩咐的事情 他也做得格外卖力 我是真心想买 给个诚心想卖的价格吧 凤飞飞说道 亲 真的不能再少了 这是最低价了 您可以再看看 小店别的商品 本店有经济实惠的子爵 及八音虫卵 品质一流 价格公道 能力也很好的 江士连忙说道 这些都是杨夫子 事先教给他的说辞 江士背得很流利 凤飞飞看了看 果然看到店铺内 有普通的八音虫卵 只是以他的身份地位 普通的八音虫卵 实在没有什么吸引力 如果什么时候真心想卖了 给我一个信息 价钱方面好商量 凤飞飞说着 把便衣八音虫卵 收藏到了购物车 好的 亲 江士尽职尽责地回答 凤飞飞微微有些郁闷 她想要买 这支便衣八音虫卵 并不是要自己用 而是想要送给自己的小侄女 当生日礼物 虽然凤飞飞有更好的 阴系基因种 不过等级太高 而她的小侄女年纪太小了 还承受不住 那么高级的阴系基因种合体 便衣八音虫的等级 本来就不算很高 又是基因卵 孵化出来就是右身体 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 正适合儿童使用 以后 随着便衣八音虫卵的成长 达到终极体之后 对于阴色的增强效果也很好 甚至比不少的侯爵级 甚至是公爵级阴系基因卵都要好 毕竟阴系基因种 也不全是增强阴色这一块的 便衣八音虫其他方面不怎么样 但是对于阴色的增强 却仅次于一些顶级的阴系基因卵 可惜 对方并不打算要卖 凤飞飞又看了一眼那家网店的名字 把一间小店这个名字记在了心里 公书府 一个家臣来到公书井的书房 向他行礼之后说道 公子 你吩咐的事都已经查出来了 说着 家臣把一份资料摆在公书井面前 做得好 公书井称赞了一句 拿起资料翻看 看完之后冷声道 一个万古神城来的乡下人 没有后台没有背景 竟然也得博我公书井的面子 不给他点教训 他就不知道 什么是天子脚下多贵重 公子 这等人物实在不值得您亲自出手 让属下去办吧 家臣行礼道 也好 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吧 记住 一定要把便衣八音虫的尸体 完整地带回来 过几天就是飞飞小姐的生日 我要送给 他当生日礼物 公书井淡淡地说道 公子请放心 属下一定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楼九眼中闪过一丝杀鸡 大人 八音虫卵已经卖出去了五枚 每一枚的成交价 都是三万五 而且还在不少人咨询 便衣八音虫卵的价格 杨夫子欣喜地向韩森汇报战果 只是刚刚上架第一天 就有这么多的销量 自然是值得高兴 做得好 韩森微微点头 这些钱在杨夫子眼中 不是一个小数目 但是对于韩森来说 却根本算不得什么 他的心思并没有在这上面 对了大人 你有没有听说一件事情 杨夫子试探着问道 什么怪事啊 韩森看向杨夫子问道 就是上个月的七号那天 玉碧城发生了一次大地震 听说皇家的祖庙也被震塌了 有人看到神庙的方向 有一道金色的光柱 直冲星空 杨夫子看着韩森的脸色道 杨夫子之所以会提起这件事 那是因为上个月的七号那天 就是蒙大人和他一起 挖到韩森的那一天 他总感觉两者之间似乎有什么联系 有这种事 不过地震镇他建筑不是很正常的吗 韩森沉吟着说道 大人 别的城市发生地震很正常 可是玉碧城是纯人公建筑出来的太空城市啊 又怎么会发生地震呢 杨夫子说道 皇家祖庙在什么地方 韩森想了想问道 大人 那地方一般人可去不得 听说有大批的高手守卫 只有皇室成员 才有资格在一些节庆日去神庙祭拜 杨夫子连忙说道 第3077章 恐怖的基因种 韩森嘴上说不去 不过心中却打定主意 一定要去看一看 杨夫子知道的也不多 只说了一个大概 还好皇祖祖庙虽然守卫森严 不过每年祭祖之时都会有仪式 一般人不能靠近 却也可以远远地拍摄 所以网上也有不少的视频资料 韩森在网上看了一会儿 就大概知道了 皇室祖庙所在的位置 也知道祖庙的大概模样 这座祖庙 怎么那么像被太医修复的 那座金属神庙 韩森看着视频中的祖庙 不由得心中有些惊奇 除了看起来更加古老之外 祖庙的整体外形 看起来真的很像金属神庙 不过上面所写的是 大秦祖庙四个字 而不是金属神庙 韩森又专门去了祖庙所在地 远远地打量祖庙 原本想要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祖庙 根本没有可能 可是现在却有些不同了 那祖庙有很多地方坍塌 虽然有护卫轮流巡逻 不过偌大的祖庙坍塌的地方太多 也不可能所有地方都一直守着 韩森没敢靠太近 以免引起注意 只是远远地在围着祖庙转了一圈 然后就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祖庙的守卫实在太过严密 而且各种监控设备齐全 他现在又不能使用基因术 想要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祖庙 根本不可能 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韩森总感觉祖庙之中 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召唤着他 让他恨不能立刻进入其中 可惜现在根本进不去 韩森只能暂时放弃了 进入祖庙的想法 先回去想办法 回去的路上 韩森看到路边 有一些特色小吃非常不错 看看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午饭时间 就买了一些回去 回到住处 叫了杨夫子 剑布姑等人一起来吃 只有李宾宇不在 五个人围成一桌 韩森刚拿了一块类似馅饼的东西 准备要吃 剑布姑却伸手拦住了他 这东西不能吃 剑布姑说道 这些馅饼有问题 韩森放下到了嘴边的馅饼 看着剑布姑问道 剑布姑微微点头 宇宙中的基因种种类繁多 无论品阶高低 每个基因种都有自己的特性 若是能够利用的好 就算低级的基因种 也可以发挥极大的作用 有句俗语说的好 只有废物基因师 没有废物基因种 你的意思是说 这里面有基因种 韩森皱眉道 剑布姑让几个人把馅饼都放下 然后才接着说道 如果我没有看错 这些馅饼里面 全部都有食脏虫 一旦被它进入身体之内 就会快速繁殖 寄生吞咬内脏 最后把身体内部全部吃空 那人也就死了 这虽然只是一种 侯爵级的基因种 但是自古至今 却有不少拥有 神级基因种的强者 都死于食脏虫之口 不过食脏虫基因卵 本身就十分罕见 也不知道是什么人 与你有这么大的仇 竟然舍得用食脏虫来害你 而且一下就是六只 食脏虫 杨夫子骇然变色 显然是知道食脏虫的恐怖 韩森也变了颜色 他自己当然不惧什么食脏虫 不过帝国宇宙的人类却不同 这里的高手虽然也很强大 依仗着基因种的力量 可以毁天灭地 不过他们的本身肉体 却不会太强 只是被基因种反补之后 稍微强化了一些 比起韩森这种自身净化的人 肉体强度相差太远 食脏虫对于韩森 一点用处都没有 但是对于杨夫子他们 却是灾难性的打击 就算是剑布姑 如果是没有防备 被食脏虫入侵内脏 也会相当麻烦 剑布姑拿起了餐刀 把馅饼切开 然后小心翼翼地 剥开里面的肉馅 顿时只见一粒 似是黑芝麻样的小虫子 掺杂于肉馅之内 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到他 更何况谁吃馅饼 也不会掰开了一点点去看 众人的脸色都异常难看 韩森的脸色更是难看至极 如果没有剑布姑在 杨夫子他们几个就惨了 不用担心 食脏虫虽然可怕 但是只要不入身体 基本就处于休眠状态 也就没有太大的用 基本没什么攻击性 剑布姑把六个馅饼中的 食脏虫都一一挑了出来 六粒黑芝麻式的小虫子 被放在了碗里 一动不动 能不能查出来 是谁做的 韩森阴沉着脸问道 剑布姑摇摇头 若是有天静基因种 就可以照出 他们与主人之间的联系 从而判断出 他们的主人是谁 可惜那种基因种 整个大秦帝国 也是屈指可数 如果他们进入了身体 会怎么样 他们的主人 能够感觉得到吗 韩森看向剑布姑问道 食脏虫一旦进入身体被激活 他的主人自然就可以感觉得到 一般来说 以食脏虫的繁殖速度 不出三天 就可以把一个人的内脏赤空 剑布姑说道 韩森微微点头 伸手把六只食脏虫都抓了起来 转身向外走去 离开之后 韩森直接把六只食脏虫 都丢进了口中 然后吞了下去 然后就往外面走去 得手了 一直埋伏在酒店附近的楼九 感应到食脏虫被激活 心中顿时一喜 很快 他就感应到了食脏虫在移动 便悄悄跟了上去 看到韩森一个人走出了酒店 不由得微微皱眉 奇怪 怎么六只食脏虫 全在他的身体内 不过转念一想 这样正好 六只食脏虫 全部入了韩森的肚子 他只会死得更快 楼九可不认为 有谁能够吃下了食脏虫之后 还能够活着 自然也没有怀疑其他 小子 要怪就怪你太自不量力 得罪了锦公子 楼九暗自冷笑 依靠着对于食脏虫的感应能力 一直暗中跟踪着韩森 他还要拿走便宜八英虫 所以只能跟着韩森 等他死去之后 再取走便宜八英虫 楼九可以感觉得到 食脏虫快速在韩森的身体内繁殖 数量多的惊人 不由的暗道 看来只需要半天时间 应该就可以完成任务了 有些功劳在身 必然能够得到锦公子的重赏 说不定 这次就有机会得到那只绝命兽了 跟着韩森在街上转了一会儿 见韩森竟然还在街上买各种东西吃 一副吃货的模样 不由的暗自冷笑 真是不知死活的东西 到现在还拼命地吃 简直就是猪一样 又能吃又蠢 突然 韩森的脸色一变 捂着肚子蹲在地上 然后强撑着身体 就往医院的方向跑 转跑过一条街 转进了一个小巷之中 就倒在地上缩成一团趴着身影 全身都抖得厉害 好像已经快要不行了 楼九见那小巷僻静没什么人 正合了他的心意 也不再躲藏 直接走进了小巷之中 来到了韩森身边 下辈子投胎要长点眼 别得罪不该得罪的人 楼九伸手就准备往韩森身上摸 可是却突然感觉有些不对劲 按说被食脏虫吞吃内脏之后 肯定会吐血 可是他却连一点血迹都没有看到 楼九心中暗叫不好 刚想要退走 却突然看到地上的韩森身形抱起 刹那间到了他的面前 一只手掐住了他的脖子 直接把他提了起来 第三千零七十八章 谢剑公叔府 楼九大惊失色 整个人被韩森一只手 捏着脖子凌空提起 眼看着韩森身上紫气生疼 一双闪着妖异紫光的眼睛 如同恶魔一般盯着他 心中又惊又目 想要召唤基因种合体 可是楼九更加惊骇地发现 他与神灵血脉的联系 竟然变得时段时序 竟然召唤不出基因种 你想怎么死 韩森盯着楼九冷森森地说道 楼九顿时感觉心中一沉 对方竟然直接想要他的命 随着那只手上的力量越来越重 楼九只感觉脖子都快要被捏断了 气都快要喘不过来了 显然对方根本没有打算 要问他的口供 没有基因重在身 楼九无力反抗 心中惊骇到了极点 双手拉着韩森的手掌 趁着勉强还能够说话 从嗓子里面挤出了一句嘶哑的话 我只是拿人钱才办事 想知道是谁想对付你吗 这笔账我自会找公输警算 韩森说的斩钉截铁 但他这话只是试探 之前才刚刚与公输警产生纠纷 这边就有人来要他的命 嫌疑最大的自然就是公输警 看到楼九的脸色一变 韩森就知道自己猜测的没有错 这里是玉碧城 你杀了我 你也逃不掉 楼九挣扎着说道 脸色仗的通红 是吗 韩森冷冷地看着楼九 手掌上的力量越发的用力 楼九顿时完全说不出话来了 脸仗成了猪堵色 不过韩森并没有直接捏断他的脖子 微微张开嘴唇 只见一道黑雾 从他唇间喷了出来 楼九看到那黑雾 原本就已经暴吐的眼睛之中 顿时露出不能置信之色 韩森口中喷出的并不是什么黑雾 而是一只只食脏虫 那些原本属于楼九的食脏虫 楼九现在却完全感觉不到他们的意志 众多的食脏虫身上都冒着紫气 直接冲进了楼九的嘴巴之中 楼九拼命挣扎 可是在韩森手掌之下 却连和尚嘴的能力都没有 只能一脸惊恐地看着食脏虫 全部冲进他的口中 直接钻进食馆 直到食脏虫一只不剩地全部钻进去 韩森松开了捏着他脖子的手 看着如同死狗一般 摊在地上的楼九说道 这是你自己的食脏虫 好好享受吧 楼九根本没心思爬起来 想要和食脏虫取得联系 可是却发现完全联系不上 那些食脏虫根本不听他的控制 啊 楼九只感觉 内脏像是被千百根针扎一样 捂着肚子惨叫出声 口中同时喷出鲜血 脸色也变得煞白 从地上爬起来 楼九捂着肚子 跌跌撞撞地向外跑 他想要活下去 他还不想死 一想到自己的内脏 会被食脏虫吃得干净 那种痛苦的死法 楼九想一想 身子就哆嗦得更厉害了 一边深受虫食内脏之苦 一边拼命地跑向公输家 嘴中不停地溢出鲜血 韩森冷眼看着楼九离开 并没有拦着他 他之前的试探 楼九可能说谎 但是在生死关头 一直再怎么坚定的人 也会露出破绽 更何况 楼九并不是一个意志非常强的人 帝国大宇宙的人类 对于自身的修炼太少 大多数人都只是依靠外力 绝大多数人类的意志力 并没有那么的坚韧 楼九跌跌撞撞地跑回到了公输府 守门的护卫看到楼九的模样 顿时都吓了一跳 连忙上扶住楼九问道 楼先生 您怎么了 带 带我去见井公子 楼九每一次张嘴 口中都喷出一股黑血 里面还夹杂着碎肉 护卫连忙扶着他进入了公输府 而在距离公输府不远处的小巷中 韩森看到这一幕 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公子 楼先生回来了 公输锦正在花园中欣赏歌舞 突然听到有护卫在园外报告 还没有等他说话 就见楼九从园外冲了进来 公输锦顿时皱眉 心中不悦之急 楼九这样的行为就是不知理数 可是当他看到楼九的模样 却是脸色一变 只见楼九跌跌撞撞地冲进来 口中满是黑血 把胸前都给湿透了 脸色白得吓人 眼眶都凹陷下去 变成了黑色 整个人就像是丧尸一般 公 公子 楼九一边冲向公输锦一边求救 可是在距离公输锦不到三米的位置 却突然间一口黑血夹杂着碎掉的内脏 似是血雨一般喷出来 见得到处都是 楼九的身体也向前扑倒在地上 双眼暴突 一只手伸向公输锦的方向 还保持着求救的姿态 可是身上却连一丝生机都没有了 公输锦又惊又怒 看着死不瞑目的楼九和 到处都是污血碎脏的花园 脸色阴沉的像是万古寒冰 韩森回到了酒店 看到剑步姑和杨夫子 都坐在客厅中等他 便自走了过去问道 可有什么方法 能够防止类似的基因种之害 他自己不怕食脏虫 但是身边的人却会受其所害 这一次有剑步姑在 侥幸没事 下一次万一剑步姑没在呢 而且这一次是食脏虫 下一次说不定会有更高级 更可怕的存在 也许到时候 连他的肉体也抵挡不住 杨夫子沉吟着说道 有倒是有 有一种名为地听的基因种 就可以分辨基因种 但凡有基因种靠近一定距离 地听就能够立刻发现 可是地听本身就是一个传说 根本没有人见过 其他一些拥有类似能力的基因种 倒是也有 不过等级太低的话 就只能感应到低级基因种 不能感知所有的基因种 而且同样十分罕见 韩森又看向剑步姑 剑步姑微微点头说道 这类基因种确实都非常罕见 而且等级太低的话 作用范围太小 一般基因师所用的灯草虫 就是这种类型的基因种 灯草虫的等级是子觉级 最多只能感应到伯爵级的基因种 而且对谁属性的基因种感应能力很弱 就算有灯草虫再生 也感应不到侯爵级的食脏虫 思索了片刻 剑步姑又继续说道 倒是有一种基因种的感应能力非常全面 虽然本身只是王级 不过就算是神级的基因种 只要进入一定范围 它也能够感应得到 只是这种基因种的基因卵太过罕见 据我所知 吕氏商行倒是圈养了几只 不过都是野生的成年体 镇宅还行 却不可能一直待在身边 用处也不大 第3079章 圣光源 韩森却是听得心中一动 那种基因种叫什么名字 剑步姑想了想说道 我记得应该叫纯光源 只有在光之圣河的河畔 才有的一种基因种 天生的王级基因种 但是本身的各项能力都不强 就连公爵级的基因种 都可以轻易吞噬它 但是 它对于基因种的感应能力非常强 基因种还未靠近它 它便已经远远顿走 非常难以捕捉 而且 纯光源的基因卵太过罕见 据我所知 玉璧城内被收服的纯光源 不会超过五只 其中三只还在皇宫大内 想要弄到纯光源卵并不容易 韩森打定主意 一定要弄几只纯光源 野生的纯光源对他来说 和基因卵没什么区别 有了纯光源在身边 他以后才能够安心 没有再多说什么 既然屡市商行有纯光源 到时候去买几只就行了 剑先生 在最顶级的基因种之中 可有蓝色血液的品种 韩森来了帝国宇宙之后 才知道 这里人类根本不修自身 而且 它们的血液也都是红色的 晴修身上的蓝色血液 十有八种 也是与基因种合体后所得 也许那并不是真正的晴修血脉 剑不顾想了想说道 蓝色血液的基因种有很多 不过要说到最出名的 自然要属我大秦帝国 祖皇的戒王神 那是 超越了神级巅峰的绝世基因种 只可惜 戒王神随着祖皇一起消失 并没有能够传承下来 否则我大秦帝国 也不至于在祖皇失踪之后 快速衰退 那是怎样的一种基因种 韩森连忙问道 戒王神传说中 是掌控一介的神话生物 具体模样如何 已经不可考证 从流传下来的一些资料来看 应该是一种非常罕见的 类人型基因种 剑不顾说道 韩森又询问了 剑不顾许多关于基因种的问题 杨夫子的见识 虽然也不错 不过和剑不顾一比 就差得多了 杨夫子所知 都是一些大众资料 而剑不顾对于高级基因种的认知 却远在杨夫子之上 让韩森对于这个世界的基因种力量 又有了更深一步的认知 圣文白鹿在剑不顾的评价当中 也只是刚刚入流而已 对于普通基因师算是神物 可是对于真正的顶级强者 那也只能算是代步工具而已 而像戒王神那种神话传说中的基因种 在七大帝国之中都有传承 是郑国的根本所在 这让韩森心生警惕 这个世界看来 并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秦修的事情也有些古怪 蓝血如果真是戒王神的血脉 那么荡人里死去的那个 当真就是秦修吗 韩森心中 不由地产生了许多的疑问 与剑不顾的交流结束之后 韩森就动身前往了吕氏商行 他已经把公输井得罪死了 接下来恐怕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所以韩森必须有所准备 在找到机会干掉公输井之前 他必须要保证自己 和杨夫子他们的安全才行 纯光源必须要弄到手 就算不为了对付公输井 以后也难免会遇到其他的对手 这类型的基因种是必须要有的 否则就很容易中招 吕氏商行是大秦帝国最大的商行 产业遍及大宇宙 基因种和基因卵 只是他们的业务之一 店铺在各大城市都有分店 而且吕氏商行没有网上订购业务 只能去他们的店里选购 即便如此 吕氏商行的生意依然是秦国最好的 他们的基因种和基因卵的质量之高 和品种之全 都不是小商行能够比拟的 韩森到了吕氏商行之后 直接指明想要野生纯光源 可是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 野生纯光源的价格 竟然高达三百多万一只 这价钱都快要抵得上一些神级的基因卵了 而这却只是野生货色 基本上只能圈养 店员倒是很耐心地给韩森解释 告诉他 纯光源虽然只是王级 可是因为本身比较罕见 捕捉也十分不容易 再加上能力的关系 很多有钱人都喜欢买一只纯光源镇宅 所以价值才会如此昂贵 野生的虽然不能带出去 可是放在家里 由外来的基因种入侵 它一样会有反应 所以还是有些用处的 达光贵人也十分钟爱纯光源 竟然连一只野生纯光源都买不起吗 韩森心中微微有些郁闷 他的全部身家都砸上去 也买不到一只野生纯光源的 更别说基因卵了 实在不行 我只能自己去光之圣和捉纯光源了 韩森无奈地返回酒店 又上网查了光之圣和和纯光源的资料 发现想要捉纯光源真的不容易 光之圣和就在韩森曾经去过古亚兴 只不过 韩森去的地方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地带 没什么高级基因种 光之圣和却不同 那里被称为古亚兴的死亡禁地 光之圣和本身就是一条神秘的超级地脉 经过亿万年的时间 光之圣和内孕育了不知道多少恐怖的基因种 就连神级基因种也经常在光之圣和中出没 就连许多秦国的顶级强者 也不敢轻易深入光之圣和 纯光源出没的区域就是在光之圣和沿岸 它们是两栖生物 大部分时间会在光之圣和中 但也有一部分时间会到岸上来 光之圣和那种地方本就凶险无比 再加上纯光源本身对于基因种的感应能力 人类只要使用了基因种 还没有靠近它 它就已经逃进了光之圣和深处 若是在光之圣和那种地方 不使用基因种合体 简直就和找死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想捉纯光源真的不容易 不过这些困难对于韩森来说并不是问题 韩森还是决定要去一趟光之圣和 在去之前叮嘱了杨夫子他们 在他回来之前 无论如何都不要离开酒店 还请剑布姑帮忙照顾他们 这里是玉璧城 就算是公输井也不可能明目张胆的杀人 只能利用基因种暗中下杀手 有剑布姑在 想要暗害他们并不容易 只要杨夫子他们不离开剑布姑身边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更何况公输井的目标本来就是韩森 韩森不在话 公输井对于杨夫子他们兴趣应该不大 韩森离开了酒店之后 就感觉一路上都有人追踪 他才进入古亚星 那边消息就已经传到了公输井那里 很好 公输井眼中杀鸡闪烁 只是冷漠地吐出两个字 第3080章 光之圣河 光之圣河位于古亚星海拔最高的 弥拉迪亚高原之上 是古亚星最高的一条河 又有天上河的美誉 不过敢于来到这里的人类却并不多 整个光之圣河绵延数万里 支流无数 河水所及之处 都是超级大地脉所覆盖的范围 亿万年来不知道 孕育了多少恐怖的基因种 这里的基因种不但品阶高 进化程度高 更可怕的是品种非常多 各种古怪能力的基因种 让人防不胜防 韩森的身体虽然强大 可是因为世界的压制 他的感应能力太过迟钝 很难提前发现 那些诡异基因种的存在 光之圣河的支流小禽河附近 就有一个传送站 韩森离开传送站之后 就小心翼翼地 向着小禽河的方向而去 纯光源一般都生活在 河岸处的潜水区域 偶尔在岸上也能够看到他的身影 不过因为数量稀少 并非随时都能够找到的存在 小禽河附近冷冷清清的 没有什么人 因为太过凶险 很少有人会来这里 韩森小心翼翼地前行 很快就看到了不少的基因种 天空中有不少鸟类基因种在飞翔 波光灵灵的河面上 也有鸳鸯 天鹅之类的基因种在游戏 韩森甚至还看到有一头 好似长颈龙的巨大基因种 浮在河面之上 在河岸两边的树林中 隐隐可以看许多模样奇异的小兽 和飞舞的银虫类基因种 这里的基因种品类实在太多 虽然大部分都是低级货色 并没有太大的危害 可是谁也不知道 里面有没有隐藏着恐怖的存在 韩森对于基因种的认识不多 绝大部分基因种他都不认识 所以来之前 他特意买了一本基因种图鉴 可是到了这里之后 才发现图鉴的用处实在不大 这里的基因种实在太多 一眼看过去就能够发现几十种 一一查阅的话 估计一天时间也查不完 仗着自己的肉身强横无敌 又有雪魅灵在身 韩森一咬牙 就向着小青河的河岸边潜了过去 沿着河岸而行 目光四处打亮 希望能够看到纯光源的踪迹 韩森没有召唤基因种出来 因为纯光源对于基因种的感应非常敏锐 若是有基因种在身 怕是根本看不到纯光源 他早早就已经逃掉了 还好并不是所有的基因种 都喜欢攻击人类 多数基因种对于人类并不理睬 有一些基因种甚至是有些畏惧人类 韩森距离它们近了之后 它们立刻就逃走了 看来光之圣河 也并没有传说中那么凶险嘛 韩森心中暗道 远处一群黑色的天鹅 自纯净的河面上游过 还与天的颜色相同 仿佛海天融为一体 那些黑色天鹅看起来就好像 是在天上游过一般 四周草木和野花的清香传入鼻中 让韩森感觉神清气爽 说不出的舒坦 韩森只好一边走一边翻图鉴 希望能够分辨出一些稀有的基因种 也可以打成卵回去卖钱 若是真的找不到纯光源 那就只能赚到钱以后 大花价钱去屡市商行 购买野生纯光源 走了大半天时间 却也没有什么收获 这里的基因种虽然很多 不过大部分都没有太大的价值 韩森也懒得带回去 正走着 突然看到前面的河岸边站了一个人 那人也就二十来岁的模样 长得却非常粗壮 最为注目的是 头上一根毛发也没有 是一颗能够照出人影的大光头 那大光头站在小青河的河边 盯着下面的河面再看 也不知道他在看什么 难道他发现了稀有的基因种 会不会是纯光源呢 韩森心中一动 便向着光头大汉的方向走了过去 一边走一边说道 朋友 你在那里看什么呢 光头大汉没有理他 依然还是死死盯着河面 像是专注的钓鱼者 可是他的手中并没有鱼竿 韩森看了看他的表情 见他脸上还带着欣喜之色 便自愿发的好奇 朋友 你没事吧 韩森走到了光头大汉旁边 又问了一句 可是光头大汉 还是没有理他 韩森感觉有些古怪 不知道这个光头在搞什么鬼 便顺着他的目光 往河面上看过去 光头大汉所看的位置 就是脚下的河面 深不过两亿尺多 河水清澈透明 好像无瑕的水晶一般 一眼就能够看到底 韩森看了看 好像除了合适的鹅卵石之外 连个小鱼小虾都没有 更别说纯光源了 朋友 你到底在看什么呢 韩森看着那光头又问了一句 可是光头像是根本没听见一样 还是全神灌注地盯着河面 如果不是听到他 还在喘气 韩森都会以为他是个死人 这家伙到底在搞什么鬼 难道河中真的有什么好东西 是我自己没有发现 韩森心中狐疑 又顺着光头的目光 看向河水 这一次 韩森看得很仔细 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 连那水底的每一寸砂石都不放过 却依然没有任何收获 没有 真的没有 下面根本就是比纯净水还纯的清水 连个浮瓶都没有 韩森又看了看光头 见他还是那般巨精会神 又不似在假装 韩森皱眉打量着他 看了一会儿 突然感觉有些不对 这个光头的目光焦点 好像不是在河底 而是在水面上 韩森心中一动 便自向水面上看过去 可是水面上也没什么东西 如果有的话 他刚才应该就能看得到 清澈的水面像是镜子一般 倒映着两人的影子 韩森突然意识到 光头看的 好像就是他自己在水中的倒影 有病吧 在这里 看自己的水中的倒影 韩森下意识地看了一眼 自己在水中的倒影 可是这一看之下 韩森顿时棱在了那里 美 真的美 韩森从未发现 自己竟然长得这么好看 那水中倒影中的自己 简直就是一个绝世美男子 只是看了一眼 韩森发现 自己竟然有种恋爱了的感觉 就如同初恋时 第一眼看到那个他 眼睛完全无法从他身上移开 心脏砰砰乱跳 如同鹿撞 第3081章 情不自禁 韩森现在总算知道 为什么那个光头 盯着水面动也不动了 看着自己在水中的倒影 韩森现在只有一个感觉 真叹娘的帅 韩森知道有些不对劲 可是目光却怎么也没有办法 从自己倒影上移开 越看越爱 越看越喜欢 仿佛就像是遇上了 朝思暮想的情人一般 韩森和光头并排蹲在河边 低着头在那里使劲桥 好似乱了魔一般 不对劲 这真的不对劲 不能再看了 真好看 韩森心中纠结 却是忍不住看了又看 以他的意志力 竟然抵挡不住那样的诱惑力 韩森知道 这不是自己的意志力有问题 而是自己被某种力量 给束缚住了 强行扭曲了他的意志 让他竟然爱上了 自己的水中倒影 现在韩森唯一庆幸的是 幸好没有爱上 那个光头的倒影 等到天黑之后 没有了光的话 应该就看不到 水中的倒影了 韩森心中 还保持着一线清明 只是没有办法 完全摆脱这种结束 随着时间的流逝 两个人就蹲在水面 一直地看 看到了太阳落山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韩森本以为 这样应该就会好转 可是谁知道 古亚星不但有月亮 而且多达三颗之多 三轮明月当空 把夜色照得十分明亮 河水中的倒影 依然清晰可见 更为恐怖的是 韩森对于倒影的爱恋 越发的不可自拔 竟然生出了 要拥抱倒影的冲动 韩森还只是冲动 那光头却已经站起来 张开双手走向了河中 一点点地向着河中走去 脸上竟然还带着微笑 韩森的意志力 还能够勉强支撑 强行用眼角的余光 看向一旁的光头 只见他一直往河里面走去 脸上带着傻笑 一步步地走向河水深处 清澈的河水逐渐没过了 他的膝盖 大腿 韩森眼看着光头 一步步没入水中 他脸上的表情 却始终没有变过 笑容反而越来越灿烂 好像就要拥抱 自己喜欢的大姑娘一样 一定是基因众在作怪 这个世界的基因众 果然有点邪门 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韩森心中虽然想得明白 可是却忍不住站了起来 向着水中走去 明知道那只是一个倒影 明知道不应该 可是韩森就是好想 抱抱水中的倒影 就好像只有如此 才能一解心中相思之苦 这种感觉 就好像是那些 狗血电视剧中的桥段 明明知道对方 是自己的杀父仇人 却忍不住爱上了他 如同扑火的飞蛾一般 纵然心中知道是死 却也毫不后悔 是公书锦吗 又是他在搞鬼吗 不对啊 如果是他的话 早就可以出现杀了我 我现在被这诡异的力量束缚 根本没有反抗能力 韩森心中闪过无数个念头 人却已经走进了河水之中 河水有凉 却无法让韩森心中的火热降温 依然一步步地向着河水伸出走去 眼看着河水慢过了大腿 却也难以让自己停下来 想要召唤基因种 却根本没有用 热恋中的人 又怎么能够向自己的恋人拔刀 不是不能 而是心底之中根本不愿 虽然韩森知道 这种不愿并不是自己的真实意志 却也无法违抗 光头比他下水的早 走得也比韩森快 此时河水已经没过了他的光头 韩森知道他死定了 这个世界的人类 身体本身并不是很强悍 没有基因种的帮助 他根本不可能长时间在水中存活 韩森自己倒是无所谓 就算被诱惑进入水中 他依然可以活得很好 想要在水中弄死他 根本不可能 我倒要看看 你到底还有什么手段 韩森一步步踏入河水之中 很快河水也淹没了他的双眼 让他再也无法看到自己的倒影 可是倒影的消失 并没有让他恢复自由 人在水中 他的双眼竟然看到 在前面的河水之中 竟然有一个与他一模一样的身影 漂浮在水中 在对面的河水深处 看着他微笑 韩森身不由己地 向着那他走去 一步步走向河水深处 韩森看到走在前面的光头 脸色已经变得很难看 嘴里一直在冒水泡 显然是灌了很多的水 而且他也不能在水中呼吸 再这次下去 怕是很快就会淹死 即便如此 光头脸上还是带着那种喜悦的笑容 只不过此时那笑容 看起来却分外的恐怖 犹如死神的微笑 韩森微微皱眉 虽然光头与他素不相识 但只要不是仇人 韩森也不愿意看着一个同类 在自己面前死去 正在韩森犹豫 要不要强行破开 这个世界的压制力之时 突然看到 前面亮起了奇异的光线 韩森凝目望去 只见河底有一片朦胧的光玉 好似有一块巨大的宝石 在河底深处 散发着悠悠的光 而水中的影子 引诱韩森去的方向 正是那河底的悠悠光运 韩森仔细打量那片光运 渐渐看清楚了 那光运的真面目 那竟然是一个巨大的贝壳 呈现乳白色的半透明状 看起来像是玉京雕刻而成 此时的巨大贝壳已经打开 当韩森去看那贝壳的时候 对面的影子 也投入了贝壳之中 似是与贝壳中的一个身影 融合在一起 让韩森把所有的爱恋 也都转移到了那身影之上 韩森终于看清楚了 那贝壳中的身影是什么 那是一个曼妙的女子 玉体横沉于贝壳之中 一只手指着钩魂夺破的脸颊 身上指着青纱 那几乎透明的青纱 在水中飘舞着 把她那诱人的动体 衬托得更加魅惑 女人只是斜躺在贝壳中 看着韩森 什么话也没有说 也没有任何动作 可是韩森却如飞蛾扑火一般 情不自禁地向她走去 仿佛她就是自己 千百时纠缠的爱人一般 恨不能立刻把她涌入怀中 她的光头已经昏迷了过去 不知道是不是被淹死了 身体在水中起起伏伏 肚子胀得像个球 而韩森依然受到那股力量的诱惑 一步步向着贝壳中的女子走去 那女子一双仿佛会说话般的眼睛看着她 好像在说 来啊 我的情郎 我的爱人 到来的怀抱中来吧 第3082章 大天魔 韩森心中生出危险的感应 她对那女子的爱恋越来越深 知道若是真的走到那女子身边 怕是会有莫大的凶险 既然已经找到了正主 韩森也不再犹豫 玄黄金彻底爆发 硬生生破开了这个世界规则压制 整个人都仿佛燃烧着血焰的恶鬼一般 周围的河水都被光焰蒸发 那种爱恋的束缚 顿时也从韩森的身上消除 韩森强行破开世界规则的压制 承受的压力实在太大 没有办法长时间持续这种状态 而且对于身体的消耗极大 不敢耽误时间 韩森一拳向着那女人轰了过去 大量的河水瞬间被蒸发 那女子眼中露出惊讶之色 手掌微动 玉石一般的贝壳顿时合拢 碰 那玉石贝壳被韩森一拳打爆 直接灰飞烟灭 什么也没有剩下 韩森没有看到那女子出现 不知道她是不是随着贝壳一起被打碎了 可是心中却隐隐觉得没有这么简单 目光四下里搜索 却没有发现蛛丝马迹 好像那女子真的和贝壳一起灰飞烟灭了 不能长时间与世界规则对抗 韩森只好收敛了力量 然后在感应四周并没有再感觉到异样 剑光头还在那河水中漂浮 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韩森过去把她拉上了岸 感觉这家伙的心脏都已经停止跳动了 怕是已经死了 何方妖孽竟然敢在本神的地盘放肆 金碧 一个伟岸的身影破空而至 如同神奇一般降临 看到岸边的韩森顿时露出惊骇之色 连话都没有说完 韩森知道来的是神灵 只是她并不认识这位神灵 见她白发白须 先锋道鼓似是老神仙一般 若非此时她一脸的惊骇表情 倒还真有几分神灵气质 这里也有神妙吗 你的神嚎是什么 是什么等级的神灵 韩森看着那神灵问道 老神灵倾咳了一声说道 小神雨仙是破坏级的小神灵 金碧大人 您怎么来了这里 韩森见雨仙 竟然对她如此恭敬 不由的心中有些疑惑 看来果然有些问题 妖连神子对我的态度已经有些奇怪 这一位更是奇怪得很 同样是进入另外一个世界 我与秦修的待遇似乎大为不同 雨仙 好名字 你的神庙在何处 怎么我没有听说 古亚星有神庙存在 韩森看着雨仙问道 雨仙苦笑道 我的神庙在光之圣和源头的光明圣山之上 因为那里有绝世基因种存在 等些人类根本无法到达那里 大人您不知道也不奇怪 韩森又问了几个问题 可是却始终不得要领 雨仙虽然对她恭敬 言辞之间却有些躲闪 并没有透露韩森想知道的信息 韩森又问了一些基因大宇宙的事情 雨仙倒是知无不言 与妖帘神子所说大致一样 倒是让韩森放心不守 你可知道 哪里有纯光源 韩森见问不出什么 只好转移了话题 纯光源本身比较罕见 光之圣和之中也不多见 又被人类捉去了不守 如今也只有支流秋叶和那边还有几只 大人若是需要的话 可去那边寻找 雨仙答道 韩森看了看地图 很快就找到了秋叶和 是另外一边的支流 距离小秦和也不算太远 大人如果没有别的事情 小神这就先告退了 雨仙向韩森微微行礼道 等等 我一个外来者 在这里也没什么朋友 若是想要找你聊聊天 该如何才能够到达你的神庙 韩森叫住雨仙 笑眯眯地说道 雨仙顿时露出苦笑道 小庙早已经没有了香火 如今破旧不堪 怕是窝了大人您的身体 无妨 故人所在接近土 只要有你陪我 破不破得无所谓 韩森白手说道 雨仙心中郁闷 却不敢多说什么 只是给韩森指点了一条 前往神庙的密道 从那里 从雨仙神庙十分安全 路上不会遇到太强的基因种 不过 雨仙再三告诫韩森 登上光明圣山的时候 一定不要弄出太大的动静 否则会惊动那里的绝世基因种 会有大麻烦 韩森这才放走了雨仙 他之所以 想去雨仙神庙 自然不是真的想要和雨仙聊天 而是想帮杨夫子 要给神灵血脉 就算韩森弄到了纯光源的卵 如果没有人使用的话 也是没用 韩森也不可能每时每刻 都跟在他们身边 杨夫子如果能够使用基因卵的话 也就省去了很多麻烦 雨仙走后 韩森才想起来那个光头 来到光头身边检查了一下 谁知道这光头的命还真大 竟然还没有死 韩森一拳打在他的肚子上 尽力透入内斧 光头口中喷出几口水来 心跳恢复了跳动 竟然醒了过来 是 是你救了我 光头睁开眼睛 看到了韩森之后 顿时露出了惊疑之色 白天在河边的时候 韩森在旁边叫他 光头还是有些意识在的 只是入了夜之后 意志就完全失控了 所以他是知道韩森的 算是吧 韩森随口答道 见他已经没事了 起身就准备要走人 你别走啊 我叫夏雨飞 人送外号光头哥 你叫我光头就行 哥们你是怎么搞定 那个基因种的 那基因种是不是大天魔 光头却是追了上来 自来熟的和韩森 称兄道弟起来 什么大天魔 韩森反问道 就是困住我们的基因种啊 那么强大的情欲力量 很像是传说中的 绝世基因种大天魔 拥有掌握世间 七情六欲的力量 是世间最大的基因种之一 嘿嘿 也就是那等恐怖的基因种 否则怎么可能 让我光头哥中招呢 你没看到那基因种吗 那你是怎么搞定它的 光头长得五大三粗 外表很是虎人 像个黑社会老大 可是却是一个画廊 说起来就没个玩 我没看到什么大天魔 韩森摇头道 心中却感觉有点不太对劲 根据光头的描述 他见到的那个女子 真的很像是光头所说的大天魔 如果真是大天魔 又真如光头所说的那么厉害 似乎不应该那么容易 就被搞定才对 韩森下意识地 看了一眼旁边的水面 这一看顿时让他的 瞳孔猛地收缩 他在水中的倒影 竟然不是自己的影子 而是那女人的模样 而且那女人还对着他在笑 第3083章 蛟龙垢 韩森一拳轰入水中 水面爆炸 女人的倒影 也随着爆裂的水浪支离破碎 可是在那摇曳碎裂的水波之间 却依然可以看到 那女人妖媚扭曲的笑容 等水面恢复了平静之后 韩森再仔细一看 水中倒影 却又变成了他自己的模样 哪里还有女人的影子 韩森知道这事情还没有完 大天魔并没有被他斩杀 他甚至不知道 如何才能够杀死大天魔 你怎么了 光头疑惑地看着韩森问道 没什么 看花眼了 以为水里有基因种 韩森随口解释了一句 便自继续往前走 路上他数次刻意看向水中倒影 却都是自己的模样 并没有大天魔的存在 兄弟 你这是要去哪里 光头跟在韩森身边问道 你跟着我干什么 韩森没有回答 皱眉看向光头问道 光头黑黑一笑 光之圣和这么凶险的地方 多个人多个照应 你是去猎杀基因种 还是挖基因卵 我帮你 不用 韩森翻了个白脸转身就走 见过脸皮厚的 没见过脸皮这么厚的 被人救了 还能说出这种话 也算是罕见的人才 不用客气了 兄弟你叫什么名字 玉碧城的青年才俊 我都认得 怎么从未见过你 光头却是一点也不脸红 跟在韩森身边问东问西 你再不走 回头再遇到危险 我可就不了你 韩森说道 光头一拍胸脯 只要不是遇上大天魔 那种恐怖的存在 谁能奈何得了我光头哥呀 你放心 有我光头哥在 就算碰上无比恐怖的存在 也能保你不死 韩森顿时无语 也懒得在和他扯皮 闷声不吭地往前走 公书锦这种人想要杀人 基本上不需要自己动手 公书夫子明满天下 不知道挖过多少震惊宇宙的神脉 收藏的高级稀有 基因卵无数 手下也颇多 强大的基因师追随 像是楼九那样的基因师 公书府中不在少数 更何况 诸多大佬为了能够与公书夫子搞好关系 只要公书锦肯说句话 多的是王公贵族愿意帮他杀人 就算死几个基因师也没什么 能够得到公书夫子的人情 在那些王公贵族的眼中看来 远比几个基因师的命有价值得多 楼九死在公书锦面前 让他感觉很是没面子 于是决定要亲自带人灭杀韩森 他要亲眼看着韩森死在他面前 而且绝对不会让他死得太痛快 不过公书锦并不是一个鲁莽的人 虽然心中恨极了韩森 要亲手虐杀他 却也极其地小心谨慎 不但带上了自己的一众亲信基因师 还特意去请了公书夫子 最看重的基因师之一花弄月 WWWKNC0 花弄月是被公书夫子 从一处地脉中就回来的 为了报答公书夫子的救命之恩 花弄月才追逐了公书夫子 否则以他的本事 绝对不会屈居于一位夫子之下 公书锦知道 花弄月追随了自己父亲近五十年 可是他的容貌 却始终保持着二十岁左右的模样 看起来非常的俊雅风神 是玉璧城有名的美男子之一 同时 公书锦也知道花弄月的手段 他为人傲慢 可是在花弄月面前 却不敢有丝毫的显露 言辞之间颇多恭敬 花叔 已经找到了那小子的宗介 您看我们要怎么动手 公书锦谦逊地 看向花弄月请教 花弄月手中拿着一把折扇 不过却从未打开过 只是拿在手中 轻轻敲击另一只手的手掌 同时微笑着说道 从那些痕迹判断 他身边应该还有另外一人 先弄清楚另外一人的身份 再动手也不迟 这个容易 老赵 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公书锦对身边的一个老者说道 公子请放心 老者应了一声 召唤出了一只如同苍蝇一般的基因种 与身体融合之后 化为了阴面怪物 一拍双翼飞上了天空 向着韩森他们所在的方向飞去 公书锦笑着对花弄月说道 老赵有个外号叫阴眼老赵 他融合的灵木鹰虽然只是王级 但是对于木利提升极大 可在百里之外窥视文艺 最为擅长侦察 花弄月微微点头 却是笑而不语 韩森一路上都在想 怎么甩掉光头 可是这家伙却像是牛皮糖一样 怎么甩也甩不掉 韩兄弟你先别走 我看此处应该有筋卵 光头拉住韩森 指着河边的一处山坡说道 你还懂地卖术 韩森有些惊讶地打量着光头 看他这五大三粗的模样 怎么看也不像是有耐心研究地卖术的人 光头黑黑一笑 那是当然了 我师父怎么说 也是秦伯赫赫有名的三大夫子之手 寻卖挖卵之术 是我的老本行 虽然学得不怎么样 但也比一般的夫子要强些 那好 你在这里挖基因卵吧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韩森说着就准备先走一步 有这个大光头跟着他 他没办法使用玄黄精 把基因众打成卵 这一路上不知道浪费了多少机会 韩兄弟 你听我说啊 你看这里是两条支流交汇之处 这种地形在地脉树中 有一个名头叫蛟龙垢 意思就是说 蛟龙交合之处 必然会有了不得的基因卵出产 说着光头又仔细打量四周 一边打量一边说道 光之圣核 本身就是一个超级大地脉 磁场十分强大 在这里形成的蛟龙垢 所育育的基因卵 必定非同小可 韩兄弟 你就过我一条命 这里的基因卵 就当是我还你的人情 挖出来之后 全归你 真的假的 说的好像挺像那么回事 韩森有些不信任地看着光头 他怎么看光头 也不像是一个靠谱的夫子 光头把胸脯拍得啪啪响 我就这么说吧 如果你在这里挖不出高级基因卵 你就把我这颗大光头摘下来 当基因卵带回去 我要你的脑袋 有什么用 韩森有些哭笑不得 我也就那么一说 反正这里肯定有高级基因卵 至少是个王级 若是运气好 说不定能够挖出神级基因卵 韩兄弟 你就信我一次吧 光头一脸诚恳的模样 韩森对于基因卵 倒是不怎么看重 不过他倒想看看 这个光头是不是真的有本事 也就不再走了 跟着光头一起在土坡上挖了起来 第3084章 血龙升天 这片土坡上长了很多的暗红色草 看起来确实与其他地方有些不同 土坡之外都是一片绿玉清脆 只有土坡这边是一片暗红 光头说这叫龙金草 龙金草并非是指这种草的名字 任何草类长在这片蛟龙垢的下位区域 都会变成这种暗红色 就叫龙金草 韩森也不知道 他说的是真是假 反正就由得他去吹 按照光头判断的位置 两个人一起挖开土坡 挖了三四米深 也没有看到有什么基因卵 光头 你到底行不行啊 韩森坐在土坑边喝了一口水 看着土坑里面的光头问道 光头也有些奇怪 我绝对不会看错 这里就是蛟龙垢没错 按说一般蛟龙垢的基因卵 应该都会在离地表不深的地方 怎么会没有呢 光头边说边挖 他带着专用的铲子 这一铲子下去 突然看到有泉水顺着铲子的边缘涌了出来 韩森看到有泉水喷出来 而且还是一种血色的泉水 顿时惊讶地说道 这不会是恶灵喷泉吧 你竟然还知道恶灵喷泉 光头嘴上这么说 脸上却露出喜色 不过 这不是恶灵喷泉 这是龙血泉 只有蛟龙垢的地脉 才有可能出现这种异象 而且 不是每一处蛟龙垢 都会有龙血泉异象 有龙血泉出现 只能说明一件事 这里的地脉是极品中的极品 内中的基因卵 绝对不会差 基本可以肯定 应该会出产神迹的基因卵 韩森饶有兴趣地 看着坑中的血泉涌动 那血泉红而不腰 亮而不污 并没有恐怖的感觉 反而有一种生命的活力 也嗅不到血腥味 反而有股清香 龙血泉喷出树杖膏 在阳光的照射之下 化为血雾生腾 宛若一只血龙冲天起 直上云霄 鹰眼老赵在云端飞行追踪 顿时就看到了血龙升天的异象 也看到了韩森和光头两个人 他并不认识龙血泉的异象 藏在云端看了一会儿 确定两人是在这里挖基因卵 便自悄悄飞了回去 鹰眼老赵把情况详细地 说给了龙书锦和花弄月厅 两人对望了一眼 龙书锦开口说道 那个家伙竟然有如此运气 找到了一处蛟龙垢地脉 竟然还挖到了龙血泉 其中必有极品基因卵出事 正好 杀人夺卵 也算是补偿了娄先生的一条命 龙书锦正准备吩咐众人 立刻赶过去 趁着韩森他们 在挖基因卵的时候 围住他们将其斩杀 花弄月却拦住了他说道 公子莫及 先不要惊忧了他们 花书是担心另外一人吧 其实不用担心 那个光头 我知道他是谁 那是魏夫子的入门弟子夏宇飞 外号大光头 出身一个小城的城主 原本以他的身份和资质 根本没有资格 败入魏夫子门下 只是因为 有一次 魏夫子在那小城的附近 挖基因卵的时候遇险 恰巧被夏宇飞的父亲所救 那城主又极力央求 魏夫子才会收下了夏宇飞 坐入门弟子 他在玉碧城没什么后台 本身的学识水平 也是半桶水 他若识相就留他一命 若是不识相 一起杀了便是 没什么麻烦 公书锦说道 花弄月却摇头说道 夏宇飞此人 我也有所耳闻 并非是因为他 顿了顿 花弄月又看向阴眼老赵问道 你刚才看到龙血泉喷涌之时 是不是有一道血气 如真龙般直冲云霄 属下也不知那像不像真龙 只是看到泉水所化血物升天而起 似是一道血龙卷 鹰眼老赵想了想说道 那就没错了 那必然是血龙升天的异象无疑 花弄月摇敲着折扇说道 血龙升天 公书锦听到这四个字 先是一呆 血而大喜过望 对啊 我怎么没有想到 若真是血龙升天的话 公书锦没有说完 又让鹰眼老赵 把当时的情况仔细描述了一遍 听完之后 公书锦越发的欣喜 向着花弄月行礼道 多亏花叔你提醒 否则我就误了大事 花弄月微笑道 公子严重了 公子有老父子的传承 比花某强了不知道多少倍 若是亲眼所见 必然能够一眼认出 只是因为转述不清楚 才一时间没有往那方面想 我当初追随老父子 见过一次血龙升天的异象 所以才会多想了一些 花叔的经验丰富 以后还要多指点锦 公书锦再次行礼道 一脸谦逊好学的模样 花弄月想了想说道 那血龙升天的异象极为罕见 内中必然孕育了顶级的基因卵 只是此异象有一处凶险 若是处置不当 必然会有大不祥 想来那夏宇飞 只看出了龙血泉 并不知道 血龙升天异象的凶险 否则他们 应该不会 再继续往下挖才对 公书锦点头道 我记得书中有记载 血龙升天必有一亡 传说想要挖取血龙升天内的基因卵 就必须要有一人作为活计 才能够顺利挖出基因卵 不知道此事可真 花弄月点点头 确实如此 当初我跟随老夫子遇到的那处血龙升天 开始并非由我们发现 而是由另外一位非常出名的夫子 发现挖掘地脉 结果那夫子死于非命 然后我们才能够顺利挖出基因卵 那夫子是怎么死的 公书锦好奇地问道 不知道 头一天还好好的 第二天等我们赶过去的时候 他已经死于地脉之中 死相十分诡异 全身没有一点伤 身上却是血红一片 身体攻成一团 就像是一只主熟的大虾米 花弄月说道 公书锦笑道 如此正好 就让韩森和光头先去挖 等他们破了血龙升天的局 我们再接手也不迟 只是那韩森若是就这样死了 倒是便宜了他 韩森和夏宇飞 等那龙血泉喷干了之后 又等了半个小时 坑内的血泉水 才完全挥发消散 夏宇飞迫不及待地 跳进坑中继续挖掘 跳下去的时候 却是心中产生些许的悸动 似乎感觉有些不安 第3085章 活计 韩森不懂地脉术 连蛟龙够他都不知道是什么 更何况 这是连光头也不懂的血龙升天异响 不过 韩森心境修为极高 纵然被世界规则压制 但是危及到本身的大不祥之势 依然能够让他产生一丝悸动 能够让韩森产生这种悸动 说明肯定是有十分凶险的事情要发生 否则也难以触及他的心灵 光头 你先别挖了 韩森打量着坑中的一切 缓缓对光头说道 怎么了 光头放下铲子 疑惑地看着韩森问道 这里有点不对劲 你确定 这真是那什么蛟龙够和龙血泉吗 韩森神色郑重地问道 光头文言有些奇怪 又重新仔细打量四周之后才说道 没错呀 这里就是蛟龙够 不会有错的 刚才的龙血泉你不是也看到了吗 韩森沉吟了片刻说道 那行 你上来 我来挖 谁挖还不一样吗 反正应该差不多快要挖到了 光头笑道 别说那么多废话 你上来 我来挖 否则我现在转身就走 韩森没有开玩笑的心思 怎么了 你发现了什么 光头看韩森的表情不像是在开玩笑 就拖着铲子从土坑里面爬了出来 打量着四周问道 韩森没有解释什么 也解释不清 他只是一点心灵感应 根本没有办法解释 直接把铲子从光头手里拿了过来 韩森跳进了土坑之中 一边挖一边对光头说道 你就在外面看着 别下来 有什么事叫我 光头有些莫名其妙 不知道韩森到底什么意思 不过却也听了韩森的话 就在土坑外面看着 没有再下来 韩森用铲子慢慢地挖 也没有太过用力 一边挖一边看着下面的泥土 挖了有三尺鱼 突然感觉铲子好像碰到了什么东西 韩森心中的悸动越发地强烈了 几乎想都没有想 韩森直接召唤出了血魅灵与自己合体 眼瞳化为了血色 背后也长出了一条猴尾 挖到精卵了 光头在上面惊喜地问道 韩森没有回答 放下了手中的铲子 伸手把下面的泥土扒开 顿时只见一样东西从泥土中露出了出来 虽然只露出来了一部分 不过任谁都看得出来 那并不是精卵 因为没有任何一种精卵 长得像是鱼骨化石似的 泥土的下面是一块灰色的石头 从露出来的部分可以看到 如同鱼骨一般的化石纹路 而鱼骨的部分 却不是一般化石常见的灰白之色 而是一种黑色 准确地说 更像是一种污血凝固后 接近于黑的深红色 这是什么东西 光头也有点懵 想要跳进坑里面凑近点去看 你别动 韩森喝止了光头 用铲子把附近的泥土都给铲开 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鱼骨化石 因为化石的长度有近四米 化石内的骨头弯曲如龙 分明就是一块龙骨化石 血龙归天碑 不好 韩森 你快出来 光头看到完整的化石之后 却是脸色大变 直接惊呼出声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他化才出口 就看到那块龙骨化石之上血光大放 一时间把整个土坑都映成了血色 远远看去 就好像变成了岩浆池一般 韩森 你没事吧 快出来啊 光头在外面大叫 召唤出了基因种合体 尝试着想要冲到土坑边 光头 省点力气吧 那是血龙升天的格局 须以人命计之 才能够破局 只不过 那活计之人是无论如何也活不成了 这么死倒是便宜他了 公书警率领着一众基因师走了过来 冷冷地盯着光头说道 公书警 你怎么在这里 光头脸色微变 光头本来你和我无冤无仇 不过谁让你沾上那小子呢 自认倒霉吧 公书警也不多做解释 只是挥了挥手 他身边的几个基因师 就如狼似虎的向着光头扑了过去 在高速奔行之间 有的变身虎狼怪人 有的变身鸟人 还有一个更是古怪 上半身依然是人形 下半身却是牛 光头顿时脸色大变 他的基因种虽然也不错 可是双拳难敌四手 又怎么可能是十几个基因师的对手 更何况 这些基因师融合的基因种 也都不弱 基本上都是王级的成年体 光头十分凶猛 与一只蓝绫穿山甲合体 通体都披上了蓝绫 手也变成了金属般的利爪 以翼敌众 依然是如猛虎 可是终究他只有一人 在围攻之下 很快就被一个 如同火熊的基因师 按在地上 顿时好几个基因师扑上来 把光头牢牢压在地上 公书警 你想要下面的基因卵 我给你就是了 何必杀人 光头挣扎着叫道 公书警笑了笑 基因卵我当然要 不过人我一样要杀 要怪就怪你自己眼光太差 偏偏要和一个死人做朋友 说着 公书警把手放在脖子上 做了一个切的手势 然后便不再看光头 目光看向了那处土坑 此时土坑中的血光 依然如同岩浆一般 灼热喷涌 一片黄黄泻光 根本看不到 土坑之中到底有什么 一个基因师手持利刃 就要斩下光头的脑袋 光头心中暗自叫苦 可是怎么挣扎 也无法动弹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刀锋落下 不由地大叫道 我死不足惜 可是却因为学义不经 害了韩兄弟你 韩兄弟 你莫要怪我 黄泉路上 兄弟给你当牛做马 欠你的 只能来势再还了 哄 土坑之中 血光突然间冲天起 在那辉煌的血光之中 一个血红的身影 破空而出 刹那间到了光头身前 一只手握住了 斩向光头脑袋的利刃 那柄由王级基因种 冷金牛之脚 所制造的冷金刀 被那只手掌 用力一折 顿时崩裂 化为碎片四散飞溅 你竟然没有死 公书仅看清楚 那道血影之后 瞳孔微微收缩 忍不住叫出声来 血色的身影 自然就是韩森 龙骨化石涌出血光之后 他顿时感觉有一股热流 冲入他的身体之内 那种灼热 几乎可以瞬间 把钢铁融为铁质 虽然韩森的肉体 强悍无比 但在那灼热之中 也感觉身体内 像是岩浆流过一般 虽伤不了他的肉体 却也有些难受 第3086章 血龙神脉 灼热的力量 流遍韩森全身 令他整个人身上 热气生腾 宛若夕阳落伤后的 那一抹紫色侠气 这种力量 似乎在改变 我的身体基因 韩森感觉身体的细胞 都被那种灼热的力量入侵 似乎正在发生着某种蜕变 获得血龙神基因 血龙神脉开启 韩森脑海中 突兀地响起提示音 把韩森吓了一跳 韩森看了一眼自己的资料 发现其中竟然 多了神灵血脉这一个像 血龙神 破坏极神灵血脉 这该不会是神灵基因吧 韩森惊疑不定 他在基因大宇宙的时候 虽然也猎杀神灵 获得过神灵基因 也就是所谓的神格 可是却一直无法吸收 化为自己所用 所以 韩森一直怀疑 真神应该就是人类进化的终点 可是现在 他竟然能够获得神灵血脉 这显然不正常 这是真的神灵基因吗 还是说 与这个世界的人类 从神庙中获得的神灵血脉一样 都只是神灵的血脉呢 韩森疑惑地 看着下面的龙骨化石 可是石头还在 里面的龙骨 却已经消失不见了 听到光头在外面的大叫声 韩森只好放弃了思索 从里面冲出来 救了光头一命 光头这家伙 虽然人是啰嗦了一点 不过人却不坏 韩森也不愿意看到 他死在自己面前 当然 最重要的是 韩森不想让公书锦 那个家伙得逞 一手捏碎了冷金刀 韩森目光冷冷地 盯着公书锦说道 看来你并没有 从楼九的事件中 吸取任何教训 公书锦听到韩森提起楼九 眼中的杀鸡大赤 脸上的神色 却没有任何变化 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 把他们都给我宰了 还有 别让他死得太痛快 十几个精英师轰然阴声 各种力量都向着韩森 和光头身上招呼了过来 一时间雷电崩射 风火燎原 各种霞光横空落下 韩森神色不变 只是一步跨出 这一步却是诡异无比 让人看不出 韩森到底是要跨向何方 同时 他的拳头也随着轰出 好 随着韩森的拳头 一道紫色的龙气霸道的轰出 以催枯拉朽之势 一瞬间把十几个精英师 全部轰得倒飞了出去 有的精英师被震碎了脑袋 有的精英师胸部凹陷下去一大片 有的整个人直接炸开 十几个精英师瞬间全部死亡 十几个精英师只剩下三个还活着 也都是残壁断腿 倒在地上不停地哀嚎 韩森也没有想到 血龙神的血脉力量如此霸道 看着紫色的龙气在身上生腾 不由得有些吃惊 他一击的力量 确实已经可以媲美破坏级的神灵 而不是单纯地拥有神灵血脉而已 光头在那里张大了嘴巴 看着身上紫气生疼 宛若神灵降势的韩森 嘴巴好半天没有合上 公输井却是脸色煞白 一拳干掉十几个 与王级基因种合体的基因师 这种力量 就算是拥有神级基因种的他 也绝不可能做到 神灵合一 他是神选之人 真正的神血贵族 花弄月却是脸色大变 刹那间冲到了公输井旁边 拉着公输井就化为一道闪电 顿向远方 花弄月太清楚 真正的神血贵族有多可怕了 那是真正可以沟通神灵 与神灵融为一体的强大存在 每一个神血贵族 都是无上的存在 是帝国真正的守护者和主宰者 七大帝国的皇室 都是神选之人 能够与神灵合一的高贵存在 像这样的贵族 在每个帝国内都有 但是数量不会太多 毕竟不是每一个人类都能够得到神灵的眷顾 那不是单纯的赐予神灵血脉那么简单 而是与神灵为伴一起战斗 哪怕是最低级的神血贵族 也有着普通人难以企及的恐怖战力 公输井听到神血贵族这四个字 顿时害得面无人色 公输夫子的人脉虽然广 可是却也不可能有人为了他 而去得罪一个神血贵族 不可能 他只是一个小城来的乡下人 怎么可能会是神血贵族 公输井根本不相信 这就想走吗 韩森身上的紫色龙气如同紫霞一般流淌 身形微动就已经腾于九霄之上 刹那间到了花弄月和公输井的身后 花弄月幕中金光一闪 一只手猛地把公输井推向远方 自己身上雷电崩射 头发宛若魔神一般四散飞扬 红色的霞光笼罩于身 以横扫天语之姿一掌挥向韩森 韩森依然只是平常的一拳轰出 紫色的龙气如同苍天霸龙一般破碎星雨 把花弄月身上的红霞雷电尽数破灭 花弄月的身体也被紫色龙气轰重 陡然之间化为漫天花瓣碎裂 似是樱花一般随风飘舞散落 又在远处凝聚为人形 只是他脸上已经一片煞白 身上一斤破碎 到处都是斑斑血迹 显然并没有能够完全卸掉所有血龙神脉的力量 公输井看到这一幕顿时经的亡魂大帽 花弄月的实力他很清楚 竟然连花弄月都差点被一拳轰杀 想来韩森十有八九是真正的神血贵族无遗 公输井背后双翼拼命震动 如同风驰电射一般 想要尽快逃离此处 可惜他的速度虽然很快 却比不上血龙神脉加持的韩森 韩森一只脚在地面上猛的一踏 肉身直接撕裂虚空 刹那间到了公输井背后 身上的紫色龙气盘旋生腾 宛若魔神降临一般 一拳向着公输井轰去 砰 拳头轰击在公输井的后背之上 却见公输井背上陡然出现一只仙鹤的影子 那仙鹤光影的双翼展开 护住了公输井的身体 韩森这一道紫色龙气轰在仙鹤之上 顿时把仙鹤光影轰得支离破碎 但是这一道紫色龙气也被挡了下来 只见咔嚓一声 公输井胸前的一枚仙鹤玉牌炸裂开来 一道烟气从中升腾而出 化为一个白发老者的模样 老朽公输指 无论小儿有什么得罪之处 老朽都愿意一例承担 还请阁下手下留情 放小儿一条活命 老人的光影正是秦国赫赫有名的公输夫子公输指 第3087章 中德基因卵 承担 你要怎么承担 韩森淡漠地看着公输指的光影说道 老朽还算是保有积蓄 只要阁下愿意放过无二 要钱或者基因卵都好说 纵然你想要成为一成之主 老朽也能帮助你一二 公输指说道 可惜 钱买不回人命 既然想要杀人 那就要有被杀的觉悟 你儿子的命 买不了 韩森冷然说道 身上的紫色龙气 如同火山喷发一般 黄暴而起 公输警原本以为自己有了生机 可是听到韩森这话 顿时脸色大变 身上一光崩射 双翼拼命拍打 想要远顿而去 公输指的光影 也是大声力喝 你若杀无二 我公输指定然与你不死不休 哄 公输指的话还没有说完 那恐怖的紫色龙气 已经以气吞天地之势 轰向了公输警 刹那间 直接把公输警 连同公输指的光影一起气化 没有停顿 韩森身若犹龙 横空追向正在逃顿的花弄月 花弄月脸色煞白 他的速度虽然很快 却也快不过韩森 眼看着紫气横空而来 距离他越来越近 花弄月一咬牙 手中折扇打开 对着韩森冲来的方向一扇 顿时只见狂风大作 如同飓风过境 连山石和古树 都被那狂风连根拔起 卷在狂风之中 向着韩森砸去 第二下 山石 古树 飓风 刹那间被韩森直接轰爆 根本难以阻挡血龙神脉之力 碰 花弄月的身体再次被轰散 化为漫天花瓣 只是这一次 那些花瓣却没有能够逃出去 在肆虐的紫气之中 一片片被消融 只见那些残余的花瓣飘动 竟然向着落在地上的折扇飞去 瞬间没入了扇面之中 不见了踪影 韩森微微有些惊讶 落在山间 伸手把那折扇剪了起来 只见折扇黑骨白面 上面画着一株好似樱花的古树 片片花瓣自那古树之上飘落 在这落荫缤纷之间 有一个儒雅的文士 站于古树之下 似是正在赏花 只是那文士的嘴角上 竟然还挂着一丝鲜血 这人竟然能够进入画中 韩森心中惊讶 那画中文士 分明就是刚才的花弄月 只要毁了折扇 就能够杀死他哦 他如此害你 又岂能让他活命 似有一个美丽的女子 在韩森耳边呢喃 让韩森心中杀鸡大圣 看着扇中的文士 韩森却是突然 把折扇一合 并没有将其毁去 转身望去 却没有看到什么女子的身影 大天魔 你果然还跟着我 韩森冷冷地说了一句 刚才他心中杀鸡大圣 分明是有人在搞鬼 否则以他的心性 只以信念形式 心中断然不会产生 这般的仇恨杀鸡 哥哥 你为死我为亡 又岂能分离 东雷阵震下雨雪 山无棱天地合 乃敢与君爵 大天魔的身影 似是从背后拥着韩森 娇声在韩森耳边 媚声笑语 韩森甚至能够感觉到 大天魔用舌头 微微舔了一下他的耳根 可是转身一看 却完全没有什么 大天魔的踪迹 竟然能够融合神脉 真是越来越有趣了 你的人你的心 我要定了 大天魔的身影 仿佛又出现在 韩森的另外一边 用妖魅的声音 吐气如蓝地说吧 身影却又消失不见 似是鬼魅幻影一般 韩森微微皱眉 纵然有雪龙神脉在身 让他能够拥有 破坏及神灵的力量 却依然寻找 不到大天魔的真身所在 一个基因种 竟然如此厉害吗 韩森心中惊疑 不过想到晴修的戒王神 韩森就有些释然了 韩兄弟 你竟然是神血贵族 光头兴奋地跑了过来 围着韩森转圈 好像是在看 动物园中的动物一般 你刚才有没有看到什么 韩森看向光头问道 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公书家的那些人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 光头连忙说道 韩森知道 光头误会自己的意思了 不过韩森也已经得到了 他想要的答案 看起来光头并没有看到大天魔 刚才大天魔应该也没有 真的出现在他身边 只是利用了某种手段 在和他交流而已 大天魔的真身到底在哪里呢 韩森收敛了血龙神脉的力量 心中暗自猜测 韩兄弟 先别管那么多了 血龙升天的格局竟然已破 下面的基因卵 就可以安全地挖出来了 你先歇歇 我来帮你挖 光头说着 就又跳进了土坑之中 韩森游得他去挖 自己却在研究手中的折扇 那折扇的扇骨通体黑色 看起来似是角质 或者骨头所致 而扇面却洁白如雪 十分轻柔 却又有着惊人的弹性 也不知道是什么材质 韩森可以确定 扇中的文士 就是花弄月无疑 可是无论怎么摆弄 却都没有办法激活折扇 也难以弄清楚扇中奥秘 挖到了 挖到基因卵了 此时土坑中 传来了光头兴奋的声音 韩森走到坑边网里面一看 就见光头双手 抱着一颗足球大小的基因卵 一脸兴奋地跳了上来 那基因卵又大又圆 通体紫光璀璨 似是黄黄神光 在其中流淌 外壳之上 不时有各种诡异的符号生灭 看起来神秘无方 这是我从未见过的基因卵 虽然不知道 他到底是什么等级 不过有雪龙升天的异象出现 必然是极品无疑 光头一脸兴奋地 把基因卵交给韩森 你两次救我的命 这基因卵抵不了那么多的恩情 剩下的以后再还吧 这一次 是我连累了你 两相抵消 你我已经两不向欠 韩森不愿意 与太多的人扯上关系 只是淡淡地说道 欠债就是欠债 我光头可不是欠债不还的人 光头却执拗地说道 有的你吧 不过我真的有私事要办 你别再跟着我了 韩森实在不想沾染太多因果 而且他杀了公输井 公输址绝对不会就此罢休 韩森不愿意牵连其他人 行 你有事就去办 回头我再去找你 光头这次倒是干脆 直接转身就走 韩森微微有些意外 想不到这一次 他竟然如此爽快 正正地看着光头远去之后 这才想起手中的基因卵 第3088章 专属基因种 紫色的基因卵 神韵流淌 一看就知道是非凡之物 韩森只是拿着这枚基因卵 血龙神脉就已经自身感应 似乎已经跃跃欲试 这也难怪 这本就是血龙 升天格局中郁郁的基因卵 受到血龙神脉的影响 也是理所应当 韩森心念一动 血龙神脉之气 竟然自动溢出 流入那基因卵之中 这一次 不用韩森滴血 基因卵就孵化了出来 在一片璀璨的紫色荧光之中 基因卵的外壳融化 很快就完全消失不见 露出了基因卵内的基因种 那是一条通体子灵的小蛇 只有筷子差不多长短 生得十分细小 只是身上的鳞片 却极为尊贵华美 似是紫金雕刻而成的一般 一双眼睛更是宛若紫色宝石 闪动着璀璨的紫芒 血龙神脉涌动 小蛇顿时被吸入了魂海之内 获得变异神级基因种 血神龙 血神龙 变异神级基因种 有生体 血龙神脉专属基因种 韩森微微一正 心暗疑惑 专属基因种是什么意思 召唤血神龙试验了几次 韩森终于知道 专属基因种是什么意思了 同时对于神灵血脉 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韩森使用血龙神脉的时候 在使用其他的基因种 与平时使用基因种时并无太大的区别 基因合体剂并没有被加强 可是 如果在血龙神脉状态下 使用血神龙的话 就会令血神龙的威力大幅度提升 以韩森现在的理解 神灵血脉 好像只是提供了最基础的力量 而如何更有效地利用神灵血脉的力量 却需要通过基因种来完成 比如 韩森之前使用血龙神脉的时候 只能单纯地增强力量 但是如果与血神龙合体之后 就可以把那力量 转化为血神龙的基因合体剂 使得基因合体剂的威力无限放大 本来有生体的血神龙 基因合体剂所能发挥出的威力 十分有限 可是受到了血龙神脉的加持之后 基因合体剂的威能 甚至超过了成年体的血神龙 当然 必须是血龙神脉的专属基因种 才能够获得这种加持 非专属基因种 不在加持范围之内 血神龙的基因合体剂是 就是血龙升天 一种霸道之极的攻击技能 受到血龙神脉的加持之后 只是有生体状态 就已经霸道无比 若是血神龙能够进化到终极体 那时候的威能简直无法想象 得到了血神龙和血龙神脉固然可喜 不过却也和公输纸结下了死仇 此人是大师级的夫子 手下能人意识和可怕的基因卵无数 我自己不怕 杨夫子他们却不得不防 还是要快些弄到纯光源才好 韩森不再犹豫 沿着而上 快速向秋叶河的方向而去 韩森急着赶回去 这一路上也没有心情再去猎取基因卵 风驰电掣地赶到了秋叶河 潜伏在河岸边寻找纯光源的踪迹 秋叶河虽然是支流 但是也连绵千里之遥 也不知道那几只纯光源在何处 韩森来到河边 往那河水中看了一眼 却发现自己的倒影 竟然变成了大天魔 他还在对着自己在笑 韩森暂时没有找到对付他的办法 只好当作没有看到 想要纯光源吗 我帮你啊 我的小青狼 只是这一次 大天魔却变本加厉 不但幻化成了他的倒影 而且还在对他说话 好啊 你怎么帮我 韩森笑盈盈地问道 像是在和普通朋友对话一般 大天魔微微一正 然后脸上的笑意更浓了 笑盈盈地说道 你沿河上 看到有一座白玉峡谷之时 自然就能够看到纯光源了 说吧 大天魔的影像消失不见 韩森的倒影恢复了正常 反正韩森自己也很难找到 索性就按照大天魔所说的 沿河上 到了傍晚之时 果然看到前面的河道上 出现了一座峡谷 那峡谷两岸的山石 仿佛是白玉一般 散发着津津圣光 十分的神异 韩森小心翼翼地 潜到了峡谷一侧的山壁上 向那水中望去 果然看到 有三条一尺多长 长得有点像是娃娃鱼 却更加可爱的 纯光源正在水中嬉戏 那圣光源通体如同羊枝白玉 眼睛像是黑宝石 倒是十分的惹人喜爱 韩森前夫在山壁上看了一会儿 见那三条纯光源在水中游来游去 身上散发着圣洁的光辉 皮肤晶莹得 好像透明一般 对不住了 韩森身形如同猎鹰一般 一跃而起 向着水中急冲而去 同时运转了玄黄晶 刹那间 破开河水 轰向了三只纯光源 韩森没有使用基因种 那三只纯光源开始完全没有发觉 等感应到危险临近的时候 却已经来不及了 一拳一个 被韩森打成了一枚玛瑙式的基因乱 公书府内 公书指双目血红 老泪不断地滴落而下 公书指虽然明满天下 也有不少的妻妾 可是却只有公书锦这么一个儿子 如今竟然看着自己的儿子被人灭杀 心中又岂会不疼不恨 主人 已经查到了 那个人名叫韩森 原本与锦少爷无冤无仇 只因为锦少爷在追求歌姬凤飞飞 恰巧在夜窟谷中遇到了此人 一个老仆模样的人 向公书指 禀告事情的前因后果 简儿纵然千错万错 他却不该杀了简儿 此仇我定然要为简儿讨回 公书指神色目然 眼中却闪过一丝怨毒 锦少爷调查过一次韩森 结果只查到对方 是一个万古神城来的乡下人 现在看来应该是调查有误 要不要再仔细调查一次 老仆说道 公书指却摇头说道 不用了 不管他是什么来历 都无所谓 这里是大秦帝都 我只要知道 他不是帝都的高层 那就足够了 无论他是什么身份 都必须要为简儿陪葬 说到这里 公书指眼中又闪过一次绿色 冷声继续说道 还有那个凤飞飞 锦儿不是喜欢她吗 就让她也陪简儿去吧 免得简儿在下面寂寞 主人 这恐怕不太好吧 凤飞飞是如今的三大当红歌姬之一 隐隐有歌后的气象 身边能人意识众多 就连许多真正的大贵族 都对她十分仰慕 只怕老仆担心地说道 我自有办法 他们都必须要给简儿陪葬 公书指眼神 变得越发凌厉了起来 第3089章 美女上门 光之圣和凶险异常 有几处地方 就算是韩森也不敢轻易涉足 倒不是怕死 而是怕被困在其中 难以脱身 好在有与仙这个地头蛇的指点 得以避开了许多凶险之处 拿到纯光源之后 顺利地返回了传送站 回城的路上 还弄了十几颗紫爵疾和伯爵疾的精卵 打算用于维持店铺的正常运作 回到了酒店之后 杨夫子他们都安危无恙 让韩森松了一口气 大家都过来一下 我有话要说 韩森把众人都召集了过来 把自己在古亚兴杀了公输井 得罪了公输址的事情 简单说了一遍 并没有细说其中的细节 杨夫子等人都听得张大了嘴巴 半上没有说出话来 大人 您说的公输址 是我大秦帝国那个著名的大夫子公孙子吗 杨夫子不敢相信的 又追问了一遍 就是他 所以接下来他有可能会疯狂报复 甚至会对我身边的人下手 跟着我实在太凶险 你们若是有地方可以去 可以从店铺里面支取一笔钱 各自去谋生路吧 韩森说道 杨夫子立刻说道 老朽既然已经追随大人 自然没有遇到危险就逃得道理 而且 这里是我大秦帝国的国都 就算是公输址 也不可能明目张胆地在这里乱来 李冰宇却在心中暗自思索 韩森怎么会突然间杀了公输井 这其中有什么玄机吗 是秦白太子的授意 还是另有目点 见韩森望向自己 李冰宇立刻一脸冷酷地说道 我的债还未还完 自然不可能就此离去 公输只挣得来找麻烦也好 我正好还了你的命 剑不辜只是微微一笑 显然没有打算离开 将是抱着悠悠 也不愿意离开 既然你们都不愿意离开 那么以后若是遇上凶险丢了性命 就不要怪我连累了你们 顿了顿 韩森又对杨夫子说道 杨老 你准备准备 今晚好好休息 明天随我去一趟古亚兴 帮我寻一出地脉 韩森是打算带杨夫子 去雨仙那里要一个神灵血脉 好让他能够使用基因乱 现在局势太凶险 路上怕是会有凶险 我跟你们一起去吧 李冰宇说道 不用 你留在这里 照顾好剑先生和悠悠他们 韩森随口说了一句 然后取出了自己带回来的基因乱 交给杨夫子 杨夫子接过基因乱 神色越发地古怪起来 虽说古亚兴帝脉多 可是随便出去两天 就能够挖到这么多的基因乱 也实在太过惊人了些 韩森回到房间休息 众人也都各做各的事情 李冰宇也回了自己的房间 在思考这件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想得太过复杂 认为这可能是一场政治阴谋 否则谁会没事 去杀一个明满天下的 大夫子的儿子呢 可是想了许久 却想不出 这其中有什么关联 便自去了浴室 美美地泡了个热水澡 包裹着浴巾出来 李冰宇来到镜子前 准备要对着镜子梳理 可是谁知道 目光看到自己在镜子中的身影 顿时意冷 镜子中的自己 腹白貌美 仙腰风臀 五官精致 名谋似水 端得一个绝世大美人 越看越觉得 美得让人心颤 糟糕 李冰宇已经意识到了什么 可是却已经来不及了 目光完全无法从镜子中的 自己身上移开 眼神渐渐变得寒情默默 越看越是爱恋 李冰宇的意志 也算是坚韧 可是连韩森都难以完全抵挡 他自然更加的不堪 没过多久 就彻底沉沦 完全爱上了镜中的影子 而那影子 却非完全不变的 在李冰宇的眼中 镜中自己的影子 也在慢慢的变化 竟然渐渐变成了韩森的模样 韩森正躺在床上思索 要如何应对公书纸的报复 被动等着公书纸行动 不是他的性格 若那公书纸真的与他不死不休 他必须要先下手为强 正在思索之时 突然听到门被推开的声音 不由得微微皱眉 杨夫子他们 不可能随便推门进来 可是 如果是公书纸派来的人 应该也不可能 这么明目张胆地推门进来 狐疑地转头望去 韩森顿时一呆 只见一个漂亮的女人 只为了一条白色的浴巾 上面露出大片雪白的丰满 下面几乎能够看到 屁股的微笑线了 一双笔质修长嫩白的大腿 晃得人眼欲 再加上一头瀑布式的 半湿长发 和韩晴默默地撩人眼神 一时间让韩森 看得都有些冷了 鬼罗刹 有什么事吗 韩森定了定神 才认出来 这是鬼罗刹 他平时都戴着夜鬼面具 又一副冷冰冰的模样 现在穿成这样子 若非韩森神觉极高 已经熟悉了鬼罗刹的味道 根本认不出 这是同一个人 李冰宇也不答话 反手把门关上 还直接锁上 然后像是一只贪吃的 小野猫般走到了床边 还爬了上来 双手按在韩森肩膀上 一双泛着水光和爱恋的眼睛 距离韩森不到三寸 伸手粉嫩的小舌头 在韩森的脸颊上舔了一下 你疯了 韩森连忙按住李冰宇的双肩 不让他的脸再靠近自己 虽说眼前春光无限 可是韩森却感觉 这事情有些不对劲 这明显不是李冰宇的性格 李冰宇却是痴缠得很 只感觉眼前的男人 就是自己一生的爱恋 恨不能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他 同时也占有他的一切 整个人缠在韩森身上 发出令人脸红心跳的气喘声音 韩森正在皱眉之时 却突然听到 耳边传来大天魔那妖魅的声音 喜欢这个美女吗 只要你愿意 我可以让天下所有的美女 都对你投怀送抱 让她们爱你爱的发疯 愿意为你付出一切 哪怕是生命也在所不惜 大天魔的虚影 仿佛就睡在韩森身侧 嘴唇就贴着韩森的耳朵 说话之时 有如蓝丝射的香气 喷在韩森的耳朵上 让韩森的耳朵痒得厉害 美女我当然喜欢 不过却不喜欢被人控制的木偶 韩森冷冷说了一句 目中神光绽放 如同利剑一般 刺入李冰宇的那充满了情欲的双目之中 李冰宇顿时打了一个寒战 从那爱欲之中清醒过来 整个人似是小野猫斑斧在韩森身上 玉璧还抱着韩森的脖子 四目相交近距离对视 第三千零九十章 上山求神 李冰宇脸色疼得一下红了 触电式的从韩森身上跳起来 抓起白色的玉金裹住身体 就退出了韩森的房间 大天魔的力量太过厉害 那是一种明知不可无而为之的力量 刚才发生的一切李冰宇都清楚 可是却还是那样做了 不是出自他的本意 可是却抵挡不住 那来自内心深处魔鬼的诱惑 李冰宇知道那是基因种的力量 可是却不知道大天魔的存在 很自然的就把这件事情 和公输纸的报复联系在了一起 该死的公输纸 你要报复韩森 自去找他便是 竟然对我使用这种下作的基因种 李冰宇回到自己的房间 脸色似乎十分难看 想到自己刚才在韩森面前的诸多表现 恨不能找个地洞钻下去 李冰宇离开之后 韩森打量了房间 却没有再看到大天魔 这家伙实在神出鬼没 连韩森也窥视不到他的真身所在 要想办法把他揪出来才行 否则身边总跟着这么一个阴魂不散的家伙 终究是有些讨厌 韩森暗自皱眉 一时间却也想不到太好的办法 拿出了一枚纯光源的卵 放在手心之中 尝试使用血龙神脉的力量 将其激活 看看能不能把他变成 血龙神脉的专属基因种 可惜结果却让韩森有些失望 也许是因为属性有冲突的关系 血龙神脉对于纯光源有些排斥 并没有将力量融入纯光源 没有办法 韩森只能把自己的一滴血 滴在了纯光源的卵上面 然后就看到纯光源快速孵化了出来 刚刚孵化出来的 纯光源就像是一只玉白的大蝌蚪 体型也没有那么大 爪子非常的纤细 通体呈半透明状 像是温玉雕刻而成 模样非常的迷你可爱 获得王级基因种纯光源 提示应适时地想起 韩森尝试着与纯光源合体 因为只是右身体的关系 纯光源的力量还很弱 韩森只感觉一道纯净的力量 融入他的身体之内 很快头顶就长出了一对玉白的触角 只要有基因种进入一定的范围 那对玉白的触角就会产生感应 而且根据基因种的属性不同 触角还会改变颜色 虽然那触角并不难看 还有些蠢萌的样子 韩森却有些难以接受 立刻与纯光源分离开来 让纯光源保持着他自己的体态 把他放在了衣服的口袋里面 就算不合体 纯光源本身也能够感应到基因种的靠近 韩森尝试着召唤出血魅灵 纯光源的触角顿时变成了血红色 因为只是右身体 纯光源的感知范围十分有限 大概也就是十米左右 不过对于韩森来说 也已经够用了 这里是大秦国都 又不是荒郊野外 只需要防得住暗算就可以了 不知道纯光源能不能感应到大天魔的存在 韩森仔细打量纯光源 见他此时也没有什么反应 也不知道是大天魔不在 还是他感应不到大天魔 有了纯光源 安全性就高多了 不过还是要尽快 让杨夫子获得神灵血脉才行 韩森已经决定 明天一早就带着杨夫子去羽仙神庙 公书府内 一个老仆人急急来到公书纸面前 主人酒店那边传来消息 说找不到韩森的皮肤组织或者头发 老仆人脸色异样地说道 怎么可能会找不到 是不是他们没有用心办事 公书纸的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 老仆人连忙说道 不是他们不用心办事 老奴也扮成清洁工 进过韩森的房间 可是在他的房间内 找不到一根头发和组织 连一点头皮屑也没有 看来应该是早就有所防备 如此说来 他应该也是此道高手 公书纸微微皱眉 雅儿那边进行得怎么样了 雅儿是凤飞飞的闺中好友 他这几天都已给凤飞飞 庆祝生日的借口 住在凤飞飞家里 应该不难弄到凤飞飞的头发 相信很快就会送过来了 老仆连忙答道 既然如此 那就先让凤飞飞那个小贱人 下去赔紧吧 公书纸眼中闪过一道冷芒 主人 如果拿不到韩森的身体发肤 私命魔肿就无法使用 该如何对付韩森呢 老仆人担心地问道 公书纸冷冷一笑 老夫闯荡大宇宙上百年 不知道挖过多少惊天神脉 所得的强大基因种 可不只是一只私命魔肿 要一个人死又有何难 先收拾了凤飞飞那个小贱人 再对付他也不迟 韩森第二天一大早 就带着杨夫子出发前往古亚兴 当然 前面那处地方是虎卧山岗的格局 下面应该就有地脉 这里不愧是国都之地 地脉比万古神山还要多 走了没有多久 杨夫子指着前面的一处山岗说道 韩森却是摇头笑道 我这一次来 不是为了地脉而来 杨夫子微微一正 不是为了地脉而来 那大人带老朽过来 难道是有什么钥匙商业 韩森随口说道 也算不上什么大事吧 我在山脉之中 发现了一座无主的神庙 那些有神灵守护 所以带你去求一求 看能否求的神灵血脉 杨夫子苦笑道 多谢大人好意 老夫这几十年来 也去过不少的神庙 都没有能够求的神灵血脉 后来经由一位高手检查 我自身基因太差 无法得到神灵垂青 早已经死心了 大人就不用再为我操心了 既然来都来了 事一事也无妨 韩森淡笑道 杨夫子见韩森执意如此 也不好再说什么 却对此行并没有抱什么希望 他年轻时就是不死心 不知道跑了多少神庙 没有一百也有八十 最后却是真的绝望了 没有任何一位神灵 肯赐他一点血脉 韩森按照与仙所指的密道 一路向着光明圣山而去 倒也没有遇上什么风险 偶尔遇到几只基因中 韩森只是稍微展露一下 雪魅灵的气息 就把他们都给吓走了 很快 两人就来到了一座散发着神圣光辉的大山前 那大山圣光晶莹 仿佛是太阳起始之地 有着万气朝阳的气宇 第3091章 赐予血脉 雨仙说 光明圣山上有恐怖之极的绝世基因种 韩森心中有忌惮 不愿意招惹麻烦 就带着杨夫子悄悄地上了圣山 自从见过大天魔之后 韩森就知道 这个世界的怪异极多 他未必能够全部解决 能低调 还是不要张扬的好 大人 这莫非就是传说忠光之圣和源头的光明圣山 杨夫子心中震惊 看着那璀璨神秘的山体 连双腿都在打颤 好像是叫这个名字吧 韩森却不在意 带着杨夫子继续往山上走 杨夫子却是心惊胆战 大人 听说光明圣山之上 有恐怖的绝世基因种 更有无数神秘笼罩 就算是顶级强者进入其中 也有死无生 无妨 我知道有一条密道 能够安全到达山顶的神庙 韩森边说边继续走 山上神秘的雾气笼罩 五米之外就什么处看不见了 只是听到不时有恐怖的售吼之声 隐隐传来 还有雷霆之音在其中回荡 杨夫子很是惊恐 紧跟在韩森身后 不敢离开半步 诸多景象虽然吓人 可是韩森按照雨仙所说的路径攀登上去 却并没有遇到凶险之事 杨夫子年老体衰 爬了没有多久 就气喘吁吁 全身汗如雨下 无力再继续攀登 韩森只好一手架住他的身体 快步登山而上 这山也不知道到底有多高 以韩森的速度 依然爬了半天时间 才看到了山顶 与下方的气象万千不同 山顶倒是一派温和景象 仿佛是在云海之上 一切皆看得清明 无风无雷亦无尘埃 宛若一片净土 在那山顶之上 有着一座古庙 青石砖瓦盖成 看起来甚是古朴神秘 只是略显得有些破旧 一看就是没什么香火的模样 大人 这里真的有座神庙 见到神庙 杨夫子心中安稳了许多 韩森抬头看向庙门的上方 果然看到上面 写着雨仙神庙四个字 字体飘逸出成 似是神仙手笔 进去吧 求得神灵血脉之后 我们还得快些回去 韩森说着 就往神庙中走去 杨夫子不敢怠慢 连忙先一步走向神庙 大人 老头子这就去求 就是怕这废体无用 辜负了大人您的一片心意 说着 杨夫子就进了神庙 来到了神岸之前 按照礼节迅速的跪拜祈祷 然后将自己的一滴血 滴入了神炉之内 他自己知道自己的情况 根本没可能获得神灵血脉 所以 只想要快些走完一试回去 免得耽误韩森的大事 血液入炉 却没有一点反应 虽然早就料到会是如此 却也不免还是有些失望 韩森就站在神庙门口 杨夫子起身 看向他苦笑道 大人 看来老头子辜负您的一片好意了 韩森不由地微微皱眉 他人都到了这里 与现在老小子 竟然一点面子也不给 着实让他有些不爽 没事 你且稍等片刻 韩森原本想让杨夫子 得了神灵血脉就算了 不用自己出面最好 现在却只好自己走到了神岸前 啪 韩森一掌拍在神岸之上 顿时把那石头的神岸 都给拍出了一个手印 整个神庙都为之一阵 剧烈地摇晃了一下 这一下 可把杨夫子给吓坏了 连连摆手说道 大人不可 不可啊 帝国大宇宙的人 从小所受到的教育 就是神灵至高无上 神灵创造了天地宇宙 赐予了人类生存的权利 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而神庙就是神权的象征 万万不可亵渎 否则必定会被神灵降祸 这些观念固然是有神灵 赐予血脉的原因在内 最主要还是统治者 宣传教育的结果 所以也怪不得杨夫子 毕竟他生活的大环境就是如此 像韩森这般赶在神前拍案的人 在杨夫子看来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就算是当今大秦帝国的皇帝 也不敢做这种事 宇仙何在 韩森也不理杨夫子 只是冷声贺吻 这一句更是吓得杨夫子直缩脖子 神前拍案还不算 还敢如此直呼神灵之名 简直就是在作死 下一秒 杨夫子的脸刷得一下就白了 只见那宇仙神像 竟然泛起了恐怖的圣洁光辉 化为了一个先锋盗鼓的老神仙 悬浮于神案之上 完了 完了 神灵真身现实 这是要有大不祥啊 大人快走 杨夫子哆哆嗦嗦地上前 拉着韩森就要跑 可是他本就老迈 又没有基因种加持 动作实在太慢 杨夫子刚拉住韩森手臂 那老神仙一般的神灵 已经飘然而下 来到了韩森面前 杨夫子面色如土 暗道 真是冤念 这下完了 可是谁知道 那神灵却是弯身一躬 毕恭毕敬地对着韩森行礼道 小神不知大人到来 没能出门相迎 还望大人恕罪 杨夫子整个人像是 石化了一般 瞪大了眼睛 痴呆般地看着雨仙和韩森 大脑之内一片空白 似是不会思考了一般 韩森指着杨夫子说道 此人是我的仆人 我特意带他来此求取神灵血脉 您看看 能刺他的什么血脉 雨仙看看杨夫子 又看看韩森 小心翼翼地问道 大人您看刺个什么血脉比较合适 雨仙心中郁闷 神灵血脉虽然是他所控制 可是刺予血脉 需要消耗他的本源神力 若把血脉给了资质太差的人 那人的成就也会十分有限 对他毫无益处 面前这个杨夫子 就是属于那种基因资质极差的人 若是按照正常程序 他绝对不会给予这样的人神灵血脉 可是韩森都已经开口了 雨仙却也不好拒绝 纵然面前之人资质太差 这神灵血脉也必须要给 你看着给便是了 韩森似笑非笑地看着雨仙 雨仙顿时一咬牙 心中暗道 反正这一次是亏定了 与其吃力不讨好 反而让金碧大人对我心生不满 还不如直接卖他一个人情 想到此处 雨仙便对着神炉一点 只见那神炉之中 圣洁的光辉 如同火山喷发一般涌出 一根根雪白的羽毛冲销而起 笼罩整座神庙 似是天降鹅毛大雪 一时间 万千羽毛都向着杨夫子的身体飞去 一片片融入他的身体之内 令杨夫子整个人都感觉飘飘欲仙 好似在做梦一般 完美的神灵血脉 杨夫子真的怀疑自己是在做梦 不 应该说他连做梦都没有想过 自己不但能够获得神灵血脉 而且还是完整的神灵血脉 这可是多少人做梦都求不来的完美神灵血脉啊 第3092章 生日宴会 杨夫子感觉整个人都像是在做梦一般 他实在有些不敢相信自己在光明圣山所经历的一切 那高高在上 受世人膜拜的神灵 竟然对韩森唯命是从 甚至还称韩森为大人 韩森只是随便说了一句 那神灵竟然就赐予了他完美的神灵血脉 这一切都让杨夫子对于韩森越发的敬畏 大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呢 生于基因卵之中 却连神灵都要对他毕恭毕敬 世间有这样的存在吗 杨夫子心中颤抖 以他的见识 亦无法想象韩森的来历 不过有一点杨夫子很确定 韩森恐怕比那些神血贵族还要更加尊贵 神血贵族虽然能够与神为伴 但也只是得到神灵的认可 借助神灵的力量而已 关系最多也只能算是平等 可是却从未听说过 有神灵对一个神血贵族如此敬畏 简直无法想象 大人 老头子在这种年纪 还能够得到神灵血脉 得尝一生所愿 这一辈子也没什么遗憾了 若是大人不嫌弃 以后这条老命就是大人您的了 杨夫子肃然行礼 心中所言尽皆肺腑 杨夫子虽然在地脉树上的天赋很不错 又啃下苦功 可是奈何没有神灵血脉 始终入不得真正的夫子阶层之眼 因此受尽了人情冷暖 原本以为这一世再无希望 如今在不可想象之间 获得了神灵血脉 还是完美血脉 心中的激动可想而知 韩森只是微微一笑 并没有多说什么 事事做出来的 而不是说出来的 杨夫子的为人如何 还要看他以后所行之事 话说得再好听也无用 这里有一颗基因卵 你把它孵化了吧 以后时刻待在身边 会有些用处的 韩森把一颗纯光源的基因卵 拿给杨夫子 杨夫子的见识 自然是极好的 虽然没有见过纯光源卵的食物 却也在资料中见过 如今一见之下 顿时大吃一惊 不敢相信地看着韩森问道 大人 这莫非是纯光源的卵 运气好 不久之前挖了几颗 韩森随口说道 几颗 杨夫子却是已经有些无语了 纯光源这种稀有的 王级基因卵 一颗就足以卖出天价 韩森竟然随便挖了几颗 简直无法想象 也对 以大人的身份地位 连神灵都对之毕恭毕敬 想要几颗纯光源的卵 又有何难 杨夫子此时自然不再相信 什么运气好的鬼话 前几天见不孤才说了 纯光源的事情 这边韩森就挖了几颗 就算真神降临 也不可能有这般逆天的运气吧 韩森召唤出了圣文白鹿 带着杨夫子快速赶回传送站 虽然酒店内有见不孤坐镇 可是见不孤身有大怨在身 纵然生死也绝不可能出手 所以 韩森还是有些担心会出什么事 好在韩森回到酒店的时候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倒是一个光头 坐在他们的客厅当中 正砍得口沫四溅 光头 你怎么会在这里 韩森微微皱眉 他之前并没有告诉过 光头他的住处 光头黑黑一笑 韩兄弟 这可是博都 只要想查 有什么事能瞒得住人呢 找我有什么事 韩森实在不想与太多人有牵连 他对于这个世界来说 始终是一个外人 他与秦修不同 秦修想要打破规则 带回秦碗的转世 而他却只想要自己一个人回去 所以 没有必要费尽心机 去做那么多的事 也没有必要牵扯太多的因果 当然有事 而且还是好事 光头说着 拿出一张帖子 炫耀式的 在韩森面前晃了晃 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不知道 韩森摇头道 猜一猜嘛 光头一脸期待的模样 不猜 没什么事 你就快回去吧 我有些累了 想要休息了 韩森很想关门送客 算了 那我就告诉你吧 光头却是只当没听见 得意洋洋地晃着手中的帖子说道 这是琴帖 参加凤飞飞生日宴会的琴帖 凤飞飞你应该知道了 现在最红的三位歌姬之一 齐天资无比神异 甚至有望登陵歌后之位 齐人更是绝色佳人 说是一笑倾国也不为过 便是在这达官贵人如何的大秦国都之内 也没有几人够资格接到这张琴帖 说到这里 光头一副遮面 凑到韩森耳边小声说道 我与凤飞飞是至交好友 所以才能够接到这张帖子 别说做兄弟的没想着你 今晚带你一起去见见那位大美人 没兴趣 韩森很果断地拒绝 美人她见得多了 真要说美的话 恐怕世间没有人类会比顾清澄更美 凤飞飞确实是人间角色 却还不至于让韩森侧目 更何况她之前已经见过凤飞飞 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 不是吧 你既然对凤飞飞都没有兴趣 你该不会 光头说着 目光却向着韩森的下三路描去 一脸怀疑表情 韩森额头直冒黑线 看什么看 我只是不想浪费时间在陌生女人身上 怎么能是陌生女人呢 凤飞飞那可是每个帝国男儿的梦中情人 大家都熟悉得很 光头笑着又说道 而且这一次去的权贵极多 听说有不少神血贵族都会清零 就算韩兄弟 你对凤飞飞没兴趣 去见识见识也好 韩森觉得 光头的这句话倒是没错 他如今对于大秦帝国的高手所知不多 所谓的神血贵族也是一无所知 去见识一二道也不错 光头见韩森的表情风动 立刻又添油加醋的游说 终于说动了韩森 跟他一起去参加凤飞飞的生日宴会 等到了宴会场地之后 韩森才知道光头所说的什么 至交好友根本就是胡扯 偌大的古堡之中 宾客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光头不过就是其中之一 也只能在宴会场地中吃吃喝喝而已 根本没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凤飞飞 好在韩森本就不是为了凤飞飞而来 就和光头两人一边吃东西 一边让光头给他介绍宾客中的重要人物 第3093章 现唱 看到那个一脸骚包模样的家伙没有 那个就是号称玉碧城四大公子之一的神异公子 光头向着一个方向挠了脑嘴说道 韩森转眼看过去 只见一个玉树临风 俊雅之急的男子正如群星拱月一般 被许多姑娘围在其中 看他举止一态 都是从容得体 会不由自主 吸引旁人的目光 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一看就是非凡人物 神异公子 这名字怎么这么管 韩森有些疑惑地问道 神异是他的外号 他的真名叫公真君 从小就极有才名 听说从小到大都极端的优秀 无论做什么 从没有拿过第二 所以才会有神异之名 光头说着 有些不屑地撇了撇嘴 那个神异公子 自以为潇洒 其实不过就是个娘娘腔而已 也就那些见识浅薄的女人 才会看中他 那真是对不住了 光头正在和韩森窃窃私语之时 却突然看到有人 在韩森旁边坐了下来 赫然就是那神异公子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走了过来 光头顿时有些善善 哪里想到背后说人坏话 却被人家抓个正正 以光头的脸皮之后 也不由得有些脸红 这位想必就是韩森韩公子吧 神异公子向着韩森拱手问道 公子怎么认得在下 韩森心中有些疑惑 神异公子神秘一笑 玉碧城的圈子就这么大 发生点大事 很难瞒得住人 真魔公子 公输井 被人灭杀这么大的事 很难不被人知道 这应该就是韩公子您的手笔吧 神异公子此言何意 韩森淡淡地说道 神情并无变化 神异公子笑道 韩公子莫要误会 在下并无恶意 此事虽然只是传说 而且 公输家也没有人透露出 公输井是怎么死的 可是关你手中所拿折扇 在下也曾在花弄月手中见过 现在连花弄月也一起失踪 在下刚才也是大概猜测一二 光头脸色微变 韩森却依然淡定如常 看着神异公子问道 那又如何 难道你想要替公输井报仇 神异公子摇头道 韩公子误会了 在下与公输井虽然并列四公子之一 不过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关系 他的死活与在下也没什么关系 在下此来 一来为了验证心中的猜测 二来也是想要结识一下 能够斩杀真魔公子公输井的强者 四大公子之一想要认识在下 倒是让人受宠若惊 韩森随口说道 神异公子却是一声轻叹 什么四大公子 凡夫所子觉得这个名号响亮 但是在真正的贵族眼中 所谓的公子两字 不过就是如割鸡一般 只是工人玩赏娱乐之物罢了 能够与韩公子相遇 真君实感相见恨晚 不过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改日有机会再详谈 神异公子说着 起身微微行礼 然后就快步离开了 这家伙怎么这么莫名其妙 光头一脸狐疑之色 搞不懂神异公子 怎么突然跑到这里来说了 那么多莫名其妙的话 然后又莫名其妙地走了 韩森正想说什么 却见今天的正主凤飞飞出来了 与韩森在夜枯谷见她的时候不同 今天的凤飞飞身具惊人气象 身上似有仙韵缭绕 一头黑发披散 隐隐有霞光流淌 带着圣辉的眼眸所至之处 让人自残行贿 似乎连与之对视 都是一种亵渎 意志力稍弱一点的人 此时都下意识地 避开了她的目光 凤飞飞被众多的王公贵族 如同群星拱月一般围在中间 纵然是有天生的贵族在旁 依然难掩她的风姿 时是一位出色的人物 光头一脸神往的表情 差点就要流口水了 可惜她 虽然自称凤飞飞的至交好友 却连靠近凤飞飞那个圈子的资格都没有 根本没有近距离接触凤飞飞的机会 开始了 终于要开始了 光头一脸兴奋地说道 什么开始了 韩森疑惑地问道 每年的生日宴会 凤飞飞都会献歌一曲 以答谢前来祝贺的宾客 光头一脸期待地 看着台上的凤飞飞 变成新型了 凤飞飞的歌曲影像 在网上不是随处可见吗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韩森说道 光头很不以为然地说道 那怎么可能会一样吗 影像和现场差太远了 更何况这次的现场演唱 是要与她的神级音系基因种 仙音凤凰合体演唱 那种感觉 可不是在网上能够听到的 说到这里 光头的声音就停住了 因为整个宴会场地 都已经安静了下来 四周一片黑暗 然后就听到一个女子的声音 在台上响起 那声音若来自仙子的天籁 若尔就已经夺去了人的心魄 让人情不自禁地 陷入了那声音的意境之中 直到此时 场中才又亮起了灯光 只是那些灯光 都聚焦在了台上的凤飞飞身上 此时的凤飞飞 就似是真正的仙子下凡 整个人似乎都散发着仙韵圣辉 红唇倾起之音 令人沉醉的歌声 在整个会场之内缭绕 拨动人类的心弦 令人情不自禁地 跟着那音乐的启程转合 而跌宕起伏 一曲歌声唱到中间 偌大的会场 竟然真的鸦雀无声 人人都似是着了魔一般 痴迷地 看着仙子一般的凤飞飞 不少人的眼角 都有晶莹孕育 感情丰富一些的女子 早已经泪流满面 过生日 需要唱这种歌吗 韩森却听了有些无语 凤飞飞唱的确实不错 不过 若非有强大的音系基因种加持 也不可能造成这样的影响力 只能说她自身的音乐天赋 和对于基因种的运用都很厉害 可惜对于的韩森来说 这两者都没有太大的作用 韩森本来就对于音乐不怎么了解 最多也就是学了一点薰的吹奏歌曲 还吹得不怎么好 基因种的影响力 对她更是无效 所以韩森只觉得 凤飞飞唱的还不错 却完全没有一点被感动的意思 此时的会场之上 就算是那些真正的贵族 也都放开了心扉 在静静聆听凤飞飞的歌唱 纵然可以抵挡音系力量 却也绝不会与之抗衡 只会让自己沉醉于其中 所有人都一脸的陶醉 韩森却在四下里面乱望 显得十分突兀 更何况凤飞飞本就对她印象深刻 目光流转之下 顿时就发现了她 这个家伙怎么会在这里 凤飞飞心中惊讶 而且又见她竟然不好好听歌 在那里四下里乱看 心中也不由得微闹 第3094章 音波攻击 凤飞飞自然不会因为这一点小事 就真的恼怒 不过凤飞飞却心中存了 要试探韩森的念头 歌声之中 渐渐渗透进了一丝神秘的力量 那是来自于 仙音凤凰的凤鸣之力 韩森与公输锦的瓜葛 没有人比凤飞飞更清楚 现在突然传出公输锦的死讯 虽然还只是传说 却也让凤飞飞心中 生出几分狐疑 她猜测 此事可能与韩森有关 可是却又有些不敢相信 见韩森竟然来此 正好以歌声试探 想要知道 韩森真正的虚实 以判断她是否有 杀死公输锦的能力 凤飞飞对于歌声 和音系力量的控制力 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不愧是秦国三大歌姬之一 此时 她把凤鸣之力 渗透进入歌声之内 旁人都只觉得 歌声越发地动人 可是韩森 却感觉一股恐怖的音波 向她压迫而来 似是滚滚雷音 在她的耳中炸开 又似是天地间的 第一声春雷震音 韩森微微皱眉 目光四下里看了看 见旁人都听得如醉如痴 完全没有感觉 知道凤飞飞就是在针对她 韩森不动声色 那声音对别人来说 是无法承受的大恐怖力量 可是韩森却完全不以为意 只需要宁神以对 那声音便化为了文艺之音 连基因中也未使用 凤飞飞见韩森 不但没有一丝反应 竟然还对着她眨眼睛 心中惊疑的同时 不由的也升起了好声之心 凤鸣之力再次加强 渗透入歌声之中 宛若凤鸣久消突破天际 仿佛要把韩森 引入那幽民的漩涡之中 只是这声音 旁人听不到半分 连坐在韩森旁边的光头 都一无所觉 还是一脸沉醉的表情 在聆听凤飞飞的惊艳歌声 韩森同样一无所觉的模样 她虽然听到了那声音 但那声音却难以动摇她半分 凤飞飞见韩森始终笑盈盈地看着她 不知道为什么 凤飞飞感觉那笑容格外的刺眼 不由地继续增强凤鸣之力 可是 无论凤飞飞怎么增强凤鸣之力 韩森都好像没有听到一般 一直笑盈盈地看着她 让凤飞飞有些怀疑 自己的凤鸣之力 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眼看着一首歌就要唱完 却始终没有能够令韩森有所动摇 凤飞飞也被激起了强烈的好声心 当最后一句歌声吐出之时 凤飞飞直接使用了 仙音凤凰 与她的基因合体剂 鸾凤和鸣 鸾凤和鸣产生的音波力量 足以震碎高强度的合金 凤飞飞虽然未尽全力 那恐怖的音波 却已经无法完全掩藏 连带着她的歌声 都产生了一些异样的变化 此时已经有许多真正的高手 发现了凤飞飞歌声中的异样 不由得微微皱眉 都纷纷望向了 受到鸾凤和鸣之力 直接攻击的韩森 韩森却好像没有听到 那恐怖的音波一般 任由音波席卷在她身上 却依然纹丝不动端坐在那里 还是那般笑盈盈地看着凤飞飞 可是坐在同桌的光头 却是一下子用双手捂住了耳朵 脸上露出痛苦之色 显然是因为她距离韩森太近 受到了一些波及 好在凤飞飞不愧为三大歌姬之一 如此恐怖的力量 依然收敛得十分得当 产生的些许波动 并不足以真正伤害光头 只是如此一来 所有人的目光 都看向韩森他们这一桌看来 顿时让他们成为了焦点 一般人都是 看向捂着耳朵 一脸痛苦的光头 问题所在的权贵们 却是玩味地看着韩森 凤飞飞这样的歌唱大家 竟然会在自己的生日宴会上 以鸾凤和鸣秘籍针对一个人 任谁都会对这个人产生兴趣 神异公子在远处若有所思地看着韩森 脸上渐渐露出笑容 凤飞飞也知 这次有些过火 可是看到韩森 依然带着那令人烦躁的笑容 心中又有些不愤 早知道如此 最后一句的鸾凤和鸣 我就用尽全力了 凤飞飞也就是想想而已 鸾凤和鸣的威力太过巨大 若是全力而为 整个会场都会受到波及 那却非太怨了 姑姑生日快乐 凤飞飞一曲唱完 却见有一个漂亮的小女孩 手捧生日蛋糕走上了舞台 来到了凤飞飞面前 韩森看到那小女孩 身子却猛地一颤 瞳孔不由自主地收缩 眼角竟然有了几分晶莹 那小女孩虽然只五六岁模样 可是她的模样实在太像香音了 简直就是一个儿童版的小香音 不可能吧 难道说香音 香音她已经死亡转世了 韩森看着那小女孩 只感觉眼眸都有些模糊了 想到当年与香音经历的种种 以及香音对她的好 心中顿势如同刀割一般 虽然韩森还没有办法确定 小女孩就是香音的转世 可是这么多年都没有香音的消息 她已经转世的可能性是极高的 再加上那小女孩的气质模样 与香音像极了 韩森不可避免地往那方面去想 谢谢你小鹰 凤飞飞收回了望向韩森的目光 蹲下来笑着对小女孩说道 她叫小鹰吗 韩森心中又是一阵激动 纵然心如铁石 却也不免有伤心之时 当初香音带给她的感动 是其他人都未有过的 在众人的祝贺声中 凤飞飞吹吸了蛋糕上的蜡烛 似是万众瞩目的焦点 可是韩森的眼中 却只剩下了那小女孩一人 她会是香音小姐姐吗 韩森心中纠结万分 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原本韩森打算早早离开 可是如今却放弃了离开的念头 她只想要找机会 与那名为小鹰的女孩 接触接触 弄清楚 她到底是不是香音小姐姐的转世 只是那小女孩 一直与凤飞飞在一起 而凤飞飞被一众达官贵人所簇拥 韩森和光头这样的身份 根本没有进入那个圈子的资格 韩森却是有些等不及了 近几年已经很难有什么事 能够让她的心灵剧烈波动 可是此时她的心灵却波动得厉害 我的小青狼 你想要她吗 那就去把她抢过来啊 只要你愿意 我会帮助你的 不用怕 大天魔的幻影又出现在韩森身边 仿佛在背后拥抱着韩森 凑到她耳边说着魅惑之语 第3095章 私命魔种 韩森不理会大天魔 纵然她心情波动 大天魔想要鼓动她的杀意 也没有那么容易 此时感应到了韩森的目光 一直站在凤飞飞身边的小女孩 转头向这边看过来 与韩森的目光交织在一起 小女孩微微一震 此时露出思索之色 美丽的眼眸之中 带着几分茫然 片刻之后 小女孩竟然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向着韩森这边来 众人的焦点都在凤飞飞身上 没什么人关注到小女孩这一举动 很快她就走到了韩森面前 明眸上下打亮着韩森 疑惑地问道 大哥哥 我们以前见过面吗 韩森眼睛顿时有些模糊 越发肯定小女孩可能就是香音的转世 香音是当年古魔做下八魔将之一 韩森在庇护所中看着她飞声 还约定了再见之语 可是后来韩森晋升之后 却没有能够再找到她 想不到她竟然已经转世重生 没有 我叫韩森 你叫什么名字 韩森看着小女孩问道 凤飞飞是我的小姑 我叫凤音音 你可以叫我小音 凤音音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韩森之后 就觉得她很是亲切 不由自主地想要接近她 好 你也可以叫我三木 韩森说道 三木 你来这边 我带你去看一样好东西 凤音音一点也不觉得韩森陌生 拉起韩森的手 就往古堡的一处而去 韩森自然不会拒绝 光头也是惊讶 没想到凤飞飞的侄女 竟然会和韩森这么投缘 也跟着站了起来 众人都以凤飞飞为焦点 倒是没有人注意他们 凤音音带着韩森和光头 穿过门户和长廊 很快就来到了一座花园中 那花园之中有一株古树 树上长满了四花四果的铃铛 却没有一片叶子 微风吹过之时 满树铃铛发出有节奏的铃声 并不会让人觉得嘈杂 反而令人心情十分愉悦 光头看的却是震惊莫名 指着那通体散发着微光的古树说道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古灵神术 传说中的顶级细音基因种 凤音音笑着点头道 就是古灵神术 可惜是成年体 没有办法收服 只能以种在这里 每日在这里沐浴古灵神音 可以增强音感 说着凤音音就拉着韩森 一起躺在树下的草坪上面 闭上眼睛说道 小姑十分宝贝这棵古树 不许外人接近 不过她最疼我 只有我能够自由进出这里 三木你们千万不要 告诉别人来过这里 那是当然 光头把胸脯拍得啪啪响 对了三木 你家在哪里 我以后怎么才能找到你 凤音音又问韩森 我刚来帝都没多久 还没有稳定的住处 这是我的通讯号码 你若想找我 把这个号码就行 韩森把自己的号码 给了凤音音 那你来我家住吧 凤音音欣喜地说道 若是旁人说这样的话 韩森根本不用考虑 就会拒绝 可是凤音音说出来 她却难以拒绝 实际上 她也希望能够 多与凤音音相处 哪怕只是这样 看着她也好 光头眼神异样地 看着韩森 心中暗想 难道这家伙 有诱骗小萝莉的前置 一个紫衣女子 悄悄地走出了宴会场地 来到了古堡外的 一个无人角落 正在一人坐在黑暗的角落中 里面就是你们要的东西 紫衣女子像是做贼一般 从怀中取出衣物 交给那人 怎么这么久才拿到 黑暗中的那人 接过东西说道 紫衣女子说道 凤飞飞十分谨慎小心 如果不是借着 刚才庆祝时的混乱 我根本不可能拿到 我要的东西呢 黑暗中的那人 把一个盒子 递给了紫衣女子 然后就直接起身离去 紫衣女子打开盒子 看了一眼 然后立刻又盖上 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 心中却是激动万分 有了这一枚神级的 天鹰百灵鸟卵 我司徒亚的成就 绝对不会在凤飞飞之下 而且凤飞飞一死 这三大哥姬 自然就空出一位 黑暗中的人影 远离了古堡之后 直接向着公书府而去 她赫然就是 公书指的老仆人 主人 已经拿到了凤飞飞的头发 老仆人把一根断发 小心翼翼地 从玻璃瓶中拿了出来 双手对到了公书指面前 很好 总算是拿到了 公书指接过头发 眼中闪过浓重的杀意 公书指额头上的 神灵血脉印记闪烁 一个黑色的影子 顿时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那是一个等人高的 青铜人像 头发四肢健全 可是脸上却没有五官 看起来古仆而妖艺 有了这根头发 就可以发动 私命某种的力量 她不是喜欢办生日宴会吗 我要让那个小贱人 死在众目睽睽之下 公书指咬牙切齿 把手中的头发 按在了那青铜人像的光板面孔之上 青铜人像顿时闪烁起妖艺的绿光 将那根头发分解吸收 与此同时 青铜人像也跟着变化 脸上竟然渐渐出现了五官 若是仔细去看 就会发现 那五官越来越像是凤飞飞 不只是五官 就连那青铜人像的身体 也渐渐变化 不久之后 竟然活脱脱变化成了凤飞飞的模样 很好 司徒亚没有骗我们 她拿到的 果然就是凤飞飞的头发 公书指眼中闪烁着狂热的光芒 死死地盯着化为凤飞飞模样的私命魔种 声音像是从牙缝中挤出来的一样 锦儿 你再忍耐一段时间 你喜欢的那个女人 很快就会下去陪你 在公孙只说话之音 青铜人像的眼睛 竟然变成了血红之色 妖艺诡异 如同魔鬼 凤飞飞发现凤音音不见了 便在四处寻找 今天虽然是她的生日 可是凤音音的生日和她只差了一天 过了夜里十二点 就是凤音音的生日 所以每一年的生日 她都会和凤音音一起过 并且在零点之时 送给凤音音自己精心挑选的礼物 可是眼看着 已经快要到午夜十二点了 却不见了凤音音 凤飞飞让人去找她 也没有找到 只好亲自去找 来到了后花园 果然看到凤音音在那里 可是除了凤音音之外 竟然还有两个人 其中之一 就是让凤飞飞很是不爽的韩森 第3096章 开网店的山民 小音 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凤飞飞来到凤音音面前 和颜悦色地说道 她平时就很疼爱凤音音 更何况 今天要为凤音音庆祝生日 更加不会训斥她 虽然心中对于凤音音 把韩森他们带来这里有些不悦 却也没有表现出来 凤音音正想要回答 却突然看着凤飞飞惊声道 小姑 你流鼻血了 凤飞飞微微一震 拿出一块手帕 在鼻子下面抹了抹 果然有一抹鲜血印在了 洁白的手帕上面 可能是上火了吧 凤飞飞没感觉身体有什么异常 把鼻血抹干净之后 就拉着凤音音的小手说道 小音 我们去宴会大厅吧 马上就到你的生日时间了 这一次 小姑有很特别的礼物要送给你 说完 又看向韩森和光头说道 两位也请到大厅中 享受美酒和料理吧 小音 今天是你的生日吗 韩森只知道 今天是凤飞飞的生日 却不知道凤音音也要过生日 过了十二点才是我的生日 三木 陪我一起过生日吧 小音一手拉着凤飞飞 另外一只手拉起韩森 高兴地往大厅走去 凤飞飞很是惊讶 不知道凤音音 怎么会和韩森的关系这么好 看向韩森的眼神 就像是在看一个 诱拐未成年少年的坏蛋 韩森直接无视了凤飞飞的目光 凤飞飞只好一边走一边问凤音音 小音 你什么时候交了这样的朋友 怎么小姑不知道呢 在宴会上才认识的 还没有来得及介绍给小姑你认识 不过没关系了 以后有的是时间 快去大厅吧 我好想知道 小姑你送我什么特别的礼物 凤音音拉着两人往大厅走 凤飞飞这个主角不见了 自然很多人都在寻找她的踪迹 当凤音音一手一个 拉着凤飞飞和韩森进来的时候 不少人都微微皱眉 飞飞 小音 你们去哪里了 司徒雅走了过来 笑盈盈地看着凤飞飞和凤音音问道 没什么 就是给小音准备礼物 凤飞飞说道 这位是 司徒雅见凤音音另一只手拉着韩森 就又问道 她印象中 在帝都的上游圈子当中 好像没有这么一个人 倒是一旁的光头夏宇飞 她倒是有些印象 不过夏宇飞虽然是魏夫子的弟子 可惜本身天赋只是一般 又没什么太大的背景 根本不够资格进入他们这个圈子 这是三末 我的朋友 凤音音说着 就拉着韩森 在主桌上坐了下来 像这种聚会 什么人坐什么位置 都是事先安排好的 能坐主桌的人 都是帝都的非凡人物 如今 凤音音拉着韩森 在主桌上坐下 占据了一个位置 而且还是在她身边 与凤飞飞一左一右 顿时让不少人的眼神 都变得异样起来 司徒雅疑惑地看了一眼凤飞飞 凤飞飞做了一个无奈的表情 然后说道 韩公子是小音的朋友 小音特意请她来一起庆祝 众人听得此言 就知道 韩森坐在这里 并非是凤飞飞的安排 而是凤音音不懂事 意外带来的朋友 心中也就释然 司徒雅看了一眼韩森 笑音音地问道 能够成为小音的朋友 想来必然是人中俊杰 不知道韩公子出生于哪一家 我出生于万古大神山 韩森回答的是实话 他确实是从万古大神山的卵中出来的 那里也可以算是他的出生之地 听到这话 一众王公贵族的表情 变得更加古怪起来 不少人眼中都带着几分嘲弄的意味 真是高贵出身之人 一般都会抱上自家血脉出处 再差一点的 也会拥有一成之地 韩森抱上万古大神山这样一个地名 那只能说明 韩森只是草莽山民 连一成之地都不曾拥有 这样的身份 再大秦帝国 也只比奴隶高一些而已 就算得了神灵血脉 因为没有背景 通常也很难有大作为 将来能够成为一成之主 已经算是极大的格局 但是一成之主在这种地方 根本就不算什么 能来这里的权贵 谁手底下没有几座城呢 原来韩公子是来自那么遥远的地方 想来在玉碧城中一定有大买卖吧 司徒亚似笑非笑地看着韩森说道 他倒不是想要针对韩森 韩森虽然说是凤音音拉来的 可是始终是凤飞飞的客人 若是能够让韩森出球 凤飞飞的颜面也没什么光彩 司徒亚与凤飞飞同为歌姬 又是好闺蜜 旁人只以为他们是好姐妹 实则司徒亚对于凤飞飞无比的妒忌 若非如此 也不可能帮助公输只暗害凤飞飞 只是因为司徒亚表面功夫做得极好 凤飞飞还一直把她当好姐妹 也不是什么大买卖 就是开了一家网店卖基因卵 韩森如实说道 听到此处 司徒亚和一众权贵们都露出鄙夷之色 网上的基因卵店铺虽然也有干得不错的 但是再怎么好 也只能算是不入流 就像旅诗商行一样 真正高级的基因卵店 根本不会在网上销售 原来韩公子与在下是同僧 在下不才 基因的基因店名为天正 不知道韩公子的店铺叫什么名字 出售什么等级的基因卵呢 一位年轻公子笑眯眯地摇着指扇说道 他那表情不像是在和韩森讨论 更像是在逗弄小猫小狗之类的玩物 我的网店名叫一间小店 刚开没多久 现在主要是金银子绝籍和伯爵籍的基因卵 韩森答道 众人听了都笑了起来 那年轻公子更是大笑道 那还真是一间小店 韩公子不会打算拿自己店铺的基因卵 当做阴阴的生日礼物吧 正是如此 众人都以为 韩森不可能在凤飞飞面前 拿出那等寒酸的礼物 谁知道韩森竟然还真的有这样的打算 那我还真是很期待你的礼物呢 司徒亚爷遇到 不过 他似是自觉有失身份 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众人落座之后 主桌上的猪人都聊得开心 只是却无人理会韩森 只有凤音音不适和韩森说话 倒也不是他们故意冷落韩森 而是因为一个开网店的山民 根本不可能融入他们那个圈子 不同圈子 本来就没什么共同话题 自然也就没什么人刻意结交韩森 第3097章 生日礼物 韩森说出自己的殿名之时 凤飞飞觉得有点熟悉 但是也没有想起来在哪里听过 也就没怎么在意 众人有说有笑 大天魔的虚影却突然出现在韩森身边 双手从背后俯上韩森的胸膛 吐气如蓝地在韩森耳边说道 我的小禽郎 那个漂亮的割击中了别人的基因种 已经快要死了 你舍得他死吗 你说哪个 韩森用只能自己听到的声音问了一句 同时看了一眼口袋里面的纯光源 见那纯光原身上虽然有反应 不过都是针对四周其他的基因种 对于大天魔的出现却完全没有反应 当然就是那个凤飞飞 真是个漂亮的女人 连我见了都有些心动了 等会儿若是蹊跷流血人皮脱离而亡 实在有些可惜 大天魔轻腻地把红唇靠在韩森的耳坠边上 魅惑之极的声音嘶嘶传入韩森耳中 韩森看向凤飞飞 他对于基因种的了解虽然不多 不过毕竟学过一点玄学皮毛 看不出凤飞飞是不是中了基因种 却也能够看得出来 凤飞飞的气色有些不对劲 脸上有种异样的潮红 旁人看了只觉得惊艳 好似少女脸上的粉红 可是韩森却看得出来 那红巢之中有着一丝邪义之气 而且凤飞飞的黑色瞳孔之中 也隐隐透着丝丝血液 不仔细看看不出什么 仔细一看 却让人心惊 那血丝好像蛇一般在跳动 在想到之前 凤飞飞无辜流了鼻血 觉得大天魔所说 怎么才能够破解凤飞飞身上的基因种 韩森又低声问道 若只是一个凤飞飞 韩森懒得多管闲事 可是凤飞飞是小鹰的小姑 和小鹰的关系又似极好 韩森不愿意看到小鹰伤心 既然知道了 自然不能坐视不理 那可是私命魔种 难得一见的强大神级基因种 她的主人又已经把私命魔种 培养到了终极体的程度 若是早期就发现 想要除掉倒也不难 可惜 现在她的命魂 已经几乎被魔种完全侵蚀 大天魔笑眯眯地说道 这么说是没救了 韩森淡然道 那也不是 如果小鹰伦你喜欢他 我自然会拼尽全力救他 只是此事实在艰难得很 还要小鹰伦你助我才行 大天魔叹息道 怎么助你 韩森问道 很容易 只需要小鹰伦 你用自己的鲜血画一张符即可 把那血符贴在他的身上 便可解除私命魔种的力量 大天魔说道 韩森听了微微撇嘴 根本对于大天魔的话 一个字都不信 大天魔想要鲜血画符 只怕是对付他的可能性更大 小青狼 你若是不救他 他可是真的会死哦 不信你看看他的耳朵 大天魔有恃无恐地说道 韩森看向凤飞飞的耳朵看去 因为他和凤飞飞 各坐在小鹰的一边 是平行而坐 韩森很容易就能够看到凤飞飞的左耳 见他的耳朵 像是喝过酒上头似的发红 这种异常的红 一般人不会注意 也察觉不出什么问题 可是韩森仔细去看 却发现凤飞飞的耳孔之中 似是有血丝出现 而且正在向外扩散 因为私命某种 实在太过罕见 就连许多王公贵族 都未必听说过 此时又正在宴会的高潮部分 根本没有人注意到 凤飞飞身上的一点异样表现 只以为是凤飞飞 对于酒的耐受程度比较差 韩森虽然看出 凤飞飞确实有些不对劲 可是他对于基因种的了解也不多 也不知道到底该如何 才能够除去凤飞飞身上的基因种力量 见韩森不为所动 大天魔叹息一声说道 小冤家 你太多疑了 既然你不想用自己的血 那就只剩下一个办法了 你身上有血魅灵基因种 血魅灵的力量 可以暂时压制私命某种 不过只能压制 想要彻底清除 却没有那么容易 还需要配合特别的密法才行 要怎么做 韩森小声问道 大天魔倒是爽快 把方法一一告诉了韩森 也不知道他心中打的是什么主意 宴会进行得非常顺利 十二点一过 宴会厅内顿时灯光闪烁 如同烟花绽放 众人一起举杯 祝凤飞飞生日快乐 庆祝之后 凤飞飞把一个盒子 送到了凤飞飞面前 宠溺地说道 小鹰 这是小姑送给你的礼物 看看喜不喜欢 谢谢小姑 凤飞飞十分熟练地把盒子打开 这是每年她都会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早就已经习惯了 很快 盒子就被凤飞音打开 只见盒子里面放着一枚 通体璀璨如宝石般的基因卵 甚至还可以听到 基因卵上面有奇妙的音乐 振战之声传出 凤飞音只认识这是基因卵 却不认的是什么基因卵 一旁的司徒雅 看到那基因卵 却是心中又毒又陷 坐视故作平静地开口说道 小鹰 你小姑对你实在太好了 这可是大名鼎鼎的 鹰系基因种秋鹰禅 虽然秋鹰禅只是侯爵级的基因种 不过却极其的罕见 特别是对于歌姬来说 秋鹰禅可以赋予他的主人 苍凉的秋一之音 那种沙哑的音色 唱出的歌曲特别的有味道 不知道有多少歌者 想求一只秋鹰禅而不可得 司徒雅最后一句倒是真心话 连他都想要一只秋鹰禅 可惜秋鹰禅实在太罕见了 纵然只是侯爵级 可是对于歌者来说 却比王级的基因种还要有价值 无论是哪一个歌者 获得了秋鹰禅之后 都会如获至宝 根本不会随便出售 就算有钱也未必买得到 谢谢小郭 我太喜欢了 凤音音抱着凤飞飞的脖子 在他脸颊上亲了一口 你喜欢就好 其实秋鹰禅更适合成年人 我原本是想要送一只 变异八音虫给你 那才是最适合你的基因种 可惜 凤飞飞说道 这里没有再说下去 想到那近千万报价的 变异八音虫 她也无可奈何 旁边的一位年轻公子说道 八音虫卵不难找 可是那变异八音虫卵 却是有价无事的宝物 比秋鹰禅还要稀有罕见 确实不易得 凤大家 你能够找到秋鹰禅 已经很了不起了 众人也纷纷说 正是如此 凤音音也说她更喜欢秋鹰禅 不知道韩公子送的礼物 是什么基因种吗 不会就是变异八音虫吧 凌桌一个女人嘲弄地说道 原本那女人是被安排在主桌 可是因为凤音音把韩森拉来了主桌 她就被挤了出去 大感颜面无光 自然看韩森很不顺眼 此时忍不住出言讽刺 想看韩森出酒 第三千零九十八章 突生一变 你能来 对我来说 已经是最好的礼物了 凤音音拍了拍韩森的手背 温柔地说道 显然是不想韩森为难 韩森歉意地对凤音音说道 很抱歉 我来之前不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 众人听韩森这么说 脸上的笑容越发的玩味 那女人更是撇了撇嘴说道 有谁不知道 每年凤大家都是 和音音一起过生日的 韩森没有理会她 摸出一个基因卵 送到凤音音面前 所以现在也没有办法准备礼盒了 只能这样送给你了 我很喜欢 凤音音并不知道那是变异八音重卵 只是不愿意韩森再为难 所以就直接接了过去 面带笑容对韩森说道 那是变异八音重卵 一旁的凤飞飞却是惊讶出声 她在网上看了好几次 一直想买给凤音音 对于变异八音重卵 那是相当的熟悉 此时看到凤音音手中的基因卵 立刻就认了出来 真的假的 真是变异八音重卵 众人都有些不敢相信的 看向凤音音手中的基因卵 都不相信有这妖巧的事情 说到变异八重音卵 韩森就真的送了一只 飞飞 你不认错了吧 司徒雅不认得变异八音重 长什么模样 十分怀疑的看向凤飞飞 凤飞飞又仔细看了看 凤音音手中的基因卵 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 看向韩森问道 韩公子 你刚才说你的网店叫一间小店 是的 韩森点头道 得到了确认之后 凤飞飞的眼神变得古怪起来 原来你就是一间小店的老板 这么说 这就是你们店里 卖的那颗变异八音重卵了 是的 韩森再次点头 灵桌的一位歌姬也惊讶出声 我想起来了 就是一间小店 难怪刚才我觉得有点耳熟 我也在网上看到了 变异八音重卵 标价999万 一分也不能少 我有一个朋友出价三百万 那家店都没有卖 原来那家店的老板 就是韩公子娘 众人听他这么一说 都知道 这一刻应该就是变异八音重卵无疑了 看向韩森的目光 都变得有些古怪起来 司徒亚心中又毒又恨 又有些不愿意相信 便笑着对凤音音说道 这么罕见的基因种 不如音音现在就孵化出来 也让我们都长长见识 凤音音看向韩森 韩森对他微笑点头 凤音音这才笑着说好 然后激活了自己的神灵血脉 把那变异八音 虫卵孵化了出来 当一只美丽的银白色八音虫 出现在凤音音手掌上面 似是蝴蝶一般飞舞的时候 司徒亚心中的妒忌之心更胜 我一步一步辛苦地走到现在 不知道吃了多少 苦受了多少罪 都从未拥有过的东西 他却随手可得 凭什么 司徒亚心中度恨 脸上的笑容却越发的灿烂 有了变异八音虫作为礼物 其他人的礼物 虽然也有出彩之处 但都急不上变异八音虫 这么惹人注目 凤飞飞心中 对于韩森的所作所为 颇多疑惑 这么珍贵的礼物 竟然送给凤音音 她不知道 韩森到底是存了什么目的 要说韩森是为了讨好 她才如此做 却也不像 毕竟当初凤飞飞自己向韩森 购买变异八音虫的尸体 韩森都没有卖给她 还因此得罪了公输警 现在直接送给凤音音 变异八音虫卵 显然并不是为了她凤飞飞 音音到底是怎么和她成为朋友的 凤飞飞想要问个清楚 但是在宴会上 却不方便这么做 经此一事 倒是有不少人 对于韩森的小店产生了兴趣 询问韩森店里面 还有什么罕见的基因卵 帝国大宇宙的人类 对于基因种的力量太过依赖 一个能够动到稀有基因卵的人 任何人都介意多一个这样的朋友 可惜韩森的回答 让他们有些失望 只说他经营的只是一个小店 卖的都是一些低级基因卵 变异八音重卵已经算是镇店之宝 没有其他更稀有的基因卵 那些权贵却不怎么相信 能够随便送出变异八音重卵 他们不相信韩森的店会那么简单 一个个都暗中记住了一间小店的店名 准备回去看一看 小姑 你怎么 宴会正在进行中 凤音音却突然指着凤飞飞惊叫起来 众人都转头看向凤飞飞 看清楚凤飞飞的面孔之后 顿时都大吃一惊 只见凤飞飞的眼中竟然流出血泪 血红的泪滴顺着脸颊滴下来 配合上凤飞飞的绝美面容 有种妖艺的恐怖美感 我 我怎么了 凤飞飞有些疑惑 她自己似乎是一无所觉 连忙从包包里面拿出一个小镜子 对着镜子一照 顿时看到了那两行血泪 心中顿时一惊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凤飞飞直接召唤出了仙音凤凰合体 通体仙音缭绕 背后凤凰一展开 展发着绚烂神光 凤飞飞知道自己肯定是中了基因种的力量 只是她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基因种 只能以仙音凤凰的力量护住身体 希望能够阻止身上的情况恶化 可是很快凤飞飞就发现没有用 她那已经达到了成年体的神级仙音凤凰 竟然一点效果都没有 此时 她已经不只是眼中流出血泪 就连口鼻耳之中都开始渗出鲜血 看起来就如厉鬼一般 纵然是仙音凤凰的仙气在身 再加上她的绝美面容 也无法抵消那种恐怖 凤大家莫慌 我来助你 主桌的一个儒雅的年轻男子 身上霸气冲销 与一尊聚灵神合体 身上散发神圣光辉 打出一道至圣神光 落在凤飞飞身上 想要助她压制身上的诡异力量 可是显然并没有什么效果 凤飞飞的双眼已经变得血红一片 神志似乎也出了问题 突然仰天发出一声尖叫 仙音凤凰加持下的恐怖音波 直接把整个宴会大厅都给震碎 厅内的诸多王公贵族 反应倒也不慢 纷纷与基因种合体 抵挡那恐怖的震音 可是依然有不少人 被那尖叫声震翻在地 一个个蹊跷渗血 韩森伸手把凤音音拉到自己身后 身上血色光焰生腾 挡住了那恐怖的音波 原本华丽的宴会大厅 几乎是在一瞬间化为垃圾场 好想放假休息一段时间 太久没有放过假了 第3099章 救人 凤飞飞是三大哥机之一 实力非常惊人 纵然来者皆是上流人物 也有不少人被她的音浪所伤 纵然有人使用基因种的力量 企图对她有所帮助 却都没有用处 她身上的澎湃仙音 如同潮汐一般 更有凤凰仙韵护体 外地根本无法靠近 这原本是她的强大所在 可是如今却成为了她的绝命之力 恐怖的力量 令诸多强者都无法靠近 令她无所顾忌 凤飞飞并没有攻击旁人 一声尖叫之后 竟然伸出神光璀璨的双手 向着自己的脸上插了过去 这要是插进去的话 不仅仅是她的眼睛 恐怕整张脸都要毁了 不要啊小姑 凤音音哭着大喊 想要冲向凤飞飞 韩森心中一叹 身形一闪 瞬息来到了凤飞飞在身后 一只手似是强大的铁箍般 还住她的身体 把她的双臂都给挡住 让她没有办法自残其身 身形一闪 韩森就带着凤飞飞 进入了侧厅的一个房间之内 然后关上了房门 对跑到门外的凤音音说道 小鹰 守着房门 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凤音音不知道为什么 心中对于韩森极为信任 听了韩森的话 就守在门外 拦住了那些 想要冲进去的诸多贵族强者 凤飞飞身边的那些家臣赶过来 被凤音音喝止之后 也都听命令守住了门口 房间之内 韩森一手把凤飞飞按在桌子上 令她无法动弹 同时另外一只手 解开她胸前的衣服 露出了泛红的肌肤 只见在她心脏的位置 竟然有一团暗青色的阴影 好似是一朵莲花般 正在散发着可怕的凶煞之气 犹如一朵死亡之花 开在她的皮肤下面盛开 韩森手掌之上 血气弥漫 一只手按在了那阴影之上 指甲刺破了肌肤 同时将雪魅灵的力量 注入其中 随着雪魅灵的力量 渗入血液之中 从那阴影之中 竟然渗出了丝丝青铜丝线 宛若发丝一般 那些青铜丝 从她的皮肤之中钻出来 带着丝丝鲜血 那种钻心之疼 顿时让凤飞飞叫出声来 小音 韩森那人来历不明 怎么能够让她单独 与你小孤独处一事 快让我们进去 司徒亚心中焦急 她自然不是担心凤飞飞的安危 而是害怕凤飞飞死不掉 若那韩森真有本事 破坏公输址的杀局 她是怎么也不愿意看到的 现在她急迫地想要进去 自然是希望破坏韩森的行动 她不希望有一点意外发生 凤飞飞必须死 既然韩森不想让人进去 说不定救治的过程 不能被惊忧 她若闯进去 你们不能进去 三母她在救小孤 凤音音却是很坚定地站在门前 双手张开按着门框 不许任何人靠近 小音 你不知道人心险恶 那个韩森来历不明 说不定就是她在暗中害你小孤 我们快些进去看看 否则她害了你小孤 那就来不及了 司徒亚见凤音音执意拦着 就又说道 她如果真是想要救人的话 为什么不当着我们的面救 其中必有蹊跷 我们只是进去看一看 若她真是在救飞飞 我们也不会妨碍她 众人也都觉得有道理 纷纷劝说凤音音 只是凤音音什么话都听不进去 只是坚定地守在门前 什么人也不肯放进去 啊 就在此时 房间内传出了凤飞飞的叫声 而且 那叫声有些异样 一声接一声 凤飞飞还处在与仙音凤凰合体的状态 声音本就优美温柔 此时虽然是在惨叫 听起来却不是那种很难听的惨叫 反而更像是难受的身影 连续的叫声当中 听到外面的人脸色都有些变化 一些思想不纯洁的人 脑海之中浮现了一些奇怪的画面 他们哪里知道 那些皮肉之中的青铜丝 像是发丝一般 从皮肤之中钻出来 令凤飞飞又疼又痒又麻 叫出的声音 自然不是纯粹的痛叫声 所以才会如此奇怪 不好 那个混蛋怕是在侮辱飞飞 我们快进去 司徒亚知道 不可能有那种事 但是故意这么说 这些来宾之中 有不少年轻贵族 都是凤飞飞的追求者 如此一说 他们必然忍耐不住 就算凤飞飞再怎么阻拦也没用 果然 听到司徒亚这么说 不少男人都是脸色微变 在听着那似疼似痒的叫声 更让他们浮响连篇 音音小姐 请让我们进去 否则那人若是对飞飞小姐作恶 你岂不是害了你小郭 一个男人 走到凤飞飞面前说道 这男人的身份极其高贵 司徒亚见她说话 顿时心中一喜 三目不会害小郭 凤飞飞很肯定地说道 她心思无邪 而且坚信韩森根本没有半分动摇 小英她不懂事 我们却不能做事 飞飞被恶人所害 一起冲进去 司徒亚说着就往房门触闯 凤飞飞的家臣想要拦她 司徒亚立刻说道 小英不懂事 你们也不懂事吗 我们都是为了飞飞好 你们若是不放心 一同进去就是了 一众家臣也都有些犹豫 一来韩森的来历确实有问题 二来房间中传来的声音 着实有些惹人遐想 趁着那些家臣犹豫之时 司徒亚直接冲了过去 抱住了拦在门前的凤飞飞 对着众人说道 大家一起进去 绝不能让那贼子害了飞飞 那贵公子也说道 一起进去看看 不能让凤大家受了委屈 若他真实在救凤大家 也许我们也能够帮衬一二 那些家臣心中也是怀疑 韩森到底在里面对凤飞飞做什么 此时也不知道该不该拦 更何况那贵公子身份着实尊贵 犹豫之时 那贵公子和几位身份尊贵之人 就已经跟着司徒亚 一起走到了房门前 凤音音终究年纪太小 被司徒亚抱着正脱不出来 只能叫道 你们放开我 不许你们进去 刘叔说 你们在干什么 快拦住他们 小英乖 我们也是为了你小姑好 司徒亚一副为了你们好的表情 手掌迫不及待地去推房门 推了一下没有推动 知道房间上锁 司徒亚就冷哼道 他若是没有什么坏心思 干嘛要锁上房门 说着 司徒亚就凝聚力量 要把那房门强行轰开 他这一击用尽了全力 想要精忧到里面 第3100章 都天狱 碰 房间的门被司徒亚轰开 可是并没有能够看到内中的景象 只见一个雄壮圣洁的白色身影 堵住了大门 平平 司徒亚还没有看清楚 那白色身影到底是什么 就感觉眼前一黑 两个蹄子狠狠地踹在了他的脸上 直接把他踹飞了出去 同时 那白色身影也把司徒亚怀中的凤音音叼了过去 司徒亚脸上两个清晰的血红蹄印 连鼓都凹陷了下去一些 鼻鼓更是直接断掉 撞在了人群之中 被后面的那位贵公子一手按住 这才止住了身形 脸上满是鲜血 众人这才看清楚 那把司徒亚踢飞的 是一头圣洁的白鹿 头顶的鹿角散发着无穷的圣洁光辉 好似是自太阳中走来一般 白鹿已经把凤音音放在他的背上 挡在门口 盯着门外的猪人 安静沉稳 似是一尊白玉雕像 成年体的圣文白鹿 有人吃惊地叫了出来 神级的基因种都很罕见 圣文白鹿的排名虽然不高 但是比较另类 并不多见 而且 把神级基因重养到成年体 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需要大量的财力支撑 小公爷 韩森慈子 果然是狼子野心 您要救飞飞啊 司徒亚口中吐血 心中亥然 却还不忘蛊惑旁人 他很清楚 这次他出卖了凤飞飞 若是凤飞飞不死 定然会查到他的头上 以凤飞飞的人脉和能力 他只怕是难逃一解 被司徒亚称为小公爷的 自然就是那位身份尊贵之极的贵公子 他一头紫发披散 仿佛散发着霞光流散 一对眼睛若皓月当空 整个人都散发着神秘而尊贵的气息 宛若神话中走出的神气 凤飞飞的宾客之中 身份尊贵的人类很多 但是要说真正的贵族 却也仅次一人司徒亚身受重伤 却依然蛊惑此人 就是知道此时唯有他出手 才能够镇压一切 此子名为都天狱 是太尉之子 真正的神血贵族 得神灵护佑 非凡俗强者可比 韩森 就算你是在救人 奉大家的情况如何 也要让我等看到 才能够安心 都天狱放随手放开司徒亚 向着那圣文白鹿走去 也不知道他融合了什么基因种 身上却有神秘的气韵缭绕 几乎凝聚为实质 化为圣芒在他身上闪烁 他每走一步 身形都仿佛高大一分 那雄壮圣洁的圣文白鹿 在他面前都似乎矮小了几分 众人皆知这是错觉 并非都天狱的身形在变大 而是他的气势太强 才会让人产生这种错觉 心中不由的羡慕非常 唯有真正的神血贵族 得神灵护佑 才能够拥有这样的气势 这是天生高贵的血脉 世袭的神之处 连成年体的圣文白鹿 若非有韩森的命令 只怕此时已经倒退而逃 都天狱一步踏出 同时开口轻贺 让开 他的语气虽轻 却似乎有无边的威势 霸道的压迫而下 圣文白鹿竟然忍不住后退了半步 身躯都在打战 只是迫于韩森的命令 才没有转头逃跑 既然如此 那就怪不得我都天狱了 都天狱淡淡地说着 拳头之上凝聚恐怖神盲 一拳向着圣文白鹿轰去 司徒雅在后面看得分明 脸上的伤虽然痛得厉害 可是心中却是大喜 他认得 那是都天狱与神级基因种 狱精魔合体之后的 基因合体际遇魔拳 传说此拳无间不摧 而且具有阴柔极致的力量 一拳轰出 可将一座山峰震成粉末 可是那山峰却会凝而不散 依然保持着完整 像是什么事也没有 但是只要风一吹 那山峰就会轰然倒塌 化为漫天烟尘 就算是神级基因种 也难以正面硬扛这一拳 能来这里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差不多都认得都天狱的御魔拳 就算不认得 也一定听说过 心中都感觉有些惋惜 好好的一头圣文白露 怕是要被打爆躯体 自此烟消云散了 眼看着御魔拳就要轰在圣文白露身上 却见那房间之内 轰出一道血红的拳力 与都天狱的御魔拳撞击在一起 哄 一声暴响之后 众人都惊骇地发现 都天狱竟然被那一道红光拳力 打得倒退了一步 只见都天狱的长发飞扬 身上的衣精纷飞 脸上升起一股异样的红巢 显然是没有占到便宜 怎么可能 竟然隔空挡住了都天狱的御魔拳 太可怕了 那个韩森的来历 只怕大有问题 能够挡下御魔拳者 整个玉碧城的青年俊杰之中 都没有几人 那红光好诡异 不知道是什么基因种的力量 都天狱双眼之中 神灰璀璨 死死地盯着被圣文白露挡着的房门 缓缓说道 血魅灵 你竟然拥有血魅灵 你到底是什么人 此言一出 整个大厅之内皆是惊骇莫名 血魅灵的大名 在秦国的高层 可以说是人尽皆知 当初莫里就是靠着血魅灵 等三支基因众 在魏国皇帝之中 刺杀了魏王 就秦国于危难之中 那是何等绝世功勋 不可能吧 他一个山明 怎么可能有血魅灵 那等基因种 司徒亚一脸的不能置信 都天狱却是冷然说道 若非血魅灵 天下再无第二种基因种 可以如此灭去 我御魔拳的力量 那必是血魅灵无疑 一时间 听内众多达官贵人的脸色 都变得异常古怪 原本以为韩森 只是一个开网店的山明而已 却不想他 不但送出了变异八音虫 竟然还拥有圣文白鹿 和血魅灵这等基因种 连神血贵族都天狱 都被他一拳阻于门外 这是何等恐怖的人物 我只是一个开网店的山明而已 韩森的声音自屋中传来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 他还在为凤飞飞 驱除身上私命某种的力量 既然阁下不肯说 那就由我自己来看吧 都天狱目中神光绽放 身上更是华光璀璨 宛若神灵一般 向着房门闪去 圣文白鹿在韩森的命令之下 已经让到了一旁 眼看着都天狱已经到门口 却有血色全芒 自那房门中冲出 来得好 都天狱骄傲冷喝 全上玉光绽放 似是太阳一般 轰向血色全芒 轰向血色全芒